校花学姐一下课就会跑来找你要亲亲 甚至还经常跑到宿舍帮你暖床 在别人面前就是一副高龙女神的模样 而在你面前就一妥妥的花痴女 每天看着你的照片流口水 开学第一天这位奇怪的学姐就被众人注视着来到你面前 顿时一股淡淡的清香飘来 你好学弟 把包给我吧 我带你去报道 你是很猛逼的 完全没想到这么好看的校花居然会跑来接你 你搜遍脑海 确信自己并不认识眼前的校花 立马往边上挪了一下 以为是对着你身后的人说的 此时一双玉手抓住了你 然后把你背的包接了过去 美眸一直紧盯着你 脸上露出了一个甜美到了极致的微笑 学弟你想去哪里 累了吧 把包给我 而这一刻 周围所有报道的新生整整齐齐地看着你 目光中尽是不敢置信 不要说其他人 你自己也猛逼了 你很确信自己绝对不认识这个妙大校花 也完全搞不懂她来找自己干什么 就在你愣神时 妙梦伸过手来就要玩你的胳膊 你侧身闪过正要开口 结果发现面前的漂亮妹子眼睛蒙上了一层水 似乎下一秒就会哭出来 你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开口道 那就多谢学姐了 原本已经避开的胳膊悄无声息地伸到了妙梦的手边 妙梦没管这么多 一把挽住了你的胳膊 甜甜地对着周围的人一笑 向着学校内走去 看着两人的背影 学校大门处都变得鸦雀无声 所有人呆呆地看着 眼中尽是不敢相信的神色 你们说会不会是校花受够了追求者的骚扰 所以拿那个小子当挡箭牌啊 你们难道没看到那个小子刚才的神色吗 可不像是认识校花的样子 众人议论纷纷 整个迎新处都沸腾了 今天大新闻啊 号称冰山的妙大校花 居然主动挽着一个新生的胳膊 看看妙大校花的神态 多暧昧啊 而又有人站出来说道 我知道那个小子的名字了 他叫李轩 在金融戏八班 不是本地人 众人闻言松了一口气 妙梦是东山本地人 一直在本地上学 而你不是本地人 两人之前认识的可能性真的不大 而一路上 不由的一阵心愿意马 听到耳边笑花的笑声 回过神来的你一阵尴尬 学姐 我们应该不认识吧 妙梦大眼睛眨巴眨巴地回答道 是啊 那你 妙梦笑脸迎迎地盯着你 只看得你脸变得滚烫着才开口道 昨天有个算卦的先生给我起了一挂 说我命不够硬 只有找到一个叫李轩的新生 做他的女朋友 我才能过去这个坎 否则我活不过今年 哭 你都要吐血了 还能找个更加别角的借口吗 学姐 咱们都是大学生 要相信科学啊 虽然有这么一个漂亮的女朋友 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但是看到周围那一道道 如同看仇人的目光 你感到一阵心惊肉跳 仿佛下一刻就要被撕碎了似的 妙梦对着你微微一笑 这不是很科学吗 我就是听她的话 这才来大门口 这不就遇到你了吗 对了 你的手机呢 你一脸的鸡蛋开口问道 你想做什么 妙梦翻了一个白眼 静止伸进了你的裤兜里 拿出了手机说道 喂喂喂 你那是什么眼神 我有这么可怕吗 说着输入一个号码 然后保存 这是我的号码 记住了 还自顾自的加了微信 一点都没有问你医院的意思 来到了学校给你分配的宿舍 妙梦一脸兴奋的说道 你坐了这么久的车 一定累了吧 赶紧歇一会 我给你铺床 说着就直接给你铺起床来 看着妙梦的背影 你呆呆的站在床边 一时间很难相信 眼前的这一切是真的 刚踏进学校大门 美丽的笑话扬言 要做我的女友 还亲自给我铺床 这话谁都感觉不真实 就在此事门被推开了 一个魁梧高大的男孩走了进来 正好看到了站着发呆的你 却没有看到张轩背后的妙梦 我以为我来得够早了 没想到兄弟你比我还早 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王强 本地人 兄弟 你知道刚才发生了什么大事吗 马德 我心目中的女神妙梦 居然亲自去校门口接人了 还特抹的是一个男的 我的心啊 挖凉挖凉的 我可是为了女神 才考上的东山大学啊 不要让我见到那个混蛋 见到了他 我一定撕了他 为了女神 我要和他决斗 王强说着 还假装痛心的拍了拍自己的胸口 呀 你的摄友来了吗 妙梦此时给你铺好了床 起身看向王强笑盈盈的介绍道 你好 我叫妙梦 是李轩的女朋友 下一秒 王强跟着你一起猛逼了 虽然你心里很爽 可是一个陌生的女人 声称是自己的女朋友 你总感觉有那么一丝丝的尴尬 王强傻愣愣的在你和妙梦之间 来来回回的看着 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看到的 这时间精神有些错乱 没回过神来 不久妙梦就回到了宿舍 刚进宿舍就被三个摄友给摁到了床上 三个人死死的盯着他 美眸之中尽是不可思议 喂 你们干什么 妙梦双臂抱胸 眨巴着眼睛 继续说道 哎呀 你们三个吓到人家了 别想转移话题 说 今天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们四个住着一起已经一年了 相互之间熟悉的不能再熟悉 天知道今天他们三个看到 校园论坛上的照片 是有多么的惊讶 而且看看现在妙梦的神态 嘴角带着羞涩 这妥妥的陷入了热恋的小女生样子 他们根本就不敢相信 学校里有多少大少 拼了命的追求这丫头 花海 钻戒 跑车 各种能想到的东西 他们都想到了 结果呢 妙梦就好像铁石心肠一样 对那些人根本就无动于衷 要知道追求的人里面 着实有几个帅到吊渣的人 可别管对方长得有多帅 多么的会体贴人 都被这丫头拒绝了 他们甚至都以为 这丫头的兴趣像不正常了 今天这是怎么回事 妙梦开口道 没什么事啊 真的 脸上满是笑意 就是那个小时候 就扬言长大了 一定要娶我的大傻瓜 今天来了 说这句话的时候 妙梦的嘴角忍不住流淌着笑意 美丽的眼眸 眯成了一条缝 三人傻眼了 笑话好像真的恋爱了 梦梦 不会真的要做她的女朋友吧 三人面面相去 眼眸中八卦之火 熊熊燃烧 为什么不 夏梦忽然回过神来 脸颊微红 你们问这个干什么呀 夏梦立刻矢口否认 我和张萱 就是小时候一起长大的伙伴 只不过 后来我跟着爸妈来东山这边了 我们已经十三四年没见了 那你为什么要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 你是她的女朋友 王雪狐疑地看着夏梦 孙田和梦力连连点头 就是啊 这件事 恐怕很快就会传遍东大 我看你这是有意的吧 说 你是不是真的爱上她了 哎呦 怎么可能啊 我真的只是和她开一个玩笑 除了和我亲近的人 你们什么时候见我和男的靠近过 夏梦慌忙解释 孙田三人沉吟了一下 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那倒是 连大明星吴雨凡 你都不放在眼里 要说 你能看上哪个男人 我们还真不信 夏梦猛翻白眼 就是啊 咱们可是发誓要好一辈子的姐妹 我要是看上了 哪个男人 一定会告诉你们的 还要让你们把关呢 说完 夏梦有些心虚地 看了三人一眼 三人闻言对视了一眼 点了点头 夏梦松了一口气 总算是过了这一关了 就在此时 手机响了起来 夏梦看了一眼 是弟弟打过来的 小君子 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老姐 你从哪里找了 这么一个拜金女 表面装得比谁都要矜持 淑女 实际上比谁都要骚 一部水果手机 外加一个不到两万块的包 就搞定了 刚才还暗示我 晚上可以去开房 我说老姐 这个女孩 哪里得罪你了 对了 这个活动经费 你可得给我报销了 咱爸妈要是知道 我花了这么多钱 非包了我的皮不渴 文言 夏梦美眸 眯成了一条缝 道 我知道了 张萱啊 张萱 这可不是 我算计你哦 只是给你的女朋友 一个小小的考验 没想到她这么 经不住考验 希希 你终究会是我的 夏梦心里窃喜 暗暗想到 王雪三个都用不可思议的目光 看向夏梦 还说没有谈恋爱 这明明就是一副 陷入热恋的小女生表情 回过神来的夏梦 察觉到了三道审视的眸光 顿时知道自己刚才的表情泄露了 立即站起身转移话题道 桃园居 谁去 我 虽然知道这是夏梦在转移话题 但是三个女孩 还是经不住美食的诱惑 一个个双眸放光 口水都要流下来了 桃园居 那可是大学城最高档的一家餐厅了 不比那些五星级的酒店做的差 轩哥 你确定在这 杨明看了一眼桃园居的匾额 然后看向张轩 看张轩的穿着 可不像是什么有钱人 也不像是那种打肿脸充胖子的人 或许是不知道 这里的最低消费是多少吧 杨明是四人中家是最好的 心中已然做好了一会儿 先出来结账的打算 AA吧 大家从今往后就是兄弟了 没必要分得这么清楚 王强和方世明显然是听说过桃园居的 害怕张轩不知道这里的消费水平 立即开口道 杨明健壮微不可查地点了点头 宿舍里的这几个人 倒是一群值得结交的人 AA 你们这是打我的脸 说了是我请客 就是我请客 一会儿谁要是抢着买单 别怪我翻脸啊 他还有十张消费千倍返现卡呢 这可是挣钱的买卖 当然是花得越多越好 三人对视了一眼 有心提醒 但是害怕舍了张轩的面子 先生 请问你们是包间还是大厅 适者迎了上来 看着杨明问道 四个人中 唯有杨明一身名牌 显然是付款的那一方 包间 最大的 张轩豪气甘云地说道 先生 我们这里最大的包间费用 适者没想到是张轩开口 看了张轩的穿着 善意地提醒道 并没有因为张轩的穿着 就另眼相看 钱不是问题 带我们去吧 好的先生 请跟我来 适者没想到 张轩看似穿着不起眼 没想到是一个隐藏的大佬 张轩四人没有注意到 就在他们走进包间的那一瞬间 有四个青春靓丽的女孩走了过来 夏梦疑惑地看了过去 张轩 他美眸一亮 不愧是他看中的男人 好有缘啊 怎么了梦梦 王雪三个人 顺着夏梦的眸光看了过去 并没有看到什么 没事 看到了一个熟人 走吧 不用和我客气 随便点 哇 爱死你了 小富婆 吃穷这个爱显摆的女人 四个女孩一个个青春靓丽 走到哪里都是一道夺人眼瞧的风景线 顿时吸引了众人的眸光 秦少 是夏大笑花 秦少 你的缘分来了 后面一群穿着花里胡哨的人开车驶来 看到夏梦四人的背影 立即对着为首的秦少天谄媚地说道 秦少天眼睛瞪直 头水都要流下来了 问出了夏梦四人的包间名 走了进去 张轩一口气点了五千多的菜 仍旧有些不满意 哎 你们这里就没有更贵的菜吗 千倍返现才五百万 距离他一个亿的小目标 有点远啊 侍者 杨明三人 大哥 您装的这个逼 我们给您打满分 一顿饭五千块还少吗 这里可是大学城啊 对于消费等级有规定的 先生 您看您能先结下账吗 侍者看到张轩这么装逼 心里有些犯嘀咕 这不是来吃霸王餐的吧 行啊 怎么不行 五百万虽然距离一个亿有点远 但蚂蚁再小也是肉啊 张轩立即跟着侍者走了出去 宣哥深不可测啊 杨明出身大家族 发现自己居然看不透张轩这个人 嗯 王强和方世明连连点头 看张轩刚才的表现 要么是真的牛逼 要么就是那种要被雷劈的 另一边 张轩打开支付马 对方扫了一下 听到嘀的一声 这才松了一口气 张轩付完钱等待着 下一刻 手机忽然震动了一下 他打开了手机 建设银行 宁伟号0179的储蓄卡最新交易提醒 收入五百万元 看到短信内容 张轩心中激动不已 千倍返现到账了 这里的消费水平还是太低了 看来想发财 还得去市区一趟 张轩心里想到 正好他的手机和电脑都要换了 多买一点 距离他的小目标就不远了 想到自己这一下子 就成了百万富翁 张轩恍若置身梦中 美滋滋啊 就在他转身想回去的时候 就听到身边的侍者惊呼 好美啊 张轩疑惑地看了过去 看到那个熟悉的亮影 转身欲逃 学弟 好巧啊 夏梦笑脸盈盈地看着张轩 跑过来拉住了张轩的胳膊 脸颊红扑扑的 这一刻 整个世界都仿佛安静了下来 旁边的侍者看傻眼了 连大气都不敢出 夏梦是东大的明星人物 侍者自然是认识的 此刻他的心里狂吼 这怎么可能 什么时候见过 号称冰山的夏大笑花 主动去拉一个男人的胳膊 那个样子 生怕男人跑了 他的眼睛是不是出问题了 他从来没见过 在夏大笑花的身边 出现过一个男孩子 那些试图靠近他的人 无一例外地 都被无情地拒绝了 为什么夏梦 被大家公认为是女神 女神 高不可攀 不识人间烟火 只可远观 不敢靠近 这样一个从来没有 对任何男人敞开心扉的女神 今天居然主动去拉一个男人的胳膊 而且翘脸红扑扑的 此刻的笑花 美眸中尽是眼前的这个男子 这绝对是陷入了热恋 才会出现的一种表现 这个男的是谁 这是走了狗屎运啊 居然被笑花垂青 学姐 好巧啊 张轩苦笑 又享受到万众瞩目的感觉了 和眼前的这个女孩站在一起 那就要有一颗强大的心 对啊 真巧 我就说 那个算命的先生 绝对是有真才实学的 他就算到 我们会在这里相遇 学弟 人家出来的时候没带够钱 你能借我一点吗 夏梦美眸一转 忽然想到了一个 每天接近张轩的办法 借光张轩的钱 这样他就有借口 每天和张轩在一起了 想到这里 夏梦在心里 为自己这个小创意 疯狂打靠 我就是一个小天才 你想借多少 有了五百万 说这句话的时候 张轩底气十足 这位小姐的饭钱 算到我的账上 就在此时 一个嚣张霸道的声音 突然响起 听到这个声音 所有人看了过去 只见秦少天走了过来 他的目光火热 眼中只有夏梦 那个样子 似乎想要将夏梦吃下去 夏梦带眉紧粗 我有自己的男朋友 用得着你负账吗 说着 挽住了张轩的胳膊 小声地在张轩的耳边说道 学弟 帮我这个忙 学姐可以 答应你一个要求哦 说着 在张轩的耳边 吹了一口气 张轩顿时感觉嗡的一下 整个人都要炸了 美女诱惑 这谁能受得了 他可不是柳夏慧 夏梦说完之后 整个人感觉都在发烫 他没想到 自己居然对着张轩 说出了这般令人害羞的话 不过 看到张轩那错愕的模样 他脸上止不住地露出一丝甜甜的笑意 察觉到一道道目光 恍若烧红的烙铁烫在了身上 张轩正要拒绝 忽然脑海中一个电子音响起 神级选择系统启动 显向一 给笑花付款 奖励 桃园居100%的股份 八级拳宗师级精通 颜值加一 体质加一 选项二 拒绝给笑花付款 奖励 保时捷911一辆 神级驾驶技术 同时获得直男称号 女人员一 张轩愣了一下 这特么的还用选吗 系统这是逼着他选一呀 这位同学 我是东山实业的大少爷秦少天 我知道 梦梦是拿你荡挡箭牌 只要你说出实话 我秦少天欠你一个人情 秦少天看到夏梦轻腻地和张轩在一起 极度的肺都要炸了 他此刻恨不得立即将张轩丢进东山河里喂鱼 在他的心里 早就将夏梦视为自己的禁鸾 不容他人染指 但是当着夏梦的面 他不能这么做 绝不能在夏梦的眼中留下一个不好的印象 而且 这里是桃园居 桃园居背后的老板不简单 就连他那不可一世的父亲 在他来的时候都提醒过他 千万不要在桃园居惹事 否则秦家也就不了他 于是 他点出了自己东山实业大少爷的身份 目的就是让张轩知难而退 东山实业可是东山市的明星企业 市值几百个亿 能让他欠下一个人情 这可是任何人都拒绝不了的 想到这里 秦少天脸上露出了淡淡的得意 凭易近人这一块 他可是拿捏得死死的 东山实业 好熟悉的一个名字 张轩记得好像自己听到过 可是在哪里听到过 却想不起来了 对 东山实业 听到张轩的嘀咕声 秦少天更加的得意了 果然在东山市 就没有人不知道东山实业 就在此时 张轩的手机响起 您好 请问您是张轩先生吗 话筒中一个甜美的声音传来 我是张轩 你是谁 张先生您好 我是东山实业的总经理白薇薇 公司这两天就要召开董事会 宣布您担任新的董事长 您看您什么时候过来一趟 张轩文言愣住了 怪不得他感觉东山实业很熟悉 系统不是奖励了他东山实业50%的股份吗 我这两天军训啊 过段时间吧 好的 我这就通知董事会 择日再召开 那边说着挂断了电话 孟孟啊 你看 你就别为难这位同学了 见张轩不提借钱的事 秦少天得意一笑 拿出了银行卡 就预递给收银员 给这位女士算账 什么都不能耽误他挣钱 张轩开口道 兵 恭喜宿主做出了选择 奖励已发放 你已经成为桃园区的老板 获得了宗师级八级拳精通 电子音响起的那一刻 张轩感觉自己的脑海中 忽然多了一些八级拳的招式 那些招式在他的脑海中 就是活的 就好像他在这一门 拳术上经营了几十年了 谢谢学弟 人家欠你一个要求哦 夏梦说着 点起脚在张轩的耳边吹了一口气 说道 学弟 你想让人家为你做什么 什么都可以哦 张轩忍不住全身一麻 完蛋了 他对这个女人的抵抗力越来越低了 夏梦翘脸飞红 感觉全身都在发烧 同学 漂泊在外不容易 出门小心一点 被人打了不知道 秦少天气得全身颤抖起来 他恶狠狠地瞪了一眼张轩 冷哼了一声 回包间去了 先生 秦少这个人 你惹不起的 逝者见秦少天走远了 善意的小声提醒道 他在这里工作三年了 听说过很多这位秦少的光辉事迹 每一个招惹到秦少天的人都没有好下场 谢谢 没事的 赶紧扫码吧 秦少天背后依仗的不就是东山实业吗 如今他才是东山实业的最大股东 董事长 他用得着忌惮一个小小的富二代 夏梦看着张轩 笑容甜美到了极点 很是突兀的 夏梦忽然有些疑惑 不知道是不是他的错觉 他怎么感觉张轩比之前在校门口见到的时候更帅了呀 不行 必须尽早拿下他 否则让他顶着这张桃花脸 不知道会引来多少的浪点 夏梦看着张轩 不知不觉入了迷 眼神渐渐的迷离 他们很多年没见了 这些年来 他一直没有忘记他 可是张轩这个混蛋居然没有认出他 甚至听了他的名字 居然没有一点反应 就好气 察觉到夏梦的眼神 张轩心里富匪 还高冷笑花 高冷啥了 这个样子 活脱脱一个花痴女啊 他深深的怀疑 东山大学的所有人是不是弄错了 还是夏梦的高冷是装出来的 爹 付款成功 夏梦一把将小票抢了过去 看到上面的金额 他忽然一阵不好意思 紧接着 张轩的手机震动了起来 建设银行宁伟号0179的储蓄卡 最新交易提醒 收入500万元 看到手机上的信息 张轩受伤的心灵 总算是得到了些许的安慰 嗯 距离他的一个小目标 又近了一点点 学弟 你一下子借给我这么多钱 会不会不开心啊 夏梦没想到 三个女人这么厉害 居然一下子 点了5000块的东西 张轩的家庭条件 夏梦还是知道的 一下子让张轩拿出来这么多钱 张轩的钱 不会是用的花呗吧 想到这里 夏梦有些不好意思了 哎 学姐 我这一下子就变成穷光大了 学姐你赶紧还钱啊 一下子赚了500万 张轩的心是飞扬的 话刚说出口 他忽然想起来 他要是表现得格外开心 说不定 校花还以为他多么的想借钱给他呢 再者说 他还有一个女朋友 尽管张轩还没有想好 怎么和那个女人相处 但是渣男的行径 他可做不出来 真的吗 夏梦装出一副不好意思的样子 双眼却是晶晶亮 这是不是意味着 他的计划可以开始了 以后 他能每天和张轩一起去吃饭了 连理由他都不用想了 嗯 什么鬼 张轩疑惑的看着夏梦 校花这是什么表情 听到他没钱了 校花怎么好像很兴奋 难道 校花是骗子不成 对每一个男人都用这招 东山大学这么多的男同学 他跟每一个男生都借点钱的话 这是要成为亿万富婆的节奏啊 不能细想 越想张轩越是感觉他这个猜测是对的 学姐 我先走了 您去吃饭吧 不行 赶紧走 这样的女人以后离得远一点 好深的心机啊 说着 不等夏梦说什么 张轩立即跑回了包间 喂 看到张轩仓皇逃走的样子 夏梦嘟起了嘴巴 他有这么令人害怕吗 哼 反正你没钱了 到时我看你怎么办 还不是要乖乖地落在我的手中 想到这里 夏梦鸣嘴一笑 恢复了知书打理淑女的样子 回到包间 方世民看到张轩的样子 疑惑地问道 轩哥 你这是怎么了 被狗撵了 差不多 想到刚才自己的发现 张轩暗暗得意 颇有一种众人 接醉我独醒的自豪感 没有想到 高冷的笑话 全是这个样子的人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看到张轩的样子 三个人更加的好奇了 吃饭吃饭 没什么事啊 张轩赶紧将话题转移 若是这三个家伙 知道他刚才碰到了笑话 说不定这三个傻瓜 会立即跑过去 他已经被坑了 不能让自己的摄友 也跟着被坑了 另一边 夏梦得意洋洋地回到了包间 三个小姐妹疑惑地看着他 总感觉夏梦有些不对劲 三人面面相去 难道有新的事情发生了 夏梦还不知道 自己在张轩心目中的形象 已经彻底地毁掉了 想到自己的计划 他的眼中冒出了兴奋的光芒 似乎对于接下来的事情 很是期待 王雪三个人 彼此之间面面相去 这下他们确信了 夏梦绝对绝对是恋爱了 三个人的眼中 建设出了兴奋的光芒 他们好奇死了 这个世界上 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男人 让这位冰山美人动了烦心 秦少天回到包间 心中越想越气 在这东山市 还没有几个人赶搏他的面子 秦少 事情怎么样了 笑话是不是很感动 听到朋友的问话 秦少天心里的火 更加生疼了 马德 这件事绝对不能就这么算了 秦少 是不是出了什么意外 众人看到秦少天的样子 就知道出现了意外 不过 大家也都见怪不怪了 若是秦少天真的打动了下大笑话 那才是真的怪事 虽然秦少天家财万贯 但是和笑话在一起 他们还是感觉秦少天配不上 其实 不仅仅是秦少天 他们是感觉 这世间任何一个男人 都配不上笑话 夏梦和每一个想要靠近他的人 都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他举手投足间 都溢散着一种高不可攀的距离感 无论那个人有多么高贵的身份 在笑话的面前 都好像变成了一个俗人 而笑话 却像是那高挂在虚空中璀璨的星辰 在众人看来 夏梦是一个不识人间烟火的仙子 不应被世俗沾染 边哥 你过来一趟 秦少天忽然想到 自己和这里的大厅经理 可是好哥们 他在这里消费了这么多 让那家伙帮个忙不算过分吧 小子 我会让你见识到 惹到我的代价 秦少天嘴角泛着冷笑 看张萱的穿着 也不像是什么有钱人 这样的人 他有的是办法玩死 看到秦少天的样子 包间内的人 忍不住打了一个寒战 有人要倒霉了 就在此时 一个人推门走了进来 秦少天将自己的计划 小声告诉了那个人 然后微信直接转账一万块 那人立即拍着胸脯说 这件事包在他身上 出门朝着张萱的包间走去 乌草 轩哥 你火了呀 你们快点 上校园论坛看看 正吃着 王强忽然说道 杨明和方世明 立即打开了论坛 开学第一天 校花亲自到校门口接人 那个幸运的男人 到底是谁 校花校门口的风采 宿舍底下 校花和一个男生 亲热地站在一起 他们到底是什么关系 一个想要跪舔校花的老色批 给您带来的十八条分析 小子 给我滚出来 我要和你决斗 唯有圣者 才有资格拥有校花 被置顶的十条新闻 有四条与校花有关 张萱瞥了一眼 无奈地说道 老王 你说错了 我这不是火了 是毁了呀 虽然这件事 他已经预料到了 但是看到这件事 引起了这么大的轰动 他还是有些不理解 一个校花罢了 怎么就能引起这么大的轰动呢 又不是明星出记 这学校的记者 比地球上的那些狗仔还能瞎扯 要命 他不想出名啊 假如这些新闻都是真的 他也就认了 问题是 这些都是假的呀 他和校花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关系 他们甚至素不相识 这是一个天大的误会呀 张萱只能期待 事情很快平息下去了 萱哥 牛掰啊 嘖嘖嘖 捂着校花的嘴巴 从宿舍一路向下 身体亲密接触 三个人看着论坛上的图片 看了一眼张萱 默默地给发图者点赞 察觉到三人的目光 张萱郑重地看向三人 三位兄弟 我用我的生命向你们启示 我真的和校花没有什么关系啊 正说着 手机响了起来 张萱看了一眼 是一个陌生的号码 他疑惑着接了起来 您好 请问您是张萱先生吗 我是 你是谁 您好 我是桃源区的总经理王川 您现在在哪里 我想见您一面 那你现在就过来吧 我正在桃源区吃饭呢 您稍等 我这就来 王川听到老板 正在桃源区吃饭 心里咯噔一声 老板这个时候去桃源区 不会是微服私访吧 知呀 张萱刚挂断了电话 包间的门被打开了 一个人拿着一瓶红酒走了进来 看到来人 四个人疑惑地看着 只见那人脸上洋溢着热情的笑容 张老板 您的红酒来了 说着 此人禁止走向张萱 四个人闻言就知道这是认错人了 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四人并没有在意 张萱站起来 正要开口解释 下一刻 他愣住了 啪 那人将红酒递向张萱 然而还会送到张萱面前 那人的手撒开了 酒摔到了地上 煞时间 一股浓郁的酒香 瞬间一散开来 你认错人了 我们这里没有张老板 这一幕有些尴尬 不过这件事与他无关 张萱解释道 什么 谁曾想 此人的反应居然超乎意料的大 几乎是蹦了起来 你打碎了我的红酒 一句认错人了 就想撇清关系 你知道这一瓶红酒 有多贵吗 小子 这可是四十五年的罗曼尼康帝 你点了这瓶酒 我给你 你又故意不接过去 打碎了就说一句 这不是你点的酒 你玩我呢 知道这是哪里吗 桃园居 还没有人敢在这里闹事 小子 你行啊 边承敏指着张萱的鼻子大声吼道 看了一眼 众人立即明白了 这是被讹上了 张萱生气了 不仅是因为自己被讹上了 还因为这桃园居可是自己的产业啊 此人这么做 这是在败坏桃园居的名声 他没想到第一次来到这里 就遇到了这样的事情 四十五年的罗曼尼康帝 逗他呢 这么名贵的红酒 有可能出现在这里吗 边承敏眼底深处闪烁着笑意 他是桃园居的大厅经理 背靠着桃园居这棵大树 想弄一个小子实在是太简单了 这么做 不但得到了一万块 还得到了东山石叶大哨秦少天的友谊 如果他操作得当 还能在眼前这个小子的身上坑一些钱 至于这个小子不承认 他需要害怕吗 这里可是桃园居 曾经有一个外省来的富二代 在这里横行霸道 还扬言要砸了桃园居 结果呢 第二天那个富二代 就老老实实的来下跪道歉了 你TM的 这是讹人啊 轩哥 不用打理他 这家伙明显是想讹你啊 我们为你作证 就是这家伙 自己打碎了这瓶酒 方世民和王强不乐意了 立即嚷嚷道 杨明皱眉 眼前的这件事不简单 桃园居背后的势力 他还是知道的 怎么有人敢在桃园居 做出讹人之举 这件事的背后 一定是有人指使 他疑惑地看了张轩一眼 不明白张轩到底得罪了谁 对方这是想整死张轩啊 那么的 你们怎么说话呢 老子是桃园居的大厅经理 会做出败坏自己名声的事情来 少TM废话 拿钱 编程敏冷冷地威胁道 听到此人 居然还是桃园居的大厅经理 张轩心头目火中烧 他不动声色 一脸淡然地坐了下来 看向编程敏 你叫什么名字 真的是桃园居的大厅经理 怎么 还有人敢冒充桃园居的人吗 这是我的胸牌 赔钱吧 小子四百万 见张轩这么淡然 编程敏感觉自己的威严受到了冒犯 将胸牌拍到了桌子上 四百万 你确定 一会儿桃园居的总经理 不是要过来吗 他正要问问此人 到底是怎么管理手底下的人的 张轩绝不允许自己的饭店里 有这样的人存在 张口就敢额客人四百万 胆子实在是太大了 编程敏听到张轩的话 还以为张轩已经认怂了 心中不由一阵得意 我确定 十分确定 轩哥 别听这个人逼逼 这件事 我来想办法 王强被编程敏的态度 弄得火冒三丈 杨明已经拿出了手机 拨通了某个号码 就在此时 张轩的手机响了起来 张轩看了一眼来电显示 淡淡地说道 我在十六号包间 说完挂断了电话 大厅中 王川脸色巨变 一股心迹感轰然涌现 完蛋了 新任老板的语气不对劲 好像真的出事了 他立即对身边的侍者问道 今天谁当职 总经理 是编经理 他人呢 编经理去十六号包间了 听到逝者的话 王川的脸瞬间煞白 不会是编程敏这个混蛋 招惹了老板吧 小子 我告诉你 今天你 就是找谁来都没有用 编程敏得意洋洋 是吗 那我也告诉你 一会儿我会让你卷着铺盖卷滚蛋 这件事情实在是太恶劣了 服务行业 做的就是一个口碑 桃源居出现了这样的蛀虫 必须清理出去 张轩也意识到了 这件事不简单 他和编程敏无冤无仇 对方不可能无缘无故的来找他的麻烦 忽然 他想到了一个人 秦少天 要是他可能得罪的人 那只可能是刚才大厅中遇到的秦少天了 张轩越想越感觉就是如此 他无奈 红颜祸水啊 没想到刚开学第一天 就有人对他出手了 而且手笔这么大 张口就是四百万 这是不弄死他不罢休啊 这也就是他 换成是一般人 真的可能会被秦少天弄得彻底垮掉 不行 以后还是离笑话远一点 另一个包间的夏梦 还不知道张轩的想法 此刻正畅想在和张轩在一起的美好愿望中了 让我卷铺盖卷滚蛋 哈哈 小子 我倒要看看 你是如何让我卷铺盖卷滚蛋的 嚣张的人边承敏见多了 张轩说的话 根本就对他没有一丁点的威胁 反而让他感到好笑 咚咚咚 敲门声传来 谁 边承敏疑惑 他不是到处逝者 这段时间不要过来吗 张先生 我是王川 请问我能进来吗 听到王川这个名字 不但杨明四个人傻眼了 边承敏更是心里咯噔一声 疯狂地吞咽着口水 总经理 总经理喊张轩张先生 张轩到底是谁 居然能让王川这般恭敬 杨明将手机翘无声息地放进了兜里 他们好像小瞧了张轩 不过想想也对 能让笑话主动追求的男人 怎么可能是一个普通人 进来 张轩淡淡地看着边承敏 被张轩这般看着 边承敏冷汗都冒出来了 全身颤抖 预料到要有不好的事情发生了 门之鸭一声被推开了 一个身穿西装的国字脸大汉走了进来 看到进来的大汉 边承敏心中的侥幸顿时消散了 他脸色惨白 进来的大汉 赫然便是桃园区的总经理王川 请问你们哪位是张轩先生 王川环顾四周 将目光定在了张轩的身上 我就是张轩 找一个安静的地方 王川恭敬地说道 张先生 请跟我来 各几个 你们先吃着 我去去就来 张轩对着杨明三人说道 在经过边承敏身边的时候 淡淡地说道 你也跟着一起来吧 边承敏看到总经理 对张轩的恭敬态度 已经吓傻了 哪里还敢不听 轩哥 我们 方世民害怕出事 立即站起来 想一起跟过去 没事 我一会儿就回来 虽然和宿舍里的三个人 初次见面 但是这三个人的品性 都很不错 以后若是有机会的话 张轩倒是想帮助他们一把 见方世民还不放心 杨明摁住了他 老杨 这里可是桃园区啊 我以前就听说过这里 轩哥跟着他们去 会不会 放心好了 你没看到 刚才王川看向轩哥的时候 目光有多么的恭敬吗 怪不得能让笑话看上 我就说嘛 一般人怎么可能 得到笑话的垂青 你什么意思 你的意思是 我的女神 是一个爱慕虚荣的人 马德 老杨 老子也是女神的信徒啊 我的意思是 轩哥牛逼 你不服咱俩练练 练练就练练 一人食品 谁喝不了谁孙子 我先干了 张轩跟在王川的身后 经过一个包间的时候 门吱压一声推开了 一个脑袋叹了出来 秦少天看到张轩 还以为张轩被带走了 脸上露出了一抹猙獰的冷笑 小子 敢和他作对 死路一条 看到秦少天的神态 张轩就知道自己的猜测是对的 这件事 果然和秦少天有关 秦少天回到了包间 脸上露出了得意的笑容 秦少 是不是那个小子解决了 看到秦少天的样子 朋友立即问道 那是自然 小子敢和我作对 我让他这辈子翻不了山 秦少天冷冷地说道 包间内所有人情不自禁地打了一个寒战 对于秦少天的话 没有丝毫的怀疑 自从秦少天出现在东山大学 招惹到他的人 从未有一个好下场 秦少天说着 看向一个人 去查查那个小子身份 我要让他全家完蛋 这一刻 包间内所有人全身僵直 在他们看来 招惹到了秦少天 张轩一家算是彻底的完蛋了 进了总经理办公室 张轩静止坐到了座位上 边承敏见王川 没有丝毫的不乐意 反而恭敬地站在一旁 他瞬间被吓得面无血色 张轩的地位 还在他的想象之上 要知道 即便是秦少天的父亲 秦正阳来了 王川也不过点头示意 就算这样 也足够秦正阳雀跃不已的 这一切都是因为 王川的背后 便是桃园剧的老板 边承敏 从未见过那位传说中的幕后老板 但是 自从他当了这桃园剧的大厅经理 以前那些高高在上 他连高攀都高攀不到的人物 见了他 都会善意地打个招呼 边承敏 还从未见过王川 对何人这般恭敬过 如今他算是见到了 忽然 一道亮光划过边承敏的脑海 他想到了一种可能 如果 张轩是 咕咚 边承敏疯狂地吞咽着口水 他不敢往下伸响了 再想下去 他要被吓尿了 狗约的秦少天 老子这一次 要被你害惨了 边承敏在心里 将秦少天的全家都骂了一遍 这扛么的坑人啊 老板 这是我的失职 王川低头认错 小心翼翼地观察着张轩的反应 扑通 边承敏瘫软在了地上 王川的话 将他心中的最后一丝侥幸 给彻底地打碎了 这是秦少天的主意 张轩问道 是的 老板 这一切都是秦少天的主意啊 他说 边承敏好像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将一切都说了出来 将这件事再对秦少天做一遍 然后从这里滚出去 我不想再在这里看到你 说着 张轩看向王川 这里以后还是你做主 有什么大事在联系我 张轩说完起身离开了 他刚接手这里 此时应该是平稳的过渡 对于王川此人 张轩决定 还可以再观察一下 扑通 边承敏彻底的傻眼了 以前那些高高在上的日子 离他远去了 王川看着张轩的背影 正正出神 虽然在电话中 他就猜到了 新任老板很年轻 可是他没想到 新任的老板 居然会这么年轻 没有人比他更了解 他曾经的老板背后的力量 有多么大 正是因为如此 他对于老板 将这里让给张轩 才会感觉更加的震撼 而且 对方居然没有换掉他 是不能 还是不屑 在王川看来 后者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王川可不认为 能让老板乖乖地 让出桃园居的人 会是一个简单的人 学生恐怕是新任老板 用来掩饰他自己身份的 张轩从总经理办公室里走出来 在回包间的时候 又碰到了那个提醒他的侍者 张轩叫住了对方 问道 你叫什么名字 侍者一愣 不明白张轩问这个做什么 但还是客气地回答道 回先生 我叫周易 周易 这个人的品性不错 这里总归要培养一个自己的人 张轩对着周易说道 你以后就是这桃园居的大厅经理 去找王川 让他落实一下 就说是我说的 张轩说完就离开了 独留周易 一脸猛逼地待在那里 他有些哭笑不得 虽然张轩的气质 不像是一般人 但是这里可是桃园居啊 这里的大厅经理 可不是随便一个人就能当的 就在此时 王川走了出来 周易立即恭敬地喊道 见过总经理 嗯 刚才张先生和你说了什么 王川疑惑地问道 他是听到了张轩的声音 所以 这才追出来看看 张先生 周易愣了一下 王川是什么人 桃园居的总经理啊 王川提起张轩的时候 与其说不出的恭敬 这一点 周易还是能听出来的 他什么时候见总经理 对人这么客气过 就算是东山实业的老总来了 也当不得总经理这般客气吧 他的心头忽然一热 难道他时来运转了吗 张轩真的是一个大人物 周易脑子一热 说道 张先生刚才说 让我担任大厅经理 他说完 心里扑通扑通纸条 你叫什么名字 王川问道 回总经理 我叫周易 周易 好 既然张先生说了 那么就由你来担任这里的大厅经理吧 你过来 让你办件事 这件事是张先生的命令 王川低声吩咐着 周易是处于猛逼状态听完的 知道怎么做了吗 周易早就看秦少天不顺眼了 但是他没有办法呀 他不过就是一个小人物 但是 既然连总经理都这么说了 他还有什么需要惧怕的 干 包间内 秦少天按捺不住了 他迫不及待的 想要看到张轩失魂落魄垮垮掉的样子 打开门 正好看到张轩迎面走了过来 秦少天愣了 张轩怎么可能没事 这不对啊 边承敏不是动手了吗 张轩对着秦少天客气的笑了笑 这可是他的大主顾啊 一想到一会儿 要从秦少天的身上赚四百万 张轩忽然感觉 秦少天也不是那么的讨厌了 见张轩对着他微笑 秦少天猛逼了 难道边承敏真的还没动手 秦少 您的红酒来了 就在此时 一个侍者拿着一瓶红酒走来 红酒 秦少天疑惑 他晚上还有一场激情游戏 没点红酒啊 就在他疑惑的时候 啪 红酒掉在地上 碎掉了 秦少天震了一下 正欲破口大骂 一个果子脸的大汉 向着他走来 看到大汉 秦少天呆住了 推开包间的门 三双眼睛齐刷刷地看了过来 雾草 轩哥 你真的没事 这件事怎么处理的 众人见张轩真的回来了 悄无声息地松了一口气 能有什么事 这家餐厅是我的 是我的地盘 张轩耸了耸肩 撇嘴道 他们是一个宿舍的兄弟 这件事瞒不了多久的 不如直接摊牌 满场接济 时间好像在这一刻 按下了暂停键 王强三个人扫了张轩一眼 相互对视 表情忽然变得奇怪起来 然后 哈哈 轩哥 这绝对是我听到的 本世纪最大的笑话 你不想说出来 就不说嘛 我们兄弟又不会逼问你 干嘛变这么一个理由 这样的玩笑还是少开 要是被桃园区的老板 听到了 你要吃不了兜着走 肯定是你家里有人 认识王川总经理 对不对 轩哥 牛巴 居然能和这样的人物有关系 看来轩哥的家事不简单 家里有人认识王川 什么鬼 王川不就是桃园区的总经理吗 难道王川 还有别的大身份不成 一家餐厅的总经理 算什么大人物 这一次轮到张轩猛逼了 不管了 反正他对这三个货说了 以后他们要是知道了 别说自己对他们隐瞒 行了 兄弟们 明天要开始军训了 你们还是别喝太多酒了 张轩提醒道 没事 这才喝了多少 今天我要灌死这个混蛋 他居然侮辱我的笑话 杨明豪气甘云道 干 谁侮辱笑话了 四个人喝了起来 不过大部分都是王强和杨明在斗酒 张轩和方世明两个人在吃 第二天 杨明和王强发出了世纪惨嚎 马德 老子要是再喝酒 我倒立吃屎 都怪你 要不是你灌老子 我们能这个样 菜没吃多少 肚子里全是酒 张轩和方世明提着早餐回来 听到这俩活饱的对话 哑然失笑 导员已经通知 我们去列队了 赶紧吃饭 谢谢轩哥 爱死你了 这是我的 别和老子抢 杨明和王强一边往嘴里塞着包子 一边含糊不清地说道 马德 老子也去了 你们怎么只感谢轩哥一个人 方世明不乐意了 吃了早餐 看到手机里的短信 张轩心里妈卖批 他忘记了 早餐是他付的钱 一共不到三十 结果浪费了一张返线卡 晚上得出去一趟了 否则他在学校里不能不消费 一旦花了钱 那就是个坑了 吃了饭 当他们来到了教室的时候 他们猛逼了 只见教室的外面站满了人 一个个义愤填膺的 看这些人的样子 好像是来打仗的 张轩见状 心里充满了疑惑 敢死这个龟孙 敢接近我的校花 人群中忽然有人喊道 张轩 那个混蛋来了没有 还没呢 你这什么急 敢接近我们的女神 老子想削死他 能不着急吗 又不是你一个人想削死他 你着急有什么用 站在人群的后面 张轩全身颤抖 马德 这群人有病吧 和校花接触 怪他吗 他是无辜的好不好 这群混蛋 以为他想和校花接触吗 喂 你们三个混蛋 张轩正郁闷着呢 回过头却发现身边的三个货 已经走到了距离他十几米的地方 那个样子 显然是想 和他撇清关系 这个王八蛋在这里 忽然 就在张轩想办法离开这里的时候 忽然身边的一个肥宅一把抓住了他 大声吼道 刷 上百双眼睛齐刷刷地看了过来 张轩瞬间感觉到自己被架到了火上 那个 我要是说我和校花没关系 你们信吗 张轩全身僵硬 无形中好像有一股力量在禁锢着他 他想转身逃跑 却感觉自己的双腿被灌了牵 沉重无比 信吗 打死这个龟酸 不知道是谁喊了一嗓子 一群人瞬间围了上来 都给老娘滚开 我看看 谁敢在老娘的地盘上闹事 一声大吼传来 众人回头望去 只见一个女子向这边走来 女子大约二十五六岁 身着一袭白色长裙 身段高挑 在裙子的衬托下 显得更加的修长了 他的相貌也是无比的精致 瓜子脸 白净如玉 嫩得快要滴出水来 一双美眸大大的 宛若夜空中最亮的那颗星 让人看一眼 便不由自主地沉浸其中 一头短发 显得很是干脸 戴着一副半矿眼镜 一股知性的美扑面而来 此女的容貌 绝不亚于夏梦 各有千秋 而且此女那股知性的美 是夏梦不具有的 是顾清成顾大笑花 她怎么来这里了 看到来人 原本想抱奏张轩的人 一个个呆愣在了原地 甚至一个个的 摆出了绅士的样子 对着顾清成笑着 顾清成 金融系再读研究生 自从进入东山大学开始 每一年都会被评选为笑花 而且学习贼棒 她发表的论文 曾经在各大世界性的 金融杂志上刊载过 与夏梦不一样 她有过一段失败的恋爱经历 也是这段经历 让她对每一个男人 都不假以辞色 还有 她和夏梦是死对头 听说顾清成和她男友分手 就是因为夏梦 当然 这只是传说 因为与这件事有关的 三个当事人 都没有回应过 再者说了 夏大笑花这么高冷 从未见她和任何一个男人 靠近过 那件事多半是假的 不过 或许是受到了 那个传闻的影响 两个大笑花每一次见面 都是针锋相对 时间久了 真的成了死对头 顾清成圣洁高傲 好像一只孤傲的天鹅 走了过来 顾姐 您怎么来这边了 顾大笑花 你是要去办什么事情 经过这里吗 快点啊 别愣着了 赶紧给顾大笑花让路啊 没有一个人敢迟疑 这顾清成 除了笑花这一身份外 还是武术社的社长 曾经在校外 遇到了流氓 十几个流氓 愣是没能近身 这可是一朵带刺的玫瑰 谁也不敢触碰 害怕自己被砸到 半个屁事 我是金融八班的导员 你们在我的班上搞事情 是不是活得不耐烦了 顾清成美眸宁神 凶巴巴的环顾四周 新生没有接触顾清成的厉害 看到这一幕 瞬间被吸引住了 而那些老生听到他的话 呼啦啦的一瞬间跑没影了 看他们 那狼狈的样子 恨不得爹娘多给他们 伸出两条腿来 张轩心里扑通扑通的跳着 走到了那三个不讲义气的混蛋身边 愤怒地瞪着他们 希望让他们感受到他的怒火 然而令张轩感到无语的是 这三个祸 在看到顾清成的那一刻 直接沦陷了 无论张轩怎么瞪 这三个祸 根本就没有丝毫的察觉 直勾勾地盯着顾清成 连呼吸都似乎要忘记了 亲爱的 导员 我叫杨明 是你班里的学生 在未来的日子里 请多关照 杨明摆出了一个 自认为很帅的姿势 然后将亲爱的三个字拉长了音 明显是在战口头上的便宜 我叫王强 我叫方世明 另外的两个老色批 立即介绍到 生怕自己介绍得晚了 不会被注意到 而此时 张轩却觉得有些诡异 他忍不住打了一个寒战 因为顾清成的眸光 似乎将他锁定了 哒哒哒 一阵相风袭来 顾清成走到了张轩的身边 眸光审视盯着张轩 带着几分戏血 张轩全身寒毛都要竖起来了 这个女人 不会也对 太有好奇心吗 怎么可能 张轩哑然失笑 一个夏梦就弄出了这么大的场面 这要是再加上顾清成 他还能活下去吗 你 就是张轩 导员 你好 我叫张轩 夏梦的男朋友 顾清成接口道 张轩语色 神他妈夏梦的男朋友 他想说的是金融八班的学生啊 嘖嘖嘖 果然有点小帅 很不错 怪不得夏梦能看上你 顾清成上下打量着张轩 只把张轩看得全身的寒毛都倒竖了起来 麻蛋 感觉要糟 顾清成盯着他看了许久 似乎在确认什么 进来吧 说着 一马当先走进了教室内 我擦 轩哥 什么情况 你认识我老婆 杨明立即跑过来 不要脸的说道 老子和你一样是入学第二天 张轩无语的瞥了一眼这个老色批 走了进去 死 就在顾清成走进教室的那一刻 班里所有的男生口 齐齐倒抽了一口凉气 旋即兴奋起来 这么漂亮的导员 他们接下来的日子 有福了 也有一部分人的目光 凝聚到了张轩的身上 毕竟刚才的阵仗 实在是太豪大了 而且下大笑花的男朋友 这个穴头足够吸睛 擦 这就是传说中 下大笑花的男朋友 长得一般吗 刚才来了这么多人 怎么就没有将他打死呢 狗约的 敢和我的女神走这么近 听到这些引论声 张轩整个人都感到不好了 他无故啊 这和他有什么关系 他只想来上的大学而已 怎么就演变成这个样子了呢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导员顾清成 你们可以喊我导员 也可以喊我顾姐 顾清成在讲台上侃侃而谈 下面的老色 劈直勾勾地盯着他 脑海中做出了千万种幻想 好了 除了张轩外 你们都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张轩文言 整个人都感到更加的不好了 什么鬼 凭什么就除了他之外 你现在可是名人 还用得着介绍吗 想打死你的人 排队能排到学校门外边去 王强这个混蛋落井下石 杨明两个人也努力憋着笑 张轩 按照往年的惯例 他们应该去特定的地方军训的 不过今年 有些特殊情况 就直接在学校的操场上军训了 大家介绍完了自己 来到了操场上列队 幸运的是 今天阴天 天气不热 所以军训了一上午 大家除了泪点 倒是没有别的感觉 教官见时间差不多了 宣布解散 大家再也坚持不住了 像鸭子一样散开了 向着食堂跑去 张轩心里一揪 不行 这顿饭 他绝对不花 否则不是又要浪费一张返线卡了吗 正走着 周围的气氛 忽然变得奇怪起来 此时 夏梦四个人来到了食堂 他们的出现 瞬间让整个食堂 变得安静下来 所有人的目光 向他们的身上凝聚 哎呀 梦梦 我就说白这里吧 你非来 这里的菜不好吃不说 每次跟着你来了 我们就不用想安安静静地吃饭了 王雪抱怨道 梦梦 你不是很讨厌食堂的卫生环境吗 今天怎么突然想到食堂来了 三个人说着 然而他们愕然发现 夏梦根本就没有在听他们讲话 而是在东张西望 似乎在寻找着什么人 梦立刚想说话 就被王雪捂住了嘴巴 示意她不要开口 王雪和孙田 眼珠子滴溜溜转着 目光跟着夏梦在人群中游走 下一刻 他们发现夏梦的美眸亮了 一副很开心的样子 然后丢下他们三个 向着某个方向跑去 那些 不是今年的新生吗 是吧 穿着军训的服装呢 三个人忽然停止了议论 他们忽然想到了什么 目光跟着夏梦的身影移动着 只见夏梦跑到了一个帅气的男生 跟前停了下来 三人眼睛一亮 立即跑了过去 学弟 终于等到你了 走吧 去吃饭 夏梦挽着张勋的胳膊 笑盈盈地说道 这一刻 世界仿佛都安静了 张勋身边的人都傻眼了 呆呆地看着 听说是一回事 亲眼看到 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大家都紧盯着这里 连大气都不敢出 那些老生用力揉着自己的眼睛 不敢相信自己所看到的 传言是真的 女神真的要成为别人的了 夏梦居然真的主动去揽着一个男生的胳膊 是他们眼瞎了 还是这个世界疯了 夏梦没有理会周围的目光 他的眉眼含笑 似乎在他的世界里 唯有见到张勋的时候 整个世界这才恢复了色彩 被夏梦揽着胳膊 张轩全身瞬间变得僵硬无比 一脸尴尬地打招呼道 学姐 这要巧啊 张轩的心里一万匹神兽路过 笑花不会是特意来等他的吧 他不是已经被坑了五千块吗 笑花也不能胆着一个人使劲坑了 不巧啊 我就是在这里等你的 夏梦对着张轩嘻嘻笑着 张轩 他能感觉到周围看向他的目光又变了 妈呀 以后他走在校园里不会被打门棍吧 张轩尴尬地笑道 学姐又开玩笑了 你等我干什么 夏梦将几根调皮的头发扶到了耳后 这一刻 周围的人呼吸都急促起来 我借了你的钱 你不是没钱了吗 我一时又拿不出这么多钱还你 就每天请你吃饭吧 一点一点地还 夏梦说着 忍不住为自己的这个小想法再次点赞 借钱 笑花和眼前的这个小子借过钱 忽然周围的人反应过来 借钱给笑花还有这种好处 这样岂不是可以每天和笑花在一起吃饭了 这个小子到底是走了什么狗屎运啊 有些人垂胸顿足 马德 为什么笑花不来找他们借钱呢 笑花 我这里有钱 替你还了 你不用还我哦 一个富二代忍不住上前说道 眼睛放光 早知道想和笑花在一起这么简单 他早就做了 真的 无 张轩文言一亮 他现在真的不想和夏梦产生任何的牵扯 这样被万众瞩目的感觉 他受够了 这个世界的人都有病吧 不就是一个笑花吗 弄得比追星族都疯狂 但是他刚张开嘴巴 就听夏梦对着那个富二代微笑着说道 滚 那个富二代灰头土脸的离开了 临走之前狠狠的看了一眼张轩 张轩表示无辜 和他有什么关系吗 他立即看向杨明三人 希望他们来救他 结果这三个老色批看到笑花 立即将兄弟之情抛之脑后了 嫂子 嫂子好 王强三个人立即乖巧的喊道 呀 你们都在啊 一起去吃饭吧 爱屋即屋 连带着夏梦看王强三个人都顺眼了很多 好嘞 杨明三个人兴致勃勃 夏梦宿舍里的四个人都是学校里出了名的美人 只是有夏梦的光环在 王强三个人被遮盖住了而已 他们刚才可是见到夏梦四个人一起过来的 三个老色批对视了一眼 兴奋地握紧了拳头 至于张轩求救的目光 被他们无视了 你好 我叫王强 是梦梦的闺蜜哦 我叫梦力 孙田 王强三个人一路小跑了过来 好奇地看着张轩 是挺帅的 怪不得能聊拨动我们夏大笑花的方心 哎呀 你们不要胡说 我和张轩没什么的 夏梦说着 一抹飞红爬上了脸颊 他害羞低下了头 张轩苦笑 你解释就解释吧 害羞个什么劲 这不是不打自招吗 再说了 他什么时候去聊拨笑花的方心了 他一直被动的好不好 各位学姐 你们误会了 我有 哎呀 大家都饿了吧 赶紧进去吃饭吧 夏梦立即拉着张轩走进了食堂 也将张轩到了嘴边的话 给堵了回去 张轩无奈 这下误会更大了 进了食堂 张轩这才发现 外面引起的轰动 那只是开胃小菜 他刚坐下来没一会儿 已经有不下十个颠着小勺子 在他背后走过去的男生了 张轩怀疑 如果是他自己过来的话 对方会狠狠地用勺子 敲碎他的头盖骨 吃啊 不好吃吗 那我们话 看了一眼张轩 夏梦笑眯眯地 将两人的餐盘换了过来 然后在众目睽睽之下 不顾餐盘中的菜 已经被张轩吃过了 自顾自地吃了起来 张轩 众人 王雪三个人相互对视了一眼 全都不可思议地看向夏梦 夏梦是有点轻微的洁癖的 但是今天居然吃下了张轩 已经碰过的食物 张轩已经尴尬地 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这下他就算是跳进黄河 也洗不清了 他想不明白 夏梦怎么就赖上他了呢 要说帅气 是 即便是诚实如他 也必须承认这一点 他是有那么一点点的帅气 但是也不至于迷倒一个笑话吧 夏梦刚吃下一口 忽然回过神来 翘脸顿时变得飞红 抬起小脸 看到周围那错愕的目光 他几次想要开口说什么都没能说出来 见张轩也错愕地看向他 夏梦嘟着嘴 道 你看什么 还不吃饭 这个呆子 也不知道为他说两句话 他刚才也是脑子一热 忽然做出了这样的举动 不过做了就做了 反正他一定会拿下张轩的 张轩 凶他干什么 又不是他让他这么做 而且 夏梦换给他的饭菜 他也吃过了 这让他怎么办 尤其是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此刻张轩能感受到 起码有数百道目光聚集到了他的身上 最后 在夏梦那恶狠狠的目光注视下 张轩还是妥协了 拿起夏梦用过的勺子 挖了一口米饭吃了起来 夏梦这才满意地低下了头 飞红爬满了他的脸 延伸到了他的脖子 王强和王雪六个人对视了一眼 他们六个这是吃了一肚子的狗粮啊 啊 我要疯了 那个小子竟然用笑花用过的勺子吃饭了 他们这算是间接接吻吗 我要去挑战他 他敢亵渎我的笑话 有几个富二代听到笑花来食堂的消息 赶紧赶了过来 没想到居然让他们看到了这样的一幕 一个个气得双眼通红 恨不得将张轩给吃掉 这些富二代的到来 立即引起了整个食堂的注意 都给老娘让开 不吃饭堵在这里干什么 就在那些富二代想要过来找事的时候 一个冰冷的声音忽然响起 下一刻 只见那些富二代全身一僵 然后好像老鼠见了猫一样 灰溜溜地走了出去 仿佛他们遇到了什么洪荒猛兽似的 咦 是顾大笑花 听说顾大笑花 今年要带班了 就是那个小子那个班 看到顾清成 整个食堂都老实了下来 顾清成去窗口打了饭环顾四周 然后静止朝着张轩这边来 顾姐 这边 顾姐 杨明几个目光火热 在所有人看傻逼一般的目光中 站起来热情地欢迎着顾清成 果然是厨 这家伙是没见到过老顾的勇猛时刻 废话 他们要是见过 敢搭理老顾吗 你们说女魔头碰上笑花 他们两个会不会打起来啊 一些老生连饭都不吃了 双眼放光看着这边 他们那个八卦的样子 就差买点花生瓜子肥窄水了 就连那些逃跑的富二代 也悄悄地溜了回来 躲在食堂外面 透过玻璃看向这里 一副看热闹 不嫌是大的样子 顾清成走到了张轩的边上 然后指着张轩另一边的空位 对着张轩说道 你去那边坐 张轩的边上就是夏梦 他早就如坐针毡了 听到顾清成的话 如蒙大赦 赶紧起身就遇过去 还没吃完呢 你想去哪里 夏梦一把挽住了张轩的胳膊 然后看向顾清成 笑容甜美 开口道 清成姐 你怎么来这里了 你不是从来不在这里吃饭吗 顾姐 你就不要打扰人家小两口了 来 这边吃饭 杨明看向顾清成 双眼恨不得就要从眼窝里蹦出来了 他握紧了拳头 眼神越发的坚毅 他决定了 一定要拿下顾清成 顾清成冷冷地扫了夏梦一眼 似乎并没有听到杨明的话 而是坐到了张轩的另一边 自顾自地吃了起来 夏梦美眸凝固 狠狠地瞪了顾清成一眼 这一刻 王强和方世明忽然察觉到 态势不太对劲 低着头猛巴拉饭 想要早点逃离这个是非地 只有杨明 在顾清成出现的那一刻 他的眼中只有顾清成了 连饭都顾不上了 顾清成姿态优美地端起汤喝了一口 这让旁边的杨明身体一阵燥热 清成姐 张轩是我的男朋友 还有麻烦 你在以后的日子里 多照顾照顾他 夏梦毫不在意 在众人面前说张轩是他的男朋友 王雪三个人的眼中 燃起了熊熊八卦大火 这下夏梦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亲口承认了 他们已经预料到 今天东山大学要闹十二级大地震了 东山大学的论坛 估计要爆掉了 他们甚至已经想好了 可能会出现的标题 你和夏梦不合适 你要是和他谈恋爱的话 学校会介入的 顾清成凑到张轩身边小声说道 完全没有理会 一旁献殷勤的杨明 贺完周就起身离开了 十分的潇洒 留下一脸猛逼的张轩 他和夏梦谈恋爱的话 学校会介入 为什么 夏梦文言着急了 他立即小声地解释道 学弟 你不要听那个老女人的话 恋爱自由 学校没有权利介入的 张轩顾清成离开了 然而刚才那一幕 却让周围的人产生了误会 这一年多来 他们还是第一次见到顾清成 和一个男子靠得这么近 所有人心中的八卦之火 都被点燃了 难道顾大娘也看上那个小子了 那些富二代 也不嫉妒张轩了 反而有些同情起他来 能让顾清成看上 张轩未来的日子 要好过了 所有人看着张轩 在心中默默地为他加油 他们的想法 张轩就不知道了 他此刻实在是太尴尬了 察觉到所有人的目光 全都凝聚到了他的身上 那感觉比架在火上烤都难受 学姐 我吃饱了 你慢慢吃 此地不宜久留 赶紧走 坐下 我的还没有吃完 你帮我吃了 夏梦一把抓住了张轩的肩膀 说道 啊 张轩要哭了 这特么的算个什么事啊 他是来吃饭的呀 怎么吃个饭也不能安生 帅 有罪吗 这一顿饭 张轩吃的那叫一个如坐针毡 回宿舍的路上 更是被人围观了一路 张轩要疯掉了 来到了宿舍的楼下 却见顾清成正等在那里 顾清成镜子走过来 顿着张轩的胳膊就往楼上走 夏梦挑眉 清成姐 这里是男生宿舍 顾清成淡淡地扫了一眼夏梦 我是导员 要检查一下他们的内务整理 说完之后 又加了一句 这里是男生宿舍 你们就别跟过来了 夏梦 他要被气得跺脚了 好气哦 凭什么顾清成可以 他就不行 不就是一个破导员吗 导员有什么了不起的 梦梦 我们也该回去休息了 下午还有课呢 王雪赶紧劝说 这俩一见面就恰 要不是他几乎每天都和夏梦在一起 看到这样的场景 他都以为夏梦抢了顾清成的男朋友 一个大美女来到了男生宿舍 整栋宿舍楼都沸腾了 一阵鸡飞斗跳 张轩甚至还见到了几个 穿着裤衩到处乱跑的 他们锁过之处 门的小窗口挤满了脑袋 全都是好奇的眼神 有些人的脸色潮红 脑袋颤抖 眼睛直勾勾的盯着顾大笑花 看那架势 好像是在锻炼着左右手的协调性 而顾大笑花自顾自的走着 仿佛没有看到两边的情况似的 镇定无比 杨明脸色铁青 一脚踹了过去 要是哥以往 那些人早就出来抱着这家伙一顿了 这一次 那些人立即从小窗口消失了 神色慌张 众人来到了张轩的宿舍 顾清成进了门 便将宿舍门反锁了 杨明的心都要碎了 他走到了张轩的身边 咬着牙小声说道 轩哥 我恨你 张轩表示自己也很无奈啊 这个世界到底是怎么了 难道这一切都是他的梦境吗 他现在还在地球上对不对 他根本就没有穿越 这一切都是他的梦境 对 一定是这样的 听说做梦的时候 狠狠地给自己一巴掌就能醒过来 顾清成四处打量着张轩四个人的宿舍 满意地点了点头 还可以 并没有传说中的违禁品 也没有味道 反而有一股淡淡的香味 应该是特意喷过空气清新剂了 啪 他愣住了 宿舍里四个人错愕地看着张轩 打了自己一巴掌 张轩紧闭着双眼 然后慢慢地睁开 这一定是他的梦境 虽然梦境很美 但是他还要上班呢 然而 他睁开了眼睛 映入眼帘的是 顾清成那张漂亮到了极致的脸 张轩 你干什么 大学生 学校不禁止谈恋爱的 只是我不怎么赞同你和夏梦在一起 你知道他的身份吗 你们是不可能在一起的 不过这也不是你的错 没必要打自己 你这个认错的态度 倒是很不错 以后离夏梦远一点 否则找你谈话的就不是我了 而是校领导 顾清成见张轩认错的态度这么好 拍了拍张轩的肩膀走了 嗯 这些人还在 还没醒来 是他力度不够吗 还是打的姿势不对 啪 张轩又给了自己一下 轩哥 别打了 我知道不是你的错 刚才我老婆也说了 他只是来找你谈话的 让你不要和夏梦谈恋爱 见张轩还有打自己的架势 杨明一把抓住了张轩的胳膊 他松了一口气 在食堂见到顾清成对张轩那样 他还以为顾清成也看上张轩了呢 看来不是 这样好了 他还有希望 想到这里 杨明浑身充满了干劲 张轩躺在床上 看着天花板 看来他是真的穿越了 眼前的这一切都是真的 东山实业50%的股份 桃园居被笑花倒追 在地球的时候 这些无论哪一种对他而言 都是可望不可及的事情 如今却都是唾手可得 下午 军训完了之后 王强提议他们去市区一趟 张轩正要去用掉那些反线卡呢 于是四个人欣然前往 出租车上 方世明见兮兮的看着手机 张轩疑惑的探过头去一看 顿时无语了 果然 食堂的那一幕 已经上了校园论坛的热搜 被置顶了 震惊了 两大笑花争夺一个新盛 傻眼了 下大笑花居然喝掉了 那个男生的小米粥 这个男人 他到底是谁 请听我来给你们深度剖鞋 从食堂出来之后 顾大笑花跟着那个男人去了宿舍 这几分钟 他们到底做了什么 热搜前十都与张轩有关 那夸张的猜测和形容 比地球上的那些八卦厉害多了 有人猜测 他是隐藏的富二代 是家族派下来体验生活的 所以 笑花才会倒贴 看到这里 张轩嗤之以鼻 他的父母都只是普通的职工 而且听说母亲还要面临下岗 他正在考虑着挑一个合适的机会 把自己有钱了这件事告诉爸妈呢 虽然刚穿越过来 但是张轩对父母却没有一点生疏感 而且对家人的感情让他满足 这样的感情是他在地球体会不到的 看身边的三个老色 批看得津津有味 张轩更加无语了 就在此时 手机响了起来 看到来电显示母亲两个字 张轩心底一颤 他深深地呼吸了一口 然后接了起来 身体僵硬 语气干涩 妈 谁能知道 在地球的时候 张轩有多么想对着某个人 喊出这个称呼 轩子 到学校了没有 话筒中传来一个温柔的声音 张轩听到这个声音 眼眶中含着泪水 对不起妈 昨晚太忙了 忘记打电话了 没事 妈知道 刚开学 一切都需要花钱 一会儿我让你爸爸给你打过一千去 一定不要只顾着省钱 身体要紧 妈 我知道了 这钱张轩不能拒绝 这是父母的心意 只有收了 他们才会放心 妈 有一件事情要告诉你 其实我在高中就学着炒股了 以后上学的生活费 我自己就能挣来 这段时间 我又挣了一点钱 过段时间 我或许就能发财了呢 听得出来 母亲的心情并不很好 张轩心里一股纠痛 她赶紧将刚才编好的理由 讲了出来 炒股 孩子 你现在上大学 学习为主 不要为了那一点小钱 耽误了你的学习 爸妈工作不累的 听到母亲的话 张轩再也忍不住了 眼眶中的泪水滑落了下来 这就是被父母疼爱的感觉吗 果然 真的很好呢 父母 展现在子女面前的 永远是那一副 超人一般的强大模样 似乎 在他们的手中 就没有什么事情 可以难住他们 上一世 张轩看到别人被父母疼爱 天知道她是多么的羡慕 如今她体验到了 心却很痛 挂断了电话 张轩闭上了眼睛 她发誓 一定要尽快让父母 享受到美好的生活 杨明就坐在张轩的身边 张轩和父母的谈话 她一字不落的都听到了 她疑惑地撇着张轩 看张轩身上穿的衣服 就知道 张轩绝对不像是 富贵家庭的孩子 但是 看她在桃园居的消费 又不像是穷人家的 似乎在张轩的身上 有一层迷雾 将她遮挡住了 乌草 你们快看校园论坛的 第十九条和第二十条热搜 王强忽然说道 张轩无语 都特么地排到第二十条了 还算什么热搜 打开看了一眼 第十九条拍的 是她和夏梦 以及秦少天 在收音台那里的照片 这应该是一个 在那里吃饭的同学 经过的时候 随手拍下来的 照片中 因为夏梦的遮挡 张轩的脸 只露出来了一半 帖子里交代了事情的期末 最后贴主猜测 相片中那个人要倒霉了 虽然别人猜不到 那个人是谁 但是王强三个人 看到那一身穿着 瞬间就认了出来 那就是张轩 然后联想到 昨天桃园区的红酒事件 他们立即猜到了 那件事 恐怕就是秦少天策划的 帖子里害怕人们 不知道秦少天的恐怖 还将秦少天的身份 事无巨细地写了出来 东山实业董事长的大少爷 虽然还是学生 但是在外面 已经有了自己的公司 身价起码一两个亿 妥妥的钻石王老五 还将秦少天的那些光辉历史 全都统计了出来 最后立贴 若是相片中的那个人 不出事的话 贴主直播吃屎 帖子下面的评论一水的是 相片中的那个人该揍 虽然秦少天 在东山大学的风评不好 但是这一次 居然所有人都支持秦少天 弄垮张轩 打开第二十条热搜 说的却是 昨天晚上 秦少天在桃园区 打破了一瓶罗曼蒂康尼 还特意从网上 找来了关于这瓶红酒的介绍 四百三十六万的售价 令人瞠目结舌 贴主说 秦少天没钱想耍赖 即便是打电话 让他父亲秦正阳来了 仍旧是付了五百万之后 两父子这才灰溜溜的离开了 看到这里 张轩倒是愣了一下 王川这件事办得不错 只是他没想到秦正阳来了 王川也没给面子 难道是因为王川知道 秦正阳已经不再担任 东山实业的董事长了吗 嗯 肯定是因为这样 关掉手机 顿时察觉到 三双眼睛炯炯的看着他 你们这是干什么 这三个老色批的架势 都快要把他啃掉了 轩哥 你说实话 这件事 你干的 杨明指着第二十条热搜的内容 问道 他们越想越感觉 他们的猜测是对的 他们猜测到了 张轩和陶渊居的王川 有点关系 但是联合王川坑秦少天五百万 这可不是一般的关系做得出来的 他们对张轩的身份 更加的好奇了 不是啊 张轩矢口否认 虽然是他的点子 但他没动手 是王川干的 他可没骗这三个祸 杨明三个人悄悄地输了一口气 张轩是外地人 并不了解陶渊居的能量 若是张轩真的能让陶渊居为他干事 那么张轩的实力牛逼了 秦少天活该 这家伙在学校里就没干好事 仗着自己的背后是东山实业 有多少女生被他祸祸了 坑他五百万 这也算是为民除害了 这也就是陶渊居 否则一般人还真不敢这么做 听到他们这么说 张轩反得好奇了 怎么听他们的意思 这陶渊居很牛逼啊 不就是一家餐厅吗 有什么牛逼的 陶渊居就算生意在红火 能和东山实业相提并论吗 东山实业 那可是市值估计几百亿的公司啊 张轩将自己的疑惑问了出来 杨明三人哈哈大笑 就连出租车司机都笑了 这下杨明三个人彻底地松了一口气 看样子 这件事真的和张轩没有关系 张轩郁闷了 他问的问题很搞笑吗 不是很正常吗 一家餐厅怎么能和一家大型企业相提并论 小兄弟 你不是东山市人吧 司机笑着问道 是啊 我是槟城人 更主要的是 他是穿越而来的 对于这里的事情自然知晓得不多 怪不得 小兄弟以前肯定是一个埋头苦读的好学生 桃园居可不一般 桃园居涵盖了几个行业 市场估值一千多个亿 但是我们这些开出租的司机都知道 桃园居的市值不可能那么点 噗 听到司机的话 张轩老血都要喷出来了 什么 一千多个亿 他的手底下不但多了一个几百亿的公司 还多了一个市值一千多亿的桃园居 他又想狠狠地给自己几巴掌了 此刻的他 也是一个身价千亿的神豪了吗 看到张轩猛逼的样子 杨明三个人哈哈大笑 还将张轩的样子拍了下来 制成了表情包 张轩一脸的黑线 这三个祸 手机再次响起 看到来电显示 张轩愣住了 亲爱的老婆小曼 以前的她有女朋友吗 看来是她刚穿越过来 记忆有些错乱 她不记得了 张轩接了起来 张轩 你 你太可恨了 我要和你分手 听到话筒中传出来的声音 张轩心一阵剧烈的疼痛 死 心口那剧烈的疼痛 使得她倒抽了一口凉气 看来这个李小曼在以前的她心中占据了一个很大的分量 为什么 张轩问道 并没有注意到自己的语气十分干涩 老海中和李小曼在一起的那一幕幕也从被翻了出来 为什么 你还好意思问我为什么 你在东山大学里干了什么 你自己不知道吗 好厉害啊 连笑话都能追上 连热搜都上了 张轩 我没想到 你居然是这样的一个人 呸 渣男 我们分手吧 小曼 亲爱的 我已经和他分手了 你现在相信我了吧 我连第一次都给你了 我根本就不是真的爱他 我这爱的人是你啊 张轩正想解释 话筒中忽然传来李小曼的声音 这一刻 他的心中痛到了极致 记忆中 李小曼是那么的温柔 那么的体贴 此刻 听到话筒中那些不堪入耳的声音 张轩默默地挂掉了手机 杨明三人故意装作没有听到 继续扯淡缓解着尴尬 就在此时 四个人来到了商业街 另一边 夏梦的宿舍里 正在进行着三堂会训 王雪三人将夏梦堵在了床的角落 三双眉眸正正地看着夏梦 听他解释 好了 你现在可以狡辩了 夏梦猛翻白眼 狡辩 张轩就是我小时候的男闺蜜啊 我们从小就在一起 因为父母工作的原因 所以我家搬家了 经过了这么多年 这个混蛋将人家忘记了 就是这么简单啊 夏梦美眸轻眨 那个样子足以弥翻万千青少年 但是他这一招 明显是针对错人了 王雪三个人也是美女 而且 他们住在一起一年多 早已经免疫了 那你为什么 当着这么多同学的面 说他是你男朋友 还有在食堂里是怎么回事 老娘喝过的水杯 你都嫌脏 结果张轩吃过的菜 你不嫌弃了 夏梦 你最好给老娘一个完美的解释 就是啊 还有在桃园居 到底是怎么回事 怪不得我们走的时候 看到秦少天的脸色 好像吃了屎一样 原来是打碎了红酒 赔了五百万 你说 你欠张轩的钱 就是我们在桃园居吃饭的时候吧 哼 真会撒谎 你下梦 金融系的大财女 操操盘就能赚到几十 上百万 你会缺钱 不得不说 梦梦啊 你搭讪的方式真的 low啊 low吗 你们有没有高大上的搭讪方式 我也感觉 手段差了一点点 换个方式 估计效果会好一点呢 夏梦一双美眸亮晶晶 眼巴巴的看着三个小姐妹 王雪 梦丽 孙田 大姐 这是重点吗 我们在说 你和张轩不对劲 结果你的重点 却放在了搭讪的方法上了吗 还说你们俩没有关系 这不是不打自招吗 夏梦华刚说出口 马上意识到自己失言了 立即装傻 三个人无语地看着夏梦 他们就想不明白了 以夏梦的家世和能力 什么样的男人找不到 为何偏偏就看上了张轩呢 他们怎么就看不出 张轩有什么特别令人着迷的地方呢 不过这是夏梦自己的事 他们也管不了 一阵手机铃声响起 夏梦看了一眼接了起来 老姐 OK了 他们分手了 真大 干得漂亮 老弟 这次老姐很满意 那 老姐 经费 老姐这里也不多了 二十万 你省着点花啊 老姐 我爱你 夏梦美滋滋 宝石般的大眼睛 释放着光芒 呵呵 暴露了吧 不是没钱吗 五千块的饭钱需要借 二十万 说给就给了 夏小妞 市区 shopping 谁去 听到张轩已经和李小曼分手了 夏梦的心情大悦 立即打断了小姐妹的长篇大论 提议道 激动的握紧了拳头 心中默默的大吼叶 这是他接近张轩的第一步 我 还有我 梦里和孙田两个一听到购物 美眸都要蹦出来了 王雪无语的看着两个闺蜜 就这俩脑袋这么简单 未来上了社会会不会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 夏梦对着王雪刺着牙露出了奸济得逞的笑容 王雪更加无语了 不过这是夏梦的事情 只要夏梦高兴就好了 四个人兴致冲冲的往商业街赶去 购物谁又能拒绝得了呢 商业街上 搁几个陪我去买个本子 大学四年 妹子和游戏一样都不能少 不管是妹子还是电脑 配置一定要高 否则玩不要多久就要丢掉了 杨明发表着他的歪理邪说 令张轩感到无语的是 王强和方世明这两个老色批 居然深以为然地点了点头 老板 将你们这里配置最好的游戏本拿出来 走进了一个数码店 王强嗓门齐大 似乎生怕别人听不到 张轩看了一眼三个老色批 看得出来 这三个货家室都不简单 挺有钱的 幸好他绑定了系统 否则以他之前的家室 今天就会很尴尬 这也是任何人都有可能遇到的尴尬事情 一群人一起去买东西 别人都买一两万块的东西 你若是没钱不就很尴尬吗 老板一听 只觉眼前一亮 立即走了过来 搓着手笑着问道 不知道是哪位兄弟要买电脑啊 刚想着 张轩就尴尬了 因为老板的目光在扬名 王强和方世民的身上看了一眼 唯独没有看他 我们四个都要啊 老板 四胎 你得便宜一点啊 杨明熟忍的和老板打着招呼 并且递上了一根烟 老板接过一看 真龙盛世 眼睛一条 这可是好烟 一千八百一条 又大声一上门了 得 四个兄弟都要的话 没得说 九折 他们要的是高配 九折已经优惠力度不小了 会做生意 老板 给推荐一下吧 熟练的吞云吐物 杨明惬意的抬起头 吐出了一个烟圈 操 狗约的东西 居然自己抽烟 不给老子分烟 抠到家了 王强说着 拿出了一盒烟 分给张轩和方世民 然后三个人熟练的点燃 惬意的吞吐着 他们的样子 老烟名了 老板眼尖 偶活 薄金苏烟 也是小两千块的好烟 既然兄弟们敞亮 卖国的谋想 我就不给你推荐了 那是打你们的脸 我推荐你们买这款机械革命 Macrivo Titan Plus 最新的显卡3070 100%色域 2K显示器 更重要的是 拥有独显直连 价格上 张轩来之前 就是看准了这一款 没等老板话说完 直接拿出了银行卡 就是这款了 刷卡 杨明三个人正听得津津有味呢 听到张轩的话 直接猛逼了 张轩太痛快了 老板也猛逼了 错愕地看着张轩 看穿着张轩是四个人当中最穷酸的 一身衣服最多两百多块 不像其余三个 一身名牌 好 兄弟痛快 九折 打折 老板 你看我们像是需要打折的人吗 刚才是和你开玩笑呢 千倍反仙卡呀 花得自然是越多越好 张轩已经决定好了 一会提一辆车去 可惜时间不够 要不然他去买一栋别墅去 听到张轩的话 老板直接傻眼了 还有人要求不打折的 不过他能多挣钱 高兴还来不及呢 怎么会拒绝 杨明 方世明 王强 大哥 你有钱不需要打折 我们需要啊 九折 省一千块呢 这笔记本 就当是我送给兄弟们的见面里了 看三个人看向他 张轩立即微笑着说道 别拒绝 那是看不起我 什么都不能阻挡张轩挣钱的大业 尽管他已经有了市值一千多亿的桃园居 几百亿的东山石业 但是谁会嫌自己的钱多啊 三个人相互对视了一眼 他们发现 真的看不透张轩了 不过张轩的眼神清澈 不是那种故意在他们面前装逼的 兄弟 一共收您四万六千元 这是收据 此刻 老板已经刷卡了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那种包租工吗 果然是最不起眼的 有可能就是最有钱的 就在此时 张轩的手机短信 也响了起来 四千六百万到账了 张轩牙刺了起来 系统牛逼啊 好 轩哥大气 这礼物兄弟收了 就在王强和方世明迟疑的时候 杨明接过了电脑 豪气甘云地说道 王强二人也只好收下了 一万多块的东西 他们虽然有这些钱 但是让他们平白无故地 接受别人这么贵重的礼物 他们还是有些别扭 走吧 来的时候衣服带少了 去买点衣服 张轩主动提议道 四个人往服装区走去 就在他们四个人来到服装区的时候 错愕地看到 很多人聚在那里 他们疑惑地走了过去 只见四个青春靓丽的女孩 从对面走来 不是夏梦 他们是谁 服装区的男顾客 全都呆呆地看着 视线都被四个女孩吸引了 看到夏梦四人 没等张轩转身想走 杨明这丝就拉住了他的胳膊 对着夏梦挥手道 嫂子 这边 夏梦他们听到杨明的声音愣了一下 马上看到了被杨明瞪着的张轩 他的脸颊顿时变得红扑扑的 很开心的样子 夏梦立即朝着这边走来 连脚步都变得轻盈了很多 嗨 学店 好巧啊 你们也来这边买衣服吗 夏梦走过来的那一瞬间 张轩顿时感觉到周围看过来的目光 变得凶狠了很多 是啊 轩哥说来的时候 带的衣服少了 想买点衣服 但是我们几个大老爷们 不会挑选衣服 正好碰到嫂子了 这真是上天安排的缘分啊 杨明不顾张轩递过来的眼神 自顾自地说道 王强和方世明 按按给杨明点赞 杨明这么做 是有点自己的小心思的 虽然顾清城瞪着他们 回到了宿舍 说了那些话 但是张轩和夏梦没在一起 他的心里就不安稳 当然 他这么做 绝对没有一点坏心思 因为他看得出来 夏梦是真的爱张轩 夏梦只有在看张轩的时候 眼睛中才会释放出那种 恋人之间 才会冒出的金光 好呀 夏梦文言眼睛一亮 一想到张轩是穿各种衣服的场景 他就有些迫不及待了 两队合二为一 走进了一家店内 咦 走 去那里看看 此刻 商场的领导正在寻店 看到夏梦四个人 目光瞬间变得火热 周围的那些人 顺着领导的视线看了过去 正好看到四道亮丽的身影 他们顿时知道领导的心思了 领导看到张轩四个人了 他并不以为意 一群雏鸡罢了 怎么能和他这种成功人士相比 现在的女大学生最好骗上床了 只要钱到位 没有哪个美女不能睡 看到夏梦四个人的模样 领导的呼吸都变得急促了一些 趁别人不注意 假装吃口香糖 将一粒特殊用途的药物 吃了下去 药物需要半个小时 才能完美起效 这半个小时 足够他将四个小美女拿下了 尤其是 他目光火热地 看向张轩身边的夏梦 学店 你快点进去试穿一下这两套 夏梦拿着两套衣服 塞给了张轩 就往十一间里推 链子刚拉上 夏梦的口水 就快要流下来了 他已经想象到 张轩穿上衣服的样子了 这位美女 我是本商场的总负责人 我叫 你叫什么 与我有什么关系 滚开 夏梦正等着看张轩穿新衣服的样子了 一个大脑袋出现在他的视野中 夏梦当即裂开了 领导猛逼了 他刚才是没说清楚自己的身份吗 美女 我 滚 夏梦皱眉 这老兔嫖一看 就不是什么好东西 试衣间里 张轩穿上了新衣服 不得不说 夏梦的眼光的确是不错 这身衣服穿在他的身上 与他确实很配 就好像量身打造的一般 穿上衣服走了出来 正好看到一群人围在了那里 怎么了 张轩疑惑地问道 听到他的声音 夏梦立即从横眉冷对 变成了小鸟依人 薛爹 好了吗 我看看 众人清晰地看到 就在夏梦看向张轩的那一刻 他的眼中蹦见出了无数的色彩 这是他看任何人时都不曾拥有的 难道这就是真爱吗 笑话的眼中只有张轩一个人的存在 这一刻 所有人看向张轩的目光都变得羡慕起来 被这样的笑话倾心爱慕 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啊 领导不乐意了 他才是这里的主角好不好 剧情不应该是他来到之后 急了小女孩爱慕他的才能 然后主动现身的吗 嗨嗨 诸位 我是这座商场的领导 今天是我们商场开业十周年的日子 我们决定随机选择几个人来配合我完成一个小游戏 胜者可以得到我本人送出的一款价值两万元的LV包包 话音落下 围观的人群顿时发出了阵阵惊呼 做个小游戏而已 就能得到一个两万块的LV名牌包包 划算啊 顿时有很多人举手失意报名 领导见状暗自得意 这才对嘛 他的目光瞥向夏梦 待会儿他就装作不经意挑选到夏梦 然后想办法送出LV的包包 女孩子嘛 尤其是像夏梦这类女大学生 对于这样的东西根本就没有丝毫的抵抗之力 他似乎已经看到了夏梦躺在床上 含情默默看着他的场景 你 你 还有你 对了 还有这位女同学 领导随便挑了几个人 当然这些都是他用来掩人耳目的 最后指向的夏梦四女才是他最终的目标 原本他的目标是夏梦的 但是走过来这才看清 夏梦四女都是天仙一般的人物 看着看着身体起了一些反应 领导已经有些迫不及待了 被选中的兴奋不已 没被选中的充满了失落 可是让领导尴尬的一幕出现了 夏梦四女根本就没有搭理他的意思 而是专心致志的看着衣服 他咳嗽了一声 走到了夏梦的面前 有些尴尬 这位女同学 你很幸运 我们 哇 好帅啊 薛爹 衣服真的好适合你 没等领导的话讲完 夏梦美眸一亮 迈步走到了张萱的身边 独留领导在哪里尴尬的凌乱 察觉到笑话那火热的目光 张萱颇有些受不了 学姐 这是在做什么 怎么这么多人 实在是受不了夏梦的眸光了 张萱转移话题道 你好 我是这个商场的部门经理 我们领导 部门经理不忍见到领导这般尴尬 走过来开口道 你有事没事 没事走开 没看到我们正在说悄悄话吗 你们商场的人就是这么没有礼貌的吗 实在是忍不住了 夏梦咒没说到 和张萱在一起的时间太难得了 结果总是有些自以为是的人过来捣乱 部门经理尴尬不语 几位姑娘 你们部门经理不想就这么放弃 然而他的话刚说出来 就听夏梦说道 学弟 我们去另一家店挑选看看吧 说着 夏梦挽着张萱的胳膊就要往外走 好烦人啊 打扰他欣赏学弟的身材了 被夏梦挽着胳膊 张萱整个人变得僵硬不已 忽然 他捂住了自己的鼻子 笑话的杀伤力 实在是太强大了 张萱已经感到自己的鼻子发热 估计晚一步 鼻血要流出来了 他赶紧抽出自己的胳膊 往后退了几步 不要说被笑话挽着 就是嗅着笑话身上散发出来的香味 张萱也感觉自己 有了犯罪的冲动 夏梦不禁失落不已 他已经这般主动了 为何张萱就这么不解风情呢 钢铁直男吗 不对 钢铁都不足以形容张萱的迟钝了 张萱应该到了震惊级别 夏梦有些气馁 他明明看到了张萱对他有感觉 那些生理反应是骗不了人的 但是张萱为何就是这么不想他靠近呢 学弟 那个 你小时候有没有青梅竹马啊 夏梦忍不住提醒道 他忍不住了 他要摊牌 有没有对人家说过 长大后娶人家之类的承诺啊 夏梦说着 美眸眨巴眨巴 充满了西纪 希望张萱可以想起小时候的事 最好是 张萱错愕地看着他 迟一不绝地问 笑话 你就是 然后他矜持地点头 最后两个人拥抱在一起 从此两个人过上没羞没臊的生活 学姐 你们不是要来买衣服吗 时间宝贵 你们 张萱脑子有些乱 我没有事情 就好借 难道他这么没有魅力了吗 他试探看向老图嫖 顿时从老图嫖的眼中 看出了炙热的欲望 有魅力啊 可是张萱这个小混蛋 怎么这么想赶他走呢 在一旁听着他们的对话 王学等人无语至极 实在是忍不住了 他问身边的王强 张萱是不是不喜欢女人 他们是真的不相信 这个世界上居然有人可以抵抗夏梦的美貌 怎么可能 宣哥有女朋友的 不过刚分手 而且是对方劈腿 估计宣哥此刻还沉浸在悲痛之中 不敢接受新的感情吧 王强贪婪的 秀着身边美女的体香 王学三人的美貌 虽然不及夏梦 但是挪到其他的学校 也绝对是校花级别的存在 不行 回去了一定要让宣哥帮这个忙 校花的眼里只有宣哥 他不敢想了 但是校花的漂亮摄友 他还是有希望的吗 哦 也对 我差点忘记了 王学忽然想到了 来之前夏梦接到的那个电话 夏梦的弟弟刚拆散了一对 夏梦听到之后 还兴奋了好一会 再联想到张萱刚分了手 到底发生了什么 不难猜测 夏小妞 你为了自己的幸福 居然设计让人家分手 你好腹黑啊 王学无语的看着夏梦 他想不明白 张萱只是有点小帅 但是也没有帅到 让夏梦完全放弃自尊的程度吧 学姐 你说什么 校花腹黑 自己的幸福 一道亮光从脑海中划过 王强正正的看向张萱 不会吧 他不仅有些嫉妒张萱了 居然会让高冷的女神 变成了这个样子 没什么 王学的眸光有些躲闪 捂住了嘴巴 被撇在一边的领导气不过 他的药效都起作用了 结果这四个女孩都不搭理他 自从他成为这座商场的负责人 还从未受过这样的气 他愿毒地看了张萱一眼 当他看到张萱那张帅气无比的脸之时 心中的怒火更加的赤声了 正于上前 忽然他目光中一群人走来 看到那个人领导的脸上立即冒出了谄媚的笑容 迎了上去 咦 小孟 你怎么在这里 就在此时 一个穿着一身西装的男人走来 看到了夏孟 亚然问道 王叔 你怎么来这边了 夏孟看到对方立即轻易地走了过去 挽着对方的胳膊 男人宠溺地摸了一下夏孟的脑袋 王总 您好 领导看到夏孟和男人那轻易的程度 心里扑通扑通直跳 暗自庆幸自己刚才没有做太过火的事情 王灵清看了一眼领导 脸上布满了笑容 你好 说完 便不再搭理领导了 而是饶有兴趣地看向一旁的张轩 见状 领导非但不敢表现出任何的不高兴 反而失去的示意 手下人带着人群向一旁走去 领导 那个人是 部门经理疑惑地问道 他还是第一次看到 领导面对一个人时 这么谦卑 领导一脸的自豪 仿佛和对方说一句话 便是天大的幸运 听到部门经理的问话 他更加得意了 此人可着实了不得 乃是我东山顶尖的人物 你们可曾听说过桃园居 什么 领导 您的意思是 那个王总是桃园居的人 见到领导点头 他们齐齐倒抽了一口凉气 桃园居在东山市 是一个很超然的存在 能和这样的人认识 那绝对是东山市有头有脸的人物 他们领导虽然算是有钱人 但是能和桃园居的人说上一两句话 混个脸熟 那绝对是一件值得吹嘘的事情 领导 活动还举行吗 部门经理问道 作为领导的老部下 刚才领导为何举行 他自然知晓 如今对方根本就不上套 这活动也就没有举行下去的必要了 那个脸上有美人质的女人不错 正说着 领导的手机响了 他看了一眼 给了部门经理一个眼神 然后走到一旁接电话了 部门经理立即点了点头 知道领导是看上那个女人了 以后让他牵线 老丁啊 什么事 徐经理啊 你看上的那辆车来了 不过有几个人 听说我这里来了这辆车 立即过来看车了 你现在赶紧过来吧 否则我恐怕捂不住这辆车 什么 领导着急了 这辆车 他看上很久了 但是一直没有车员 如今好不容易有了 若是被别人抢先了 他不知道 又要等多久了 想了想刚才的那个美人质女人 再想一下那辆车 领导咬了咬牙 和手下人说了一声 奔赴车行 小伙子 你也是东山大学的学生吗 王灵庆笑眯眯的看着张轩 是哪个班的 和我们夏梦是一个班的同学吗 父母是哪里人啊 你 王叔叔 你查户口呢 这是我的学弟 我们刚认识的 夏梦无语的看着王灵庆娇称道 张轩顿时呆住了 他没想到 校花还有这样的一面 刚认识的 小伙子 有空跟着夏梦去家里玩啊 王灵庆表示信你个鬼 他刚才是看到夏梦挽着张轩的胳膊 这才特意过来看看他 夏梦这么骄傲的女孩 身边从来不缺男孩子追 就连自家的那个不成器的东西 都惦记了很多年 后来见自己真的没有希望了 这才换了别的目标 这些年来 上下家提亲的人络绎不绝 不过都被这丫头给拒绝了 他这绝对是第一次看到 夏梦对一个男孩子这么亲热 这两个人绝对有问题 张轩在心里微微叹了口气 他和夏梦的关系 是解释不清楚了 叔叔 您好 有空一定去您家里玩 夏梦文言大喜 真的吗 梦里几人无语 这女人一旦恋爱了 智商真的会无限的降低啊 这明显是张轩的客套话 结果这丫头当真了 还露出了这么兴高采烈的样子 他们这才发现 原来在不知不觉中 夏小妞真的彻底的沦陷了 王林庆听到夏梦的话 愣了一下 看向张轩的目光 更加的有兴趣了 王叔叔 你来这里做什么 夏梦好奇的问道 哦 我大哥看中了这边 打算将这里收购下来 王林庆的语气很平静 好像在说一件很平常的事情 好呀 王叔叔给我一张会员卡 最好能无限透支的那种 行 以后你来这里 随便拿 看上什么就拿什么 算是叔叔送给你的好不好 你们年轻人在这里玩吧 我先去了 王林庆说着 对着夏梦等人笑了笑 然后离开了 梦梦 快过来看 这件衣服 与你好配啊 就在此时 孙田忽然在一家店里说道 夏梦也不管张轩同不同意 拉着就走了过去 张轩表示自己很无奈啊 原来 帅气也是一种原罪 另一边 王林庆走到转弯处 立即拨通了老朋友夏天骏的电话 撒了老爹 老夏 你今天猜猜我看到谁了 你和老哥还打伤哑谜了 爱说说 不说拉倒 我在家里包饺子呢 一会儿过来吃啊 话筒中夏天骏根本就不上当 王林庆撇嘴 你真的不想听 我告诉你 这个消息 你不让给我一家商铺 老子还就不说了 喂 阿庆啊 是不是与我们家梦梦有关啊 你看到 她的男朋友了 就在此时 话筒中传来一个温柔淡雅的女声 王林庆文言哈哈大笑 还是嫂子猜得准 就老夏那智商 估计她能猜半年 话音刚落 话筒中传来一阵乒乒乓乓的声音 明显是打翻了什么 紧接着就挂断了电话 四 好美啊 就好气 凭啥下小妞穿衣服这么好看 就是啊 老天爷怎么把所有优秀的条件都给他了啊 王雪三女嘟着嘴巴胆叹 而杨明三个人 已经被震惊地说不出话来了 张轩也是看傻了眼 夏梦此刻穿着一件纯白色的连衣裙 从十一间走了出来 威领的存在 露出了夏梦那精致的锁骨和白皙的肌肤 高贵冷艳 但又不乏一丝淡雅 如同公主一般 令人不由自主地崇拜 却又不敢过于靠近 似乎那是对公主的一种亵渎 商店里的人全都呆住了 甚至连身边的女伴都顾不得了 目光全都凝聚到了夏梦的身上 这一刻的笑花 绝对是所有人的焦点 轩哥 你有福了 这样的美女主动追求你 你还想什么呢 拿下呀 就是啊 这样的美女你都不要 你前女友到底有多漂亮 才使得你能拒绝笑花的诱惑 轩哥 反正你现在也是截然一身 还是从了笑花吧 三个老色批一边流着口水 一边劝慰 嘻嘻 学弟 好看吗 夏梦走到了张轩的面前 转动了一圈 那语气嗲嗲的 杨明三人 差点一个 亮枪跪地膜拜 他们看到了什么 高贵的公主 居然在撒娇 张轩在这一瞬间 就直接惊呆了 双眼直勾勾地看着夏梦 肃然起敬 这一刻的夏梦 美帝是那么的惊心动魄 令人心神失守 嘻嘻 学弟 你不老实哦 夏梦一眼就看到了 张轩的某个反应 靠近了张轩 在他耳边吹着气 小声说道 一股热流涌了上来 张轩流鼻血了 神级选择系统启动 选择一 给校花买下这条裙子 奖励 宝石捷911 Turbo 3 8T一辆 神级驾驶技术 颜值加一 校花牵到卡一张 选择二 选择无视校花的喜爱 奖励 钢铁直男排自行车一辆 神级驾驶技术 获得直男的称号 女人员一 听到脑海中传来的声音 张轩一把捂住了自己的鼻子 对着店员吼道 这件裙子 买了 啊 王雪三个人愣住了 这件裙子可不便宜 四万多一条 夏梦不说 张轩家里不是很富裕吗 四万多的裙子 眉头不皱一下就刷了卡 这叫不富裕 是不是夏梦 对于富裕这个词 有什么误解 女店员反应迅速 立即接过了张轩的卡 当显示付款成功的时候 店员看向张轩的目光 明显的热情了很多 没想到这个男生一身的廉价货 居然是一个隐藏的大款 可惜的是 这样的优质男生与他无关 看了一眼张轩身边的夏梦 将心中那点不切实际的想法 给彻底的抛弃了 先生 这是您的衣服 这是给您的会员卡 以后凭此卡来本店购物 享受酒 五折的优惠 叮 恭喜宿主做出了选择 奖励已经发放 保时捷911 Turbo 3 8T已经放在四海车行 请宿主凭借购物凭证前往领取 获得了神级驾驶技术 颜值加一 孝花签到卡一张 备注 孝花签到卡 以绑定专属孝花夏梦 只要宿主出现在夏梦身边 财富值每一秒增加100元 每秒100元 一分钟就是6000 一个小时就是36万元 这就意味着 只要张轩站在夏梦的身边一个小时 他就能得到36万元 张轩挑了挑眉 系统这是 逼着他和夏梦在一起啊 要不然 看了一眼睁着水汪汪的大眼睛 看着他的夏梦 要不然他从了 学弟 你怎么了 是不是感觉到我的美了 夏梦察觉到张轩的眼神 笑嘻嘻地笑声说道 谢谢你的裙子 将裙子紧紧地抱在怀里 这还是这个家伙 第一次给他买的衣服呢 不行 要好好地保护着 这件裙子特别有纪念意义 闻着裙子上的味道 夏梦几乎要迷醉了 张轩 学姐还是那么地热情奔放 就在此时 手机短信来了 又用掉了一张千倍返线卡 四千多万道账了 果然啊 还是这里好 在学校里 纯粹是浪费 买完衣服 他本来就打算去买辆车的 没想到 系统直接送了 保时捷911 Turbo 3 8T 650马力 最高车速330kmh 最新款的顶配300万以上 他现在已经迫不及待地先去看一看了 脑海中神级驾驶技术 已经准备就绪 此刻的他 俨然成了一个开了几十年车的老司机 八个人很快就大包小包满了 梦丽和孙田两个女孩 高兴得合不容嘴了 就在此时 杨明的手机响了起来 喂 您好 请问您是杨明杨先生吗 我是 您好杨先生 这边是四海车行 您在我们车行订购的宝马5系 改装款530例行正行车 已经到货了 请问 您什么时候有时间来取车 听到话筒中传出来的声音 一旁的王雪三女有些惊讶地看着他 没想到这个小子居然还挺有钱的 杨明察觉到三女的目光顿时有些得意 果然啊 在上学时买车绝对是一个正确的决定 这样他就不愁没有女朋友了 只不过 杨明有些后悔了 早知道会碰到顾清成这样的极品美女 他就买一辆更好一点的车了 如今这辆车有点low了 行啊 小子 家里 称不少钱啊 王雪拍打着杨明的肩膀 学姐开玩笑了 五十来万的车又不是什么好车 你就别嘲笑小弟了 杨明自迁说道 张轩三个人立即给杨明竖起了大拇指 这个逼 他们打满分 哎呦 说你胖 你还喘上了 索性大家都没事 一起去提车呗 我也想看看传说中的豪车 孟丽提议道 好啊 一行人立即上了出租车 直奔四海车行而去 来到了车行 张轩看着车行的名字 忽然感觉到有些熟悉 不过众人已经进去了 他只好跟着走了进去 一行人 男的帅 女的亮 他们的到来 顿时将整个车行的眸光 凝聚到了一起 夏默 你们怎么来了 是来看车的吗 正在此时 一个高昂的声音响起 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 在大厅内 一个身穿一身名牌的男生 忽然站了起来 此人戴着一副眼镜 书生气十足 颜值也是极高 他此刻站了起来 脸上写满了兴奋 咦 是校草严树青啊 他怎么在这 听说严树青的父亲 是海大商贸的总经理 妥妥的高富帅哦 来这里有什么稀奇的 细细 张轩 你的轻敌出现了 这严树青 可是我们梦梦的铁杆追求者哦 孙田笑嘻嘻的对着张轩说道 学弟 你不要听天天胡说 我和严树青不熟的 夏梦赶紧解释道 生怕张轩误会了 说完还狠狠地瞪了一眼孙田 孙田对着夏梦吐着舌头 夏梦自从张轩出现后 整个人都变了 好 我知道了 张轩哑然失笑 心中却是有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学姐啊 你 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啊 他忍不住 小声问了出来 你猜 夏梦傲娇地说道 心中却在说道 傻瓜 小时候 要不是你救我 我早就被淹死了 可惜人家这些年来一直记着你 你却把人家忘记得彻底 还找了女朋友 好气哦 严树青喊完 尴尬地发现 夏梦根本就没有搭理他的意思 他恨不得从地上找一个缝钻进去 尽管有些尴尬 但是严树青 还是不想放弃这么好的一个机会 他走了过来 梦梦 你们是来看车的吗 我认识这边的总经理 你们要是想要买车的话 我可以让他给你们最大的优惠 谢谢你了 我们还有事 先去忙了 夏梦连一个微笑都欠缝 直接拒绝了 严树青这才注意到 夏梦身边的张轩 他这段时间一直在校外 根本就没有注意到校内发生了什么 看到夏梦和张轩靠得这么近 整个人瞬间瞪大了眼睛 心中直呼 不可能 是他眼瞎了吗 夏梦 那可是所有人心中最高冷的女神了 什么时候见他和一个人这么亲近过 而且 对方还是一个男人 他和夏梦是在同一个高中上学了 他追求了夏梦三年了 对方从来没有给过他一个好脸色 那个小子凭什么 严树青忍不住跟了上去 诸位 要我说啊 买车就不能买太便宜的 50万便是一道杠 50万以下的垃圾车不要买了 坐着不舒服不说 还一骨子味道 严树青夸夸而谈 我今天来提的 正是一辆奥迪A6L的TFSI 也不算很贵 56万多 本来想提那辆保时捷911 Turbo 3 8T顶配版的 可惜的是 盯着那辆车的人实在是太多了 我钱都准备好了 还是来晚了 那辆车已经被一位神秘的神豪给定走了 所幸 我就只买了一辆56万的车 等那辆保时捷911 Turbo 3 8T顶配版有新车了 我再提一辆 严树青一脸惋惜地说道 他的声音不低 大厅内那些正在看车的人 一脸的尴尬 看着面前早就心意了许久的爱车 他们是看也不是 不看也不是 有些人很想揍严树青这个大尾巴狼一顿 但是听到严树青提到 自己想买那辆保时捷911 Turbo 3 8T顶配版 还已经准备好了钱 他们压住了火器 那辆车三百多万 能买起这样的豪车之人 他们惹不起 杨明文言心里隔音无比 这个混蛋想装逼 别在这装了 本来过来提车 是一件很高兴的事 结果听到这个混蛋的话 杨明忽然感觉自己的爱车不香了 要知道 他让父母同意给他买这辆车 可伪时费了不少的口舌 孟孟 你们是来看什么车的 严树青暗暗得意地问道 一旁的销售员不禁扎舌 果然是人以群分 富豪身边的朋友都是富豪 听到严树青的话 销售员代为回答道 杨先生购买的是宝马5系改装款530例行政行车 哦 这辆啊 也不错 兄弟好眼光 不过呀 还是那辆保时捷比较好 严树青文言一致 本来想装逼来着 看张轩这些人的打扮 他本以为这些人最多买十几万的车 就很不错了 毕竟在上大学期间 能买得起车的学生本就不多 能买一辆十几万的车 就足以在所有人面前装一把了 只是他没想到 杨明的身价也不菲 和他那辆车价格相差不大 不由得有些郁闷 想装逼没装好 于是立即将话题再次转移到了 那辆保时捷上 至于他说的 已经准备好了钱 当然是吹牛的 这辆奥迪 还是他磨了好久 还抓住了父亲包 杨小三的把柄 父亲这才同意给他买一辆 但是这不妨碍他吹牛啊 嗯 那辆保时捷确实不错 张勋插嘴道 他想起来 为什么感觉这个车行的名字 有些熟悉了 系统给他的那辆车 不就是放在四海车行吗 这岂不是说 店里的那辆保时捷911是他的 轩哥 你怎么顺着这个混蛋说啊 看他装逼没看够吗 扬名无语 哈哈 兄弟也看好那辆车 不过那辆车 我想以兄弟你的实力 努力几十年应该能买一辆了 哈哈 兄弟别介意 我是开一个玩笑 严树青看到张勋身上穿的廉价衣服 取笑道 学弟 你喜欢那种车吗 我家里正闲着一辆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要不学弟拿去开着玩 夏梦认真的看着张勋 严树青 他脸上的笑容尴尬到了极致 马德 这个小子到底是谁 为何能得到笑话的垂青 他 要容貌有容貌 要钱有钱 哪里比不上眼前的这个小白脸 大厅内的那些人闻言 看向张勋的目光 立即变了 原来 是一个吃软饭的 没出现 老子最瞧不起吃软饭的小白脸了 一群人窃窃私语 心中极度万分 马德 这样的好事 怎么轮不到老子身上 老子哪里差了 他们看向夏梦的目光 更加的火热了 没想到 笑话不但人长得漂亮 家里也这么有钱 哼 梦梦啊 你这么说就不对了 男人嘛 总是要面子的 你这么一说 这位兄弟 要是还开着你的车 那不是不要脸了吗 严树青心中度火中烧 凭什么 他追求夏梦这么多年了 为何夏梦总是无视他 却对一个小鳖三这么照顾 既然这样 他先将话说出来 他就不信张轩的脸这么大 还舔着脸 去开夏梦家的车 张轩文言一愣 没想到 笑话居然会有这样的豪车 不过他自己有一辆 自然就没必要开夏梦的车了 薛姐 不用了 张轩对着夏梦微微一笑 有这么一个大美女 对他这么好 张轩的心不是铁做的 当然会感动不已 不知不觉中 张轩看向夏梦的目光变了 夏梦听到严树青的话 当即带眉紧促 怒斥道 滚一边去 我们在这里看车 有你什么事 用得着你在这指手画脚 你 严树青没想到 夏梦居然会这么毫不留情面 脸当即就没地割了 神色一阵急速的变换 最后灰溜溜的离开了 张轩 众人 大家没想到夏梦会露出这样的一面 大家对他的印象 一直是温柔的 婉约的 不过这样的笑话 也更加的接地气 反倒更加贴近大家的生活了 薛弟 都怪那个人 我并没有看不起你的意思 我只是 夏梦嘟着嘴 想解释 却发现 平时伶牙俐齿的自己 在面对张轩的时候 忽然变得刺穷了 没事 我知道你的意思 只不过真的不需要 我自己有的 严树青并没有走远 在他的心中 夏梦是他内定的老婆 绝不能放任夏梦 和一个不知名的小子待在一起 此刻他听到了张轩说的话 顿时嗤之以鼻 在他看来 张轩是故意这么说的 目的就是要在夏梦的面前 假装出一副 不是看中夏梦家中钱财的假象 不过他不得不承认 张轩真的是一个强大的对手 小子 我不会让你得逞的 严树青悄悄地跟在后面 雾草 轩哥 真的 弄来给兄弟开两天啊 别人可能不信 但是杨明三个人信啊 刚开学一天 张轩这花销超十万了 而且张轩花钱的时候 眉头都不皱一下 这可不是打肿脸充胖子 好啊 这车行的那辆保时捷 应该就是我的 一会儿我们可以去看看 张轩说到 系统是绝对不会弄错的 接着装 等一会儿 看你怎么收场 躲在后面的严树青 对张轩更加的不屑了 听到张轩的话 夏梦愣住了 在她的印象中 张轩的家庭条件 不是很好的 而且这些年来 她突然打听过张轩的事 没听说张家发财啊 王雪三个人看向夏梦 先前张轩给夏梦买衣服 连眉头不皱 就掏出了四万多 如今又有了豪车 眼前的这个张轩 和夏小妞口中说的 那个张轩是一个人吗 路上 他们问过杨明等人了 四个人的游戏本也是 张轩送给他们的 一部电脑一万多呢 这么大方的人和夏梦说的 绝对不像是同一个人 我亲爱的轩歌业 当然是先看你的车 我那辆破车先不看了 听到这家车行 那辆保时捷是张轩的 杨明哪里还有心思 看自己那辆车 原本自己对于那辆宝马舞系 还是很期待的 但是知道了 张轩有一辆保时捷911 他立即感觉 他那辆车不香了 那女销售听到张轩的话 有些猛逼 转过身来看向张轩 迟疑不定问道 您是张轩张先生吗 对 是我 我那辆保时捷 什么时候可以提车 见女销售能准确地 叫出她的名字 张轩肯定 那辆保时捷就是她的 张先生 您好 我刚才给您打电话 一直打不通 没想到您亲自来了 请您这边走 女销售看向张轩的目光 近乎要把张轩给融化了 没想到 这个穿着最不起眼的男生 才是他们中最有钱的那一个 张先生 我们经理一直在等着您 听到女销售的话 众人的心中再无怀疑 夏梦瞪大了美眸 难以置信地看着张轩 心中充满了错愕 难道她找的那个侦探事务所 是在骗她 好气哦 她的张轩明明这么优秀了 那个侦探事务所 居然睁着眼睛说瞎话 夏小妞 你不是说张轩家里条件很一般吗 王雪走到了夏梦的身边 小声问道 哼 还用说吗 肯定是梦梦害怕我们抢她的张轩 所以 故意将张轩说得不堪一些呗 好腹黑哦 梦丽和孙田嘟着嘴巴 美眸翻起了白眼 是 夏梦挺了挺自己的 然后看向梦丽和孙田 想抢我的学弟 你们有这个条件吗 梦丽和孙田 看了看自己的规模 气馁了 好气 夏梦就会接他们的短处 其实他们的也很大好不好 只不过和夏梦比 的确小了一些 我是真的不知道 上一次调查 已经是一年前了 可能是这一年来 张伯伯家里发财了吧 夏梦不以为意 他爱的是张轩这个人 张轩有没有钱 他都喜欢 不过未来的婆家富裕一些 他自然更加的高兴 三人文言给夏梦竖起了大拇指 为了追求一个人 居然连侦探都用上了 牛啊 走吧 去看看我家张轩的新车 夏梦的美眸之中 充满了期待 后面跟着的严树青 整个人都感到不舒服了 难道张轩真的很有钱 不行 我不能就这么放弃了 严树青坚定了自己的信念 他们家族的发展 已经到了瓶颈 想要发展 必须借助外力 夏家便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更何况夏梦的容貌 乃是天仙一般 能帮助家族 还能娶到这般漂亮的女人为老婆 整个严家都是支持她的 四海车厂经理办公室 老丁 你这不是玩我吗 我好不容易等来了新车 你告诉我 那辆车早就被人定下了 我是不是提前半年告诉你了 我不管 这辆车 我要踢走 好不容易等到了新车 他还想开着新车 带着那个长着美人质的美女 共度良宵呢 结果到了这里 车行的经理丁泰胜告诉他 车行搞错了 这辆车已经有主了 这不是在耍着他玩吗 徐茂才气得全身颤抖 对不住了老徐 你别生气啊 下一辆 下一辆我一定给你留着 这辆车不是我卖出去的 是总部早就卖出去了 只不过是运到了我这边来 让我代为配送 丁泰胜苦笑 他消息都放出去了 还以为是总部给他的一个名额呢 没想到是有人直接在总部订的货 我不管 你老丁的面子呢 和那个人商量商量 让他让出来 我可以溢价十万 怎么样 我也不会让你老丁白忙活 五万块的好处费 我够意思了吧 徐茂才大话都放出去了 甚至朋友圈都发了 这要是没提到车 他的脸没递歌了 溢价十五万 他也很心疼 但是能买到这辆车也值了 这段时间 两国的关系不太好 贸易往来受到了影响 能搞到这样一辆车很不容易了 丁泰胜闻言苦笑 以为他不想吗 是他没有这个本事 徐茂才注意到了丁泰胜的神色 迟疑问道 搞不动 丁泰胜点了点头 总部说的是桃园区的老板 咕咚 徐茂才吞咽了一口口水 眼睛都直了 身体一阵颤抖 心里咯噔一声 桃园区的老板 这个人足可震慑整个东山市 这些年来 这个人一直很神秘 除了桃园区的那几个高层 恐怕没有见过这位老板 所以老徐 今天这件事 我只能说抱歉了 没事没事 既然是那位的 这也不是你 能够左右的了 唉 只能说我和这辆车没有缘分了 老徐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现在双边关系已经缓和了 到了那时 这保时捷 又会变成一般的车了 到了那时 你老徐恐怕就看不上这辆车了 徐茂才闻言嗤之以鼻 这不是废话吗 为何他对这辆车这般执着 不就是因为稀有吗 再说 又不只是这款车难以买到 三百万以上的豪车 都很难买到了 老丁 那为什么时候过来取车 你能不能 任何人都想认识这位老板 徐茂才也不例外 若是能与这位结识 他未来的路会好走很多 这话丁泰盛可不敢乱接 若是其他的事情 他应了也就应了 但是事关那位 他可不敢胡乱答应 正在这时敲门声传来 进来 经理 张先生来了 丁泰盛闻言 双眼射出了金光 激动地站了起来 女销售看到丁泰盛这个样子 有些猛逼 丁泰盛没有心思理会女销售了 只有在东山市 有了一定的地位 才能体会他为何这般激动 快起来 丁泰盛心跳加快 也顾不得一旁的徐茂才了 立即迎了出去 徐茂才神色一阵急速的变换 最后 他咬了咬牙 硬着头皮跟了过去 他知道 这是一次机会 不过对方若是脾气不好的话 他也就完蛋了 他这是在拿着自己的命运在搏 张轩一行人走了进去 经理 这位就是张先生 女销售介绍道 张先生 您好 丁泰盛看到张轩的样子愣了一下 瞥了女销售眼 不会是搞错了吧 老板 这么年轻吗 是他 跟在后面的徐茂才看到张轩的那一刻 直接傻眼了 张先生 您的购车合同和发票 尽管丁泰盛的心中有所怀疑 不过他没有直接说出来 毕竟是官老板 若眼前的这个年轻人 是老板的后代呢 在这里 张轩记得系统的提醒 心中默念了一下 手中像变魔术似的 拿出了购车合同和发票 众人并没有看清 张轩是从哪里拿出来的 还以为他早就拿在手里了 丁泰盛接过去仔细地看着 过了一小会儿 恭恭敬敬地将东西还给了张轩 张先生 您随我来 说着 一众人向着车库走去 路过严树青身边的时候 也没有人搭理他 看到这一幕的严树青 傻眼了 难道那辆车真的是那个小子的 可是 那个小子怎么穿得这么穷酸 现在的人都这么会玩吗 故意装穷 然后享受打别人脸的那种感觉 与他一同傻眼的 还有徐茂财 他的心里扑通扑通直跳 妈呀 他之前居然想对张先生搞事情 这不是老寿星吃砒霜 找死吗 刚才张先生撇我了没有 张先生到底是什么意思 他到底有没有生我的气 徐茂财心里纠结到了极点 不过他心中的想法 张轩就不知道了 因为刚才 他根本就没有注意到 还有这么一个人 乌草 帅啊 轩哥 一定要借我开两天 看到那辆红色的车 所有人一眼就喜欢上了 就连对车没什么研究的 王雪三女也被迷上了 拿去 车牌手续什么的车行 早就给办完了 直接开走就行 张轩将要是丢给了杨明 乌草帽 轩哥 爱死你了 杨明直接将自己的购车合同 丢给了张轩 然后三个老色 披上了车开走了 哎哎哎 这三个混蛋 王雪三人郁闷不已 暗叹男人果然搞不住 有了车直接不要妹子了 他们本来 还想坐一座豪车呢 看来 今天是没戏了 张先生 这是 丁泰盛看到了 他们独有的购车合同 疑惑地问道 哦 我那个朋友 在你这里买了一辆宝马五系的车 这是购车合同和发票 张轩递给了丁泰盛 哦 那位杨先生是您的朋友 不好意思 丁某事先并不知道 拒退五万 给那位杨先生 我们怎么能挣张先生朋友的钱呢 丁泰盛谈媚地看着张轩 不管张轩和那位神秘的老板是什么关系 他只要好好巴结就行了 那我多谢了 虽然张轩有些奇怪 这个经理 为何这么客气 但是帮杨明那个老色批省出五万块来 也是一件好事 您客气了 丁泰盛受宠若惊 心中振奋万分 那我开走了 您随便 手续都办全了 张轩上了车 夏梦立即上了副驾驶 那 学弟 帮人家系上安全带 夏梦美眸 眯成了一条缝 王雪三个人在后面无语地看着 这口狗粮给投喂的 着实有些措手不及 张轩闻言呆了一下 忽然 他俯身贴在了夏梦的身前 这一举动 瞬间让夏梦全身僵直 一双美眸瞪大 难以置信地看着静在眼前的张轩 感受到张轩的呼吸拍打在身上 夏梦的忽然紧张了起来 翘脸慢慢地红了起来 学姐 你不是让我 张轩愣了一下 感受到夏梦的紧张 他放弃了自己接下来的举动 是他误会了夏梦的意思 夏梦只是和他开了一个玩笑 对不起 我以为学姐是认真的 张轩立即道歉 刚才他的举动 着实有些梦妄了 夏梦本就是想逗弄一下张轩 以张轩以前的表现 他应该会害羞着拒绝来着 可是 谁也没有料到 张轩居然真的听话 给他系安全带了 学姐 我启动了 请系好安全带 张轩说着 不带夏梦说些什么 车子启动了 向着学校的方向驶去 直到他们进了学校 回到了宿舍 夏梦还没从刚才的紧张中 回过神来 王雪三人小心翼翼地 跟在夏梦的后面 这丫头自从张轩的那个举动 直到现在 一直迷迷糊糊的 他们有些疑惑 这丫头 不是一直嚷嚷着 要追求张轩吗 怎么张轩听话的 主动给他系安全带了 这丫头 反倒成了这样子 夏梦不是真的喜欢张轩 那绝对不可能 他们不但是大学同学 高中还是在同一所高中上的 这些年来 他们从来没见过夏梦 主动接近一个男人 可是现在这一幕 是怎么回事 更何况 还是夏梦主动提出来 让张轩给他系安全带的 孟孟 你怎么了 孟丽实在是忍不住了 走到夏梦的身边 小声问道 啊 张轩居然真的 要给我系安全带了 哈哈 他是不是被我打动了 夏梦忽然激动地跳了起来 满脸通红 王雪 孟丽 孙田 大姐 您的反射弧这么长吗 就您刚才那个样子 估计张轩以为您 是在害怕呢 三人无语地看着夏梦 这还是那个高冷的 超然余外的笑话吗 这个样子的夏梦 和那些刚接触感情 却又不知所措的小女孩 有什么区别 孟孟 张轩不会是你的初恋吧 孟丽忽然问道 她说出这句话 自己都不相信 夏梦 从高中开始 就是万千男生心目中的女神 每天收到的鲜花情书 几乎一个书包都装不下 这么漂亮的一个女孩 没谈过一次恋爱 你们问这个做什么 哎呀 刚才我那个样子 她会不会以为我拒绝了她 夏梦忽然紧张起来 王雪三人对视了一眼 心里暗暗感叹 完蛋了 这丫头这一次彻底的沦陷 谁能想到 这么漂亮的一个丫头 面对感情 居然是一张白纸 如此的单纯 要知道 这丫头 可是能将东山市的古事 搅动的天才少女啊 不行 我得和张轩解释一下 好不容易让张轩 这个震惊直男 有了一点回应 要是因为刚才的事情 让张轩再次将她拒之心门外 那她上哪里哭去 对不起 您拨打的号码已关机 请稍后再拨 当夏梦听到话筒中 传来的那冰冷的声音时 翘脸顿时慌了 美眸中甚至有了泪水 她关机了 她是不是生气了 不行 我要去找她 我要和她解释清楚 我不能没有她 话音落下 夏梦夺门而出 王雪三人拍了一下自己的额头 完蛋了 这丫头真的变傻了 轩哥 谢了 回到了宿舍 杨明三个老色P轮流开着车 在学校里一阵嘚瑟 每个人要了几个女孩的微信号码 自家兄弟 客气什么 张轩摆弄着新电脑 一步一步的激活系统 轩哥 你手机怎么回事 打不通啊 方世明问道 哦 没电关机了 充电呢 张轩 张轩 你下来啊 正说着 一个女生忽然从宿舍楼下传来 张轩 我 我那不是拒绝你啊 我要做你的女朋友 从一开始就想 我怎么会拒绝你呢 张轩 你不要生气了好不好 你出来 我要见你 哄 听到这个声音 新生宿舍所有男生 全都探出头看了过去 当他们看清楼下的是何人之时 瞬间哗然 物草 是夏大孝花 孝花又来找那个叫张轩的了 麻达 那个混蛋 到底对孝花施展了什么魔忠 孝花居然都跑到楼下来告白了 好嫉妒这个混蛋啊 啊 不但新生宿舍楼震惊了 有人将这一幕拍了下来 传到了校园论坛上 此刻整个东山大学都沸腾了 牛掰啊 轩哥 嫂子还告白了 物草 轩哥 你上辈子是不是做了什么 为什么好事都让你碰到了 杨明三人震撼地看着这一幕 当初 有一位流量小生 当众对着孝花求交往 被孝花直接拒绝了 没想到 如今孝花却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主动求交往 一个女孩子为一个男人 做到这等程度 这是爱这个男人 爱到了极致啊 张轩也愣住了 他没想到 夏梦会这么做 张轩 你下来啊 我错了 夏梦的声音中 已经带着哭腔了 轩哥 还等什么 下去啊 王强吼道 张轩握紧了拳头 立即跑了下去 有这么一个女孩 爱他爱到了骨子里 他还有什么资格 去拒绝 当他来到楼下的时候 宿舍楼前 已经聚集了一堆人 这些人都在震撼的 围观人群中央的夏梦 张轩就是一个混蛋 他敢让孝花这么伤心 他该死 马德 张轩呢 怎么还不出现 找死吗 有人不忍看到夏梦 这个可怜的样子 怒吼道 望着被围在人群中的夏梦 看到他那可怜楚楚的样子 张轩的心里一痛 又有一些莫名的甜蜜 这 就是爱情的味道吗 这是前所未有的体验 张轩忍不住向那个女孩走去 但是前面的人实在是太多了 他根本就挤不进去 学姐 张轩在人群外 实在是挤不进去了 只好大声喊道 我在这 张轩 请大家让一让 呼啦啦 挡在张轩身前的人 立即让开了一条通道 通过通道 夏梦终于看到了张轩 他满是泪水的脸上 终于露出了笑颜 然后跑着扑进了张轩的怀里 张轩双臂抬起 一时之间不知道该往哪里放 感受到怀中女孩身体颤抖着 他一时之间被彻底的触动了 轻轻一探 双手将怀中的女孩紧紧的抱住 哇 夏梦大声哭了出来 哭得是那么委屈 却又那么的激动 学姐 别哭了 我没有生气啊 张轩有些手足无措 他从来没有处理这种事情的经验 夏梦面对感情像一张白纸一样 张轩又何尝不是 前世 打了二十多年的光棍 穿越到这个世界来刚第二天 就被一个女孩这般穷追猛打 他哪里经受过这样的阵仗 好 我不哭了 你以后不要生气 不要不接我电话好不好 夏梦紧紧的抱住张轩 窝在张轩的怀里 眼巴巴的看着张轩 祈求道 好 学姐 我们能不能去别的地方 在这里 被人群里三层外三层的围着 张轩感觉自己好像动物园的动物 还是那种要被揍的 不行 不能走 我们要看笑话 一些人起哄 他们接受不了 他们喜欢了很久的笑话 就这么跟着人走了 去哪 去没人的地方吗 想到那样的场景 他们就不寒而栗 请大家让开好吗 夏梦刚才是着急的 什么都顾不得了 这才注意到周围全都是人 他顿时感觉到不好意思了 还是美女的画馆用 夏梦的话音落下 立即有人让开了一条小路 夏梦低着头 将他那张精致完美的爵士 容颜隐藏了起来 整个人娇羞无比 却又可爱无比 张轩赶紧带着夏梦离开了 来到了学校的图书馆 无人角落处 原本大大咧咧的夏梦 在一个人面对张轩的时候 却又娇羞地不敢抬头 学姐 嗯 夏梦低着头 声若闻那应道 要不是两人距离极近 张轩都听不到他的声音 你为何喜欢我 张轩看着他 问出了心中的疑惑 就是爱你 很早很早就爱了 夏梦与其坚定地说道 但是察觉到张轩的目光 又娇羞无比地低下了脑袋 很早很早 张轩在自己的脑海中翻着记忆 他很确定自己以前没见过夏梦 他一直窝在槟城生活 而夏梦却是东山世人 两人身处两个城市 根本就没有见过面 可是看夏梦的样子 又不像是在开玩笑 夏梦看到张轩那疑惑的样子 有些着急 又有些生气 张轩好像根本就没将 童年的记忆放在心上 学弟 我现在算不算你的女朋友 夏梦紧张又期盼地问道 一双美眸眼巴巴地看着张轩 张轩微笑看着夏梦 学姐 我刚结束了一段感情 不确定自己是不是可以立即接受你 不过 我很肯定 对你的感觉 与他人不一样 给我们两个一点时间好吗 刚穿越过来两天 就得到了一个貌若天仙的女朋友 张轩总感觉 这一切是那么的不真实 她害怕这一切都是假的 好 听到张轩对她的感觉不一样 夏梦的心就一直在扑通扑通乱跳 我们回去吧 时间不早了 好 夏梦伸出了手 张轩愣了一下 将那只手抓在了自己的手里 两人相视一笑 向外面走去 夏大校花主动告白张轩 张轩这个人到底是谁 听我继续来给你解析 我是秦圣张轩的弟子 为你传授泡到校花的十八种办法 整个校园论坛都炸了 听说连学校租用的服务器也瘫痪了 这一夜 第一次谈恋爱的张轩失眠了 第二天来到操场上列队的时候 他是顶着一对熊猫眼出现的 哈欠连连 杨明三个老色批细血地看着张轩 眼中满是笑意 张轩 出列 教官看到张轩这个样子 皱了一下眉头 你怎么回事 回教官 我没事 没事 你的这双珍贵保护动物的眼睛 是怎么来的 哈哈 班里所有同学看到张轩的样子 本就强忍的笑意 憋得难受 听到教官的话 他们实在是忍不住了 哈哈大笑 有的甚至笑得实在是受不了了 肚子难受的跪在了地上 笑什么 都有 立正 所有人只好立正站好 教官走到了张轩的身前 年轻人 不要不爱惜自己的身体 熬夜打游戏 看小说 小电影 学校里让你们军训是为了什么 就是为了让你们有一个好的身体素质 增强你们的集体意识 张轩 你看看 你什么样子 滚到那边 坐一会儿 是 谢谢教官 张轩被教官敬了一个礼 然后走到了树荫下 刚坐下 伴随着一阵高跟鞋的声音 一阵相风袭来 张轩抬头一看 愣了一下 顾姐 下一刻 一股钻心的疼痛传来 耳朵被顾清成扭着来了两圈 行啊 把我的话当成耳旁风了是吧 跟我来 顾清成 瞪着张轩的耳朵 向着校长室走去 所过之处 进阶行住墓里 张轩尴尬得要死 怪不得顾清成 被人称为顾大娘 她漂亮是漂亮 但是这力量是真大 一般的男人 还真想不了她 顾姐 饶命啊 顾姐 松开 要瞪下来了 张轩求饶 哼 顾清成虽然松开了手 但是脸色韵怒 明显很生气 嘿嘿 顾姐 你要带我去哪里 张轩舔着脸问道 她不明白 自己到底 哪里惹到这个母夜叉了 老娘不是说过 不许你和夏梦谈恋爱吗 你昨天干了什么 弄得人尽皆知 顾清成说着 做事又要瞪张轩的耳朵 张轩立即躲到了一边 同时心中疑惑 不能和校花谈恋爱 为什么 顾草 顾大娘牛败 顾大娘的爱人被夺走 这是过来质问的吗 路过的学生看到这一幕 误会更大了 在他们看来 您耳朵可是情侣间打情骂靠的一种方式 看什么看 顾清成姓演员瞪 怒斥道 哄 周围瞬间跑没人了 张轩 顾姐 您牛逼 张轩给顾清成竖起了大拇指 少兵嘴 你和夏梦的事情弄得太大了 连校长都知道了 这次我看你怎么解释吧 顾清成嘟着嘴巴训斥道 他若是不开口的话 那娇俏的样子 整体给人一种清秀的感觉 令人心迟神往 可是 开口吗 校长找我 这里是大学 谈恋爱不犯法 不违背校规吧 张轩皱眉 这不是他和夏梦两个人之间的事吗 你要是找的是一般人 学校当然不管你 但是谁让你找夏梦的 夏梦有什么特殊的身份吗 为什么不能是他 张轩疑惑 上一次顾清成说的时候 他就很疑惑了 这一次连校长都出面了 夏梦到底有什么特殊的身份 第一 校长是夏梦的表姑姑 她会放任某些图谋不轨之人 接近她的表侄女吗 第二 过两天 夏梦要代表我们大学 参加奥林匹克数学竞赛 那可是世界性质的 为学校争光 学校是不允许任何事情 影响到夏梦的成绩的 听到校长是夏梦的表姑姑 张轩的脑袋顿时就大了 她还没做好和夏梦见面的打算呢 事情怎么就这么突兀的发生了呢 那个 顾姐 秦姐姐 能不去吗 张轩停了下来 顾清成似笑非笑地看着张轩 冷哼一声 你和夏梦的勇气不是很大吗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包在一起 都上热搜了 怎么去见校长 就没有勇气了呢 校长很漂亮的 脾气又好 你害怕什么 见张轩还不想走 顾清成一把抓住了张轩的胳膊 顿着他继续往前走 校长办公室 张轩被顾清成顿着就走了进去 金融系的主任 副主任 还有其他系的主任都来了 众人围着一个椭圆形的桌子 坐在那里 当张轩走进去的时候 瞬间被十几道目光锁定了 昨天的事情 他们都知道了 谁能想到乖宝宝一般的夏梦 居然会因为一个新生做出了当众求爱的事情来 当他们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 被震撼极了 他们怎么也想不通 夏梦 所有男生心目中女神一般的人物 怎么就一眼看上张轩了呢 当初 流量小生蒋寒宇来学校里求爱 夏梦可是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他们得知夏梦的决定 老怀甚畏 大学生 学习才是最重要的 感情的事情要放到一边 夏梦 是他们最放心的一个学生 可 这一切 怎么在张轩出现的那一刻 就改变了呢 这怎么行 夏梦过两天 还要代表学校去参加比赛 他们不想影响夏梦 所以他们将目标锁定在了张轩的身上 而且 他们有校长这张王牌 表姑姑关心自己的侄女 这不过分吧 谁也说不出什么来 当张轩进来的时候 所有领导明显的一顿 不得不说 张轩这个小子是真的帅气 而且身上有一股气质 不由自主 就让人心生清净之感 怪不得夏梦这个乖宝宝 也会动了烦心 不过 这一对熊猫眼是怎么回事 所有老师心里咯噔一声 不会是 完蛋了 他们晚了一步吗 这两人已经发展到这个地步了吗 一旦女孩子将自己最宝贵的东西 交给男孩子 再想把他们拆散 那就难了 你就是张轩 坐下吧 校长夏清延淡淡地说道 张轩闻言看了一眼 顾清成已经自顾自地 坐在了最后一张椅子上了 让他坐哪 地上吗 这明显是在给他一个下马威啊 张轩无奈 不用了 诸位老师在 哪里有我做的份 也好 那就站着吧 夏清延点了点头 所有老师全都看向夏清延 让他赶紧切入主题 夏清延白皙的脸上露出了一抹不自然 让他一个校长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问这么私密的问题 他也有些不好意思 张轩 你和老师实话实说 你和夏梦昨天晚上 你们 有没有 你们 你们没做那事情吧 一旁的顾清成撇嘴 直截了当地问道 多简单的事情啊 作为校长什么事情没经历过 居然不好意思问 顾清成给了所有的老师一个白眼 一群人岁数这么大了 这么简单的事情都做不到 夏清延 张轩 所有老师 你闭嘴 一会儿你的事情也要交代一下 金融系的主任唐绍生 狠狠地瞪着顾清成 他是顾清成的研究生导师 对于顾清成这个问题 学生也是又爱又气 顾清成的学习能力 和夏梦不相上下 也是这一次学校参赛的种子拳手之一 可是这丫头惹事的能力 同样不含糊 昨天居然传出了 这丫头和张轩喝过的小米粥这样的事情来 还等着张轩回宿舍待了几分钟 我的事情 我有啥事情 哦 你说和张轩的小米粥 老唐啊 现在都是什么时代了 你的思想 怎么还这么老封建呢 我就是七七下梦而已 又不是真的看上这小子了 这小子除了长得还凑活 其他一无是处 你以为我是下梦啊 顾清成解释的同时 没忘记贬低张轩 张轩无语 老顾真不地道 解释就解释好了 贬低他做什么 顾清成 唐绍生脸都黑了 其他老师努力憋着笑 心中庆幸顾清成当初报考的时候 没有报考他们名下的研究生 否则头疼的就是他们了 好了好了 今天张轩这个小子才是主角 你们怎么又扯到我身上了 快点训斥这个小子 我刚数落了他 结果这小子根本就没将我的话放在心上 直接将我的话当成是放屁了 顾清成 你再屁啊屁的 就给我出去 唐绍生的脸上黑线都要掉下来了 张轩给老顾竖了一根大拇指 顾清成不懈地撇嘴 示意他用不到张轩拍马屁 张轩无语 不管了 心中期盼着老顾再给力一点 这样所有的老师就忘记他的事情了 差不多得了 校长 你还是先干正事吧 不然这些这小子 还以为今天你们批判的对象是我呢 听到老顾的话 张轩心里暗骂 这丫头 好像是他肚子里的蛔虫 怎么猜得这么准呢 张轩 刚才顾老师也对你说了吧 夏清炎咳嗽了一声 示意今天的目标不是顾清成 然后对着张轩开口道 嗯 我是夏梦的表姑姑 对于你和他之间的事 我是代表夏家来和你谈的 我们夏家对这件事的态度 就是不会同意 其他老师文言暗自点了点头 不愧是校长 直截了当 好 老师 我可以走了吗 张轩答应了 至于出去之后 一旦出门 盖不负责 啊 夏清炎愣住了 张轩答应了 这么爽快的吗 是不是答应得太敷衍了 渣男 顾清成不懈地看了一眼张轩 嘟囔道 张轩 你答应了 其他老师看着张轩问道 显然是没想到 张轩会答应得这么痛快 是啊 难道诸位老师 希望我驳斥 你们的观点吗 张轩问道 不是 不是 金融系的主任看着张轩 总感觉事情不会这么简单 张轩 不是学校里不通情打理 你们是大学生了 学校里是允许你们交往的 只是 这次的数学奥林匹克竞赛 不管是对我们东山大学 还是对夏梦个人的未来 都很重要 所以啊 如果你是真心对夏梦好的话 这段时间就不要打扰他了 还有 你要帮助我们稳住夏梦的情绪 帮助他安稳地度过这段时间 金融系的副主任 语重心长地说道 张轩表面上深以为然地点了点头 心中却在妈卖劈 这些老家伙 这是想先稳住他 以后还不知道会有什么招呢 看到张轩的态度 诸位老师的心理反倒是没底了 若是张轩百般抵赖 他们有的是办法应对 可是 无论他们说什么 张轩都说好 这让他们怎么办 顾清诚看着张轩脸上布满了微笑 心中暗道 小狐猎 张轩啊 你能帮助老师劝一下夏梦同学吗 好呀 老师们放心好了 我一定劝他 这段时间专注于学习 争取在奥林匹克竞赛上大放一彩 为诸位老师迎来荣誉 不过 所有人文言神情一致 紧张地盯着张轩 怪不得这么好说话 原来是在这里等着呢 他们严阵以待 想看看张轩到底想整什么幺蛾子 像夏梦这样的绝世美女 有哪个男人能拒绝得了 张轩答应得这么痛快 一定是有着某种目的 在他们看来 如今张轩的目的就要暴露了 诸位老师 学姐毕竟是一个生命个体 我不能替她做决定 我只能帮助你们劝解 但是不保证学姐会听我的话 张轩解释道 小家伙 你这是在推卸责任 夏青岩无语地说道 这怎么是推卸责任呢 校长 你如果有把握让学姐听你的话 你还用得着喊我来吗 张轩看着他们 说道 你 听到这句话 诸位老师正正地看着张轩 一时之间 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张轩啊 还有你 你是一个学生 花着父母的钱 来到这里上学 父母把你们送来 是让你来学习知识的 你感觉你一心只想谈恋爱 走上了社会会 面对什么吗 你以为凭你现在的本事 你走上社会能干什么 听老师的话 还是将自己的主要经历 放到学习上吧 就在此时 张轩的手机响了 张轩欠然地看了所有人一眼 然后走到了办公室的一旁 接通了电话 结果一不小心点成了喇叭 董事长 东山实业的重组 已经刻不容缓 请您明天务必来公司一趟 有些事情只有您的授权 我才有权处理 话筒中传来白微微的声音 张轩愣了一下 这才意识到按错了 赶紧点成了话筒 小声说道 好的 我明天过去一趟 我现在这边还有事情 明天我到了 给你打电话 好的董事长 那边的白微微 听到张轩的话松了一口气 秦家不甘心自己的权力被剥夺 仗着张轩不在公司 这两天小动作不断 公司里的利益不断受损 作为公司里的总经理 白微微不想看着东山实业 就这么烟消云散了 只好打电话给张轩了 张轩挂断了电话 这才注意到了 此刻所有人的目光 都凝聚到了他的身上 整个办公室 陷入了一片死寂当中 所有人呆呆地看向 站在那里的张轩 张轩是东山实业的董事长 前段时间 东山实业被人收购了 那是一场漂亮到 令所有人惊叹的狙击战 甚至可以当成金融系的 一个经典案例来讲 所有人都在猜测 做成这一切的是谁 他们这些人时不时地感叹 那人手段是如何如何的高明 甚至有教授提出 找出这个人 让他来学校里办一次演讲 为金融系的学生 拓宽一些知识面 他们猜测 能做出这样一场漂亮的狙击战 那操盘手 肯定是一个在商场 沉浮多年的老家伙 可惜直到现在 也没有人知道 那人是谁 难道那人是张轩的父母不成 可是张轩的资料上不是啊 他的父母 就是普通的工人 小子 你是东山实业的董事长 顾清诚错愕地看着张轩 问出了所有老师心中的疑问 那场狙击战 是你的什么人做的 所有老师全都蹊践地看向张轩 希望得到答案 啊 张轩有些愣 我是东山实业的董事长 至于是谁做的 这一点无可奉告 关键是这个问题 他没法回答啊 总不能说是系统做的吧 听到张轩这么说 所有老师不禁有些着急 张轩 我们只是想找出那个人 来我们学校办一场演讲 这对我们学校很重要 你身为东山大学的学生 难道就不能为学校做这件事吗 好不容易找到线索 唐绍生不想放弃这次机会 对不起 这一点不是我不想帮 是真的帮不了 张轩无奈 做这件事的是系统 他怎么让系统出现在所有人的面前 行了 老唐 别让张轩为难了 夏轻炎开口道 他也看出了张轩的为难 老师 如果没什么事的话 那我走了 诸位老师 再见 等门关上 所有的老师这才回过神来 想起来刚才他们对张轩说的话 不禁脸红不已 他们还在劝导张轩好好学习 说张轩学习不好的话 出了社会也不会有什么好工作 好虔诚 结果人家即将是东山实业的董事长 他们可不会傻乎乎的认为 那位神秘人将东山实业收购后 会随随便便的将东山实业 交给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大学生管理 既然将这么大的一个企业交给张轩 说明那人很信任张轩 小青城 你们班里的张轩到底是怎么回事 唐绍生问道 顾青城还处在震惊中没回过神来呢 听到老师的话 他没好气地瞪了唐绍生一眼 我刚当他的导员第三天 我怎么知道 不过他的资料上写的是 他的父母是普通的工人 不是什么大人物 不是他的父母给予的 那么是那个神秘人 看中了张轩的实力吗 小青城啊 你这段时间多关注关注张轩 最好弄清楚这件事 学校里出现了一位明星大企业的董事长 他们的心里是既激动又好奇 能让那个人这般看中 说明张轩也不是一般人 有极大的可能 张轩是夏孟和顾青城这类天才 若是如此的话 他们东山大学就发达了 当初 知道顾青城和夏孟进了东山大学 京都大学和魔都大学 以及其他几个顶级大学 垂胸顿足 暗地里不知道骂了他们多久吗 若是证实了张轩也是这样的天才 他们东山大学又能扬眉吐气一番了 顾青城文言立即追了出去 小子 等等我 听到顾青城的声音 张轩跑得更快了 小子 你明天如果还想能请出嫁来 就给老娘站住 顾青城使出了杀手锏 张轩文言顿时站在了那里 麻蛋 忘记了这一点 他的死穴还被老顾死死拿捏在手中吗 你小子怎么不跑了 你小子倒是跑啊 顾青城上来就揪住了张轩的耳朵 这一幕像急了小两口在打情骂靠 乌草 那个勇士是谁 敢和顾大娘在一起 屠龙勇士啊 我被楷模 楷模 你也想抛顾大娘吗 滚 我就是羡慕一下 顾大娘不出手的话 谁敢说她不是美女 周围有人经过 看到之后顿时沸腾了 有人悄悄地拍了下来 顾姐 饶命啊 都看着呢 我丢脸不要紧 但是你的形象不能因为我毁掉啊 张轩总算是知道 为何所有人见到顾青城望而却步了 这泼辣的性格 就算是她再漂亮 想追她 真得鼓起莫大的勇气 还得有一副很棒的身体 否则可能被她几天就玩坏了 顾青城冷哼一声不以为然 不过却松开了张轩的耳朵 想请假吗 顾青城对着张轩挑眉 想 顾姐 说出你的条件吧 看到老顾这个样子 张轩就知道 这顿仔 是不可能避免了 行 上道 明天我陪你去东山实验 就这 张轩松了一口气 她还以为是什么难办的事呢 你同意了 顾青城愣愣地看着张轩 是啊 难道顾姐你是说着玩的吗 当然不是 就这么说好了 明天不见不散 顾青城赶紧咬死了这件事 去了一趟校长办公室 张轩清醒了很多 回到了队伍中 大学期间的军训 大多都是些正步走 骑步走之类的 有的地方会传授一些军体拳 此刻 教官正在传授一些简单的军体拳招式 本来男生还很感兴趣的 但是练了一个小时候 所有人都腻歪了 这与他们想象中的差太多了 一点实战用途都没有 所以 一个个无精打采的 所有人都有 立正 教官看了出来 哑然失笑 下命令道 同学们 你们是不是感觉 这军体拳 没有实战意义 是 一个长相魁梧的男生 大声喊道 他的眼中满是兴奋之色 他从小习武 但是一直没有用武之地 如今 他终于遇到了 显露身手的机会 蒋俊涛 初恋 蒋俊涛走了出来 教官看着他 你认为军体拳 没有实战用途 听说 你是武术世家出身 从小习武 是 蒋俊涛大声答道 并且脱下了上衣 露出了自己健兽的肌肉 哇 果然 周围的女生 看向他的目光变了 蒋俊涛心里暗爽 这正是他心中最想要的 请教官指教 听到这句话 周围的学生全都沸腾了 挑战教官 这下有好事看了 听到周围人的欢呼声 察觉到班中女生对他的关注 蒋俊涛全身的热血沸腾 习武这么多年 终于有了用武之地 或许能不能立即脱单 就看这一次了 蒋俊涛挑 信的看向张萱 这段时间 风光都被张萱抢走了 笑花主动来校门口接不说 昨晚居然主动表白了 直到现在 到处有人在讨论这件事 如今 也该轮到他出风头了 他练拳十几年了 只要他击败了教官 他会让所有的女生 见识到什么叫做猛男 而且他的相貌也不差 找到一个漂亮的女朋友 应该是很简单的 察觉到他的目光 张萱无语 这件事跟他有什么关系 就在这个时候 夏梦拿着一瓶卖动 向这边款款走来 今天 他穿着一件 印着爱心的体恤衫 破洞牛仔裤 给人一种青春靓丽的气息 尤其是眼光照耀在他的身上 仿佛为他披上了一层 金黄色的嫁衣 是夏大笑花 他又来了 是来找张萱的吗 张萱好福气啊 居然能够得到笑花的垂青 听说笑花昨晚 在张萱的楼下表白了 然后两人开房去了 你怎么知道 你们没看到 两人都顶着一双珍惜动物的眼睛吗 嘿 还真的是也 麻达 张萱这个小子真有福气啊 那可是笑花也 比电影明星还要漂亮的存在 因为夏梦的出现 队伍之中顿时传来阵阵骚动 所有人都低声议论着 班中的男生都不由自主地看向张萱 他们看不明白 张萱的身上到底有什么吸引人的 为何能得到笑花的芳心呢 张萱越不由自主地向夏梦看了过去 对着他微微一笑 夏梦察觉到张萱的目光 挥舞着双手 顿时掀起一阵波澜壮阔 令人狭想 看到笑花来了 蒋骏涛更加的振奋了 虽然他不知道 笑花为什么看上张萱 但是既然张萱可以赢得笑花的芳心 那么他也一定可以 教官 请 女生吗 总归是崇拜英雄的 只要他展示出他高超的武技 相信没有哪个女人可以抵抗得了他的魅力 教官此刻也看到了夏梦 他笑了两声 也好 既然你们都说军体拳没什么是实战用途 那么今天我就用军体拳和蒋骏涛过两招 蒋骏涛摆好了架势 教官 我习武多年 但是依旧把握不好力度 若是我 教官无所谓地摆了摆手 示意蒋骏涛可以出招了 蒋骏涛几步冲出 一拳打出 教官侧身轻易地闪过 然后一掌拍在了蒋骏涛的胸口 直接将他轰退了几步 一个猎切坐在了地上 哄 班里所有的同学全都沸腾了 就连其他连队的学生也振奋起来 不只是张轩这个班 其他人也是一样 感觉这军体拳根本就没什么用 刚才教官的那一招就是 他们学过的 没想到这一招还能那么用 蒋骏涛起身 脸色一阵青一阵白 急速变换着 本来想在众人面前装得逼的 没想到不用装了 直接成了 他感到脸逐渐变得滚烫 噗痴 刚才蒋骏涛目光条 姓张轩的时候 杨明看到了 看到这一幕 他忍不住笑出声 轩哥 搞笑吧 张轩微微摇头 八级拳的实战还是很厉害的 只不过蒋骏涛理论多于实践 若是换了一个人来 谁胜谁败 尚未可知 他如今是八级拳的宗师 看了一眼 便看出了蒋骏涛的问题 放屁 张轩 别再人后议论人啊 有种出来练一练 张轩的声音很小 但是蒋骏涛一直关注着张轩 听到张轩的话 他当即就不乐意了 被其他人说也就罢了 他刚才刚挑 信了张轩 张轩就说他功夫不到家 这不是嘲笑他吗 教官也听到了张轩的话 他对张轩的印象还是不错的 笑着对张轩说道 张轩 初恋 张轩无奈啊 他就是随口一说 又不是在嘲笑蒋骏涛 严格说来 蒋骏涛修炼八级拳十几年 还是很有天赋的 只不过 他的实战经验确实不多 张轩 没想到你小子也练过呀 教官笑道 没有 张轩立即回答 他可不想和教官交手 伤到人就不好了 是 蒋骏涛冷笑出声 我还以为你是什么武林高手呢 原来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啊 张轩 有种出来比一比 没中就老老实实地站在队里 被乱逼逼 我最讨厌的 就是玩嘴的人 什么是不行 就一张嘴行 被这么多人看着 蒋骏涛有些恼羞成怒 再加上有吓梦在 他将所有的怒火 全都发泄到了张轩的身上 你这人怎么这样 张轩好像也没说你什么坏话吧 夏梦不乐意了 这个人明显就是在强词夺理 感觉自己丢了面子 仗着自己练过舞 想在张轩的身上找回面子来 蒋骏涛文言更加的羞脑异常 他愤怒地看向张轩 张轩 你就会躲在女人的背后吗 出来 和我比试 蒋骏涛 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 归队 教官生气了 训斥的 其他人看向蒋骏涛的目光也变了 都说练我的脑子都不好 以前我还不相信 现在我相信了 也怪张轩多嘴啊 明明什么都不懂 非要多两嘴 这下好了 惹恼蒋骏涛了 不过 说蒋骏涛无理取闹的多是女生 而说张轩多嘴的 大部分都是男生 就在此时 一见谁也没有预料到的事情发生了 只见蒋骏涛脸上的神色 一阵急速的变幻 然再突然对着张轩冲了过来 你赶我的八级拳没练到架 我就让你看看都没到架 蒋骏涛 你给我住手 虽然教官一掌败了蒋骏涛 但是对于蒋骏涛的实力 还是肯定的 张轩说的对 蒋骏涛就是经验欠缺 否则若是他只用军体拳的话 败的只能是他 张轩细皮嫩肉的 怎么可能是蒋骏涛的对手 张轩 夏梦美眸睁大 竟是慌乱之色 脉动掉在了地上 都毫不察觉 碰 一声闷响 一道人影倒飞了出去 不好 教官脸色大变 那里是足球门框 若是磕道就坏事了 张轩将力量贯注到双腿 猛地踏地 人蹭地一声跑了过去 在蒋骏涛衰落 在地的那一刻 一把抓住了他 满场接计 班里的所有人都呆住了 瞠目结舌地看着眼前的这一幕 他们错愕地看向张轩 张轩一米七五左右 身形消瘦 而蒋骏涛一米八几 起码一百八十多斤 而且蒋骏涛是突然发起攻击 张轩是被动迎击 仓促应战 没想到被击退的 居然是蒋骏涛 物草 轩哥牛逼 六百六十六 王强三个人震撼地看着 忍不住了 喊了出来 金融八班 响起了掌声 其他班级看到这一幕的 也忍不住跟着鼓起了掌 教官松了一口气 幸好没出事 若是出了事 他作为这个班级的教官 难辞其咎 他感激地看向张轩 若是张轩 他这个处分悲定了 对不起 蒋骏涛被张轩扶起之后 愣了一会儿 这才回过神来 看了背后的足球门框 一阵后怕 就刚才的冲击力 若是他撞上的话 绝对会受伤 刚才是他受不了女生的那些奚落 所以头脑发昏了 这才做出了不理智的行为 就算是出了事情 估计也是他自作自受 因为张轩自始至终 根本就没动 只不过是他在撞击张轩的时候 从张轩的身上 有一股巨大的力量反击了回来 这才使得他倒飞了出去 是张轩救了他 蒋骏涛看到张轩那清澈的眼眸 心里更感愧疚了 没事 你练八级应该有些年头了 欠缺的只是经验 我并没有看不起你的意思 我问我刚才的话 向你道歉 你 你也练过八级 之前张轩这么说 蒋骏涛感觉张轩是在羞辱他 但是经历了刚才的事情 蒋骏涛要是看不出来 张轩是一个高手 那他就是真的傻了 练过一些 张轩微微一笑 有机会请教 那个不是刚才那样的 是这儿巴金的请教 蒋骏涛脸色微红 赶紧解释道 没问题 张轩笑着说道 学弟 你没事吧 厦门顾不得什么了 跑了过来 问道 一双美眸中 竟是担忧之色 看到这一幕 周围的男生全都嫉妒了 没事 学姐不要担心 我怎么能不担心 要是你出了事 我怎么办 张轩脸一红 夏梦的主动 他还没有适应 死 这狗粮撒的 着实让老夫猝不及防啊 张轩这小子 上辈子到底是做了什么好事情 难道是救了白娘娘吗 看到这一幕 有不少的目光开始凝集在了张轩和夏梦的身上 学姐 我们还在军训呢 你今天没课吗 没有啊 所以我才看你军训啊 给 夏梦欢愉的将那瓶脉洞递给了张轩 张轩刚想接过 结果夏梦先拧开盖子喝了一口 然后笑嘻嘻地递给张轩 哦 周围的同学一阵哄笑 张轩苦笑 脸色更红了 众目睽睽之下 硬着头皮接了过来 夏梦根本就没有离开的意思 那双漂亮的眼眸紧紧地盯着她 张轩疑惑 学姐 喝一口啊 天这么热 你不渴吗 夏梦对着张轩眨了眨眼 美眸中尽是无辜 看这个样子 她不喝 夏梦是不会离开了 张轩无奈只能喝了一口 然后夏梦拿了过去 又喝了一口 这才走到了一旁的观众席上 周围的人看向张轩的目光 更加地羡慕了 牛掰 这是当众间接接吻啊 笑花现在这么主动了吗 原来不是笑花不爱我 是我不够优秀 是不是笑花早就知道 张轩的武功有这么厉害 听到耳边传来的议论声 张轩只能苦笑了 一不小心 又成焦点了 好小子 大学里面出能人啊 没想到老子看走眼了 这里居然有两个八级苗子 就在此时 一个肩扛一杠三星的男人走了过来 这个男人一看就很不简单 每一步走起来好像和用尺子梁过一般 走起路来虎虎生风 老大 教官看到来人立即恭敬的敬礼 男人回了一礼 然后看向张轩和蒋俊涛 两个小家伙 看来都练过啊 你叫什么名字 八级蒋俊涛 蒋俊涛抱拳回道 姓蒋 蒋重欢老太爷 是你什么人 蒋俊涛闻眼眼中冒出了金光 我爷爷 哈哈 原来是小侄子 你爷爷是我师父 男子大笑 师父他老人家怎么样 蒋俊涛先是一愣 然后错愕地看向男子 迟疑地问道 你是小师叔郑俊强 见郑俊强点头 蒋俊涛看向对方的目光 充满了崇拜 回师叔的话 我爷爷身体康健 两人又聊了几句 郑俊强看向张轩 想必你是南领八级门邻家的人了 张轩微笑着摇头 教官猜错了 我是自学 并无传承 哦 男子眼貌金光 其他人也是愣住了 难以置信地看向张轩 蒋俊涛是家传绝学 习武十几年 结果不是张轩一招之敌 张轩应该也是家传才对啊 没想到张轩来了一句自学的 这特么的 过两手 郑俊强挽起了袖子 周围的教官看到这一幕 知道是自家老大健烈欣喜了 立即解散了队伍围了过来 张轩文言一愣 随即也手痒了 他自从得到了八级拳之后 还没有和人比试过呢 也不知道自己的实战经验 到底是什么水平 郑俊涛看样子是八级拳高手 应该能试出他的水平 好 张轩说着就摆开了架势 学弟 看到这一幕 夏梦又围了过来 担忧地喊道 放心好了 不会打伤你情郎的 郑俊强眼中满是战意 学姐放心 张轩宽慰道 有同学直接拿出来手机拍了起来 你先手 郑俊强摆好八级棋手势 示意张轩先动手 张轩单脚踏地 整个人如同离弦之剑 又笔如同木桩 猛地撞了过去 好小子 郑俊强不甘示弱 同样撞了过来 碰 一声闷响 众人甚至听到了金属碰撞的声音 不由其其道抽了一口凉气 这就是八级拳吗 电视上演的那些东西 和今天他们看到的相比 弱爆了 闷响过后 郑俊强退了一小步 周围的教官愣了一下 震撼地看向张轩 这一碰 他们老大居然处在下风 经过了这一撞 张轩的战役也上来了 他刚才害怕伤到对方 所以 只用了一半的力量 对方也存了同样的心思 在刚才的时候 对方收力了 所以 这才处在了下风 教官 我要出全力了 你也不要收力了 好小子 今天就玩得痛快 郑俊强的确是害怕伤到张轩 毕竟他们是鄙视 张轩只是一个大学生罢了 若是他收不住力量 伤到了张轩 那事情就大了 夏梦在一旁看着 是既担忧 又自豪 他家的小男人 什么时候这么厉害了 看着看着 不自觉地沉浸了进去 有这样的男朋友 好有安全感啊 两人你来我往的 打了几十个回合 张轩对八级拳的领悟更深了 就在此时 他撇到了对方额头上的汗 这才意识到 对方已经到了极限了 他立即向后退了十几步 不行了 不行了 教官我认输了 张轩抱拳 潇洒的认输 整个操场一片静谜 所有人呆呆地看着两人 久久回不过神来 原来电影上那些精彩的打斗场面是真的 而且表现出来的还远远不够 这两人打得这才叫精彩 哈哈 小子 你真的很不错 有没有来我们这里发展的想法 郑俊强看向张轩的目光中 竟是爱才之意 周围的人正正地看着 啥意思 这是想招收张轩进步 对理吗 教官 这里是东山大学 而且 我还有很多事需要做 去了不 对诸多事情处理起来不方便 张轩笑了笑 说道 行了 到饭点了 解散吧 郑俊强笑着说道 哦 一群人立即像脱缰的野马 朝着食堂冲去 薛弟 你没事吧 夏蒙立即跑了过来 仔仔细细地看着张轩 生怕张轩有事情 没事 薛姐 我们去吃饭吧 好呀 听张轩主动提出 一起去吃饭 夏蒙的美眸 眯成了一条缝 开心不已 哪有不答应的道理 头 你这么看好那个小子 也对 咱这能在你手底下 坚持这么久的 就没几个 这小子的实力不一般 穆清风说完之后 过了好一会儿 仍旧听不到 郑俊强的回答 他错愕地回过头来 只见郑俊强的脸扭曲起来 嘶嘶嘶 郑俊强甩着双臂 嘴里嘶喝有声 老大 你这是 穆清风呆滞地看着 是个屁啊 你真以为是我赢了 郑俊强美好气地 看着穆清风 是那个小子 看到我承受不了了 所以主动认输的 这个小子 根本就没用全力 穆清风傻眼了 这 怎么可能 张轩又出名了 校园论坛上 张轩和郑俊强交手的画面 播放量在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内 达到十万次 非但如此 还有好事者将这段视频剪辑成了好几段 发到了斗音上 点赞数很快就突破一百万 当然 也有很多人质疑 这是某个电影的片段 不过被很多东山大学的学生给反驳了 中午 躺在床上 张轩闭着眼睛 回味着那场战斗 虽然系统给了他很多的经验 但是只有亲身经历过 才真正算是自己的 经历了这一场战斗 张轩对八级拳的领悟更加的透彻了 下午军训的时候 班中同学看向张轩的目光都变了 尤其是那些女生 看向张轩恨不得将他吃下去 还没等军训完 夏梦就早早来到这里 等着张轩了 看到这一幕 周围的学生又是一阵羡慕 就在教官宣布解散的时候 张轩的手机响了起来 张轩见识王川立即接通 张先生 晚上您有没有时间 我想和您汇报一下 这段时间桃园区的营收 张轩挣了一下 这样吧 我一会儿过去那边 上次听司机说 桃园区的市值一千多个亿 他挺好奇的 还没时间过去看看呢 这一次正好过去看看 好的 那我在这边等着您 王川说完就挂断了电话 什么事 夏梦好奇的看着张轩 没事 学姐 你没有自己的事情要做吗 张轩挺好奇的 夏梦是学校数学的奥林匹克选手 过两天就要参加比赛了 最近应该很忙才对 可是这两天 这丫头不是在追她 就是在追她的路上 一点紧张都看不出来 怪不得学校里 害怕她影响到夏梦的成绩 再这样下去 张轩真的害怕 因为她的存在会毁掉夏梦 有啊 夏梦一头雾水 不明白张轩为什么这么问 那学姐你 为何不去办你的事情 总是来这边陪着我呢 像夏梦这样的天才校花 虽然也需要谈恋爱 但是应该公私分得很开才对 听到张轩的话 夏梦嘟着嘴巴 张轩这是什么意思 烦她了吗 她不可爱吗 夏梦看着张轩 美眸紧盯着她 张轩顿时感觉到了一股压力 善笑道 算了 去吃饭吧 哼 见张轩认怂了 自以为扳回一城的夏梦 哼了一声 然后将柔软的小手 伸进了张轩的手里 就这么紧紧地盯着张轩 张轩无奈 只要硬着头皮 抓住了夏梦的手 这一刻 她似乎听到了很多心碎的声音 杨明三个老色披荐夏梦出现 就知道 张轩不会和他们一起去吃饭了 早就溜了 张轩回到宿舍换了一身衣服 然后带着夏梦向桃园居走去 薛爹 我们不去食堂吗 不去了 去桃园居 哦 若是别人听到桃园居 一定会眉飞色舞 但是夏梦听到之后 也只是简简单单的呕了一声 明显不甚在意 一路上 所有人看到 两人在一起 全都露出了惊讶之色 夏梦蹦蹦跳跳的很兴奋 一副热恋中小女人的形象 张轩看到这一幕 微微一笑 虽然她和夏梦接触的时间不长 但是她的心中 却已经有了这个丫头的影子 挥之不去了 张先生 您来了 刚进桃园居 周易看到张轩 立即激动地迎了上来 她现在地位提升了 这一切都是张轩带给她的 见识到了自己的恩人 周易身体颤抖起来 给我一个包剑 张轩说道 和夏梦在一起 就不能在大厅里 那样 她会成为大熊猫被围观的 好 张先生 请随我来 夏梦 你也来这里吃饭吗 一起吧 正在此时 一个高亢的声音 从一旁传来 夏梦 你也来这边吃饭吗 这边的包剑很难弄的 需要提前预约 尤其是这两天 这边的服务好了很多 就更难预约了 我还是认识这里面的人 这才预约到一个包剑 一个身穿胡人球衣的男生 走了过来 脸上带着自信得意的微笑 好久不见了 最近过得好吗 告诉你一个小道消息 两边的父母 这两天有意安排我们相亲 被我提前知道了 我给拒绝了 开玩笑 就凭咱俩的关系 还用得着相亲吗 自然而然的 就走到一起了 兄弟们 见过你们的嫂子 球衣男孩面带得意的 对着身后的十几个人说道 嫂子好 哈哈 蓝少牛逼呀 嫂子好美 嫂子在学校里 一定是笑花吧 废话 像嫂子这么美的女孩 在学校里 自然是笑花了 瞎子都知道的事情 这些人都穿着胡人的球衣 应该是某个大学篮球队的 张轩微微一震 夏梦的相亲对象 夏梦看着对方 歪着脑袋想了想 说道 首先 这是我的男朋友张轩 还有 是谁啊 张轩微微一愣 尴尬到嘴角有些抽搐 这丫头 还真是一点面子不给人家留 至于夏梦当众说 她是她的男朋友 她已经习惯了 懒得去反驳 蓝俊潜有些猛逼 感觉有点下不来台 她刚才可是当着众人的面吹牛逼说 一定拉着夏梦 跟他们一起吃饭认识一下的 结果 夏梦对她来了一句 不认识她 蓝俊潜感觉自己的脸火辣辣的疼 他们前几天才见过面 夏梦还对她笑了 怎么就不认识了呢 这才几天的时间啊 这几天 她对夏梦朝思暮想 再加上两边父母的意思 她以为夏梦对她 也是同样的感觉呢 结果 夏梦居然不记得她了 这不是让她尴尬到 连一条地缝都找不到吗 她看向张轩 凭什么这小子 得到了夏梦的认可 她才是夏梦最合适的对象才对 她蓝俊潜乃是蓝家的二少爷 也是东山财经学院最出名的校草 连女明星都公开 对她试过爱 她的风头 可谓是一时无两 而夏梦有着同样的经历 他们才是最合适的一对啊 更何况 夏家和蓝家都是东山省的大家族 两大家族联手起来 也可以无形中提升两大家族的影响力 蓝俊潜觉得难以置信 夏梦 你好好想象 前两天 我随着父母去夏家拜访过呀 我曾为你弹奏过一首曲子 你激动地喊出了 Yes 你好好想想 哦 是你呀 夏梦终于想起来了 原来你不是精神病啊 那天 她得到了张轩即将来这边上学的消息 所以激动地情难自已 兴奋地喊了出来 结果这个傻蛋对着她一直兴奋地挥手 夏梦还以为这家伙是精神病 没想到不是啊 什么 蓝俊潜表情凝固了 你那天对我像傻子一样挥手 我还以为话音落下 周围经过的学生再也忍不住了 哄堂大笑 有人认出了蓝俊潜 隔壁东山财经学院的校草 有钱有势 玩过的女人听说有一百个了 而且每一个对她都是死心塌地的 传言这家伙玩过食人行 还拍下影片流传了出来 夏梦可是他们东大的笑花 怎么能和这样一个傻逼有了牵扯呢 刚才他们听说夏家有意接纳这个花心大哨 他们还一阵可惜 没想到笑花根本就把她当成了精神病 这可太可笑了 所以这一刻所有人都没有忍住 笑什么笑 找揍是不是 马德 敢嘲笑蓝少 我看你们是活得不耐烦了 这些人都是东山财经学院篮球队的 其实这个球队就是蓝俊潜建立的 目的就是为了方便他装逼勾 引妹子 如今看到蓝俊潜被羞辱 身为狗腿子 这些人自然就不乐意了 小子 你是谁 不知道我们蓝少看上嫂子了吗 还不赶紧滚 想挨揍吗 一个人高马大的男子走了出来 瞪着张轩 训斥道 敢在这里闹事 滚出去 周一训斥道 自家老板被欺辱了 他表现的机会来了 你恨的一个小小的大厅经理 你敢 泼猴 住口 蓝俊潜听到马涛的话 吓得出了一身冷汗 他是知道桃园居的实力的 所以从来没在这里闹过事 对不起了 我这位兄弟口不择言 冲撞了你 我替他向你道歉 蓝俊潜陪着不是 那些人看到蓝俊潜的样子 立即知道自己 差点闯了祸 立即跟着道歉 算了 来者是客 我们走吧 这里毕竟是自己的地方 来了客人 张轩总不能将人家赶出去吧 影响到桃园居的名声就不好了 好的 张先生 周一立即应道 然后带着张轩和夏梦 来到了专门为他留出来的那个包间 张轩 你这几年 那个 你怎么突然变得这么有钱了 夏梦捂住了嘴巴 美眸瞥了一眼张轩 刚才差点说漏了嘴 好在张轩并没有听出他话里的意思 夏梦看着张轩 一副花痴的样子 被夏梦这么看着 饶视张轩的脸皮很厚 此刻也红了 学姐 嗯 你看别人也是这样吗 不是啊 你怎么会这么吻 我就喜欢你 当然只花痴你啊 夏梦理所当然地回答道 张轩 学弟 刚才那个人 我真的不认识他 夏梦忽然搓着衣脚 说道 我知道啊 看人家一副陌生人的样子 张轩不瞎 自然看得出来 你相信我 学弟真好 爱你 听到夏梦的话 张轩再次庆幸自己来这里吃饭是一个最正确的决定 这句话要是被别人听到他又要变成大熊猫了 两人吃的差不多了 张轩对夏梦说道 学姐 我有点事需要去处理一下 你在这里等我一下 好搭 夏梦乖巧地说道 另一个包间呢 蓝俊前越想 心里越不是滋味 夏梦是他内定的老婆 如今居然被人劫足先登了 不行 这件事绝对不能就这么算了 哥几个 我带你们如何 蓝俊前看向吃得满嘴流油的十几个篮球队的人 开口道 蓝少 你带兄弟们亲如手足 好的没得说 说吧 你想让兄弟们做什么 赴汤蹈火 在所不辞 好 兄弟们 等的就是你们的这句话 一会儿 你们经理办公室内 王川对张轩诉说着 这段时间以来 桃园居的盈利情况 张轩听着不作声 实际上心里已经翻山倒海了 妈呀 他还以为桃园居只是一个饭店呢 结果他刚知道 这边的桃园居根本就是不盈利的 目的就是为桃园居做宣传 就是要在这些大学生的心目中留下印象 等他们毕业后 到了社会上 还记得这个名字 桃园居名下的产业 涵盖了服饰 影视 商场超市 金融投资等等诸多行业 总是值两千多个亿 王川喊张轩来 目的很简单 桃园居没钱了 账上的流水不足十个亿 这对偌大的产业而言 无异于杯水车薪 王川说完 就悄悄地瞥向张轩 想知道 这位新任的老板 有什么办法 这也算是 他对张轩的一次试探 若是他想出手的话 这件事很简单就能解决 以他王川这些年来建立的人脉 一两百亿 还是可以借到的 但是他想借这次机会 见识一下张轩的实力 若是张轩能很快就拿出钱 他以后会死心塌地地跟着张轩 帮助桃园居 再上一个台阶 但若是张轩没有办法的话 那么他只能退出了 他王川也不是没人要 前任老板聘请他来 也是看中了他的才华 他也没让老板失望 在十年的时间内 桃园居市值翻了一倍 想让这个盘子活起来 最少需要多少钱 张轩沉吟了一下 问道 三百亿 王川故意多说了一百亿 一是为了多出来的资金 他看中了一个好的项目 二依然是试探张轩的实力 丁 神级选择系统启动 选择一 弄到五百亿资金 奖励 颜值加实 体质加实 精神加实 王川的忠实效忠 选择二 拒绝王川 奖励 财富值加一千亿 王川的背叛 三百亿 不算多 我过两天会给你 还有什么事吗 这还用选吗 当然是选一了 桃园居市值两千亿 盘活过来 他就拥有两千多亿 而且还得到了一元大将 虽然选择二的奖励也不错 而且他有了这么多钱 王川的背叛 对他而言 就没有那么重要了 不过张轩穿越而来 拥有了系统的他 志向可不仅仅是一千亿 这么简单 没有其他的事情了 老板 我们的资金缺口比较大 希望老板早点解决 听到张轩说 三百亿不算多 王川面无表情 并没有因为这句话 就立即表忠心 他不是三岁小孩 没见到钱 是不会随便相信张轩说的话 那好 这两天你也想想办法 我请你来担任桃园居的总经理 你就要负担起这个职位的责任 张轩说完 起身回到了包间 事情办完了吗 夏梦甜甜的看着张轩 笑嘻嘻的问道 嗯 学姐你是东山人 对这里熟悉 知道这里有什么地方买别墅吗 弄钱 以前的张轩 可能听到三百亿 直接吓傻了 但是现在嘛 他还有几张千倍返线卡呢 去弄一栋别墅 资金就解决了 别墅 学弟 你想干嘛 夏梦疑惑的看向张轩 难道 他的翘脸瞬间红透了 张轩好坏啊 昨天不是还说要等两天吗 然后再决定他们是不适合吗 现在怎么就这么着急了 不过同居也好 反正他这辈子就认定张轩了 就是父母那里要瞒住了 不然会出大事的 昨天母亲打电话来了 说 王叔叔见到他和张轩了 幸亏他们不是只有两个人 王雪他们也在 母亲听到之后 这才放过了他 不过 父母应该是担心了 所以这才同意兰家相亲的提议 啊 不干嘛呀 我想买一栋别墅啊 张轩疑惑的看着夏梦 什么意思 买别墅当然是住啊 难道别墅还有其他的用途吗 你一个人吗 夏梦美眸眨巴眨 稀济的看向张轩 学姐 你可以一起来吗 张轩逗弄到 脸上满是笑意 虽然夏梦主动表白他很勇敢 但是若是让夏梦直接和他住到一起 他估计就不敢了 下一刻 张轩笑不出来了 夏梦听到张轩的话 喜上眉梢 学弟果然对他有所企图了 好开心呀 好高兴 好呀 在东山大学附近不远的地方 就有一块别墅区 风景秀丽 宜人 很不错的哦 夏梦小脸飞红 他要和张轩住在一起了吗 张轩 他就不该多这句话 两人走了出来 桃园居和东山大学之间 有一条扬长小道 平日里 这里有很多学生 可是今天居然没有一个人 夏梦拉着张轩的手 一直低着脑袋 并没有发现任何的异常 可是张轩却早已惊非昔比 立即察觉到了异常 不过他没有退出去 他也没得罪过什么人 倒要看看 是谁想对他不利 走到了半途之时 夏梦也意识到不对劲了 他看向张轩 学弟 好像呼啦啦 一群蒙着脸的人拿着球棒从两旁跳了出来 学弟 我怕 夏梦看到这一幕 立即躲进了张轩的怀里 美丽的眼眸四处看着 张轩无语 学姐啊 你想装就装得像一点啊 你害怕就害怕 兴奋个什么鬼 夏梦紧紧地搂着张轩的腰 袖着张轩身上散发出来的男人气息 整个人迷醉了 这样的感觉 真的好舒服啊 抱着张轩 一股安全感包裹着夏梦 好希望可以就这样一直持续下去 另一边 蓝俊前意气风发 对着身边的人问道 泼猴 这些人 你是从哪里找来的 被称为泼猴的人得意的一笑 蓝少 你可不要小瞧这些人 都是混社会的 狠着呢 我表哥在里面掌控着一个堂口 这一次听说蓝少你的名字 这才答应过来帮忙 蓝俊前得意的一笑 行 这件事你办得漂亮 一会儿你带着兄弟们出去潇洒 钱算我的 谢谢蓝少 十几个人兴奋起来 对了 你和你表哥交代清楚了没有 别伤到夏梦啊 那可是你们的嫂子 放心好了蓝少 这种事情 我表哥可是专业的 泼猴拍着胸膛保证道 好嘞 你们等着 待到了我大展雄风的时候了 蓝俊前看到张轩和夏梦被围了起来 立即意气风发地走了出去 他要来一场英雄救美 这样的桥段虽然老 但是蓝俊前就不信夏梦会不敢动 面对十几个社会上的人 张轩会不害怕 估计此刻已经是丑态百出 看到自己心目中完美的男人这般怂 肯定会失望透顶吧 这个时候 他如同天神一般 从天而降 将十几个人打倒 在夏梦面前展示不识雄风 试问哪个美女能够承受得了这个 他似乎已经看到了 夏梦紧紧扑进了他怀里的场景了 但是还没等他走过去 忽然远远地看到 一个人倒飞了出去 蓝俊前猛逼了 旋即振奋不已 泼猴给力啊 找来的人这么猛的吗 直接叫人踹飞了 一会儿 他得多出点钱 以后说不定还用得到 但是 走着走着 蓝俊前感觉到不对劲了 学姐 你松开啊 你这样 我没法出手啊 十几个人越来越近 而夏梦却是越搂越紧 张轩都快要喘不上气来了 啊 夏梦小脸红透了 赶紧松开了张轩的腰 张轩几步迈出 右手手臂曲起 对着围首之人猛地撞了过去 碰 围首的人话还没有说出 就到飞了出去 胆汁都吐出来了 张轩如同进入羊群的猛虎 八级拳在他的手中大放光滑 每一招击出 必有一个人倒飞出去 不过眨眼间 十几个人全都倒在地上起不来了 这个时候 一个人忽然手持球棒跑了过来 距离很远就吼到 一群混蛋 赶紧滚开 谁敢伤我的梦梦 我杀了他全家 张轩看了地上的这些人 然后看向跑过来的蓝俊前 沉默不语 这是 英雄救美 傻逼吧 演技不在线啊 还没跑过来 就喊要求下梦 这要是不是先知道 谁会相信 呀 蓝俊前感觉此刻的他 神人上身了 挥舞着手中的球棒冲了过来 对着唯一还站着的张轩 抡起球棒就砸 张轩 夏梦一阵紧张 张轩一脚踹了过去 球棒瞬间断为两截 其中一截砸到了蓝俊前的脚 他熬的一嗓子吼了出来 抱着脚坐在了地上 眼泪哗哗直流 你没事吧 夏梦跑过来抱着张轩 眼眶中已经蓄满了泪水 没事 不用担心 看到夏梦担忧的样子 张轩心中的那块柔软彻底的 烙印上了夏梦此刻的样子 他何德何能 居然能让夏梦这等仙子一般的人 倾心于他 学姐 我们走吧 张轩主动牵起夏梦的柔仪 向着学校的停车区走去 被张轩的大手抓着 夏梦从未感觉如此幸福 泼侯 这件事靠不靠谱啊 众人抽着烟 在道路的尽头 守着 有人想过来 立即被他们拦住了 你们干什么 滚一边去 此路不通 你们找事吧 这里是公路 你们说不通就不通 泼侯他们原本以为他们一下唬 来人就退走了 没想到来人也是一个愣头青 直接对起他们来 泼侯当即就怒了 一把揪住了对方的脖领 你特么的想找死是吧 啪 一巴掌直接把泼侯扇蒙了 马德 在我们东山大学的门口 读我们学校的路 我看你们是活腻了 东大的兄弟们 有人来惹事了 喊声落下 呼啦啦的近百人围了过来 泼侯他们傻眼了 各位哥哥 误会 这一切都是误会啊 我们就是和这个哥们 开个玩笑罢了 什么特么的开玩笑 老子刚才就是被你打了一巴掌撵走的 这些人都是老子喊来的 给我打 敢欺负我们东大的 打死你们这些憋孙 跑 还等个毛啊 先跑为敬 泼侯等人立即狼狈的逃走了 张轩他们经过的时候 正好被泼侯他们看到 泼侯猛逼了 他们往这边跑 就是想找到表哥 然后让表哥震慑住这些人啊 可是现在特么的是怎么回事 张轩怎么好好的走过来了 表哥和兰绍呢 前面的兄弟 拦住他们 他们敢欺负我们东山大学的人 好嘞 张轩让夏梦先躲到一旁 然后对着为首的 泼侯猛的撞了过去 动 泼 泼侯刚喝下去的可乐 都吐出来了 好样的 给我打 一群人夺过了泼侯他们的球棒 对着这些人抡了起来 张轩看到泼侯他们被揍了 抓住了夏梦的手离开了 哥哥哥 车上 夏梦一直笑个不停 学姐 你没必要笑这么久吧 说兰俊前是精神病 他还不承认 英雄救美 他顶多算是一个狗熊 想出来的就这 张轩哑然失笑 两人驱车很快就到了枫叶别墅销售区 枫叶别墅区绝对是东山市最豪华的别墅区 这里的别墅均价都在一个亿左右 地理位置越好 价格越高 他们来得挺晚了 这里的寿楼处依旧灯火通明 走进寿楼处 里面看楼房的人很多 就在他们走近的那一瞬间 起码有十几道目光看了过来 张轩瞥了一眼 愕然发现夏梦恍若未绝 不由得哑然失笑 看来这样的场面 夏梦经历的多了 都习以为常了 先生 女士 你们是来看婚房的吗 请问你们看中了什么样的房子 一个寿楼小姐 正对一个秃顶老男人介绍着 撇到了张轩和夏梦 顿时感觉眼前一亮 立即招呼道 先生 您不介意吧 寿楼小姐 欠然地对秃顶老男人问道 秃顶老男人看到夏梦 眼中顿时射出了金光 眼珠子都要蹦出来了 顿时感觉自己 身边的女人不香了 和夏梦一比 身边的女人 和路边夜店里 拉来的小姐似的 不介意 不介意 说着 又极度地看了一眼张轩 这个小子 凭什么拥有这么美丽的女人 忽然 他眼中的金光 越发地璀璨了 他有的事前 只要他展现出一点点 那么夏梦 想到这里 秃顶老男人更加的兴奋了 还有没有别墅 有的话 领我们去看看 张轩一开口 寿楼小姐和那个 秃顶老男人愣住了 寿楼小姐率先反应过来 看向张轩的目光 更加的火热了 呦 先生您随我来 也不管秃顶老男人了 这个老不死的 眼睛在他的身上乱瞟 要不是为了业绩 他早就一巴掌扇过去了 相对而言 还是张轩这样的大帅哥 比较养眼 哎 你这人怎么这样 我这边还没结束呢 你怎么走了 秃顶老男人不乐意了 先生 我给您介绍了一下午了 您想知道的 我也都说过了 如果您还有什么想知道的 等我带着这位先生 去看过别墅后 回来再对您讲 可以吗 顾客就是上帝 尽管心中厌恶无比 寿楼小姐的脸上 却不得不堆起了笑容 说道 你这不是看不起人吗 你对我讲了这么多 说过别墅吗 老子也要买别墅 秃顶老男人不乐意风投 被张轩比下去 立即吼道 更令他感到愤怒的是 自从张轩来了 他身边的女孩 一直偷偷地看张轩 张轩有什么 不就是比他帅一点点 年轻一点吗 这个时代 帅气和年轻的用途 比得上金钱吗 这里的别墅 起码一个亿以上 他就不相信 张轩这样的小白脸 能买得起 还不是带着女伴来装逼的 装逼 他也会 而且装得更像 秃顶老男人的话音落下 他身边的那个女孩 立即没笑道 哎哟 亲爱的 真的吗 你真的要给人家买别墅吗 看到这副样子 张轩差点吐出来 不过人个有志 他没有权利去评判 他人的生活方式 女孩刚才一直在关注着楼盘 想尽办法 让老男人给他买一栋房子 听到老男人 要带着他去看别墅 眼睛一下子亮了 秃顶老男人 察觉到周围的人都看了过来 就算是心里再不愿意 此刻也只能硬着头皮硬了下来 那当然了 作为我的女人 我当然要给他买最好的 张轩文言就知道了 老家伙的这句话 是对着夏梦说的 既然你们都想看别墅 那么一起走吧 这下好了 双方都不用得罪 寿楼小姐自然乐意了 秃顶老男人 走在寿楼小姐的身后 看着对方的背影 口水都要流下来了 那个老家伙好恶心 夏梦皱着鼻子 娇憨地说道 张轩哑然失笑 来到别墅区 张轩对这里的环境很满意 而且里面早就装修好了 家具都买好了 直接拎包入住就好 秃顶老男人看到这别墅 顿时生出了退意 怪不得这里的别墅 能买到一个亿 人家是不会炒上来的 而是真的值这个钱 家具都是国内外的持名品牌 里面的植被 都是经过专业的园林师修剪过的 别墅中不但有游泳池 还有假山 一条河流金这里 被别墅区挖通了 想垂掉的话 在别墅的小院子里 就能做到 还有一栋木屋 建在了院子中的树上了 别有一番滋味 别墅区的附近 还建有休闲区 跑马场 高尔夫球区 一切你想玩的 这里都能找到 秃顶老男人是有点钱 但是让他拿出一个多亿来玩女人 他傻吗 他身边的女孩 来到这里就喜欢上了 整个人都要挂在 秃顶老男人的身上了 亲爱的 这里好美啊 我们买下来好不好 你看那个小木屋 人家可以在里面给你 西西 亲爱的 你说呢 买呀 女孩的心里嘶吼道 恨不得他亲自上手 奔着老男人给他买下来 只要能得到这栋别墅 再配老家伙 多少个晚上都值了 折什么急 先进里面看看 秃顶老男人听到女孩的话 差点忍不住一巴掌扇过去 不知道自己长得什么必要吗 买 老子一个亿能玩多少女明星 还会找你这样的 旁边的那个美女还差不多 不过他的公司总市值 也就一个多亿 让他倾家荡产去买这栋别墅 他又不是傻子才不会买呢 小兄弟 感觉这别墅怎么样 要不要买下来 他买不到 更不可能放弃这么好打脸的机会 张轩点了点头 小姐姐 能进去看看吗 当然可以 寿楼小姐根本就不理会 秃顶老男人了 他一眼就看了出来 老家伙根本就不想买 来寿楼处 也不过是稳住那个女孩罢了 那个女孩真傻 这样的老男人 根本就不舍得给女人花钱 在他看来 那个女孩 大概帅竹篮子打水一场空 老兔嫖见张轩不死心 还想接着装 他冷笑一声 也跟着走了进去 所有的房间都看了一眼 张轩基本上满意 酒间卧室 将父母和姐姐接来 足够他们住的了 就算是以后 他和夏梦真的在一起了 这么多的房间 也够住了 跟着老兔嫖的女孩 一进来就大呼小叫 根本就不想离开了 亲爱的 我们买了好不好 这里真的是太美了 看到女孩的样子 老兔嫖的眼中 明显露出了嫌弃之色 学姐 你感觉这里怎么样 小姐姐 还有别的别墅吗 还行吧 主要是看到 那个女孩和老兔嫖的样子 夏梦感觉有些隔音 这会儿 那个女孩 已经躺在床上了 就算是张轩买了这里 夏梦也要换了这张床 隔壁还有一栋 那里的风景更好 不过价格嘛 寿楼小姐不好意思说道 这一栋多少钱 张轩好奇问道 这一栋8588多万 首付需要2000万 如果您能全款的话 我们这边可以给您个优惠价 零头不要了 收您8500万 老兔嫖文言则舌 环顾四周 这么贵 虽然心里早有预料 但是听到寿楼小姐亲口说出来 她还是被震撼住了 床上躺着的女孩 听到这个价格 脸色忽然变得潮红 呼吸一阵急促 直接全身颤抖昏了过去 裤子上多了一片水渍 哎哎 快打120 寿楼小姐看到这一幕 慌了神 老兔嫖却趁机溜走了 她刚来就是为了装逼的 这个价格太吓人了 没法装逼 不溜干嘛 夏梦一阵鄙夷 女人若是遇到了这样的男人 得多倒霉啊 120还没来 女孩就醒了过来 听说老兔嫖走了 气得全身颤抖 张轩和寿楼小姐 带女孩走远 实在是忍不住 哈哈大笑起来 夏梦有些猛 你们笑什么 寿楼小姐强忍着笑意 却不回答 张轩小声在夏梦的耳边解释 夏梦的小脸又茫然逐渐变成了羞红 你这个坏蛋 三个人来到了另一栋别墅 张轩瞬间被吸引了 前一栋就足够漂亮了 但是和这一栋比起来 还是差了一些 张先生 这一栋的售价高一点 不过您如果能全款的话 我保证您一个亿就能拿下来 对了 你隔壁的那栋别墅 住着一位明星哦 所以 您若是买下来 绝对不会亏 寿楼小姐笑着说道 话音刚落 忽然感觉到了一股杀气 将她笼罩了 她这才意识到 张轩的身边 本来就有一位绝世大美女 夏梦杀气腾腾地看着寿楼小姐 好可恶 这个女人居然当着她的面这么说 这位女士 请您不要误会 我的意思是 如果张先生是追星族的话 要签名方便了 寿楼小姐解释完 擦了擦额头上没有的汗 张先生 我事先说一点 这栋别墅只允许全款 不允许分期付款 否则这栋楼 是不可能一个亿拿下的 这栋楼 现在市价已经涨到了一亿五千万 见张轩和夏梦有些疑惑 他解释道 其实这栋别墅已经有主人了 不过他从未住进来过 听说是生意上出了一点问题 急需用钱 否则他不会卖得这么便宜的 三个人进来之后 张轩立即喜欢上了 虽然上一栋别墅 已经装修得够豪华了 但是和这栋比起来 还远远不如 而且 这一栋后面不是假山 而是真的有一座小山 不过被雕琢了 更显幽静 再加上旁边建了一座游泳池 一股复古的感觉迎面来 这一次 即便是田静如下梦 此刻脸上也露出了喜欢之意 好 这一栋 我要了 不过 我有一个要求 先生 您请说 寿楼小姐文言 翘脸一红 这一单若是成了 他的提成不会少 像这样的人 提出一些要求 他们一般是不会拒绝的 即便对方提出来的条件 是他们的身体 不过 像张轩这么帅气的小伙 寿楼小姐并没有丝毫的抗拒 反而有些小小的雀跃 手续要快 最好能今天办完 你看可以吗 张轩急需用钱 所以才会提出这个要求 啊 就这个吗 听到张轩的要求 寿楼小姐的心里 居然有些失落 什么 办不到 张轩皱眉 不过他也没怪寿楼小姐 现在天色已晚 这个要求 的确是有些强人所难了 没问题 包在我身上 您明天再来可以吗 寿楼小姐拍着胸脯保证道 想让张轩注意到他的规模 好的 去签合同吧 张轩的心思全在别墅上了 哪有心思看他 环顾着别墅的脚脚落落 这以后就是他的家了 先生 我们回去 寿楼小姐兴奋的全身颤抖 呼吸也急促起来 一股尿意忽然涌现 他强忍着身体的兴奋 这单成了 这一单若是完成了 他今年歇着都没问题了 签完了合同 在回去的路上 夏梦忽然睁大了眼睛 正正的盯着张轩 眉眸之中净是震撼 张轩看到夏梦那惊讶的样子 感到好笑 学姐 怎么了 你 你刚才花了一个亿 买了一栋别墅 这两天 他逐渐接受了张轩有钱的事实 这是一个亿啊 张轩家里就算是再有钱 也不会给他一个亿的零花钱吧 你不是一直在吗 夏梦就这么紧紧的盯着张轩 好像第一次认识他一样 学姐 你这个样子好可爱 到了学校了 停下了车 张轩好笑的妈撒着夏梦的脑袋 哎呀 你好讨厌 再摸就不长个子了 夏梦娇称道 实际上他很享受这种感觉 小时候 张轩也是一样 很喜欢这样妈撒他的脑袋 哈 就算我不碰 你也一样不长个子了 张轩哈哈大笑 走吧 我送学姐回宿舍 嗯 一路上 两个人就这么慢慢的走着 不知不觉就来到了夏梦的宿舍楼下 夏梦叹了一口气 好希望这条路再长一点啊 学弟 我到了 上去喽 嗯 下一刻 众人忽然惊呼出声 错愕地看向这里 只见夏梦走到了楼道口 忽然转身跑回来 在张轩错愕的目光中 吻了他一下 然后急忙跑进了宿舍楼 张轩呆住了 直到夏梦从宿舍里探出头来 对他挥手示意 他捂着被吻过的地方 那种温柔的触感 停留久久 他 被吻了 就这么傻呆呆的 张轩回到了宿舍 躺到了床上 哎呦 轩哥 惊血大师啊 走 去吃两串大妖子补补 还是吃点六味帝皇丸吧 杨明三个人 看到张轩走回来 立即打去道 然而 他们说完 却见张轩好像丢了魂一样 丧尸一般回到了床上躺下了 根本就没有理会他们的心思 怎么了 被笑话甩了 三个人立即走了过来 担忧地看着张轩 张轩捂着自己的脸 仍旧感觉到 脸上有一股温良的触感在萦绕着 坏菜了 轩哥 不会真的被甩了吧 我刚才掐他 他居然感觉不到疼痛 难道真的被甩了 这会不会就是一个陷阱 轩哥刚来学校 笑话就到门口去接轩哥 这件事本来就蹊跷好吧 两个素不相识的人 笑话为何就单单看上了轩哥呢 难道轩哥身上的钱都被骗光了 杨明三人展开自己丰富的想象力 在脑海中编造着一个又一个精彩绝伦的故事 就在此时 手机铃声响了起来 失了魂的张轩 忽然眼貌金光 看向手机 见到来电显示 是学姐 立即接了起来 然后是长达两分钟的安静 两人谁也不说话 杨明三个老色批 这一下肯定了 张轩和夏梦两个人之间 绝对出现问题了 学弟 生气了吗 就在张轩忍不住想要开口的时候 夏梦有些怯怯的声音传来 啊 张轩一愣 他不说话 是因为害羞啊 被一个爵士大美女亲了一口 这可是开天辟地第一噪啊 张轩哪里经历过这个 所以 直到现在 还有点懵呢 我闻你啊 你是不是生气了 另一边的夏梦 坠坠不安 小心脏扑通扑通直跳 刚才 他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了 就是突然想这么做 所以他直接做了 根本就没有想过后果 王雪 梦丽 孙天 今天大新闻啊 夏梦居然吻了张轩 三个人一咕噜 从床上爬了起来 然后来到了夏梦的窗前 侧耳听着 生怕录了一个字 没有啊 我只是 话筒中传来张轩的声音 只是什么 夏梦急切地问道 三人对视了一眼 完蛋了 完蛋了 高冷女神心神失守了 只是没想到你会这么做 我很喜欢 张轩说完这句话 整颗心脏跳得更快了 杨明 雾草 王强 稳了 方世明 牛掰啊 嗯 我也很喜欢 夏梦说完就挂断了电话 整个脸通红通红的 好害羞啊 第二天早上 刚过六点 张轩的手机就响了起来 轩哥 你干什么啊 订这么早的闹钟 赶紧关掉 否则轮了你 张轩睡眼惺忪地关掉了手机 可刚挂断手机又响了起来 张轩这才发现 不是闹钟 是电话 喂 谁啊 是我 赶紧给老娘滚起来 否则我去你宿舍了 顾清城的大嗓门 从话筒中传来 震人发聩 有病吧 这才几点 张轩说完就挂了电话 谁啊 轩哥 一个精神病 无缘无故地喊我起床 还说我不起来 就来宿舍 来啊 哥似的还是楚男呢 哦 宿舍里四个人 重新进入了睡眠中 动 就在四个人 刚进入梦想的时候 一声梦想突然响起 直接将宿舍里的 四个人给整蒙了 四人抬起头 睡眼朦胧地 看着踹门进来的顾清城 下一刻 啊 杨明瞬间将自己 牢牢地裹在了被子里 王强和方世明 差点从床上摔下去 张轩就没有这么好运了 还没回过神来 被子直接被掀了 顾姐 张轩炯到家了 幸亏他没有和杨明一样的习惯 不然这一次 他岂不是被看光光了 我什么 今天不是说去东山实业吗 赶紧滚起来 顾清城坐了下来 右脚踩在椅子上 这个样子 哪像一个老师 更像一个女流氓 顾姐 这才五点吧 您就放过我们吧 杨明害怕自己和张轩一样 被掀了被子 裹得紧紧的 哀求道 你们接着睡 我是来找张轩的 顾清城看到杨明的样子 不懈地冷笑道 躲什么 就你那脊梁肉 老娘见得多了 再说了 有脊梁吗 扑吃 王强和方世民文言 实在是憋不住了 哈哈大笑 杨明顿时尴尬地 恨不得找条地方钻进去 顾大娘太生猛了 说起话来 简直百无禁忌啊 顾姐 您能先出去吗 你这样 张轩尴尬 心中已然决定了 以后一定要离这个娘们远一点 这么一看的话 还是学姐好一些 你什么 赶紧滚起来 不然老娘 就这么拉着你出去了 顾清城说着 做事要动手 张轩也顾不得害羞了 三下五除二 就将衣服穿上了 面对这个不讲理的娘们 张轩还是照做比较好 太生猛了 无愧呼他顾大娘的称号 宿舍的三的老色批 在心中为张轩默哀 毫无意气地 将脑袋缩进被窝里 装作什么都没有看到 洗刷完 张轩跟着顾清城 来到了宿舍楼下 一辆三 六L的旗舰尊药板 大千诺基停在那里 这辆车286马力 很是强劲 最大功率210千瓦 来人若是有这样一辆车 霸气无比 张轩在地球的时候 就很喜欢这辆车 没想到在这里见到了 下一刻 张轩愣住了 只见顾清城拿出了车钥匙一按 车滴滴一响 他钻了进去 愣着干什么 上来啊 看到张轩傻愣愣地看着顾清城 这辆大千诺基 是老顾的 张轩上了车 果然很舒服 而且底盘高 视野比他的保时节要好很多 顾姐 这大千诺基是你买的 咋了 不行吗 姐就不能买一台豪车 行 太好了 改天借我开两天 张轩舔着脸说道 行啊 和夏梦断掉联系 我就借你开两天 顾清城打去说道 张轩脸黑了 这娘们 怎么和夏梦交上劲了 顾姐 吃了没 没吃呢 老娘给你一次机会 一次请美女吃饭的机会 顾清城带着张轩来到了学校门口的小摊上 几个老板热情地和顾清城打着招呼 张轩错愕地看了一眼顾清城 没想到顾清城还有这样的一面 这是他在学校里看不到的 早餐是很简单的豆浆油条 两人吃完了 就驱车前往东山食业 一间酒店内 丁太盛 徐茂财和秦正阳 以及几个美女 横七竖八地倒在床上 战果斐然 桌子上一盒伟哥都吃没了 就在此时 秦正阳的手机闹钟响了起来 丁太盛和徐茂财二人也睁开了眼睛 秦正阳示意所有的女人都离开 老秦啊 还是你会玩 丁太盛揉着自己酸痛的腰 走了一步 都感到整个人飘乎乎的 秦正阳哈哈大笑 这些都是一些十八线的小明星 两位哥哥 不是我说你们 想玩就得大大方方地玩 怕这怕那的 还玩什么 以两位哥哥的实力 只要放出话 不要说这些十八线的小明星 二三线的明星 也会争着抢着爬上两位哥哥的床 徐茂财苦笑着摇了摇头 老了 不行了 未来是年轻人的天下了 丁太盛也深以为然地点了点头 是啊 连老板都培养自己的接班人了 我们也该着手放权下一代了 秦正阳文言愣住了 两位哥哥 你们真的看到老板的儿子了 丁太盛文言摇了摇头 又点了点头 这一幕看得秦正阳更加的疑惑了 徐茂财接过话说道 我和老丁并不确定 那个年轻人是不是老板的儿子 不过能将这么大的一个产业 交给那个年轻人 就算那个年轻人不是老板的儿子 也与老板关系密切 我的儿子也快大学毕业了 我想让他跟着我慢慢地学 等他大学毕业了 就给他一个小的4S店 让他打磨几年 然后就将我的产业全都给他了 不完了 老了玩不起了 丁太盛笑着说道 徐茂财也点了点头 示意他也是这么打算的 哎 两位哥哥还好 可是弟弟就是想给少天留点家业 也做不到了 所以我才需要两位哥哥的帮助 只要两位哥哥帮助我 正阳感激不见 秦正阳没想到 就因为他的一时疏忽 就被对方狙击了 百分之五十的股份拱手让人 东山石叶可是他一天一天地建起来的 他绝不允许别人 就这么轻而易举地抢走了 好说 好说 你秦老弟的事情 就是我们的事情 既然那个人今天召集诸位董事 那么就让我们一起 会一会这个神秘人吧 徐茂才笑着说道 老秦啊 对方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吃下你百分之五十的股份 这说明对方的实力非同小可 来者不上 你就没想过 或许凭我们三个人的实力 还不是对方的对手 丁泰盛沉吟了一下 说道 秦正阳文言脸上不满了忧愁 这个问题 他也担心过 但是丁泰盛和徐茂才 已经是他能够想到的最后办法了 对方能在一天的时间内 做到这一切 不但需要人脉 更重要的是 需要大量的资金 而大量的资金 正是他目前最缺少的 丁泰盛和徐茂才对视了一眼 眼中却充满了鄙怡 还不是你秦正阳瞎搞 这段时间 为了捧一个女明星 痴心妄想的 想要进军娱乐圈 这才惹出了这一切 在他们两个看来 这件事很有可能 就是对方搞出来的事情 不过这不管他们的事情 秦正阳已经答应了 他们足够多的好处 只要好处到位 他们就试一试 若是不成 他们也不会有什么损失 老丁 你看这件事能不能 请那位出手 徐茂才忽然说道 丁泰盛愣了一下 瞬间知道 徐茂才说的是谁了 秦正阳许给他们的好处不少 他们也动心了 可是这些好处都是建立在 他们能帮助秦家 保住东山实业的基础上的 如果对方的实力 真的强大无比 他们帮不上忙 这些好处 自然也就与他们无关了 若是能拉上张轩 以桃园居的实力 这件事自然十拿九稳 但是相应的 他们得到的好处 就少了很多 不过丁泰盛也不傻 他瞬间就明白了 徐茂才为何这样做 假如能和张轩拉近关系 就算是他们一点好处都没有 他们也是愿意的 在东山省 还有什么 是比拉近和张轩的关系 更大的好处吗 那可是桃园居 秦正阳听到徐茂才的话 立即瞪大了眼睛 此刻只要能帮助他 保住秦家 对于东山实业的掌控权 让他干什么 他都愿意 两位哥哥 你们在说什么 可急死兄弟我了 徐茂才看了一眼秦正阳 说道 老弟 我这里有一个十拿九吻的办法 不过想让那位出手的话 你需要付出的可能就要多一些 真的 秦正阳眼中金光爆赦 脑海中只有十拿九吻这个词了 哪里还顾得上他需要付出什么 只要能保住东山实业 就算是让他认对方当爹 让他将四个老婆让出来都行 到底是谁 还请两位哥哥指点 秦正阳好奇地问道 徐茂才看向丁泰盛 秦正阳立即看了过去 目光中尽是稀迹之色 丁泰盛沉映了一会儿 开口道 就是老板的接班人 我与他有一面之缘 面色和善 如果他愿意出手帮助你的话 这件事十拿九吻了 秦正阳闻言双肩垮了下来 神色尴尬 两位哥哥实不相瞒 前段时间 我儿子少天不小心得罪了 陶渊居的王川王先生 我害怕 话没有说完 但是谁都知道 他害怕的是什么 听到这话 丁泰盛和徐茂才作着牙花子 倒抽一口凉气 幸亏他们的孩子虽然嚣张 但是有眼力 没给他们招惹过这么大的祸端 要是他们的儿子 也能做出秦少天这样的事情来 他们估计要哭死了 见过坑爹的 但是这么坑爹的 他们还是第一次见到 我试试吧 若是那位愿意出手的话 你得罪王川这事 也顺便一道解决了 那位刚接手桃园居 想必也急于做出一定的业绩 丁泰盛想了想说道 秦正阳文言 双眼放光 丁泰盛拨出了张轩的号码 喂 话筒中传来张轩疑惑的声音 您好 张先生 我是四海车行的丁泰盛啊 哦 是丁经理啊 有事吗 张先生 是这样的 我有一个朋友 丁泰盛没说东山实业 在不确定张轩会不会出手帮助秦正阳之前 他若是说出来 很有可能会害了秦正阳 好啊 不过今天不行 我今天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做 顾姐 你干什么 张轩没想到接到了丁泰盛的电话 正说着 不妨顾清成凑了过来想偷听 他一转脸 眼看着就要亲在顾清成的脸上 顾清成呆了一下 白皙无暇的脸上顿时染上了一层红 不过大大咧咧的性格注定了他不可能认怂 嘴音说道 没干什么呀 这里是你家的吗 我不能站在这里 好了 快到了 一会儿 你一定让老娘跟着啊 你要是敢躲着 我干什么 小心老娘将这件事告诉夏梦 知道了 张轩无语的看着顾清成 这个娘们是真猛啊 以后谁要是被他看上了 那就惨了 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丁经理 我这边还有事情 先挂了 另一边 秦正阳听到话筒中传来的声音 脸上的期盼变成了沮丧 多谢丁老哥了 不过有了你们两位的鼎力相助 这件事也不会出现问题的 徐茂才轻轻一探 本来想借助这件事攀上张轩这条大船 现在看来是他痴心妄想了 时间差不多了 两位哥哥随我去吧 我倒要看看 这位神秘人到底是谁 秦正阳又恢复了他意气风发的样子 三个人向着东山石叶而去 来到了东山石叶的楼下 张轩站在楼下 仰望着这栋已经属于他的大楼 进去啊 顾清成已经有些迫不及待了 他就不幸找不出张轩狙击东山石叶的蛛丝马迹 他一定可以从中找出办法 这样他的下一篇论文就有着落了 两人来到了前台 您好 请问有什么能帮到您 前台小姐姐很有礼貌地问道 张轩暗自点头 公司前台很有礼貌 我是来找白薇薇的 我们昨天约好了 找白总 对不起 先生 我们白总并没有接受任何预约 您请回吧 原本笑脸盈盈的前台小姐姐听到张轩的话 脸色立即变了 虽然依旧挂着笑脸 但是一眼就能看出来笑得很生意 顾清诚鄙夷夷地看着张轩 张轩尴尬了 小姐姐 你看清楚了吗 我和白薇薇已经约好了 张轩这个尴尬了 尤其是看到顾清诚这个娘们嘲弄的眼神 他更尴尬了 前台小姐姐笑着说道 先生 您这个方式并不高明 每天前来追求我们白总的人没有十个 也有八个 您这个办法 别人早就用过了 不过 您这次的确创新了 喊来了一个美女当聊机 如果换成别人 或许真的被您蒙混过关了 但是我这里不行 哈哈 顾清诚刚才就憋忍得难受 听到前台小姐姐的话 再也忍不住了 夸张地掐着腰大笑出声 张轩的脸上布满了黑线 看来这位白薇薇很漂亮 居然有这么多的追求者 这个前台小姐姐 一口一个宁 但是眼底深处的鄙夷 还是被她看出来了 嘎嘎的尬呀 她拿出手机 拨通了白薇薇的号码 您好 董事长 话筒中传来白薇薇恭敬的声音 前台小姐姐听到白薇薇的声音 以及对张轩的称呼 她傻眼了 她错愕地看向张轩 这个年轻人 是新任的董事长吗 她立即拿出了约表 终于在上面看到了 白总提出的特殊备注 顿时傻眼了 完蛋了 她将董事长拒之门外了 她会不会被开除啊 好担心 不过新任的董事长 真的好年轻啊 好像大学生的样子啊 而且 好帅 前台小姐姐放心一紧 翘脸上充满了歉意 对不起董事长 我不知道是您来了 白总已经特殊备注过了 只不过刚才有人来 追求白总 白总让我挡一下 我 白经理 我就在前台 我这就上去找你 张轩对着前台小姐姐 微微一笑 没事 你做得很好 不过下次最好还是看一下 如果是特殊的客人 被你拒之门外了 那不就产生误会了吗 是吧 董事长 对不起 前台小姐姐闻言花容失色 还以为张轩责怪她了 没事 安心工作吧 是在这边上去吧 你的工作态度很好 继续保持 我看好你 张轩说着 向员工砖用通道走去 前台小姐姐听到张轩的话 激动的都要哭了 她看着张轩的背影 没想到新任的董事长 不但年轻 气度还这么好 待张轩的背影消失后 前台小姐姐 翘脸忽然红了 董事长好帅啊 爱了爱了 电梯内 顾清诚死死的盯着张轩 只把张轩看得全身的寒毛倒数 顾姐 自己人 不要误伤啊 张轩赶紧提醒道 滚 顾清诚没好气地说道 你小子长得一般吧 刚才那个前台看你的样子 都快要把你吞下去了 张轩保持沉默 对于这种问题 她不能昧着良心说自己不帅 说谎会遭天打雷劈的 电梯来到了九层 电梯门一打开 一个女子站在外面 她大约三十岁 身着一袭黑色的女士小西装 身段高挑 一米七八左右 和张轩差不多高了 妆容更是无比的精致 完美的五官 配上白皙的面容 再加上 那双大大的眼睛 宛如星辰在夜空中闪烁 让人看一眼 便情不自禁地身陷其中 黑色的小西装 紧紧地包裹着她的身体 将她完美的身材 衬托得更加无瑕 这是真正的S型曲线 那纤细的腰肢 似乎一只手就能握住 怪不得前台小姐姐 会像防色狼似地防着她 这样的女人 的确是需要保护 张轩在看白薇薇的时候 白薇薇同样也在看着她 白薇薇几乎以为 自己的眸光出了问题 张轩 很帅 但是年龄太小了 这样的小屁孩 就是完成那场 狙击战的神秘人 她不信 白总经理 见白薇薇点头 张轩笑着介绍道 我就是张轩 这位是我的 你好 张轩的姐姐顾清成 顾清成抢先一步介绍道 张轩 顾姐 她刚想解释 看到顾清成那凶狠的眼神 立即怂了 这娘们儿一看就不像好人啊 董事长 请随我来 白薇薇惊艳于顾清成的绝世荣年 但是同样拥有绝世荣年的她 并没有多么吃惊 带着张轩来到了总经理办公室 秦正阳不甘全力被夺 一直赖在董事长办公室不离开 所以只能委屈董事长来我这里了 白薇薇淡淡地说道 声音冰冷 似乎她的性格便是如此 哦 张轩疑惑 不过这也是人之常情 她从网上查过 东山实业是秦正阳白手起家 一手建立起来的 眼看着自己的公司成了别人的 有些不甘也是正常 白薇薇看了张轩一眼 瞬间明白了张轩的心理的意思 她说道 董事长 这东山实业 可不是她秦正阳白手起家建立起来的 而原本是我白家的 只不过是被秦正阳 以不正当的手段抢过去的罢了 白正敏是你什么人 顾清成忽然开口道 白薇薇闻言 眼神中闪过一抹慌乱之色 看向顾清成的时候 眼中多了一抹忌惮 你调查我 白薇薇的声音中 已经掩盖不住她的怒气 谁有那闲工夫 只不过我知道 东山实业以前不叫东山实业 而是叫白氏有限公司 是一家很小的公司 后来被秦正阳收购了 然后秦正阳将这家公司 改名为东山实业 一步一步的将一家小公司 发展成了如今东山省的知名企业 顾清成嘟着嘴说道 张轩诧异地看了顾清成一眼 这娘妈 居然连这种小道消息也知道 张轩狙击东山实业的股市时 东山实业忽然爆出了 秦正阳很多的丑闻 这下子 立即使得东山实业的股价大将 这件事是你做的吧 你是白正敏的那个女儿 顾清成看到白薇薇的那一刻 立即猜到了一些事情 以前那些想不通的地方 立即通了 不错 是我 白薇薇承认了下来 然后看向张轩 所以您放心好了 我会全心全意地帮助您 将秦家赶出这家公司 不过 您也要有心理准备 秦正阳这些年来 做了太多的违法乱纪之事 所以 公司可能会大受损失 不过如果您相信我的话 我可以保证在两年的时间内 帮您将那些损失弥补回来 白薇薇目光清澈 说道 不用两年 一年就够了 就在此时 顾清成忽然开口说道 顾清成的话音刚落 白薇薇立即看向顾清成 经过刚才那简短的交锋 让白薇薇认识到 这个绝美女孩 不是一个花瓶 而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 你还是不够狠啊 虽然我不知道 当年秦正阳对付你白家 用了什么手段 但肯定不是什么光明手段 既然如此 你为何还要 对他这么仁慈呢 而且 你应该知道 狙击战发生时 秦正阳的资金 为何不能及时到位 像他这样的该死之人 给他留下一分钱 都是对那些 被他害过的人的不公平 顾清成冷冷地说道 白薇薇文言陷入了深深的沉思当中 张轩淡淡地看着 顾大娘虽然不着调 但是说的话 还是很在理的 他从网上搜到的内容 也使得他很难对秦正阳 生出怜悯之心 要知道 像秦正阳这样的人 肯定会想尽办法 消除网上那些对他不好的言论 即便如此 张轩还能搜到那么多新闻 足以说明 秦正阳这个人 做了太多太多 令人庆竹难输的恶心事 像这样的人 对他的怜悯 就是对那些被害之人的残忍 白薇薇沉硬了一会儿 在抬起头来的时候 眼中尽是坚毅之色 你说得对 我的确是太夫人之人了 像他这样的人 不配得到怜悯 这一次 秦正阳肯定不敢就此失利 或许会找外援 董事长 您是否有什么应对之策 白薇薇看向张轩 就连顾清成也好奇地看向张轩 他也想知道 张轩会怎么做 张轩微微一笑 既然这是你的复仇之战 那么今天这件事 就由你主持 至于会损失多少 我不在乎 只要能让秦正阳 得到他应有的惩罚 什么都是值得的 白薇薇和顾清成文言微微一正 二人看向张轩的目光变了 要知道 今天若是处理不好 张轩的损失 可不是一两个亿的事 而是几十亿 甚至几百亿 顾清成凑到了张轩的耳朵边上 小声说道 小家伙 你不会是 看上人家白薇薇了吧 也对 白薇薇碎数 虽然稍微大点 但是那里也大 你这家伙色星这么重 看上人家也正常 不过 你这为了泡妞 就花掉几十上百亿 就不怕夏梦吃醋吗 张轩脸当即黑了 这都是什么跟什么呀 这傻大妞的脑子里 怎么就只有男女那点事啊 而且什么事都能扯到夏梦那里去 夏梦对他说过顾清成的事了 那件事能怪夏梦吗 是顾清成的男朋友 看上了夏梦 夏梦自始至终 都没有回应那个渣男好不好 结果这傻大妞 从那以后 就和夏梦交上镜了 谢谢 白薇薇双眼通红 感激地看向张轩 不过 我有一个条件 张轩笑着说道 顾清成似笑非笑地看着张轩 嘴里嘖嘖有声 他就说吧 张轩这个小子 肯定是看上人家了 天下的男人都一个熊样 眼中除了钱就是女人 白薇薇看向张轩的目光中 也多了几分戒备 玄疾被报仇的心给充溃了 您说 和我签合同 为我一直工作 向我保证 要将公司恢复到巅峰 我会给你完全自主的权利 我平时不会过问 你的任何决策 我只要结果 张轩话音落下 两女都懵了 就这样的条件吗 这和不提条件 有什么区别 尤其是对白薇薇来讲 这非但不是条件 反而提升了 她在东山实业的地位 张先生 不是在开玩笑吗 白薇薇有些难以置信 张轩开玩笑时地说道 我是学生 还要以学业为重 平日里也没有这么多的精力 来管理这边的事情 当然 合同上 我也会对你有所约束 不然你要是卷着我的公司跑了 我去哪里找你 白薇薇文言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看向张轩的时候 眉眸之中竟是感激 多谢张先生的信任 我定然不会辜负您对我的信任 顾倾城见状 又凑到了张轩的耳边 小声地说道 小子 手段挺高啊 一个大美女 就要被你弄到手了 张轩 这个娘们儿的脑袋有问题啊 他此刻根本就不想 和任何人谈恋爱 只想多挣点钱 心中无缘 拔刀自然神 而且 白薇薇根本就不是他喜欢的那种类型 就在此时 快九点钟了 会议要开始了 三人朝着会议室走去 东山十夜的办公楼下 秦正阳抬头仰望 心中战意不断地沸腾 今天 他将背水一战 成了 东山十夜还是他的 不成 他将跌入万劫不复之地 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秦正阳回头对着徐茂才两人说道 两位哥哥 今日之事就仰仗二位了 丁太盛和徐茂才点了点头 三人走进了办公楼内 一个人迎面走来 走到了秦正阳的身边 两人小声嘀咕着 秦正阳面色不变 但是熟悉他的人 都看出了他眼底深处的慌乱 秦正阳握紧了拳头 那个神秘人来了 而且 白薇薇那个贱女人 暗中做了一些针对他的事情 虽然公司表面看上去很平静 但是此刻在他的眼中 却好像一个饕贴巨兽 张开了嘴巴在等待着他 秦正阳知道 这不是什么好兆头 不过此刻的他已经没有退路了 一旦他退了 等待他的将是万丈深渊 身旁两人是他最后的仰仗 或许这一次 他会坑了这两个人 但是他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就算是事后这两个人成为他的仇人 只要过了今天这一关 他也认了 他努力克服心中的恐惧 转身对着丁太盛和徐茂才笑着说道 两位哥哥 随我来吧 丁太盛敏感地察觉到了秦正阳的变化 他脸上不动声色 走到徐茂才身边的时候 悄悄地拍了一下他的肩膀 用眼神示意秦正阳 就在三个人走进公司的时候 被门口的保安拦住了 啪 秦正阳怒火冲天 一巴掌打在了保安的脸上 瞎了你的狗眼 没看到我吗 对不起 秦经理 现在公司里正召开董事会 所以 非董事会成员不允许入内 我并非拦您 拦的是你身边的这两位先生 被打保安握紧了拳头 一旁的保安队长看到自己的兄弟受了气 害怕这个愣头青出手伤人 立即走出来笑着解释道 秦经理 这东山实业 是我一手创建的 我是董事长 我不来 谁有权利召开董事会 秦正阳怒火万丈 恨不得将白薇薇给剥了皮 不用说 这个命令肯定是他下的 屁的董事长 自己干了什么事不知道吗 我穿上这身衣服 瘦了您这一巴掌 所以我不会还手 但是脱了这身衣服 你刚才那一巴掌 我能要了你的狗命 被打的保安怒笑道 一双眼睛因为委屈变得通红 放肆 老子的公司养着你的全家 没有我 你能有这份体面的工作 今日我便是来夺回董事长之位的 一会儿等老子重新成为董事长 第一件事 就吵了你这个臭保安 秦正阳气的全身颤抖 胡若平阳被犬欺 没想到 现在连保安都敢斥责他做事了 不过他却想不到 他这个样子 在其他人的眼中 更像是色力内人 没有底气 才会依靠叫嚣 来向别人证明他的存在 保安队长文言 制止了秦正阳的叫嚣 看向秦正阳的脸色也变了 秦经理 最好给自己保留点颜面吧 你若是重新成为董事长 不用你吵 老子带着自己的兄弟们 主动辞职 喊你一声 经理已经对你足够的尊重了 这一年来 你自己干了什么事 要不要我们帮你回顾回顾 要不是你沉迷女色 东山实业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没有白总 这个公司早就垮台了 我兄弟刚才说的话 你是不是没听进去 那我再说一遍 我对你客气 不是因为你这个人 值得我们尊敬 而是因为 这是公司的规章制度 脱了这身衣服 老子削你 你信不信 你要是再多一句嘴 老子立即削你 你试试 听到这边的动静 几个保安围了过来了解到前因后果 几个保安看向秦正阳的目光也变了 那个样子 恨不得立即揍他 一群莽夫 我不和你们这群保安一般见识 这两个不是外人 也是公司的董事 这是他们的股权证明 秦正阳气得全身颤抖 但是面对几个凶狠的保安 他怂了 几个狗一般的东西 你给老子等着 老子一定吵了你们 丁太盛二人鄙怡的扫了一眼秦正阳 做人做到这个份上 秦正阳的为人失败至极 连公司的保安都不服气 可见秦正阳做了多少不得人心的事情 一个人在公司里若是离心离德 这样的人真的还能重新成为董事长吗 即便是他们这一次帮助秦正阳站稳脚跟 他们得到了好处也要立即抽身而退 否则等待他们的必将是被秦正阳拖累 套牢在里面 那个时候他们想抽身可就难了 丁太盛和徐茂才对视了一眼 悄悄地点了点头 在这一瞬间达成了共识 保安队长接过两人的股权证明 知道丁太盛二人是秦正阳找来的帮手 连带着看两个人的目光也不善起来 不过他们还记得自己的职责 放行了 丁太盛眼睛一亮 这几个人虽然只是保安 但是素质太好了 这样的人若是能培养起来 绝对能看大用 两人在秦正阳的带领下朝着会议室走去 秦正阳握紧了拳头 这一次若是他成功了 一定要将这公司里的人全都换一遍 就在此时 徐茂才忽然看到一道身影进了厕所 他的身体一颤 对着秦正阳说道 老秦 你们先进去 我去一趟厕所 马德 昨晚那要进太大了 秦正阳闻言并没有任何的怀疑 昨晚他们三个人吃了多少药 干了多少事 他心知肚明 丁太盛却是皱起了眉头 这不像是徐茂才啊 这家伙虽然贪恋女色 好色诚信 但是在关键问题上绝对靠得住的 而且看这家伙的样子绝对有问题 我也去一趟吧 老秦你自己行吗 丁太盛走了几步 也说道 秦正阳皱眉 忽然舒展开来 这不是他绝地反击的时刻吗 先让白薇薇和那个神秘人得意一番 然后他的后援闪亮登场 进行绝地反击 这样他就能看到白薇薇和那个神秘人不甘的嘴脸了 他要肆无忌惮地嘲笑那些人 他要让那些人灰溜溜地从他的公司滚出去 想到这里 秦正阳嘚瑟起来 好的 那我先去担刀附会 先去看一看他们丑陋的嘴脸 秦正阳说着 大步向前迈去 敌人们 我来了 等待着我复仇之火的燃烧吧 丁太盛转身朝着厕所走去 在厕所门口 他一眼就看到了 恭敬站在那里的徐茂才 老徐那个样子 就好像要见什么领导一样 丁太盛并没有急于现身 而是静静地等待着 厕所内 到底是谁在里面呢 厕所内 学弟 你跟着顾清成那个臭女人 去做什么了 话筒中 夏梦娇称的声音传来 我来外边办点事情啊 学姐 没上课吗 办事情 哪种事情 一个男的和一个女的 那种事情吗 为何不喊上我 我不介意三人行的 张轩文言差点吐血 虎狼之词啊 女神在他心目中的形象 彻底地毁灭了 不论是顾清成 还是夏梦 居然都能说出 这样的虎狼之词来 不过 张轩忽然期待 起那样的场景来 左手抱着夏梦 右手抱着顾清成 白微微齐在 张轩晃了晃自己的脑袋 他想什么呢 居然想到了白微微 果然啊 每一个男人的心目中 都有一颗成为渣男的心 好了学姐 别闹了 我有正事呢 回去了找你 好的 学弟 不要招风引蝶哦 回来了 我要检查的 夏梦娇憨地说道 张轩嘴角不由自主地挑起 背个美女牵挂的感觉 好像真的很不错呢 挂断了电话 张轩洗了洗手走了出来 张先生 真的是你 徐茂才看到走出来的张轩 心里咯噔一声 不会吧 他的猜测是真的 说够东山实业的是张轩 麻蛋 幸亏他刚才看到了 对于自己的直觉 徐茂才向来是很相信的 所以他才留了一个心眼 没想到他再一次赌对了 你是张轩皱眉 眼前这个人看着有些熟悉啊 大东商场 我们见过啊 您在四海车行的时候 我们也见过 徐茂才 徐茂才听到张轩不认识他 一点也没感觉到尴尬 反而热情地自我介绍道 躲在一旁的丁泰盛 深深地呼吸了一口气 然后装作来上厕所的样子 张先生 您怎么在这里 丁经理 听到张轩的称呼 丁泰盛的嘴都要咧开了 丁经理 你们怎么在这 张轩疑惑地看着丁泰盛和徐茂才 忽然 他想到了白薇薇说过 秦正阳会找来外援 然后联想到丁泰盛之前的那个电话 难道这两人就是秦正阳的外援 想到这里 张轩的脸色淡漠了很多 张先生 东山石叶的那场股权狙击战 是您做的 丁泰盛察觉到张轩的神色不对劲 慌神了一会儿 立即镇定下来 他还没有出手帮助秦正阳 这件事就有得救 这一切就对了 他就说嘛 这个世界上 怎么会有这么多的神秘人 倘若有一方实力 能悄无声息地说购东山石叶 还让上面不干预的 恐怕只有老板了 再加上秦正阳这一年来 的确是干了很多恶心人的事情 上面不但没有阻止 还暗中侧应了 否则张轩不可能这么快地接手东山石叶 徐茂才也同一时间想到了这个 不过他的心中仍旧扑通扑通直跳 毕竟他也不清楚 自己在商场和车行的时候 是否在张轩的心目中 留了一个不好的印象 是我 这没什么好隐瞒的 东山石叶的事情迟早会曝光 漂亮啊 的确漂亮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此举 东山省估计唯有张先生可以做到了 丁太盛和徐茂才拍着马屁 心中却将秦正阳骂死了 狗东西 自己出事了不说 还想拉着他们两个一起出事 幸亏他们的眼力吼 否则此刻已经成为张先生的敌人了 成为桃园居的敌人 下场如何 可想而知 你们是秦正阳的朋友 张轩似笑非笑地看着两人 文言 丁太盛和徐茂才的脸当即就白了 他们要是说是 估计明天他们的公司法人和职位 都要换人了 两人自然是极力否认 张先生 您误会了 我们两个人是听到东山石叶狙击战的神秘人 今夜要在这里现身 特意过来拜见的 只是我们没想到是您 也不能说没想到 只是我们以为像您这样 应该看不上这个千疮百孔的东山石叶才对 张轩正要说话 手机忽然响了 他看到是昨天那个寿楼小姐的电话 立即和丁太盛两人示意了一下 然后走到一旁接了起来 张先生 那个 我们公司里还有事 先走一步了 有空 我们请您吃饭 丁太盛额头上的冷汗沉沉而下 这一次 真的是差点被秦正阳害死 两个人亮亮呛呛地走了 张轩也并没有在意 寿楼小姐告诉他 手续办完了 就等着张轩过去付尾款签字了 会议室内 秦正阳被众人口诛笔伐 他脸上布满了黑线 心中却是冷笑连连 他将这些人的名字 全都记了下来 等待一会反转的时候 他要以胜利者的姿态 将这些人强势碾压 先让你得意一抛尿的功夫 待会儿我要让你们哭 半个小时后 这俩身子这么虚吗 去个厕所要这么久 秦正阳皱眉 不过并没有过多的担心 因为他承诺 给出的东西太多 多到任何人都拒绝不了 面对众人的指责 秦正阳仍旧沉默不语 哼 你们接着说 再让你得意一会儿 待会儿我要让你们往死里哭 就在此时 会议室的门 吱压一声推开了 秦正阳心里沸腾了 丁太盛和徐茂财 这两个老混蛋 终于舍得从厕所里走出来了 他猛地站了起来 正要挥斥方球 将众人碾压 只见一个和自己儿子年龄 差不多的年轻人走了进来 秦正阳刚大的站在那里 心里将丁太盛和徐茂财骂死了 就在他疑惑 这个年轻人 是谁家孩子的时候 令他错愕的一幕发生了 只见白微微几个人站起来 恭敬地对着张轩喊道 董事长 秦正阳傻眼了 董事长 东山实业 是被眼前的这个年轻人给收购的 这怎么可能 这一次 不但是他 公司里的所有高管 全都猛逼了 错愕地看着张轩 完成那场漂亮狙击战的神秘人 就是眼前的这个大学生 他们面面相去 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张轩对着每个人微微一笑 然后看向站在那里的秦正阳 在网上有秦正阳的相片 所以他一眼就认了出来 大家都坐下吧 下面我宣布一条人事认免 我认为秦正阳先生 不再适合在公司中担任任何的职务 所以 免除秦正阳先生 在公司中的所有职务 不行 秦正阳听到张轩的话 气得双眼瞪得滚圆 不但要收购他的公司 还要将他从公司中踢出去 这怎么行 这一下 他见到了自己的仇人 在难保持之前的镇定 他愤怒地对着张轩吼道 你想罢免了我 你有那个本事吗 不要以为用一些偷鸡摸狗的伎俩 暂时占得上风 就真的可以主宰一切 你们没想到吧 我随时可以将散户的股份买回来 而且 我已经将第四和第五股东请来了 白薇薇 我要谢谢你 不是你将股份稀释 我还真没有任何的办法 秦正阳那阴损一般的目光 环视会议室内的每一个人 似乎愈将这些面容全都记住 在众目睽睽之下 他拨通了徐茂才的电话 察觉到众人看向他 他脸上的笑容越发的阴冷 令人不寒而栗 手机铃声响起 秦正阳握紧了双拳 心中在怒吼 徐茂才赶紧接电话 反攻的时刻到来了 白薇薇见状心里一惊 这两天股市上有些动荡 不过都是一些散户吃尽 他虽然感觉到异常 但是并没有注意 但是看到秦正阳的样子 他的心里咯噔一声 秦正阳这个人虽然混蛋 但真本事还是有的 他看向张轩 察觉到白薇薇的眸光 张轩对他微微一笑 示意他稍安勿躁 如果他没猜错的话 秦正阳所谓的强缘 肯定是丁太盛和徐茂才两人 若是秦正阳知道那两人 看到自己吓跑了 秦正阳还会这般歇斯底里的嚣张吗 看到张轩的目光 白薇薇心神大定 然后饶有兴趣的看向秦正阳 没人接 徐茂才掉进茅坑了吗 秦正阳又打给了丁太盛 这一次更觉 丁太盛的手机直接关机了 他傻眼了 不对劲 两个人不可能同时掉进厕所里 其他那些训斥过秦正阳的高管 听到秦正阳的话也吓了一跳 但见到张轩和白薇薇这般淡定 他们也放松下来 天塌了 有个子高的顶着 董事长和总经理都不害怕 他们怕什么 见到秦正阳的电话没人接 他们笑了 当他们听到秦正阳拨打的电话 已关机的时候 他们差点忍不住笑出声 老秦啊 你是不是得妄想症了 老秦 我们并没有否认你的功绩 东山实业在你的带领下 还是取得一定成绩的 但是你往日的成功 却不代表着 你能肆无忌惮地 拿着大家的钱 去填你自己的无底洞 为了一个女明星 你毫无底线 贸贸然进军娱乐圈 弄得公司千疮百孔 如今公司可不是你一个人的 你想发疯 我们大家不能一起陪着你疯了 众位董事 你一言我一语地嘲笑着 张轩看了白薇薇一眼 白薇薇立即明白了张轩的意思 这些董事人品不行 事后也要清除出去 他点了点头 这件事 他早就想做了 只不过 上面有秦正阳撤肘 如今张轩若是真的将大权交给他 他自然可以大刀阔斧地改进 想到这里 白薇薇的嘴角 洋溢着甜美的微笑 可见 有一个信任自己的人 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 都给老子住口 要不是老子 你们现在能舒舒服服地坐在这里 要不是老子 你特么的 还在菜市场卖菜呢 秦正阳指着其中一个人吼道 说着 指向另一个女人 当初 是你求着我上你的床 这才换来一点股份 现在穿上衣服了 就敢指着我的鼻子说我废物了 听到她的话 那个女董事的脸 当即黑了 放屁 秦正阳 你不要乱咬人 我放屁 证据我都留着呢 怎么 想让我放到网上吗 秦正阳怒了 既然已经撕破脸了 也不在乎这些人的感受了 他指向另一个人 还有你 这不是你 将你老婆送到我床上的时候了 这下不用我提供证据了吧 因为当时你是摄影师 绿毛龟的滋味 你当时不是无比的享受吗 你甚至想让你13岁的女儿 也参加进来 要不是我看你的女儿还小 我现在都不是知道怎么称呼你了 张轩愣住了 没想到来到这里 还能听到这么多令人热血沸腾的事情 幸亏今天来到这里的都是高管 要不然明天的新闻头条 肯定会有今天的这一幕 甚至不用买 就能上热搜 有钱人 真的会玩啊 每一个被秦正阳指导的人身体 瞬间变得僵硬 脸上露出了惊恐之色 他们知道这是秦正阳最后的疯狂 这个时候 谁也不能招惹他 否则肯定会被他咬到 说我毫无底线 你们感觉 你们自己配吗 秦正阳看向白薇薇和张轩 你们两个不要以为你们赢定了 说着 他又拨通了徐茂才的电话 这次接通了 秦正阳的脸上绽放开了笑容 终于还是有人愿意帮助他的 他嚣张地看向张轩 这一场战役还没有结束 但是没等他脸上的笑容完全地绽放 徐茂才的大骂声就传来 曹你姥姥的秦正阳 你特么地敢拉着我去对付张先生 你知道他的身份吗 你想害死老子 以后别特么地给老子打电话了 说完 电话就挂断了 秦正阳傻眼了 呆呆地看着 顾清诚和白薇薇 惊讶万分地看向张轩 虽然不知道秦正阳打的是谁的电话 但是能让秦正阳当成救命稻草 必然身价不菲 这样的人 东山是没几个人 能让这样的人惧怕成那个样子 张先生 何许人也 是张轩吗 还是张轩的家长 顾清诚美眸眯成了一条缝 他这个学生 好像很神秘啊 嗯 有空多探索探索 不过也对 夏梦那是何许人也 即便是那些电影明星 他都不屑一顾 却独独对张轩这个无名小卒情有独钟 这家伙要是没点东西 夏梦会看上他 顾清诚美眸弯成了一束月牙 他好像发现了新大路 或许在张轩的身边待久了 沿着张轩的人际关系找下去 他就能找到 发起那场狙击战的人了 忽然 他美眸一亮 夏梦之所以和张轩在一起 真的是喜欢张轩这个人吗 不会也是 打着和他一样的心思吧 假如真的是这样的话 夏梦那个女人也太可怕了 顾清诚看向张轩 要不然 他也和夏梦一样 硬待在张轩的身边 对外说是他的女朋友 算了算了 顾清诚 你想什么呢 就因为想找一个人 就搭上自己的名节 值得吗 傻大妞 顾清诚摇晃着脑袋 将这个可恶的想法 从脑海中甩出去 白薇薇对张轩的心思就简单多了 怪不得张轩敢将东山石叶交给他 原来东山石叶在人家那里根本就不算什么 他的心中烧定 张轩的实力越强大 他的后方就越安稳 这样他以后的那些好方案就能毫无顾忌的施展了 秦先生 你还有什么手段吗 我还有时间 你可以施展了 张轩翘着二郎腿 戏谑的看向秦正阳 秦正阳脸色急速的变换着 他不想就这么被人驱逐出局 但是面对张轩 他的心中充满了无力 忽然他的眼睛一亮 闪烁着疯狂 拨通了一个电话 公司 假如他保不住的话 那么也绝不能便宜了眼前的这对狗男女 大不了于死网破 秦正阳目光越发的癫狂 王先生 我是秦正阳 给您一家公司 您要不要 秦正阳打开了免提 愿读的看着每一个人 哦 你不会是想把东山石叶送给我吧 那边传来一个充满威严的声音 怎么 王先生吃不下 秦正阳像急了一个穷途陌路的亡命徒 什么都不害怕了 什么条件 保住我的性命 就这么简单 给我一笔 可以保证 我下半辈子衣食无忧的钱 可以 秦正阳听到那边答应了 他哈哈大笑起来 看向张轩和白薇薇 目光中充满了戏血和嘲弄 王先生 在此之前 你还是和这位先生商量一下吧 他现在正要将我从公司中驱逐出去 说着 他将手机丢在了桌子上 我是王川 桃园居王川 话筒中传来王川的声音 哼 听到话筒中传来的声音 整个会议室都傻眼了 王川 桃园居的总经理 顾清成皱起了眉头 若是桃园居插手其中的话 那今天这件事麻烦了 他的眉头越皱越紧 颓废地发现这件事无解 只能乖乖地将手中的利益让出去 如果和桃园居成为对手 就算是十个东山石叶加起来 也不会是对方的对手 两者根本就不是一个等级的选手 张轩根本就没有较量的资格 白薇薇听到这个名字 一双美眸 直接变得通红 他筹划了这么多年 好不容易就要成功了 结果神秘的桃园居搅和了进来 他不敢 难道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个 让他家破人亡的罪魁祸首 逍遥自在吗 他恨 可是 他没有任何的办法 面对桃园居 谁敢无事 他想到了任何可能 独独没想到秦正阳居然破釜沉舟 哈哈 秦正阳笑得越发癫狂 其他董事倒是无所谓 不管结局如何 秦正阳已经出局了 而且 若是东山石叶搭上了桃园居这艘大船 即便是最后他们的结局 也是被踢出局 想必王川也会给他们足够的好处 这也是桃园居这些年来 嚣张霸道无比 但是上面一直允许他存在的原因 桃园居不会做违法乱计的事情 他会在合法合规的框框内将你吞噬掉 听到王川的声音 张轩也是微微一愣 他没想到 秦正阳最后居然求到了桃园居的头上 这个时候笑出声 会不会显得他太没有人性了 可是不笑的话 他实在是憋得难受 小子 你现在知道害怕了 接起来 你敢无视王先生 看到张轩的样子 秦正阳还以为张轩害怕了 越发的嚣张了 张轩用力捏住了自己大腿上的肉 这才强迫自己忍住不笑 在众人目光中接了起来 我是张轩 另一边的王川听到张轩的声音 着实愣了好一会儿 张先生 怎么是您 他的声音充满了疑惑 烧情 他立即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了 东山石叶 是您收购的 对 这件事你不用管了 我回去了再和你说 好的 张轩挂断了电话 然后丢给了秦正阳 时间 似乎在这一刻被上帝按下了暂停键 空气忽然变得好安静 所有人呆呆地看着张轩 白微微那抹不干 还停留在脸上 此刻却是充满了错愕 那些董事更是激动地全身颤抖 他们的新任董事长 实力好像很强大 连桃园居都不拒 名震东山的王先生 看样子对张轩很尊敬 这还是他们第一次听到 王川用您这个字 称呼一个人 还有吗 继续 我等着 张轩淡淡地看着秦正阳 秦正阳眼中满是绝望 颓废地坐在了椅子上 他刚才还不理解 徐茂才为什么会那么说 现在他明白了 一个连王川都要尊敬的人 徐茂才和丁太盛 怎么敢出手帮助他 他正正看向张轩 目光中充满了渴求 几次欲言又止 我向大家宣布一件事 从今天开始 白微微小姐将出任新公司的总裁 至于新公司的名称 大家可以共同商量 群策群力吗 我日常不会干预公司的任何决策 大家有任何的问题 都可以找白微微小姐 好了 白总 继续吧 我还有事情需要去除脸 张轩说完 是一顾清晨跟他出去 然后向外走去 白微微一震 然后对着张轩的背影 深深地鞠了一躬 其他董事听到张轩的话愣了一下 然后看向白微微的时候 眼中充满了羡慕 众人知道 张先生这是将东山实业 完全交给白微微了 众人的心中充满了疑惑 白微微和张先生到底是什么关系 他们狐疑的看向白微微 难道 他们是那种关系吗 这一幕怎么看 都是张轩将东山实业买下来 就是为了送给白微微 散尽万惊 只为了博美人一笑吗 察觉到众人的目光 凝集到了他的身上 白微微愣了一下 旋即猜到了众人心中所想 他没有立即澄清 反而对着张轩的背影 露出了一抹温柔 崇拜的目光 虽然秦正阳出局了 但是这些董事也没有一个省油的灯 若是这些人诚心刁难他 他的计划也很难展开 不若借助于这些人对张轩的畏惧 便于他更方便地展开计划 众人察觉到了白微微的眼神 按道果然如此 他们猜对了 秦正阳整个人颓废地坐在了椅子上 他彻底地失败了 这家公司将不再属于他 而他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别人坐上董事长的位置 而无能为力 曾经的他意气风发 别人面对他只能无能为力 没想到这种感觉这么快就轮到他体会了 咚咚咚 一阵敲门声传来 一群身着警服的有关部门人员走了进来 看到这些人 秦正阳的心中咯噔一声 惶恐地看向白微微 有关部门人员环顾四周 请问你们谁是秦正阳 我们这里有一些事情 需要他跟我们回去一趟 众人闻言立即看了过来 秦正阳眼中忽然出现了一抹力芒 在众人错愕的目光中向白微微冲了过去 别动 住手 几个人看到这一幕 猛地对着秦正阳扑了过来 一下子将秦正阳扑在了地上 你们干什么 我没有犯法 我要回家 我是不会跟你们回去的 你们的领导是谁 我要找你们领导 我和你们领导是好朋友 快点放开我 秦正阳被摁在了地上 拼命地挣扎着 眼中满是不甘和绝望 他不能进去 一旦进了有关部门 那就意味着他的生命要走到尽头了 他怒瞪着白微微 见女人是不是你抱得紧 哈哈 你等着 我就是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 你就是秦正阳 这是你的逮捕令 你涉嫌多起案件 跟我们回去协助调查 几个人将秦正阳靠了起来 带走了 顾清成迷迷糊糊地跟着张萱走了出来 乖巧的就像一个孩子 走在张萱的身后 他眸光偷偷瞥了张萱一眼 忽然发现这个学生 他越来越看不懂了 顾清成就这么偷偷地瞄着张萱 眸光中充满了好奇 来到了寿楼处张萱好奇地看着顾清成 一路上 这个傻大妞居然安安静静坐在车里 一句话没有说 这不可思议的一幕居然会在他的身上上演 张先生 寿楼处几乎都在翘首以盼等待着张萱的到来 一个亿啊 这个成交额不低了 神好啊 不但是那个寿楼小姐 就连他们开放商的副总都被惊动了 闻讯而来 能全款买下价值一个亿的别墅 这样的人 值得好好结交一下 说不定 未来还有合作的可能 就在张萱出现的那一瞬间 整个寿楼处沸腾了 寿楼小姐激动地赢了上来 恭喜张先生 下 呃 还有这位小姐 你们够得新房 寿楼小姐直到走近了 这才发现 张萱身边的美女换了一个 而且 容貌不输昨天那个 果然啊 有钱人的世界 他不懂 有钱人 天天做新郎 没有钱 只能做接盘侠 他今天特意打扮了一下 就是不想和夏梦比输得太难看 但是和今天的这个美女相比 他还是输得很惨 那位副总深深地看了顾清诚一眼 心中羡慕张萱的好运气 居然能找到这般极品美女 走到了张萱的面前 自我介绍道 您好张先生 我是这里的销售副总 我叫朱新厚 请您跟我来 众人来到了总经理办公室 寿楼小姐殷勤地拿出了合同 笔和印尼 张萱仔仔细细地看了合同 发现没有问题之后转账 见转账成功 寿楼小姐看张萱的目光 更加的火热了 那个眼神 恨不得将张萱点燃了 张萱签字摁手印之后 那栋别墅彻底的属于他了 张萱带着顾清诚来到了他的别墅 用钥匙打开别墅的那一刻 他的心中激动起来 在地球的时候 不要说像这样一栋别墅 就是普通的房子 他也买不起啊 他勤勤恳恳地干了几年的工作 每天加班到深夜 省吃俭用 却连购买房子首付都没有凑齐 而在这里 他拥有这样豪华的一栋别墅 还有了两家公司 总市值近三千亿 这一切都是系统带给他的 张萱激动地握紧了拳头 心中嘶吼 系统YYDS 很难相信 那些网文中人得到系统后 人生起飞秒天秒地的事情 居然会在他的身上成真 张萱贪坐在进口的沙发上 仰望着闪耀的星空 这样的生活 是他以前想都不敢想的 就在他还想感叹生活的美好之时 腰间一阵剧痛传来 使得张萱倒抽了一口凉气 大姐 你干啥 谋财害命啊 看着腰间被扭了两圈的肉 张萱脸都黑了 他恶狠狠地瞪着顾清成 这个傻大妞从东山石叶出来 就魂不守舍的 好像傻了一样 不会 张萱紧盯着顾清成 这个傻大妞不会真的傻了吧 顾清成看着张萱 好看得眉头皱起 你真的疼 张萱无语 顾姐 你这不是废话吗 拧你的肉 你试试疼不疼 听说这个娘们以前还有过男朋友 那个男人是怎么坚持的 能在顾清成手底下 活过三个回合 都是命大 顾清成紧盯着张萱 做事又要拧 张萱赶紧躲开了 你真的疼 顾清成还是不太相信 想要验证一下 张萱脸都黑了 这疼么的 疼还有假的 既然你是真的疼 那么说明 刚才的事情是真的 顾清成美眸忽然一亮 来了精神 紧紧地盯着张萱 小子 桃园居的王川 为什么这么听你的话 那可是王川啊 顾清成到现在都没有想明白这点 东山市 除了老板 还有能让王川让步的人 就因为这个 你就来拧我的腰 你怎么不拧你自己的 张萱苦笑 我为什么要拧我自己的 拧我自己 我多疼啊 你看我傻吗 顾清成那一双美眸 对着张萱翻了一个白眼 好强大的逻辑 令他无言以对 张萱被顾清成这强大的逻辑给征服了 小子 你到底是谁啊 顾清成凑到了张萱的面前 美眸死死地盯着张萱 竟是好奇 张萱啊 身份正在这呢 这可是国家颁发的 谁敢造假 张萱美好气地 白了一眼这大虎妞 谁问你的名字了 你和王川是什么关系 顾清成忽然倒抽了一口凉气 眼睛逐渐发亮 好像发现了什么惊天大秘密一样 张萱 你是王川的私生子 绝对是这样的 否则王川怎么可能对张萱这么好 不对 就算你是王川的私生子 他也不应该对你尊敬 王川对张萱的称呼是宁 这到了王川的嘴里 可就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称谓问题了 能让王川对张萱这般恭敬 这说明张萱的身份很不简单啊 张萱脸上的黑线都能支撑一件毛衣了 这都什么跟什么呀 他是王川的私生子 这么扯淡的话题 老顾是怎么想到的 张萱真的很想打开顾清成的脑壳看看 这丫头的脑袋是不是有病啊 晚期那种 顾清成一双大眼睛水汪汪的紧盯着张萱 仿佛能从张萱的脸上看出什么似的 顾大 姐 您来就别胡思乱想了 我向你承认了吧 我摊牌了 我就是桃园区的幕后老板 张萱差点将老顾的外号喊出来 幸亏他关键时刻改了过来 这件事老顾迟早会知道的 索性他直接讲出来 以后从老顾这里请假也能方便些 张萱摊开双臂 仰躺在沙发上 这沙发不错 等十一国庆方家回家 张萱打算和父母摊开说 看父母愿不愿意来这边 要是不愿意 他就将老家翻新一下 家具换成新的 如今有钱了 总不能让爸妈还受苦吧 张萱似笑非笑地看着顾清成 静静地等待着这丫头将这个消息吸收了 果然 听到他的话 顾清成傻眼了 一双美眸死死地看过来 张萱微微一笑 这个答案的确很难让人接受 但是没办法 有了系统 他就是这么牛逼 下一刻 张萱傻眼了 马德 你小子不想说就算了 你是老板 老娘打死你 你要是老板 老娘跟你信 顾清成没好气地 抬起一拳朝着张萱打了过来 你不信算了 张萱无语了 为什么他讲出真话 没人相信呢 杨明那三个老色批这样 没想到顾清成这个大才女也是这样 好尴尬 既然这些人不相信 那就算了 以后他不讲了 反正这些人会自己慢慢地发现这个答案 就在此时 夏梦又打了电话过来 喂 学弟 你事情还没有办完吗 怎么还没回来 你请假时间长了 清成姐会不会不高兴 话筒中 夏梦软浓的声音传来 令张萱神清气爽 看看对面的顾清成 在回味回味夏梦的声音 果然啊 还是夏大笑花 适合当女朋友 她怎么会不高兴 我正陪着她呢 夏梦啊 张萱好厉害哦 顾清成探过头来 对着手机喊道 卧槽 张萱猛逼了 直接躲到了一旁 这娘们为了拆散她和夏梦 直接疯掉了 连这等虎狼之词都随口讲了出来 薛姐 你不要误会 张萱立即解释道 什么误会啊 夏梦 我们正在张萱新买的别墅里 馋 棉呢 你还不知道 张萱买了别墅了吧 这里的床又大又舒服 我们在这里玩得很开心啊 顾清成的声音很大 恨不得夏梦宿舍里的人都能听到 哄 就在这个时候 话筒中传来一阵杂乱的声音 好像有很多人在 乌草 顾姐这么猛啊 我说 张萱今天怎么没来军雪 原来是跟着顾姐出去嗨皮了 嘶嘶嘶 刚开学就能和自己的导员上 床 是张萱太猛了 还是顾姐猛 顾姐吧 顾姐为了能和夏学姐争夺张萱 连抢饭的事情都做出来了 带着张萱出去开房 这不是很小的一件事情吗 这种事情在别人看来是不可思议 但若做事的是顾姐 那就很稀松平常了 既然张萱跟顾姐好了 那么 夏大校花是不是就无主了 我们可以追求夏大校花了 班里的同学很快将这件事 上传到了校园论坛上 一旦激起千层浪 不到半个小时 跟铁数量突破了十万 别墅内 听到话筒中传来的嘈杂的声音 还想开口挑逗夏梦的顾青城傻眼了 翘脸刷的一下变红了 夏梦 你在哪里 顾青城的声音都变了 心中不好的预感越来越烈 在金融八般军训的地方呀 夏梦的声音很是俏皮 明显是识破了顾青城的计谋 你坑我 顾青城怒了 一定是夏梦在坑他 不然不会在军训的地方打电话 这下完蛋了 不要说老唐了 他的父母都有可能知道 完蛋了 彻底都完蛋了 青城姐 你说话可要凭良心啊 我什么时候坑过你 我给张轩打电话 你非要过来开玩笑 现在玩笑开大了 和我可没有关系 夏梦声音中的玩味 已经毫不掩饰了 碰 顾青城休脑至极 一口咬在了张轩的肩膀上 嗷嗷 都怪你 一旁的张轩 听到夏梦没放在心上 就不管这件事了 反正事情与他无关了 没想到还是遭受了无妄之灾 老顾 你属狗的呀 咬我干什么 张轩疼得呲牙咧嘴 肩膀估计要留牙印了 夏梦一定是故意的 顾青城恨得牙痒痒 就算夏梦是故意的 你咬我干什么 是你自己主动挑 信得好不好 说什么和我在别墅呢 还功夫不错 这都是什么 如今被班里的同学看到了 他还不知道该怎么去和同学们解释呢 尤其是扬名扬大SP 这家伙可是认准了老顾 正准备全力进攻呢 结果老顾来了这么一出 这让他怎么和兄弟解释 我不管 他喜欢你 他喜欢的东西我破坏就一定是对的 顾青城说着 张开嘴就要咬 信故的 我记你是我的导员 你被得寸进尺 张轩闪到了一旁 顾青城单手擒拿而来 张轩猛地前冲 躲开了顾青城的擒拿 跑进了院子里 咦 顾青城看到张轩的身法 美眸一亮 单脚猛地踏地 人好像炮弹一样射向张轩 来到了张轩面前 一掌猛地拍出 宛若猛虎下山 虚空中 隐隐有虎啸之音传出 贼婆娘 你来真的 以前顾青城说 他是练行义的 张轩并不以为然 他可是八级拳宗师 但是看到顾青城的这一掌 张轩就断定 老顾在行义拳上的造诣绝不敌 好呀 你敢骂我贼婆娘 我可是你的导员 那就是你的班主任 老师 一日为师 终生为母 你敢骂你妈 我打死你这个不孝子 顾青城一个要子翻身 虎形改为阴形 贼婆娘 赶紧停手 否则我可不客气了 顾青城的行义拳虽然不弱 但是还没到宗师境界 和张轩相比 还差了很多 还骂 我打死你 顾青城将所有的郁闷 通过这一拳 发泄了出来 叮 神级选择系统启动中 选择一 击败顾青城 奖励 行一拳宗师精通 体质加十 精神加十 颜值加一 好运卡一 选择二 躲开顾青城 不搭理他 奖励 财富值加十万元 获得忍者神规称号 女人元一 还敢出手 别怪我了 张轩单脚猛的踏地 人若离弦之剑 冲到了顾青城面前 一拳轰击了过去 碰 两拳结实 碰撞到了一起 张轩视若磐石 纹丝不动 而顾青城 却是花容失色 跌到了一旁的草丛中 他出拳之后就后悔了 完蛋了 先不说 老顾是一个大美人 老顾是他的导员啊 他居然打老师 顾剑 你没事吧 张轩立即走过去 顾青城跌落在草丛上 闭着眼睛 不知伤势如何 丁 恭喜宿主击败了顾青城 获得行一拳宗师 极精通 体质加十 精神加十 颜值加一 好运卡已经下放于储物空间中 备注 好运卡 一种神秘的卡片 使用之后 可以使宿主在24小时内 好运连连 具有神秘莫测的好运 望宿主珍惜使用哦 脑海中声音响起 紧接着张轩 感觉到体内一股热流涌现 力量好像又增加了 好运卡 要不要使用一下试试 就在此时 倒在地上的顾青城 忽然一个钥子翻身 然后紧接着双腿双手画舌 缠在了张轩的身上 要翻过身来压住张轩 张轩如今可是行义拳宗师 对于行义拳的领悟 远在顾青城之上 猛地抱住了他 放开我 顾青城脑袋向着张轩磕来 张轩侧头闪过 顾青城的速度太快了 两个人的嘴巴 狠狠地撞到了一起 张轩感觉自己的门牙都要掉下来了 又见老顾要有举动 他也顾不得什么男女有别了 紧紧地抱住了顾青城 然后脸死死地贴在了顾青城的脸上 防止他再拿脑袋碰他 可是 这样一来 他们两个人的姿势更尴尬了 顾青城在张轩的怀里 拼尽全力 想要挣脱束缚 可是张轩的力量实在是太大了 他根本就无法挣脱 顾青城怒瞪着张轩 滚起来 张轩很是尴尬 但是刚想起身就看到顾青城握紧了拳头 吓得他赶紧贴住 顾青城怒了 你干什么 张轩无奈 我这刚想起身 你就握拳头 能怪我吗 起来 顾青城咬着牙说道 你先保证你不动手了 我才能放你起来 张轩提出了自己的条件 我保证 顾青城立即说道 见老顾保证的这么痛快 张轩反而不敢相信他了 我保证了 你赶紧起来啊 你再压着 就是想占我便宜了 顾青城咬牙切齿说道 也不能咬我 张轩再加了一条 好 我保证不再咬你 顾青城被张轩压着 白皙的脸上露出了一抹红韵 这个混蛋 敢对他这么做 等他回去练练 给张轩打出屎来 张轩小心翼翼的起身 好在顾青城这一次 真的没有动手 看到顾青城翘脸通红 无语的说道 你放心好了 我这辈子只爱学姐一个人 不会对你有非分之想的 滚 顾青城一脚踢出 被张轩躲开了 你们是在打架吗 就在此时 一个悦耳的声音 从隔壁传来 声音空灵 恍若空骨黄梨 张轩和顾青城 向着声音的来源看去 只见一个身段修长的女子 站在那里 戴着一个大墨镜 将她的容颜遮住了大半 谁和她打架 我要是真的出手 她是对手吗 顾青城冷哼一声 抬着下巴 一脸都不屑 张轩 算了 永远不要和女人讲道理 这应该就是 寿楼小姐说的 那个电影明星了 不过张轩 对这个世界的 电影明星并不了解 认不出来 你好 你住隔壁是吗 那以后 我们就是邻居了 以后如果有什么 是需要帮忙的话 尽管吱声 张轩笑着说道 你们真的没有在打架 女子听到张轩的话 好像很失落 也没有回应张轩的意思 自顾自的回房间了 张轩 就这 还电影明星 脑子里有坑吧 盼着他打架 是什么鬼 你们好 对不起 他这里 一个漂亮的女孩 走了过来 指着自己的脑袋 对着张轩和顾清诚 歉意地说道 他这里有点问题 我叫江西然 以后就是你们的邻居了 我们并不常住在这里 以后常联系 说完对着两人 欠然一笑 也跟着走进了房间内 张轩无语 连个电话号码都没留 常联系个屁 这话听着就够假 就在此时 顾清诚的电话 响了起来 顾清诚看了一眼 接了起来 老唐啊 什么 上了校园论坛 该死的 是哪个狗东西这么多手 别让老娘知道他是谁 老娘砍了他的爪子 假的 一切都是假的 好了 你真啰嗦 等我回去 给你写一份详细的报告 这总想了吧 你说你一个大老爷们 怎么比一个女人还要啰嗦 顾清诚气呼呼地瞪着张轩 刚挂断了电话 又响了起来 看了一眼来电显示 顾清诚的翘脸上充满了无奈 这次他不敢大大咧咧了 接起来之后 声音无比地软浓 奶奶 你怎么给男男打电话了 是不是想男男了 张轩差点被惊掉下巴 瞠目结舌地看着老顾 眼前这个温柔如水的女人 和之前的顾大娘 是一个人吗 察觉到张轩的目光 顾清诚一边温柔地和对方说着话 一边恶狠狠地瞪着张轩 示意他敢多嘴 就杀了他 看到老顾这个样子 张轩舒心了 嗯 这才是大家熟悉的那个老顾 男男 你和哪个学生是怎么回事 你是找男朋友了吗 没有 怎么可能 奶奶 你放心好了 要是男男找到了男朋友 一定第一时间带着他到你的面前 让奶奶看看 奶奶相不中的男男才不要呢 顾清诚焦憨说道 张轩文言 鸡皮疙瘩都要掉一地了 老顾这演技可以 男男 你不要骗奶奶 你的幸福为重 你自己喜欢就好 奶奶又不能一直陪在你的身边 要陪你过一辈子的人是那个小伙子 奶奶 你妈妈让我看那个帖子了 你带回来 让奶奶看看好不好 如果可以的话 你们就结婚吧 奶奶岁数大了 还想抱重外孙呢 听到话筒中传来的声音 张轩脸上笑出了花 嘴巴都裂到耳根了 他没想到 老顾居然会有被逼婚的时候 美滋滋 看来再漂亮的女人 都要面临这一步 张轩悠闲地坐到了院子里的石凳上 他倒要看看 老顾怎么应付这件事 奶奶 那个帖子是假的了 是那些人胡言乱语 男男真的没谈恋爱 真的 白让奶奶高兴一场 奶奶还以为 临死前能抱到重外孙呢 看来是没希望了 老人说着 挂断了电话 声音说不出的落寞 老顾的心情被影响 也不好了 翘脸上明明白白地写着三个字 不开森 看到张轩眼中的笑意 顾清成顿时整个人都不好了 你笑笑笑 你笑个屁啊 要不是你 怎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奶奶可不好糊弄 别看奶奶现在挂了电话 等她回家了 奶奶会用语言轰炸死她的 和我有什么关系 这真的是无妄之灾 这件事和她有什么关系 这件事自始至终 她根本就没有参与好不好 是老顾非要逗弄学姐 结果聪明反被聪明误 说起来 她还是受害者呢 一 顾清成气地 张开嘴就要过来咬 不过张轩的实力高出她太多了 想了想 她只好作罢 她很想抱走张轩一顿解解气 可是又打不过 烦死了 就在此时 手机短信提示来了 张轩一看笑了 是银行的短信提醒 钱到账了 一千多个亿 挣钱的感觉 好快乐呀 笑得这么赢 当 肯定不是啥好事情 顾清成冷笑 张轩一致 这娘们是打算和她杠上了 顾姐 你可是老师啊 怎么能这么小气呢 和我一个学生生气 吃 顾清成冷笑 东山实业的董事长 当我的学生 我可担当不起 以往的男人 就没有一个打得过她 如今出现了一个 就很烦 顾清成决定了 回家多和奶奶学习行一拳 回来抱走张轩这个龟孙 哎 顾姐 赏个光 这件事算是我的错 我请客赔罪 这总藏了吧 头疼啊 她和顾大娘讲什么道理吗 而且被老姑用这种眼神看着 张轩有些慌 那我挑地方 顾清成立即说道 没问题 张轩自无不可 她现在有的事前 不会再出现 吃了饭没钱给的窘境 走 老娘开车带你去 顾清成眼珠子一转 开着她的大切诺基 向着东山大学开去 张轩看了一眼 就知道这娘们是什么打算了 看来她不搞清楚 是不打算善罢甘休了 果然 张轩猜对了 老顾带着她来到了桃园居 张先生 您来了 今天当值的还是周易 他看到来人是张轩 立即激动地迎了上来 顾清成看到这一幕 眸光中多了几分审视 桃园居的大厅经理 对张轩也这么尊重 这家伙到底是什么身份 和桃园居的老板 是什么关系 夏梦呢 哦 夏小姐正等着您呢 周易笑着说道 顾清成一听 夏梦也来了 直接炸毛了 张轩 你不是说请我吃饭吗 请夏梦算是怎么一回事 青生姐 她请你 和与我一起吃饭 好像并没有什么冲突吧 夏梦的声音传来 看到夏梦 顾清成又响起了之前的那一通电话 心里更加郁闷了 哎呀 清成姐不是夸张轩的功夫了得吗 怎么你还是 嗯嗯嗯 张轩听到这里 一把捂住了夏梦的嘴巴 完蛋了 现在美丽的女人都有毒啊 虎狼之词肆意地蹦出来 反倒是他这个男人 接受不了 顾清成俏脸微红 他没说错啊 张轩的功夫就是了得呀 连他都不是对手 哼 都是这些俗人 脑子里全都是男女间的那点事 佛的眼里都是佛 而猪的眼中全是事 想到这里 顾清成忽然不气了 他挑衅地瞥了一眼下梦 然后一把挽住了张轩的胳膊 走啊 不是说请我吃饭吗 先生 包间留了吗 小样 和我斗 我能不要脸 你能吗 你以为当众表白 就是脸皮厚不要脸了吗 姑奶奶还没出招呢 要不是老娘顾及一些事情 老娘一旦出招 十个你也不是对手 听到顾清成的话 周一立即开口道 请跟我来 死 张轩身体一阵抽搐 一把抓住了顾清成 在他腰间活动的那只手 这个娘妈 好狠 他的腰肯定亲子了 这一招 好像是一个女人都会的绝学 无师自通 而且杀伤力巨大 清成姐 这里吃饭的可都是东大的学生 难道你想让你的热帖 再更新几张相片吗 夏梦悠悠说道 顾清成文言 立即松开了张轩的胳膊 但还是晚了 已经有人认出了他们三个人 夏梦大大方方地 陪在张轩的身边 凑到张轩的耳边 小声地问道 学弟一上午没见 想我了没有 这个样子像极了夏梦正在亲吻张轩的耳朵 那不是夏大笑花吗 当众亲吻 牛巴呀 不说夏梦是高冷笑花吗 这和玉女有什么区别 高冷 那是对一般人的 在笑花的眼中 张轩不是一般人啊 听到周围人议论声 察觉到那愤怒的目光 张轩无奈苦笑 有夏梦在的地上 就是焦点 想和夏梦在一起 就要适应这样的生活 这丫头是怎么混的 整得和电影明星一样 夏梦嘻嘻一笑 学弟啊 你以后要对我好一点 不然你会被撕碎的 张轩浑身打了一个寒颤 三人进入包间 张轩点了一些菜 张轩和夏梦慢慢地吃着 顾清成根本就没有心思 一会儿看看张轩和夏梦为他狗粮 一会儿描向包间门 张轩哑然失笑 他早就通过银行转账给王川了 王川此刻忙得不可开交 老顾想看王川是看不到了 刚才就在他进入包间的时候 系统已经提醒他 任务完成了 顾姐 我们都吃饱了 下午还要军训呢 您看 滚滚滚 别在这里影响我吃饭的心情 这一次看来是等不到王川了 顾清成心里很郁闷 对着张轩一脸嫌弃地挥手道 张轩如蒙大赦 赶紧离开 学弟 你带着清成姐上午去做什么了 路上夏梦忽然问道 张轩微微一笑 我还以为学姐不会问呢 夏梦的翘脸一红 嘟囔道 学弟不想说也没关系 话音落下 看向张轩的美眸之中 却竟是期盼之色 张轩哑然失笑 他就算再笨 这个时候也知道夏梦在想什么 于是将早上的事情讲了一遍 啥 你是东山实业的新任董事长 夏梦睁大了美眸 难以置信地看着张轩 那两个侦探太没有职业道德了 给他的调查结果是张轩家里经济一般 供张轩上学都很困难 这个调查结果是八个月前给的 这不是胡言乱语吗 一个人能在八个月的时间内 从一个什么都不是的大学生 变成东山实业的董事长吗 那可是东山实业啊 几百亿的市值 忽然 一道亮光划过脑海 夏梦堵起了嘴巴 好啊 你个田羽山 肯定是你捣鬼 怪不得这段时间一直逼着我回家 跟你去见这个去见那个 你这是要拆散我和张轩啊 好气人 田羽山是夏梦的母亲 夏梦感觉和张轩住在一起的事情迫在眉睫 估计只有这样 才能完全打消母亲的心思了 甚至这样 夏梦都感觉不是很保险 最保险的是她能怀上张轩的宝宝 很快就要十一国庆放假了 她要是搞不定张轩 那七天必然会沦陷乡亲的海洋 学姐 你怎么了 张轩疑惑地看着夏梦 这丫头怎么说着 说着走神了 学弟 我们搬出去住吧 突兀的 夏梦抓着张轩的胳膊说道 这一刻 周围经过的人 心都碎了 听到夏梦的话 张轩有些猛 脸刷得一下红了 学姐说的这句话 着实有些让她猝不及防 周围的人 看向夏梦的目光变了 曾经的夏大笑花 高冷 对任何人都不假以辞色 即便是大明星来了 仍旧直接拒绝 那个时候的笑花高不可攀 他们就连靠近笑花都做不到 生怕自己的出现会让笑花沾染世俗气息 可是这一切自从张轩来了以后全都改变了 就好像一个仙女忽然变成了一个村妇 虽然笑花接地气了 可是接地气的对象却不是他们 另一边 刚回到老师办公室的顾清成 立即感受到了不下时到审视的目光 唐绍生正好从外面进来 淡淡地说道 小顾 进来一下 顾清成立即跟了进去 哎 我早就说了 像他这么漂亮的女孩 怎么可能缺男人吗 只不过是小顾想不想的问题 嗯 这个丫头的确是应该找一个男朋友了 自从那个混蛋之后 小顾就再也没有对任何男人产生过兴趣 这可不是什么好现象 如今终于看到 他对一个男人感兴趣了 就是年龄小了一点 还是小顾的学生 你这是老封建思想了 现在都是什么年代了 还当是你我年轻的时候 你和咱们的尚老师 要是生活在现在 估计你早就爬上尚老师的床了 擦 你说话不住一场合啊 让你嫂子听到 我还活不活了 办公室内哄堂大笑 小顾这次找的那个男人 是什么背景 你们看过了吗 就是一个普通的新生 父母都是工人 家是清白 不过这段时间 经常和夏梦黏在一起 夏梦 一个女教授声音忽然变得尖锐 众人对此并不奇怪 夏梦是女教授的得意弟子 大一的时候 就作为学校的种子选手 参加了世界性质的奥林匹克竞赛 并且获得了第一名 夏梦这个孩子 比较让他们省心 因为夏梦的眼界很高 就连那些男明星 都不被他放在眼中 在他们看来 这样的女孩 是很难动心的 没想到这才刚大二 居然就和一个男生 纠缠不清了 夏梦的成绩怎么办 而且 此时正是关键时刻 明天就要去参赛了 要是因此 受到影响怎么办 听说老夏 已经找这个小子 谈过话了 这小子答应得很痛快 没想到这小子 说话不算数 废话 有这么一个 如花似玉的女孩 主动追求她 年轻人正是喜欢装 那个什么的时候 自豪感爆棚了 人家 为什么要听老夏的 那小子最好别犯错 不然老夏肯定公报私仇 将那个小子弄走 一个老教授笑嘻嘻地说道 他说完 本来以为所有的同事 都会符合他 然后他错愕地看到 所有的同事 全都低头工作了 几十年的老油条了 这点事情还不懂吗 刚才那句是说笑的 这个小子敢招惹我们的小夏梦 我看看能不能掉到大一区 去教这个小子 总有办法让他滚蛋 好啊 老周 十一回来之后 你就去教大一的金融吧 啊 真的吗 秦也啊 你说刚几天不见 你怎么又漂亮了 办公室的人听到老周的话 暗道一声不要脸 夏秦也没有搭理老周 而是走进了唐绍生的办公室 讲吧 现在校长也在 你可以讲了吧 说一说 和张轩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让你跟着张轩 是想看看他在做什么 是不是被人骗了 结果你连自己都搭进去了 唐绍生气不打一处来 越说越气 现在好了 弄得人尽皆知 顾清成挖着耳朵 恍若没有听到唐绍生的话 这使得唐绍生更是火冒三丈 老夏你看看他 成什么样子 夏轻炎走进来之后 看着顾清成坐了下来 轻声说道 说吧 发现了什么 看老唐 这就是你当不了校长的原因 你看看夏阿姨 人家这才叫有大将之风 你就知道吼 吼有用吗 唐绍生闻言 气得差点翻白眼 喝了几口茶 这才缓过气来 张轩这个小子不简单 不仅仅是东山实业的董事长这么简单 桃园居的王川对他也很尊敬 我跟着他去了桃园居 可惜并没有见到王川 顾清成解释道 夏轻炎闻言 皱眉道 你和张轩是怎么回事 顾清成要吐血了 他还以为夏轻炎了解他呢 结果还是问了出来 我和张轩是导员和学生的关系 能有什么事 那天夏梦打电话来了 我故意气夏梦 想让夏梦和张轩分开 可是没想到 夏梦这个臭丫头 那个时候在我班的队队附近 她还特意打开了扬声器 事情就是这样了 至于别墅 以及在别墅里发生的事情 顾清成一个字都没说 说出来徒增尴尬 小顾 你的嘴唇是怎么回事 怎么破了 真的是越害怕什么 就越会发生什么 夏轻炎眼力好 一眼就看到了顾清成的嘴唇 有些红肿 立即问道 唐绍生一下子站了起来 静止看向顾清成的嘴唇 好呀 还说是假的 连牙印都保留着呢 你可别说这是狗咬的 不是张轩的 顾清成被两位长辈盯着 翘脸疼得一下子红透了 瞬间想到了在别墅里发生的事情 脸更红了 看到他这个样子 夏轻炎和唐绍生 要是还猜不到 有什么发生了 他们就是傻子了 顾清成这个孩子 虽然很强势 但是对待男女之间的感情 就是一张白纸 他这个样子 肯定是 发生了什么事 唐绍生气地坐在了椅子上 夏轻炎也坐在那里久久不语 去将张轩那个浑章小子喊过来 他祸祸了夏梦一个还不够啊 还要来祸害我的学生 他到底想干什么 他不会是其他大学派过来的卧底吧 唐绍生站起来怒吼道 顾清成看到老唐的样子 立即慌了 老唐 你误会了 不是你们想的那样 嘴唇的伤是张轩弄出来的不假 不过不是他主动给我弄的 是我们两个人 校长 你听听 他现在已经身陷其中无法自拔了 居然替那个小子开拓 滚出去 先别当八班的导员了 给我老老实实的去学习 不行 他还没搞清楚张轩和王川的关系呢 唐绍生和夏清延见他的样子 眼中更加的担忧了 冤孽啊 那个小子到底有什么本事 怎么一下子勾走了他们两个校花的心啊 张轩还不知道主任办公室的事情 要是知道的话 一定喊冤 都是些什么啊 这么简单的一件事 怎么到了他们那里就变位了 下午 军训的时候 班里的同学看向张轩的目光 变得爱 媚起来 轩哥 牛逼啊 连老顾都拿下了 佩服佩服 经过了上一次的事 蒋军掏成了张轩的铁杆小迷地 看到张轩来了 立即竖起了大拇指 其他几个喜欢下梦的人 不管是处于何种目的 也对张轩赞许的点头 轩哥 现在你已经有了一个屠龙勇士的称号 听说学校里很多学生都想认识你 希望你能制约一下老顾 张轩 加油 你可以的 以前经常看关于老师学生的小电影 没想到这样的事情 居然发生在了我们身边 牛掰 对于这些人 张轩只能抱之以苦笑 有些事情 越是解释 越显得欲盖弥彰 时间才是最好的证明手段 轩哥 你这件事做得不地道啊 赶紧去给杨SP道歉吧 王强走过来 小声说道 张轩一脸猛逼 道歉 他做了什么事吗 下一秒 他反应过来了 麻蛋 杨明可是立志 去做屠龙勇士的人 现在误会他和老顾发生了什么 这个老色批 心里肯定别扭 老杨 轩哥 你别说了 我知道这件事不怪你 不过 我是不会就这么放弃的 张轩刚张开嘴 杨明就语气坚定地说道 老杨 你误会了 老顾那么说 就是想让我和学姐产生误会 我和老顾之间 根本就什么都没发生啊 而且我已经决定和学姐在一起了 你感觉 老顾会比学姐更吸引人吗 真的 原本还一脸战意的杨明 听到张轩的话 立即露出了兴奋之色 我要是骗你 让我天打雷轰 不得好死 张轩立即保证道 轰隆隆 忽然 电闪雷鸣 大于请客制 张轩 杨明 众人 所有人全都跑进了教学楼 然后正正地看向张轩 呵呵 这是巧合 真的 老杨 我要是骗你 就让我被雷劈 出门被车撞 轰隆隆 一道雷霆落在了教学楼 突出去的那个遮雨台 这雨台完全是有玻璃建造的 直接被轰得粉碎 有同学正在台子下面看雨 玻璃砸在了他们的身上 有几个同学 直接被砸伤了 赶紧打120 有同学受伤了 赶紧打医院的急救电话 所有人惊慌失措 张轩的周围 更是被控出了一大片空白的地方 所有人看向他的目光变了 轩哥 你别说话了 我相信你 真的 轩哥 咱都是自家兄弟啊 本事同根生 相间和太极 老杨绝对相信你说的话 他要是不信 我们就打死他 听到张轩发誓的那几个人 脸色当时就白了 看向张轩的目光 充满了忌惮和哀求 张轩 这真的是意外啊 这两道雷 绝对是凑脚 如果世界上真的有神明的话 咕咚 张轩脸色一正 这个世界上 真的没有神明吗 他是怎么来到这个世界的 他体内的系统 算是怎么回事 假如这个世界上有神明的话 那么他穿越而来的事情 他体内的系统 都能得到完美的解释了 一下午的时间一晃而逝 众人原本以为 夏大笑花 一定会在下课的时候准时出现 然而 众人等了好一会儿 夏梦仍旧没有出现 不但是夏梦没有出现 顾清成也没有出现 看到这一幕 众人猜测 是不是因为顾清成和张轩的事情 所以夏梦生气和张轩分手了 校园论坛上 这个猜测被疯传 不过一个小时的时间 所有人都知道了 笑花和张轩分手了 这个帖子瞬间登上了热搜第一 直到第二天 这个消息还在疯传 所有的人都在嘲笑张轩 你们都在瞎逼逼什么 两个校花和学校里的几个种子选手 去参加数学奥林匹克竞赛了 这一次是世界性质的 所以要去好久呢 我们要好久看不到两大校花了 众人看到这个人的发帖 顿时恍然大悟 很多人垂胸顿足 原来不是笑花要踹了张轩 而是笑花去参赛了 不过一些女生得知这个消息后 立即来了精神 以前她们就想追求张轩了 只是夏梦的气场太大了 她们根本就不敢在张轩的面前出现 如今夏梦不在 她们的机会来了 就在接下来的几天里 时不时有女生出现在张轩的面前 有的红着脸送情书 有的当众表白张轩 有人不好意思 当着别人的面 就发短信打电话 张轩的微信 每天都有人请求添加好友 不过这一切 很快就被某件事改变了 有人自称和张轩 是在同一个高中就读 将张轩的家庭状况说了出来 父母是普通的职工 工资不高 家里还住在老桶子楼当中 这个消息一出来 那些追求张轩的女孩 顿时演气息鼓了 被此张轩倒是不介意 每天被那些女孩追 她也很无奈 如今她们不出现了 张轩反倒是清静了 这一日 就在张轩在大树下休息的时候 手机短信通知声忽然响起 张轩打开看到短信内容 顿时错愕了 她的银行卡到账三千亿 张轩疑惑不已 她也没出去消费啊 就在此时 王川打来电话 王川又没钱了 因为她发现了一个新项目 可是她错过了 这个项目的资金用度 三百个亿全都投进去了 还不够 张轩愣住了 王川花了她的钱 也算是她花的吗 可是千倍返现卡 三百个亿 一千倍不是三十万亿吗 难道因为不是她本人花的 所以千倍返现卡打了折扣 为了验证心中所想 张轩二话没说 直接给王川转账一千亿 她不知道 对面的王川接到到账通知 直接猛逼了 张轩又转给了白薇薇一千亿 另一边的白薇薇也吓了一跳 赶紧打了电话过来 不用担心钱 可敬的花 只要是好的项目 给我投资 争取一次性花完 记住 这是任务 不管你用什么办法 一定要在一天的时间内 至少花掉一百亿 听到张轩的话 正在召开高层管理会议的白薇薇 失态了 总裁 怎么了 看到白薇薇双手颤抖 连茶杯都端不稳了 所有的高层疑惑了 有人不解地问道 白薇薇咳嗽了一下 掩盖自己刚才的失态 但是身体仍旧颤抖不已 她看不透董事长啊 怎么会发布这么奇怪的命令 张轩这个人 根本就不像一个商人 以前秦正阳当董事长的时候 只有再确定了项目回报率达到80%以上 她才敢投资 张轩却什么项目都不挑 而且直接打钱给她 就不怕她卷款潜逃吗 虽然被信任的感觉很好 可这是一千亿 不是一千万 就算是一千万 秦正阳也不敢这么大方的给她 听到一位部门经理的话 她想了想 刚才你说 你部门这一次需要多少钱 那位经理文言眼睛一亮 难道总裁同意了 她喜出望外 生怕白微微后悔 立即说道 五百万 不 我们精简一下预算 四百五十万也够了 害怕白微微嫌多 她咬着牙减少了五十万 这一次 她好不容易开创了这个项目 不想这么好的项目 就这么夭折了 不用精简了 一切要做到万无一失 我给你五千万 不 一个亿 今天就立项实施 不用担心钱不够 啊 那个项目经理文言傻眼了 怎么 有问题 白微微皱眉 看向那个人 此人的项目 刚才她听了一遍 投资的回报率 还是很高的 只不过东山实业 因为秦正阳的丑闻 股价大跌 总资产缩水严重 所以 她想以稳为主 投资上就谨慎了一些 如今 张轩给她提供了充足的资金 白微微马上有底气了 还有你们的项目 回去了赶紧立项 我会给你们每个工作组 拨一个亿的启动资金 尽快让项目成立 另外几个部门经理 眼巴巴的看着白微微 正要开口 听到白微微的话 立即振奋了 那几个董事傻眼了 东山实业如今千疮百孔 几乎没有流动资金了 他们害怕自己被套牢进去 正要抽身退出呢 只是白微微 以公司里没钱了 唯由拒绝了他们的撤股要求 没想到白微微 刚拒绝了他们 就拿出了几个亿来投资项目 这不是欺负人吗 几个董事面面相去 秦正阳的那个秦 傅站起来怒瞪着白微微 白微微 你欺负人是不是 你不是说 没钱了 拒绝我们撤股吗 如今又有钱搞投资了 我不管 今天老娘撤股撤定了 你要是不接着 我就卖给散户 对 虽然秦正阳不是傻好东西 但是他的能力 大家是有目共睹的 如今他已经被你弄下去了 我要撤股 我也要 还有我 几乎所有依靠秦正阳起家的董事 都站了起来要求撤股 态度异常的坚决 看到这一幕 那些项目经理脸色变了 完蛋了 他们的项目啊 白薇薇戴眉皱起 环顾四周 冷冷地说道 还有谁想撤股份 那几个董事与之对视 丝毫不惧 白总 对不住了 我也想撤股了 虽然我很信任你 但是如今的董事长 的确是有点 我上有老 下有小 你就大人大量 同意了吧 一开始 因为王川的事情 他们着实兴奋了好几天 自以为东山石叶 可以攀上桃园居这棵大树了 结果他们 兴高采烈地自动找上门 说自己是东山石叶的人 王川听到之后 连见都不见他们 即便是他们说出了 自己的董事长叫张轩 王川仍旧没见他们 一个人这样也就罢了 其他几个人去了桃园居 也是碰了一鼻子灰 他们这才断定 张轩可能是和王川有些交情 不过那种交情不深 甚至可能是一次性的 既然张轩和对方没牵扯了 而且 自从那天之后 张轩就再也没出现过 对于这样的董事长 他们从心里不信任 如今的东山石叶 因为秦正阳的丑闻损失惨重 举步维艰 他们再不撤股 恐怕那些股票 就要烂在手里了 听到此人的话 又有几位董事站了起来 欠然地看向白薇薇 对不起了白总 我们 这几个人都是白薇薇 一手提拔起来的 他们也知道 此时提出来 很对不起白薇薇 但是他们上有老下有小 他们也要生化 白薇薇皱眉 没想到这几个人也站了起来 他对这几个人道 你们就算了 我不允许 白总 对不住了 我知道是您提拔了我 但是我现在不是一个人了 有老婆 有孩子 我要是一个人 就算是不要工资也能赔您 可是 对不起了 白总 我决定了 听到白薇薇的话 立即有三个坐了下来 但是仍旧有两个态度 异常地坚决 白薇薇 看到了没有 你的威望也不管用了 对于大家来说 还是钱实在 我不管这几个亿 是你借来的也好 骗来的也好 既然公司账上有钱 我就有权撤股 秦正阳提拔起来的那几个董事 冷冷地看着白薇薇 眼底深处满是细血之色 你们做好决定了 白薇薇有些心累 尤其是没想到 那几个他一手提拔起来的人 也会撤股 不过他也能理解 如今公司最不缺的就是钱了 他有心将几个心腹留下 可是没想到这几个人 态度这般坚决 这只能说明 他们和公司无缘了 白薇薇 不用假惺惺的 试图用感情感化我们了 大家都不是小孩子了 对自己的行为能负责 要么公司 将我们手中的股份回收 要么我们全都抛到市场上 实业整垮 你自己看着办吧 让我拿着钱配那个孩子玩 老娘可没有兴趣 赶紧的吧 股权转让协议 我都带来了 说着 拿出了合同 其他人也一并拿了出来 你们 真的不再考虑一下了吗 白薇薇试图做着最后的努力 你浪费什么时间 赶紧的 一个董事 直接撕破了脸面 催促道 也罢 人格有志 我就不留你们了 白薇薇心中冷笑 拿过来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双方按了手印 那些人哈哈大笑起来 解脱了 老子有钱了 想坑老子的钱 让老子配你在这好 当老子傻吗 几个董事肆无忌惮地欢呼着 走吧 也没什么留恋了 嗯 幸亏抽身走 明天股价再跌停板 我们连这点钱都没有了 听到他们的话 白微微笑了 就在几个董事 想要离开的时候 会计忽然气喘吁吁地跑了过来 美谋之中尽是难以置信 白总 你怎么往公司的账上 打了一千个亿 一千个亿啊 即便是东山实业最辉煌的时候 也没有这么多 会计看着白微微 似乎在确定这件事的真实性 啊 那几个正要离开的董事 傻眼了 尤其是那两个白微微 一手提拔起来 却执意要走的高管 这一刻心底一颤 他们想到了之前 白微微两次劝解他们先不要走 难道 他们握紧了拳头 最后无奈的轻探 是他们辜负了白总的期望啊 这是他们自作自受 怨不得别人 白微微 这是怎么一回事 女董事不乐意了 一千个亿 公司的账上多了一千个亿 那她的股份 岂不是相当于多了七八个多亿吗 可 她的股份刚刚卖出去了啊 女董事的双眼疼得一下子红了 呼吸都变得急促起来 她这是亲手将七八个亿 拱手卖了出去啊 怎么回事 这和你有什么关系 你现在已经不是公司里的人了 保安呢 将这些无关之人请出去 白微微 你磕我们 公司里明明有钱 你为什么欺骗我们 你这是恶意欺骗 我要上法庭上告你 几个董事一个个呼吸急促 狠狠地瞪着白微微 在他们看来 这是白微微计划好的 这是诈骗 恶意欺骗 是你们主动撤股的 而且态度异常的坚决 可不是我逼着你们 刚才我再三问你们确定吗 你们的态度很坚决啊 白微微冷冷地看着他们 你们想去告 可以啊 随时恭候 既然公司的账上有一千多个亿 你为何才给我们这么点钱 白微微 你这是欺负我们不懂法啊 就是 明明是八个亿 你却只给了我们一千万 你这不是诈骗是什么 找律师 一定要打官司 我就不信了 还有没有王法了 这可是几个亿啊 他们几个加起来就是几十亿 这可是一笔极大的数目 他们绝不能就这么算了 你们是没弄明白啊 这钱不是公司的 公司里连一个亿都不到了 这钱是董事长自掏腰包补贴给公司的 与你们有什么关系 而且 就算是钱注入公司了 你们已经签了股权转让协议了 手印都按了 我是等 你们按了手印后 这才从我的个人账户上转给了公司 你们就是找哪个律师来 这笔钱也与你们没有一点关系 想打官司 董事长能一下子拿出一千个亿 就凭他与桃园居的关系 会害怕你们几个臭鱼烂虾打官司 白薇薇不屑地说道 扑 女董事一时气急 想不开直接吐血昏迷了过去 她只要有点耐心 身价立即上涨几个亿啊 可是 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如果 那几个亿与她无关了 其他几个董事也一阵天旋地转 脑门冒出了冷汗 头发一瞬间就白了 模样可怜至极 白薇薇冷冷地看着 突兀的 其中一个董事忽然朝着桌子上的股权转让协议跑去 只要他将协议撕了 他就是亿万富翁了 其他几个董事也反应过来 全都杀了过去 事关几十亿 他们佛党杀佛 将这些人丢出去 保安早就赶过来了 看到这一幕将几个董事架住就要往外走 白总 您可怜可怜我吧 我不多要 一个亿 一个亿就好了 公司里这么多钱 您不在乎这一个亿吧 求求您了 给我吧 一个董事可怜巴巴地看着白薇薇 眼中满是期盼之色 薇薇啊 可怜可怜我们吧 我们不多要啊 一千万真的不够我们生活的呀 几个董事声泪俱下 哭得鼻涕直流 不甘心自己就这么与几个以失之交臂 他们张开了嘴巴 咬住了保安的手 想要过去争夺股权转让协议 只要能破坏了 哪怕被拘留他们 也心甘情愿 注意自己的安全 如果有危险 给我打 放心 公司里有的是钱给你们摆平这件事 白薇薇冷冷地说道 几个董事为了钱 连脸都不要了 保安正头疼呢 听到白薇薇的话 面露喜色 手中的橡胶棒猛地砸了过去 白薇薇 你敢 你这是违法的 那些董事件事情不妙 顾不得抢股权转让协议了 转身朝着外面跑去 而那几个听白薇薇的话留下来的管理 感激地看着白薇薇 他们刚才还以为是白薇薇 想让他们留下来与公司同舟共计 共同渡过这个难关 处于对白薇薇的信任 他们家中的压力 也没有那几个人那么大 就硬着头皮上了 没想到白薇薇送给了他们这么大的一份力 一旦这些资金真的注入公司 这个消息传出后 会给公司带来什么 他们不是不知道 他们手中的股份会立即翻几番 而那几个已经见股票卖给公司的高层 脸色虽然难看 但是路是他们走的 他们也有困难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白总 我们辜负了 你对我们的信任 对不起 刚才白薇薇特意点他们 就是不想让他们有这么大的损失 他们现在明误过来了 可是世界上没有卖后悔药的 他们家里的压力太大了 实在是没有办法 几个人面色暗淡的就要走 你们等会儿 就在他们要走的时候 白薇薇叫住了他们 几个人疑惑的看向白薇薇 也对 他们辜负了白总的信任 任由白总骂骂吧 白薇薇打通了张轩的电话 将这几个人的事情对张轩一说 情有可原 继续录用吧 如果你感觉 他们还值得培养 那份协议 我可以当作没有签过 白薇薇将手机打开了免提 所以会议室里所有人都听到了 那几个高层难以置信的 看向白薇薇 全身颤抖 扑通一声跪了下来 白总 董事长 我们白薇薇薇薇一笑 你们家里的情况 我也了解一些 以前我就是想帮你们 也是心有余 耳力不足 如今董事长大度 跟着这样的人 你们永远不会吃亏的 起来吧 多谢董事长 多谢白总 那几个高层激动地握紧了拳头 跟着这样的领导 他们不会吃亏的 东山实业被注入了一千亿的资金 消息传开 整个东山都震动了 一千亿 听到传言 很多人不信 但是看到东山实业 真的不资金利项目了 他们不得不相信这个事实 东山实业的股价瞬间飙升 几次涨停板 那些抛售了股票的股民 几度哭晕在厕所里 于是 很多人对那个新任的董事长 好奇起来 这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真的是太有钱了 那些新闻记者 更是闻风而动 到处在打听张轩的消息 当徐茂才和丁太盛 得知这条消息后 整个人摊坐在了沙发上 脸变得苍白无比 同时庆幸 他们没有出手帮助秦正阳 否则 人家张轩玩死他们 就和捏死一只蚂蚁 没什么区别 那些和东山实业 有生意往来的公司 想方设法地打听消息 不过东山实业的员工 都被叮嘱过了 即便是有人说了出来 知道的也有限 外界只打听了出来 东山实业的新任董事长 很年轻 一时间 很多名员对东山实业 趋之若鹜 经常在公司门前出现 对每一个过往的年轻人抛媚眼 希望能从中找到 属于他们的董事长 东山实业的公司门前 甚至一度成为 网红们的打卡胜地 这一切 张轩就不知道了 下午 教官队伍解散后 张轩正要和四个老色批去吃饭 接到了王川打来的电话 原来是要介绍 几个生意上的朋友 给他认识一下 张轩自然乐意 于是和四个老色批说 去桃园居吃饭 四个老色批文言 立即屁颠屁颠地跟着了 轩哥 你家里不是 对不住啊 我没有瞧不起 你的意思 只是 蒋军涛有些不明白了 不是传言张轩没钱吗 一个穷人家的孩子 怎么舍得请他们 去这么高档的场所吃饭 你傻呀 就这狗东西 穿的这一身 四万多块 他是穷人家的孩子 孩子 耳听为虚 眼见为实啊 杨明拍了拍 蒋军涛的肩膀 说道 老蒋啊 你这孩子 王强也过来拍了拍 蒋军涛的肩膀 方世明走过来 对着蒋军涛摇了摇头 一脸的失望 蒋军涛 这三个货 不就是跟着轩哥的时间 比他早一点吗 嘚瑟啥 不过 那些妹子要是知道了 轩哥这么有钱 会不会愤怒的 去将那个造谣的人给撕了 五个人向着桃园鞠走去 路过拐角的时候 一道人影忽然出现 张轩躲闪不及 和对方撞了个满怀 呀 对方轻呼一声 向一侧摔倒 张轩赶紧将对方抱在怀里 这才避免了 对方摔倒的命运 就在张轩抱住对方的那一刻 一股淡淡的肥皂香味传来 里面还伴随着女孩子的体香 同学 你没事吧 杨明四个人走过来问道 对 对不起 女孩弱弱的开口道 声若闻那 要不是张轩靠的静 都听不到对方的声音 是我没看清 你没事吧 张轩欠然说道 我 我没事 对不起 我还要 去坚持 先走了 那女孩说完 一路小跑 一眨眼就离开了 向知害怕受伤的兔子 张轩几个人 也并没有在意 静止朝着桃园居走去 张先生 桃园居的大厅经理 都认识张轩了 除了周易猜到了张轩的身份外 其他人只知道 总经理和张轩的关系很不错 今天当值的不是周易 看到张轩过来 立即迎上前来 将张轩五个人 迎进了包间里 乌草 轩哥 有牌面啊 连大厅经理都对你这么客气 蒋军涛家里开了十几家武馆 也小有家产 来这里吃过一两次 还没见大厅经理 对谁这么客气过 倒是那些富二代 来到这里之后 老实的像只老鼠似的 擦 轩哥连王先生都认识 一个大厅经理算啥 老蒋啊 以后跟着兄弟们 别这么大惊小怪的 王强打去道 我擦 你 麻大 还能不能一起愉快的玩耍了 他只是这段时间 和张轩玩在一起 不知道不是很正常吗 不过心中 对张轩更加的好奇了 真牛逼啊 和王川认识的人 都是东山有脸的人物 轩哥的家事不简单啊 各四个 你们吃着 我去办点事 要是一会儿没有回来 你们就自己先回去吧 张轩说道 退下吧 一会儿别忘了结账就行 杨明轻车熟路 对着张轩挥了挥手 王强和方世明 似乎早就知道会这样 连头都没抬 直接挥手 在蒋军涛疑惑的目光注视下 张轩离开了包间 大厅经理已经在门口等着了 恭敬地带着张轩 来到了另一个包间前 张轩禁止推门而入 川啊 林庆啊 包间内 夏天俊好奇地问道 我有点事情让他去做 估计一段时间回不来了 王川神色有些凝重 他派人去调查张轩了 但是调查来的结果 却让他迷惑了 要不是派出去的 是他最信任的人 他都以为是骗他了 父母两个人 都是最普通的工人 家境贫寒 母亲还下岗了 从这样的家庭中 走出来的人 是怎么拿出这一千亿来的 他将这件事告诉了老板 老板听到之后 也是愣了好一会儿 不过老板什么都没有说 只是让他好好地帮助张轩 将桃园区发展起来 这说明连老板也不知道 发生在张轩身上的事情 那可是老板 老板在他的心目中 一向是无所不知 无所不晓的强大存在 张轩的身上发生的事情 居然连老板都不知道 王经理 你这次是想介绍谁给我们认识 这时 一个大胖子开口问道 其他人听到大胖子的话 也好奇地看向王川 王川 背后可是站着神秘强大的老板 谁敢小瞧他 一个年轻人 来了你们就认识了 老板交代过了 希望诸位以后多帮助帮助他 提携一下后背 听到王川的话 包间内的所有人正惊危坐 眼中金光暴摄 一个年轻人 这个年轻人到底和老板是什么关系 居然能让神秘的老板特意交代 和老板接触了这么多年 他们从未见过老板 对一个年轻人这么好 这个年轻人 必然是和老板有什么特殊的关系 所以老板才会这么做 就在此时 门打开了 张轩推开了门 马上感觉到十几道目光 凝聚到了他的身上 嗯 张先生 金河房地产的朱星后 看到来人之后愣了一下 然后欢喜地打着招呼 张轩听到有人喊自己 看了一眼 便想起 此人是谁了 朱总 朱星后身边的几个人 见朱星后认识张轩 戳了戳他 即便是王川也愣了一下 显然是没想到 张轩会认识朱星后 星后 你认识这位小哥吗 有人好奇地问道 看向张轩 一脸的笑意 老方啊 你不是 一直想知道 是谁买了你那栋别墅吗 就是张先生 朱星后对着身边的那个大胖子 方德平说道 此话一出 众人看向张轩的视线 立即变得不一样了 众人都知道 方德平这段时间 生意上遇到了一点问题 众人能帮的都帮了 不过老方还是差了一点资金 连新买的别墅都卖了 众人都好奇 购买老方别墅的人是谁 大家的身价 都不止一个亿 但那都是固定资产 让他们拿出一两个亿 他们能拿得出来 可是一旦 他们拿出来了 必然会影响他们公司的现金流 一个亿 不是小数目了 整个东山能随手拿出一个亿来的 也不算是很多 没想到 居然会是眼前的这个年轻人买的 能拿出一个亿来购买别墅 这说明 对方的闲置资金 绝对不止这个数 眼前的这个年轻人不简单 方德平立即站了起来 哈哈大笑道 张兄弟 你可是帮了哥哥大忙了 他的别墅价值一个亿几千万 而张轩只花了一个亿买的 他说这句话 自然是客套话 目的主要是为了拉近和张轩之间的关系 王哥 难道你要给我介绍的人 就是张兄弟吗 朱青厚问道 称呼从张先生变成了张兄弟 关系更近了一步 王川笑着介绍道 张轩 东山实业的新任董事长 也是如今桃园区的老板 哄 一旦激起千层浪 所有人呆呆地看着张轩 目光中尽是难以置信 先说东山实业的董事长 先前的那场狙击战漂亮 所有人都在打听这位神秘人到底是谁 看着眼前的张轩 众人很难能将他与那个神秘的商业大楼联系到一起 人群中 夏天俊不由地多看了张轩一眼 要说秦正阳进军娱乐圈 对谁的冲击最大的话 肯定是他 别看秦正阳进军娱乐圈 看似拖垮了东山实业 但那是秦正阳高估了自己的流动资金的结果 若是给秦正阳足够的资金支持 秦正阳真的可以抢占很大一部分 他下市娱乐的市场份额 可以说张轩收购东山实业 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了他 自然 东山实业的新任董事长这个身份 还不是最令众人震撼的 最令他们感到震撼的是 王川说出来的第二个身份 桃园区的新任老板 所有人闻言 身体不由一阵颤抖 脸色都变了 张先生 坐 诸心后不由地将称呼又改了 来 张先生 坐坐坐 你可是我方德平的救命恩人啊 今天说什么我也要敬你两倍 方德平脸上的笑容更加的灿烂了 等张轩坐下 王川将众人给张轩都介绍了一遍 然后对着张轩说道 张先生 这些都是我们北方派的人 今天请你过来 也是让你认认人 北方派 张轩一愣 怎么听着像黑社会兴致啊 王川看出了张轩的疑惑 于是将北方派的来源说了一遍 其实 北方派还有一个名称 北方商贸联盟 是由东山省这些本土公司组织起来的 与北方派相对应的 还有南方派和京都派摩都派 当初 东山这边是没有北方派的 大家都各自为战 只是东山省毗邻东海 有大厦最大的海港 与周边有几个小国家靠得也很近 地理位置太优越了 其余三个经济联盟 看中了东山省这块大蛋糕 于是前后向这边来 想过来插一脚 他们这些本土的公司 只不过一盘散沙 在三大联盟的面前 根本就毫无还手之力 在很短的时间内 就有很多公司被收购了 就在那时 一个神秘人出现了 他建立了桃园居 此人的出现 瞬间遏制了三大联盟的发展趋势 更是将魔都派和京都派打跑了 只剩下南方派 留下了一两个公司苟延残喘 众人也是在那个时候 见识到了桃园居的强大 见识到了经贸联盟的好处 于是大家自动联合在了一起 桃园居那个神秘的老板派出了王川 和大家组成了北方商贸联盟 东山实业 听名字看似是本土公司 实际上是南方派的 大家这些年来 一直在莫马力兵 一直在寻找着 击溃东山实业的机会 不过东山实业 是南方派留在这里的钉子 南方派对这里自然很是看重 大家一直没有找到机会 这一年来 秦正阳想进军娱乐圈 也并非是他一个人的想法 是南方派想卷土重来 他们看准了蒸蒸日上的娱乐业 想借助娱乐业打开市场的突破口 重新回到东山市场 大家知晓这一点 所以正准备遏制东山实业的发展 没想到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神秘人出手了 更是在一两天的时间内 击溃了秦正阳 速度之快 令南方商贸联盟 没有丝毫的反应时间 他们还以为是老板出手了 没想到 居然是眼前的这个年轻人干的 张先生 看你的年龄应该不大吧 年轻有为啊 我那个混账儿子和你一般大 还只知道和老子伸手要钱呢 方德平看向张轩的目光 有些敬佩 张轩年纪虽然小 但是身价却不是他们可以比拟的 而他们的下一代 和张轩的年龄差不多 此刻还知道伸手要钱呢 还是老夏好 走了狗屎运 生了一个好女儿 听说老夏这一两年成功的项目 都是他闺女看出来的 众人羡慕地看向夏天俊 夏天俊微微得意 有这么一个女儿 的确是他最引以为傲的事情 隐隐间 他女儿有了北方派年轻一代 第一人的势头 不过他女儿和眼前的张轩 比起来就差远了 大家撂赞了 我也不过走了运而已 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深 我今年刚二十岁 还在上学呢 你们这么夸 我会飘起来的 听到对方夸赞 张轩嘴唇微微一鸣 说道 啊 还在上学 所有人都猛逼了 听到张轩还在上大学 所有人看向张轩的目光 变得更加的火热 尤其是其中几个有女儿的 那个样子 恨不得立即将张轩 变成自己的女婿 那些有儿子的 比如方德平 心里后悔极了 他们当初 怎么就没有生出一个女儿呢 唯有夏天俊 虽然也有让女儿和张轩 在一起的冲动 不过冲动并不强烈 毕竟她的女儿 已经用实力 向世人证明了自己的价值 她的夏世娱乐 以后是要留给自己女儿的 至于她的那个儿子 提起来夏天俊 就恨不得将桌子腿 拿起来砸过去 夏世唯有在女儿的带领下 才能继续发展下去 若是给儿子 恐怕撑不了两年就倒闭了 不知道张小兄弟 在哪个大学就读啊 东山大学 今年刚读大一 真的假的 我女儿就在东大旁边的 财经学院上学 没想到 咱们竟然这么有缘分 张兄弟 改天轻你一定要到 我家一趟 我要好好地教训她 让她以你为榜样 真是巧了 我女儿正在东山大学读大三 张兄弟 改天介绍 你们认识 你们年轻人 肯定有很多的共同话题 我儿子也在东大上学 以后一定 让这个小王八蛋 和张兄弟学习 一会儿的功夫 众人之间的距离被拉近了 对张轩的称呼也变了 张轩和众人寒暄了一阵 对着众人怯然说道 对不住了诸位 我不是一个人来的 还有几个同学在 我先过去了 你忙 你忙 哈哈 张兄弟这是嫌弃 我们这些人年龄大了 没有共同语言啊 去吧去吧 有人打去道 你赔 你赔得起吗 这是最新的绿水鬼 五万多呢 你拿什么赔 刚从包间中走出来 就听到一个 嚣张的声音传来 张轩皱眉 走了过去 对 对不起 我一定会攒够钱赔给你的 我给你写欠条 一个有些熟悉的声音传来 欠条 谁要你这玩意儿 赔钱 立即 马上 马德 怎么这么倒霉 老子 好不容易买的手表 你给老子碰掉摔坏了 你不是在这里打工吗 将你们的大厅经理叫过来 你赔不起 就让他赔 对 你在这里工作 陶渊居也有责任 先生 请您不要堵在这里 妨碍其他的顾客 有什么事情 随我去办公室说 大厅经理的声音 也传了过来 张轩过去的时候 立即看到了一抹熟悉的身影 那个和他撞到的女孩 虽然女孩的脸被头发遮了起来 但是张轩还是一眼就认出了他 此刻 女孩露出来的眼睛中 竟是惶恐之色 还带着一抹绝望 看向对方的眸光中 竟是哀求之色 对方是五个公子哥打扮的年轻人 不过看样子应该不是学生 倒像是社会上的人 跟你去办公室 马德 你当老子傻 我跟你进去了 还能好好地走出去吗 赶紧赔钱 赔了钱 我们立即离开 那几个人叫嚣道 怎么回事 大厅经理皱眉 看向女孩问道 女儿都快要哭了 经理 过来送菜 他们 他们故意靠过来 然后他们的手表掉在了地上 他们就说是我碰坏了他们的手表 让我赔钱 女孩声音一直弱弱地 让人不由自主地产生一种 想要保护的欲望 什么意思 马德 你找死是吧 你的意思是 老子故意讹你了 听到女孩的话 为首的那个人 脸上露出了一抹胸利 一巴掌扇了过去 丁 神级选择系统启动中 选择一 帮助李孟奇 奖励 随机消费反线卡时 体质加时 精神加时 颜值加一 选择二 无视李孟奇 选择离开 任由大厅经理处理 奖励 科尼赛格 埃扎拉一辆 获得直男称号 女人员一 就在此时 张轩的脑海中 响起系统的声音 这还有什么可犹豫的 住手 张轩一把抓住了 那个人的胳膊 同时将李孟奇 拉到了自己的身后 张先生 大厅经理正要出手拦下 没想到被人抢先一步了 但看到是张轩后 恭敬地喊道 那几个人察觉到了大厅经理的眼神 眼中忽然冒出了金光 张轩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点 他立即意识到 这几个人根本就不是来吃饭的 而是故意来找桃园军麻烦的 李孟奇不过是倒霉的 被这几个人碰上了而已 就算是出现的不是李孟奇 换成其他人来 这些人碰到了 一样会找茬的 听到有些熟悉的声音 李孟奇低着的头抬了起来 看到张轩的背影 那双美丽的眼眸之中流露出了疑惑 这个人 他认识吗 为何会感到有些熟悉呢 李孟奇穿着桃园居服务员的服装 将他那完美曲线的身材 给彻底地隐藏了起来 他小脸紧紧地皱到了一起 眼中净是绝望 五万块 他家里根本就拿不出来 就连他上学的钱 都是他自己打工挣回来的 爸爸生病了 卧床不起 不但没法挣钱 还需要他妈妈照顾 他弟弟还小 学费都是用他打零工挣来的钱交的 他现在就是家里唯一的经济来源 五万块 他就是不吃不喝 也挣不来啊 但是他不会逃避 这是他的责任 只要这几个人同意 他就算是花十年的时间 也一定会还账的 怎么 想英雄救美 好呀 五万块 你拿 为首之人看向张轩 慢慢地向张轩靠近 李孟奇拉拉拉张轩的胳膊 然后走到了张轩的边上 探出脑袋来 可怜巴巴地看向那个人 不 不用 是我碰到了你 我会还你钱的 说话结结巴巴地 表明了此刻的他 内心很紧张 听到李孟奇的话 张轩的眉头微微一皱 他将李孟奇拉到了身后 看向那几个人 此刻已经有很多人察觉到了 这里有事情发生走了过来 将走廊堵得水泄不通 多少钱 张轩问道 声音要紧 至于这几个人 张轩自然不会这么轻易地放过他们 张先生 这几个人明显就是来找事的 大厅经理不是傻子 他不想就这么简简单单地放过这几个人 还没有人敢在桃园军闹事 张轩挥手示意大厅经理不要说话 这件事他来处理 大厅经理不说话 这几个人却不乐意了 马德 怎么不想赔钱吗 大家来拼拼脸 我们来这里吃饭 他们的服务员碰坏了 多少钱 张轩再次皱眉问道 不管你的事 滚一边去 这已经不是钱不钱的问题了 那个人冷冷地对着张轩说道 桃园军也是一家大型的餐饮产业 你们这是店大欺客啊 朋友们 你们说在这样的店里吃饭 你们安心吗 不安心 店大欺客 这样的店谁还敢来 这件事绝对不能这么算了 那人说完 他身后的那几个人大声嚷嚷道 去给他拿十万块 张轩对着大厅经理说道 然后看向那几个人 请你们不要闹事 我们桃园军在东山这么多年 是不是店大欺客 众人自有公断 你们要五万 我给你们十万 请你们拿着钱离开这里 我们桃园军不欢迎你们 他 他们的 表是假的 我认识 身后的李孟奇低着头 听到张轩的话 他着急了 弱弱地说道 不过他的声音太小了 只有张轩能够听到 周围的人听到张轩的话点了点头 桃园军在东山这么多年 一向风平良好 尤其是东山店 拿着学生证来吃饭 几乎是成本价 这也是周围的大学生 愿意来这边吃饭的原因 还说不是店大欺客 你们这不是 再赶我们走吗 我们就不走 你们打坏了我的表 赔我是应该的 我们来这里还没有吃饭呢 凭什么走 那几个人嚷嚷道 张先生 他们就是来找事的 不用理他们 报警吧 大厅经理气不过 说道 这时 周围的人也察觉到 这几个人有问题了 地上的那块表 明明就是街头买的破烂货 这些人张口就要五万 这明显就是在讹人 如今桃园军答应了 但是这些人依旧不依不饶 这几个人要是没有问题才怪 我说 搁几个 人家都赔你钱了 赶紧拿着钱走吧 非要等有关部门的人来了 将你们抓起来 就那块破表 学校门口的店里 五十块就能买到 五万 这些人是来坑人的吧 周围的客人也看不下去了 纷纷开口道 没想到 这几个人听到周围人的话 更加的不乐意了 曹尼玛的 管你们什么事 滚一边去 我说值五万块 就值五万块 再说了 大爷几个 人像缺钱的吗 我不要钱了 我要一块一模一样的表 这块表是我爷爷的爷爷传下来的 是老古董 我陪你们一块一模一样的行吧 张轩阻止了这几人的胡搅蛮缠 说道 好啊 拿来吧 那几个人似笑非笑地看着张轩 此刻他们的眼中只有张轩 根本就没看李孟齐一眼 这让张轩更加的确信 这些人就是冲着桃园居来的 那隔几个 随我去买吧 张轩看着几人脸上充满了笑容 张先生 张轩打断了大厅经理的话 看向几人 那几个人对视了一眼 点了点头 我 李孟齐本能地想要站出来承担这个责任 这件事与你无关 去工作吧 我会处理 可是 没有可是 安心工作 你既然在桃园居工作 就是桃园居的员工 桃园居会为你负责到底的 张轩的语气很强硬 充满了不容置疑 李孟齐眼眶顿时蓄满了泪水 张轩和那几个人走了出去 大厅经理想了想 立即去找王川了 虽然他不知道张轩的真实身份 但是总经理好像对张先生很尊敬 那几个人明显来者不善 他害怕张轩出事情 经理 那个人 是谁 李孟齐担忧地看着张轩离去的方向 拉住了大厅经理 问道 哦 那是张先生 我们总经理的好朋友 孟齐啊 你不用担心 这件事公司会负责到底的 大厅经理和颜悦色地对李孟齐说道 你 你有他的联系方式吗 李孟齐弱弱地问道 有啊 怎么了 大厅经理好奇问道 给我 可以吗 李孟齐深吸了一口气 决定了 他一定要还张轩的钱 大厅经理不知道李孟齐什么意思 将张轩的手机号码 推给李孟齐后离开了 这几个人是开着车来的 上了车 也不问张轩 去哪里给他们买来一模一样的手表 开着车就一直往前走 张轩镇定地坐在车上 也不说话 任由他们带着走 众人很快就来到了郊区 几个人笑了 张轩也笑了 小子 你笑什么 你管他笑什么呢 这小子好像在桃园区的地位不低 有他在 想必一定可以将王川逼出来 快打电话给秦少 该结账了 秦少 张轩还以为是桃园区的竞争公司呢 但是 听到这几个人的谈话 他疑惑了 是秦少天让你们来的 不会吧 连秦正阳都被抓起来了 秦少天这个二世祖敢招惹桃园区 他活腻了 那几个人听到张轩的话 愣住了 看到这几个人的样子 张轩错愕了 真的是秦少天 这个二世祖没有了秦正阳的庇佑 还有胆子整这些幺蛾子 你认识秦少 为首之人冷冷地看着张轩 那当然 我和秦少天是老相识了 不信你打电话问问他 张轩倒想见见秦少天 他想知道 这家伙的脑袋到底是怎么长的 难道里面装的不是脑子 而是豆腐吗 为首之人半信半疑 拿出了电话走到了一旁 过了一会儿 他走过来问道 小子 秦少问你是谁 张轩微微一笑 秦少天 还记得我吗 你是谁 话筒中传来的声音 居然真的是秦少天的 张轩无语了 秦少天 这么快就将老朋友忘记了吗 你的五百万 我现在还没花完呢 是你 那边静了一会儿 紧接着传来秦少天 争鸣的声音 老杨 你们好好地看着他 我一会儿就来 我一定要好好地 和他亲热亲热 说完 秦少天就挂断了电话 那几个人愣了一下 看向张轩的目光 变得细血起来 小子 一会儿有乐子了 你居然敢得罪秦少 没想到在这东山市 居然还有人敢得罪秦少 几个人 你一言我一语的 在他们的话中 秦少天 俨然是东山第一大少 张轩狐疑地看着这几个人 再联想到这几个人 去桃园居闹事 他开口问道 你们不是东山省的人吧 这几个人闻言 神色一宁 看向张轩的目光 变得猙獰无比 小子 你是不是认识我们 几个人将张轩围了起来 问道 我猜的 张轩微笑说道 好像没有看到几个人的小动作 小子 你为什么会这么猜测 为首之人眼睛眯成了一条缝 死死地盯着张轩 秦少天的父亲秦正阳 已经因为犯罪被抓起来了 秦少天现在是丧家之犬 这件事闹得很大 整个东山市都知道了 你们一口一个秦少 证明你们还不知道 那只能说明 你们不是东山省的人了 东山省的人 谁傻乎乎地去桃园居闹事 这不是找死吗 张轩看这几个人的样子 就知道 他们不是东山省的人 什么 这怎么可能 大哥 几个人面面相去 因为他们看张轩的样子 也不像是在说假话 你们将自己绑起来吧 一会等有关部门的人来了 看看你们是不是逃犯 就别让我动手了 伤到你们不好 张轩脸上充满了笑意 小子 你 你脑子有问题吧 你是不是没看清楚自己的处境 伤到我们 那几个人错愕地看着张轩 怎么 有问题吗 我什么处境 你们这五个人被我包围了 只能束手就擒 赶紧的 说着拿出手机 就要拨打有关部门的电话 大哥 他要报警 打死他 敢报警 几个人猛地对着张轩踹了过来 张轩皱眉 一拳将为首之人砸飞了出去 然后一个肘机将另一人砸晕了 剩下的三个人没想到张轩这么猛 对视了一眼 拿出了刀子 没有任何迟疑 直接刺了过来 看他们的样子 张轩肯定这些人绝对是惯犯 视人命如草剑 对于杀他 没有任何的心理负担 对付这样的人 张轩下手就中了一些 一拳击碎了那人的手腕 双掌猛地划刀切出 另外的两人胳膊咔嚓一声 软软地搭拉着 不过几个回合 五个人有三个人失去了战斗力 那为首的 大哥看向张轩 一声道 八级拳 你是蒋家的人 还是南领林家的人 这么年轻 却有这般深厚的功底 莫非你是南领林家 年轻一代那个绝世天才 林无极不成 张轩文言不智可否 五个接下求 就凭这几个人的身上 随身带着管制刀具 这几个人的身上 很有可能带着案子 那人宁谋看着张轩 见张轩不回答 他更以为自己猜对了 怒吼道 在下虎奔拳杨林 大家都是武林中人 当以武林中的规矩行事 在下招惹了你 这次认灾了 可是你为何 将有关部门牵扯进来 看他的样子 好像张轩犯了 多么大的错误似的 好啊 你想以武林中的规矩行事 那么我就成全你 张轩将手机放下 忽然一步迈出 双拳轰出 虚空中隐隐传出 虎啸之音 杨林一个烂驴打滚 躲开了一半 被张轩轰飞出了十几米 另一个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直接倒飞了出去 砸落在地昏迷了过去 行一拳 你到底是谁 眼睛瞪得滚圆 张轩竟然施展出了两门拳术 而且造诣都在他之上 还打不打 张轩脸上充满了笑意 还是和郑俊强带一场爽 酣畅淋漓 这个人实在是太弱了 杨某认灾了 只求给个痛快 能否告诉杨某 你到底是谁 杨林说着 坐在了地上 打又打不过 跑又跑不了 只能认灾 蒋家蒋俊涛 张轩毫不犹豫地 爆出了老蒋的名号 心里对老蒋说了一声对不起 然后拨通了有关部门的电话 你 你不是说 以武林中的规矩处理吗 你居然 好呀 我知道了 你肯定是南领林家的人 无耻小人 与有关部门勾结 还栽赃蒋家的人 你们林家都不是东西 听到张轩报了警 杨林怒吼着冲了过来 张轩猛地蹦了起来 一个膝撞将杨林撞倒在地 他原本以为先来到的是秦少天 没想到过了几分钟 有关部门的警车先来了 废物啊 张轩无语 他哪里知道 自从秦正阳出事后 秦少天害怕自己被牵连到 在外面行事作风低调了很多 正好遇到堵车了 此刻还在路上堵着呢 是你抱得紧吗 有关部门的人走了过来 看到地上躺着的五个人 尤其是看到有人的胳膊 骨头都碎掉了 看向张轩的目光变了 队长 是虎奔无虎 忽然 一个队员看清杨林等人的相貌 惊喜地喊道 正要对张轩进行常规询问的队长文言 一双眼睛瞪得滚圆 也顾不得张轩了 立即跑了过去 一眼就认出了 地上的五人 正是有关部门发布了 A级通缉令的危险人物 好小子 你这次立功了 胡四千兴奋地拍着张轩的肩膀说道 对了 你的身份证呢 为何会和这些人出现在这里 胡四千忽然想起来 虎奔无虎 可是有功夫在身的 尤其是大虎杨林 一身功夫了得 张轩是怎么祭拜这五个人的 他审视着张轩 我叫张轩是东山大学大义新生 这五个人 张轩将刚才发生的事说了一遍 将自己的身份证拿了出来 他们查了一下 确认张轩的身份 立即放松了下来 看向张轩的目光变得崇拜起来 张兄弟 厉害 这一次我们一定会联系 你们学校的 别 大哥 放过我 你就当没看到我好了 没等胡四千的话说完 张轩就立即阻止道 他现在就已经够出名的了 不需要更出名了 兄弟 你放心 我们不会对外公布你的具体消息的 这对你以后的就业也有很大的帮助 胡四千还以为张轩害怕有人报复 安慰道 不用了 大哥 你们藏起来等一下吧 雇佣这些人的那个人快来了 一会儿就请你们将他一起带回去吧 没问题 雇兄杀人未遂 而且雇佣的还是A级通缉犯 那个小子以后的日子 恐怕要在监狱里面度过了 胡四千笑着说道 过了一会儿 一阵汽车的轰鸣声 秦少天到了 一阵刺耳的车轮和地面摩擦音响起 五辆车子停下 秦少天带着一群人走下车来 一群人手拿球棒浩浩荡荡 簇拥着他 秦少天叼着烟 走起路来虎虎生风 那个样子 颇有点黑社会老大的架势 看到这群人 张轩无语了 不作死就不会死 这下秦少天的罪要再添一条了 嗯 老杨他们呢 秦少天见张轩独自坐在那里 并没有看到杨林他们 也不以为意 还以为杨林有事离开了 要不说秦少天脑子缺点东西呢 你钱还没给呢 人家没要钱就离开 有病吗 秦少天此刻脑海中 只有整死张轩的想法 当初在桃园居中 他丢脸丢大了 一直在想办法将场子找回来 所以 接到杨林的电话 他迫不及待地召集狐朋狗友 带着这些人来 就是要在这些人的面前 彻底地将场子找回来 张轩 又见面了 哈哈 你在得意啊 你 胡啦啦 就在此时 这群人被有关部门的人围了起来 我们是有关部门的人 将你们手中的武器放下 举起手来 否则我们开枪了 你们已经被包围了 赶紧举手投降 跟着秦少天来的这些人傻眼了 看到有关部门的人 立即蹲在了地上 双手举过头顶 看他们熟练的样子 就知道 他们经常遇到这样的事情 秦少天傻眼了 被胡四千一脚踹倒在地 摁在地上戴上了手铐 就在此时 王川的电话打了过来 张轩将这里的事情一说 就挂掉了 兄弟 这一次 老哥可能要成你的情了 若是老哥这一次 真的能升职的话 老哥一定请你吃饭 胡四千心情很愉悦 不但抓到了虎奔武虎 还抓到了秦少天 秦少天的身份很敏感 这也加重了秦少天的分量 张轩不领功 那他们的行动报告中 就能为自己增添光彩的一笔了 不但是他 这一次来的人都有份 所有人看向张轩的目光 都和善了很多 有本事 又将功劳让给他们 这样的人 他们有什么理由不喜欢 所有人被带回了有关部门 张轩做完笔录 就回学校了 回到宿舍 四个老色批 正在刺激战场上 玩得happy呢 对张轩回来 四个人没有一点察觉到异常 甚至连脑袋都没抬 夏家 夏天俊回到了家 心情仍旧难以平静 张轩的年纪实在是太年轻了 刚上大一 就身价几千个亿 他在张轩这个年纪的时候 还只知道 和家里要生活费呢 吃饭的时候 田羽山看出了丈夫的异常 疑惑地问道 老夏 想女儿了 这个傻逆子也是 不知道到了没有 也没打个电话回来报个平安 夏天俊摇了摇头 感叹道 今天看到了一个年轻人 心中感触颇多啊 哦 谁家的孩子 田羽山立即来了兴趣 他知道丈夫的眼光 整个东山省 能让自己的丈夫 看上的可没几个 能给丈夫带来感触 这个年轻人肯定不简单 自己的女儿太优秀了 想找的男朋友 难如登天 虽然女儿的年纪还小 但是像女儿这么优秀的人 有勇气追求女儿的 根本就没有几个 自己闺蜜家的孩子 远没有自己的女儿下梦漂亮 带回家的男朋友 没有一百也有八十了 可瞎梦呢 这都大二二了 连一个男孩都没带回来过 这让田羽山 不得不提前为自己的女儿操心 可是他操办了很多次了 女儿根本就看不上对方 而且女儿对他的插手 越来越抵触了 这可不是什么好现象 尤其是上一次 他撮合女儿和兰家的那个小子 那个小子是他最看重的 家世不弱 而且兰俊前模样俊巧 和电影明星一样 他原本以为女儿会看上的 没想到女儿听到他要撮合 直接打电话拿死来威胁 经过了上次的事情后 田羽山总结了自己这几十次失败的原因 最终他得到了答案 肯定是那些人还不够优秀 自己女儿这么优秀的人 怎么可能看得上远不及自己的人呢 所以这两天 他开始寻找 才能比自己女儿强的男孩 可是 他郁闷地发现 整个东山省都找不到 女儿的天赋实在是太强了 强到没有对手啊 前两年 夏氏娱乐已经发展到一个瓶颈了 老公愁得睡不着 结果女儿进去给老公提了几个建议 老公那晚是这些年来睡得最香的 过了一段时间 夏氏娱乐的市值近乎翻了一倍 田羽山这才知道 是女儿给老公提了发展规划 而且 女儿自从上了高中后 就没和家里要过钱 所有的花销 都是自己挣到的 田羽山正愁比女儿强的男孩难找呢 没想到 老公就发现了一个 他喜出望外 几乎想要立即见到那个男孩 夏天俊文言 看了妻子一眼 几乎瞬间 就看出了妻子心中的想法 他哑然失笑 你呀 别操这个闲心了 女儿自由主张 再说了 这个男孩 人家还真不一定看得上咱们的女儿 你什么意思 夏天俊 难道这个男孩的成就 比咱们的女儿 还要高不成 你知道这两天 东山实业的事情吧 夏天俊没有回答 而是反问道 田羽山愣了一下 知道老公 绝不会无缘无故的这么问 忽然 一道亮光 从脑海中划过 他被自己的这个想法惊到了 你不会要说 东山实业那场狙击战 是那个男孩做的吧 你不是猜测 是桃园区的老板出的手吗 东山省 能做的这般干净利索 也只有老板了 对啊 夏天俊只觉嘴唇淡色 桃园区老板这五个字 给他的压力 实在是太大了 我没猜错啊 就是桃园区的老板做的呀 田羽山顿感没劲了 对着老公猛翻白眼 沉怒道 既然是桃园区的老板 那和你说的那个男孩 他的美眸陡然瞪圆 正正看着丈夫 夏天俊感叹道 虽然王川没有承认 但是那个孩子 大概率就是老板的儿子 而且 东山实业那件事 是人家自己动的手 老板没有参与 田羽山文言 美眸彻底的凝固了 老板已经将桃园区 转让给那个孩子了 夏天俊再次抛出 一枚重磅炸弹 田羽山已经傻眼了 他今年刚上大一 和咱们的孟孟 还是在一个大学读书 即便是高傲如夏天俊 他也不得不承认 张轩取得的成就 真的令他感到震撼不已 田羽山呆呆地坐在那里 他被震撼得 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过了好一会儿 他深深地呼了一口气 他现在知道老公 为何回来之后 这般感叹了 正在读大一 东山实业的董事长 桃园区新任老板 这三个条件加在一起 实在是太令人 感到不可思议了 若非这件事是老公说的 他根本就不会相信这件事 下一刻 田羽山的美眸一亮 好事啊 他不是正愁着 东山省没有男孩 配得上他的女儿吗 这不是出现了吗 老公 你见过那个孩子了 长得怎么样 夏天俊看到妻子的神色 就知道他在想什么 其实岂止是妻子想 他虽然不如其他人 那么强烈 但也希望张轩 能成为自家的女婿 很帅气 和公司里正在重推的流量小声相比 也不遑多让 田羽山文言 眼睛更亮了 急切地问道 那你有他的联系方式吗 你想干什么 我可告诉你 别瞎搞 要是惹得他烦了 你我都吃不了兜着走 夏市娱乐这点家当 还不够人家塞牙缝的 夏天俊看到妻子那闪亮的双眼 吓了一跳 赶紧提醒道 没事 我有分寸 我难道还会拿着 咱一家人的命运开玩笑吗 田羽山信誓旦旦地说道 心中确实在想 招惹 将自己的女儿推销给他 怎么能算是招惹呢 这是好事啊 就算那个人再不通情达理 也不能因为这样的事情就生气吧 夏天俊一想也对 妻子也不是那种 喜欢胡乱来的人 于是将张轩的联系方式 告诉了妻子 田羽山立即记了下来 嘴里尼南道 张轩 夏孟 听听这两个名字 多有夫妻相啊 夏天俊听听妻子的尼南声 脸当时就黑了 就是两个普通的 不能再普通的名字 怎么就牵扯到夫妻相了 就在此时 田羽山的手机响起 看到是自己的儿子后 他一脸的嫌弃 无奈地接了起来 宿舍内 丁 检测到宿主做出了选择 随机消费反线卡时 体质加10 精神加10 颜值加1 备注 随即消费反线卡 根据宿主的消费金额 会产生一定倍数的消费返还 最低两倍 上限是1000亿 张轩刚准备睡觉 脑海中提示音响起 他愣住了 系统延迟了吗 以前 他做出了选择后 奖励会立即发放 这一次 居然隔了这么久 才得到奖励 紧接着 一股热流从小腹内涌出 流经全身 使得张轩全身暖哄哄的 舒服得要命 这是他从未体会过的一种感觉 轻飘飘的 好像在虚空中飞翔一样 雾草 什么味道 是谁刚才大便没冲厕所 方世明 你狗约的居然不冲厕所 赶紧去冲冲 听到几个老色批的声音 张轩皱眉 他也闻到了一股奇臭无比的味道 忽然 他感到身上一种黏乎乎的感觉 很难受 他一看自己的身体傻了眼 他发现自己的身体表面 溢出了一层黑乎乎的油 宿舍里的恶臭 就是这层油散发出来的味道 没等方世明辩解 张轩一个纵约进了洗刷间 老方 你是不是便秘了 打开水龙头脱了衣服立即洗澡 地面瞬间便扑了一层黑色 张轩洗了半个多小时 身上的味道才去掉 擦了擦 来到了镜子面前 张轩看向镜子里的自己 下一秒 他愣住了 这还是自己吗 此刻的他面如关玉 棱角分明 双眸清澈 更重要的是 他全身的肌肉有棱有角的 肚子上多了八块腹肌 皮肤比女孩子还要白皙 镜子中的自己 仔细看的话 就会发现自己在地球时的样子 但又不是完全像 这一世的样子更多一些 两种面容加在一起 居然帅到了极点 马德 你太特么的帅了 老子要是一个女孩的话 一定也会爱上你的 张轩自夸道 眉宇间多了一份自信 擦 什么香味 轩哥 你在里面干什么了 是不是练习五龙抱住神功 没事 大家都是男人 我们能理解你 笑话走了 你有需求很正常的 不过 你别这么浪费香水啊 这么香 你这是什么香水 一瓶多少钱 给兄弟们来点啊 香味 张轩自己闻了闻 居然是他身体上发出来的 擦 他以后岂不是变成了行走的荷尔蒙 哎 好烦啊 以后学姐见到了我 岂不是要忍不住扑上来 张轩妈撒着自己的下巴 看着自己 忍不住感叹道 擦 你别老子滚出来 我们保证不打死你 听到张轩的呢喃声 杨明四个人要吐血了 张轩推门走了出来 一股淡淡的清香随他飘出 杨明四个人看到张轩这骚包的样子 一把将他剥拉到了一旁 嗯 香水呢 没有啊 没有啊 没有香水 怎么会这么香 轩哥 你藏哪里了 雾草 轩哥 你怎么好像忽然变帅了 四个人错愕地看着张轩 这才注意到张轩面容的变化 他们每天进行军训 风吹日晒的 一个个早就成了非洲难民了 但是张轩的皮肤 却好像刚出生的婴儿似的 白皙嫩滑 张轩哈哈大笑 凡人们 你们终于注意到了哥的帅气 哥以前就是这么帅 只是你们一直不敢承认而已 老子困了 要去睡觉了 张轩自顾自地钻进了被窝 就在此时 手机响了起来 见是一个陌生的号码 以为是推销的 张轩就挂掉了 然而对方马上又打了过来 如此三次后 张轩无奈接了起来 喂 是张轩吗 一个窃窃又有些紧张的声音传来 李孟奇 张轩疑惑问道 是 是我 你没事了吗 我听大厅经理说 你没事了 声音依旧弱弱的 但是不令人反感 反而会忍不住 生出一丝保护的欲望 我没事了 你不用担心 张轩回答着 脑海中不由自主地浮现那个 一直被秀发遮住面容的女孩 钱 我会还你的 我明天去给你送欠条 电话那边的李孟奇犹豫了一下 还是异常坚定地说道 在他看来 张轩肯定是赔那些人钱了 要不然那些人那么凶 怎么可能这么轻易地放过他 不用 事情处理了 没花钱 张轩微笑着说道 你 天剑 李孟奇说完就挂断了电话 根本就不给张轩拒绝的机会 被挂断电话的张轩哭笑不得 这个女孩看似弱弱的 实际上却是意志极其坚定 他一旦认定的事情 就很难改变了 挂断了电话 张轩立即看到了 有八只眼睛直勾勾地盯着他 吓了他一跳 噗花的 人吓人 会吓死人的 张轩没好气地 瞪着四个老色批 无语地说道 蒋军涛盯着张轩 轩哥 李孟奇又是谁 你可别做对不起笑话的事情 张轩文言一愣 随即明白 这四个混蛋 刚才偷听他打电话了 无语地说道 你们胡扯什么呢 我和李孟奇 可一点关系都没有 在桃园鞠的时候 我不是先出去了吗 发生了一点事 顺手就处理了 李孟齐一直以为 是我帮了他 所以打电话过来感谢我 你们的脑子里 不要这么龌龊 啊 在桃园居 还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杨明疑惑地看着张轩 没事了 已经处理了 老子睡觉了 张轩刚想躺下 手机再次响起 看到来电显示 张轩接了起来 喂 学弟 你刚才和谁打电话了 刚接通 夏梦充满怨念的声音传来 张轩的脑海中 立即出现了 夏梦正在电话那边 嘟着嘴巴的样子 不由地微微一笑 学姐不在的时候 张轩还没有什么感觉 夏梦一走 张轩还真的感觉 生活少点什么 或许是我已经 适应了学姐的存在 张轩心里想到 是不是在勾 引别的小女孩 我不在 你连个电话 都不知道给人家打 学弟 你不乖哦 听到夏梦的声音 宿舍里四个老色批 立即竖起了耳朵 听到夏梦在电话中撒娇 四个老色批 只觉浑身一颤 学姐撒娇啊 谁能想到 高冷的学姐 居然也会撒娇 张轩 就在此时 话筒中传来 顾清诚的声音 是啊 清诚姐 你要不要和学弟 说几句话 紧接着传来 夏梦打趣的声音 哼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想干什么 想包电话周 出去 我要休想 学弟 我们不理这个老女人 我不在的这段时间 你要老老实实的 不要给我勾三搭四 等我回去了 我们就搬出去住 听到这里 杨明四个人 已经呆滞了 正正地看着张轩 麻蛋 轩哥和笑花 已经发展到这个地步了吗 搬出去住 这是要双速双七的节奏啊 四人给张轩竖起了大拇指 张轩苦笑 学姐 不要开玩笑了 宿舍里的老色批太多 你这样就不怕 对你造成不好的影响吗 才不怕呢 不说了 我妈妈来电话了 明天再聊 另一边 夏梦接起了妈妈的电话 小妮子 你到地方了没有 到了呀 你为什么不告诉妈妈 你心里还有妈妈吗 女儿啊 妈跟你说 这一次 妈妈给你找了一个小伙子 他也是你们学校的 你一定会喜欢他的 他是咱们东山 妈 你要是再说这个 我就再也不理你了呀 田玉山一阵无语 看来是他想错了 他还以为女儿看不上对方 是对方的本事不如女儿 现在看来 不是因为这个 夏梦还没听他说出 对方的身份呢 直接就不让他说了 我才上大二 妈 你就已经给我找了 几十个相亲对象了 你闺女是没人要吗 你就这么着急 把我嫁出去 夏梦嘟着嘴巴 气呼呼地说道 不是啊 梦梦 妈这不是担心你 因为小时候的那件事 妈 你别说了 梦梦 妈 我 我已经有男朋友了 你就别担心了 夏梦说完 翘脸红透了 立即挂断了电话 然后关机 他知道 母亲知道了以后 一定会打破杀郭文到底的 还没有搞定学弟 夏梦也知道 现在说有点早了 但是他被妈妈骚扰的 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这个月 妈妈已经给他找了 七八个相亲对象了 看妈妈的样子 大有不给他找到 男朋友不罢休的架势 不行 一定要趁早将学弟拿下 夏梦握紧了拳头 给自己加油打气道 一旁一直在偷听的顾清诚 撇嘴冷笑 夏梦白了顾清诚一眼 第二天 军训的时候 依然是班里的同学在军训 而张轩却悠哉悠哉地坐在树底下乘凉 所有人看到张轩这个样子 都羡慕得流口水 但是没有办法 张轩和教官们都称兄道弟了 他们就算是极度也不行 只要他们开口 教官就来一句 给你们一次机会 只要你们打赢了我 随时可以去哪里乘量 这军训就是训练你们的意志 你们感觉凭张兄弟的实力 他的意志会弱吗 蒋军涛已经试过很多次了 都败在了教官的手中 更何况他们这些普通人了 就在此时 一个人朝着张轩的方向走来 正在乘凉的张轩 突然感觉一道清香飘来 他缓缓地看了过去 直接一个被长发遮住脸颊的人走了过来 李孟齐同学 你怎么这么早就过来了 张轩还以为要等到晚上呢 我 我一会儿要去打工 所以 这个给你 李孟齐将欠条拿了出来 察觉到张轩的目光 立即低下了小脑袋 露出来的翘脸上浮现了一抹红韵 还紧张地向后退了一步 张轩见状错愕不已 没想到世界上 还有这么喜欢害羞的女孩 她这个样子 像急了一只受到了惊吓的小兔子 李孟齐同学 我真的没有花钱 你不用 你 拿着 张轩还想解释一下 然而李孟齐根本就不给他解释的机会 将欠条塞给他 然后转身一路小跑着离开了 张轩 李孟齐 张轩喊道 令张轩错愕的事情发生了 听到他的喊声 李孟齐非但没有停下 反而跑得更快了 好像他是洪水猛兽一般 张轩低头看着自己 他长得有这么可怕吗 轩哥 那个女孩是谁 队伍解散了 王强立即跑过来 好奇地问道 女孩 要不是他的长头发 我都看不出 他哪里长得像女孩 杨明撇嘴 他只对美好的事物感兴趣 轩哥牛逼啊 那个女孩好像是其他学校的 居然也来送情书 看来我轩哥夜明远播 很快就要冲出东山市 冲向全世界了 到那时 会不会有世界知名的女明星 前来送情书啊 蒋军涛拍着马屁 希望将张轩拍得舒服了 交他两招 只是没想到他这一拍 直接拍到了马蹄上 张轩美好气地瞪了他一眼 吴雨道 滚一边去 她就是昨天在桃园居 碰到的那个女孩啊 总以为我是花钱摆平的 所以过来送欠条 真是一个倔强的女孩 打开纸条 果然是欠条 甚至连利息什么的都算上了 张轩苦笑不已 这丫头看似柔柔弱弱的 但是实际上要强得很 不像欠她的人情 可问题是 这丫头根本就不欠她人情啊 反而是因为桃园居的缘故 使得这丫头受到了牵连 走吧 去吃饭 张轩几个人向食堂走去 刚才那个女孩是谁 好像不是我们学校的 当然不是我们学校的 我们学校的 谁还这么肤浅 只看重张轩的颜值 跟着张轩干什么 长大了要饭吗 不过 那个女孩穿着也很破烂 与张轩倒是很贴切的一对 如果她们能在一起的话 对我们倒是一件好事 擦 刚才有没有拍照的 赶紧发论坛上 这样校花就知道了 不管有没有用 我们一点事情不做 才是最可怕的 对对对 马德 我怎么没有想到 我拍下来了 这就发论坛上 校花不在的日子 老子也不会闲着 论渣男是怎样练成的 一脚踏三船 脚大 任性 我的燕鸣 已经名震整个大学城 校花 我不是非你不可 一时间 跟贴者无数 目的很简单 就是要校花看到这几个帖子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有人一直在人工置顶 这几个帖子 众人都在等待着校花的回应 但是他们失望了 夏梦一直没有动静 夏梦的宿舍内 王雪看着帖子气得抓狂 这个张轩太狂了 梦梦对她这么好 结果梦梦刚走 她就和别的女孩 勾勾搭的 梦里也气呼呼的说道 梦梦从来不看校园论坛的 因为她感觉无聊 给梦梦打电话 让他们分手 对 让他们分手 胖乎乎的森田 也生气了 王雪立即拨通了夏梦的手机 喂 雪雪 你怎么舍得 给我打电话了 夏梦慵懒的声音传来 你这个没良心的 听到夏梦的话 王雪郁闷了 你刚走 张轩就和别的女孩在一起了 真搭 谁啊 王雪等人无语 这丫头什么反应 听到这个不是应该抓狂吗 真搭 谁啊 这是你该问的问题吗 难道梦梦谈恋爱后 变傻了 夏梦 你抓不到重点吗 张轩和别人谈恋爱了 背叛了你 王雪咬着牙说道 雪雪啊 别生气 夏梦的声音仍旧是不急不缓 首先 雪弟还不是我的男朋友 因为他还没答应我呢 话音落下 王雪三个人顿时呆住了 整个宿舍鸦雀无声 夏梦刚才说了什么 张轩还没答应夏梦做他的女朋友 这绝对是他们听到的 本世纪最大的笑话 夏梦也 追求者人数破千 东山大学人气最高的笑话 不仅仅相貌爵士 身价也是不菲 更何况一直品学兼优 参加过几次世界性质的竞赛 被国家频道都报道过 流量小声 亲自举着鲜花来求爱 夏梦就是这样一个 被无数的光环包围着的女孩 不要说被夏梦主动追求 即便是夏梦走过去 和某个男生说一句话 哪怕是问路的话 都足够那个男孩激动一个人 夏梦主动追求张轩 张轩居然还没有答应 这件事光是 想想就感觉匪夷所思了 天方夜谭啊 张轩的脑袋是不是有问题啊 难道他的脑袋 是钢铁炼成的吗 梦梦 你说的是真的 张轩那个钢铁 哦 不是 震惊直男 还不是你的男朋友 夏梦无语了 他说了这么多 结果自己的三个闺蜜 居然还停留在他的第一句话 对啊 张轩刚和他的女朋友分手 还没从上一段感情中走出来呢 说过段时间 在考虑和我谈不谈恋爱 不过 张轩说 他对我的感觉 和其他人不一样哦 夏梦的声音中 毫不掩饰自己的高兴和骄傲 三女听到话筒中传出来的话 忍不住拍了一下自己的额头 完蛋了 夏梦脑子瓦特了 估计张轩不过是一句 很随随便便的客套话 结果这丫头没听出来 还以为张轩是喜欢他的 三个人面面相去 那么这件事 还真怨不得人家张轩了 两个人连男女朋友都不是 人家和谁在一起 也是人家的自由啊 感情这种东西 真的是说不准 梦梦 你刚才说什么 王雪问道 其次 连我这种大美女 张轩都没有这么快接受 她会接受其他的女孩 不可能的 肯定是误会 估计是学校里那些 无聊的人再带节奏 听到夏梦的话 三人无语 心中为做这件事的 那些人默哀 那些人费了这么多的心思 换来的却是夏梦一句无聊 他们如果知道了的话 会不会羞愤欲绝去跳楼呢 你们不用担心了 张轩一定会成为我的人 这辈子注定了的 夏梦语气异常的坚定 梦梦啊 这个世界上好男人很多 你应该和其他的男孩试试的 对啊 张轩是不错 但是你怎么知道 其他人不适合你呢 三个人你一言我一语的劝解 却不知道他们说的话 夏梦根本就没有听进去 此刻 夏梦看着手机中的一张相片 相片很模糊 依稀可以看出 上面有两个孩子 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 夏梦迷恋的看着相片中的男孩 你难道 小轩 小梦爱你呢 轩哥 十一国庆节就要放假了 你想去干什么 王强问道 我妈刚打电话来 让我回家一趟 张轩已经有些迫不及待了 亲情是他从未接触过的东西 他是既激动又有些害怕 害怕父母会看出他 已经不是真正的张轩了 这段时间以来 他已经逐步让他父母 接受了他正在挣钱的事情 不过他没有立即对父母说 他现在是一个身价几千亿的神毫了 而是说他赚了一些钱 足够大学用度了 他给父母打了预防针 告诉二老 他现在正在搞一个新项目 若是成功了 他可能会挣到几百万 甚至一千万 这样他回去后 一下子拿出这么多钱来 父母也不至于无法接受 郑说着 手机微信响了起来 原来是高中群里 有人在爱所有人 段冰 同学们 快要十一了 大家应该都回家吧 定个日子聚一聚 段冰是张轩高中时的班长 他的父母开了一家公司 家境不错 高考的时候超常发挥 考进了魔都大学 还上了槟城新闻 风头一时无两 袁洪波 好啊 大家也一个月没见了 想念大家了 晚上几次落泪 是应该聚聚了 李超 擦 你小子最会扯淡了 落泪 有图吗 班长 去哪里聚啊 能带女朋友吗 韩芬芬 好啊李超 老娘这么喜欢你 你居然喜欢上了别人 等见到你 别怪老娘将你打出屎来 李超 分解饶命 狗头 JPG 你爱我 高中的时候怎么不吱声啊 弄得我现在想起你来 只能自己动手 韩芬芬 to JPG 段斌 可以带自己的男女朋友 Atlee小曼 带着你的男朋友吧 夏少应该不会拒绝的 曹鹏 疑问 JPG 小曼的男朋友 不是宣哥吗 班长你搞错了吧 段斌 你们还不知道吧 小曼和张轩和平分手了 这个话题 以后大家都不要提了 小曼现在的男朋友是夏少 那可是东山真正的大少 让他听到了不好 At 张轩 轩子 不要介意 大家都是同学 分手了也是好朋友 张轩看了一眼 便想关掉 和这些人不太熟悉 聚在一起 也没啥意思 更何况 段冰洞这次聚会 恐怕就是想借此机会 打张轩的脸 张轩没必要傻乎乎的 将自己的脸凑过去 让他打 然而 张轩想关掉 有人偏偏不想让他如意 李小曼 At 张轩 句句吧 我的相片有一些还在你那里 还给我吧 不然我的男朋友会误会的 你以后有了女朋友 也不想让他看到你那里 有其他女孩的相片吧 段冰 是啊 At 张轩 出来句句吧 想死你了 张轩无语 这段冰就是傻逼 想他 他什么时候和段冰的关系这么好了 当初段冰可是李小曼的忠实追求者 自从李小曼选择了他 段冰就一直有意无意的找他的茶 没想到都高中毕业了 这家伙还这个熊样 段冰的心思不难猜 不过是想借助李小曼提出分手这件事来打击张轩 如果张轩还是以前的那个张轩 自然承受不了这样的羞辱 可是这些人却不知道此刻的张轩灵魂早就化了 对于这件事 他根本就没有放在心上 丁 神级选择系统启动中 选择一 参加高中聚会 奖励 宾城国际60%的股份 体质加10 精神加10 颜值加2 选择2 拒绝参加高中聚会 奖励 宿主将获得缩头乌龟称号 女人员1 香江水岸别墅一套 备注 缩头乌龟称号的获得者 体质被动加100 属性永久有效 听到脑海中系统的声音 张轩无奈 这特么的 还用选择吗 宾城国际 不正是父亲工作的地方吗 如果父母同意跟着他来东山享福 那就交给 王川派人管理 如果父母不愿意的话 那就让父亲管理 反正张轩也不怕亏损那点钱 张轩 没问题 正好见见大家 丁 检测到宿主已经做出了选择 体质加10 精神加10 颜值加2 宾城国际60%的股份 股权转让协议 已经下放到了储物空间内 宿主随时可以查收 紧接着 张轩就感觉体内一股暖流涌现 他的力量又增加了很多 头脑变得更加的清醒了 不知道是不是他的错觉 这一刻 张轩感觉他的精力极其充沛 思维极其活跃 即便是他几天不睡 也不会感觉到累 张轩发完微信 就打开电脑看了起来 不得不说 这个世界和地球 还是有明显区别的 地球上 娱乐产业极其丰富多彩 而这个世界 只有相声 小品 电视剧等等几个项目 至于歌曲 是近几年新兴起来的项目 听到那上面那咿咿呀呀的歌 张轩差点吐了 电视剧更是垃圾的要死 要不是有网络游戏 张轩真不知道 这个世界的人靠什么打发时间了 怪不得这个学校的学生 像追星一样追下梦 精神太过匮乏了 上一次见到的人当中 好像有人就是搞娱乐的 张轩感觉自己 有义务去给那人提个建议 让那人丰富一下人们的休闲时间 忽然 张轩瞪大了眼睛 正正地看着屏幕中出现的那个女人 好熟悉啊 这不是他的女邻居吗 这个女人真的是一个明星 看不出来啊 哎呦 轩哥 你也是李子星的粉丝啊 方世明是一个电视迷 听到张轩电脑中传出来的声音 立即问道 她叫李子星吗 她很火吗 想起那个女人 在听到她和老顾不是在打架之后 垂头丧气地走进屋里的场景 张轩就撇嘴不已 什么人品啊 这么喜欢看别人打架吗 就这样的人 居然也能当明星 方世明文言 立即不高兴了 很火吗 轩哥 你把马子去掉好吗 李子星 凭借一步后 媳妇时代 火遍大江南北 尤其是他自创的僵尸脸演法 更是开创了一个时代 轩哥 以后你绝不能侮辱我的老婆 在我的心目中 她是比下大笑话还要重要的存在 方世明提起李子星来滔滔不绝 那个样子 将一个老色批 演绎得淋漓尽致 比李子星的演技强多了 擦 僵尸脸演法 那不就是毫无演技吗 张轩快要吐了 想到那晚见面时的场景 张轩不由感叹 那个女人还真像僵尸 张轩网上搜索了一下 不由地折舌 网上铺天盖地的 全都是对她的赞美 近乎将她夸赞成了一个天上有地下无的绝世大美女 漂亮 张轩承认 但是也最多和学姐差不多 看了一会儿方世明口中的僵尸脸演法 张轩肯定了 李子星就是毫无演技 一直在靠着那张脸 糊弄观众 李子星 你们在讨论我的老婆吗 听到美女 王强也从游戏中脱身出来 问道 滚一边去 子星什么时候成你的老婆了 她是大家的老婆 这可是我们东山省走出去的顶尖明星 是咱们东山省的骄傲 听说她和老东家闹掰了 要自立门户 可惜我家老爷子的钱不让我动用 否则 我一定去赞助我的老婆 为了解约 咱老婆付了一个亿的违约金 听说是她背后娱乐公司的少东家看上她了 追求不成就恶心的下药 被咱老婆识破了 狠狠地打了一巴掌 回去就提出了解约 对方动用了很多的关系 更是扬言要彻底的封杀她 谁帮助她 就是敌人 方世明咬牙切齿地说道 这次紫星应该会成立自己的工作室 不过听说愿意跟着她走的 只有她的经纪人助理江西然 不知道他们两个人 能不能熬过正经娱乐的风沙 王强也担忧地说道 听到这些人的话 张轩无语了 一群还和自己的父母伸手要钱的人 居然有脸替一个女明星担忧 差不多行了 人家就是在落魄 别墅住着 豪车开着 助理带着 你们呢 有脸担忧别人吗 还是担忧担忧你们自己吧 忽然 宿舍里所有的人目光看向张轩 只把张轩看得全身寒毛倒竖了起来 喂 兄弟们 我可是男人 也不是 哎 不好那口 求放过 方世明忽然开口道 轩哥 你家里挺有钱吧 帮助紫星吧 王强也开口道 只要你帮助了紫星 我就是你一辈子的兄弟 杨明也收起了脸上的嘻嘻哈哈 轩哥 如果你有能力的话 真的应该出手帮助一下李子星 这个女孩还是很励志的 没有任何的背景 凭借自己的本事 闯荡娱乐圈 在这个满是浑水的娱乐圈里 还能保持清醒 很难得了 张轩 无语了 这些人见过真正的李子星吗 以前对夏梦迷成那个样子 没想到对李子星更狠 没钱 就算我有钱 对于一个女明星来说 她稀罕我这点钱吗 我说 你们见过人家本人吗 在这里为人家担惊受怕的 人家都不知道 有什么意思 张轩撇嘴 宿舍里几人文言着实无奈 张轩说的也对 就算是张轩再有钱 但是对于李子星的工作室而言 就是杯水车薪了 就在此时 张轩的微信忽然显示 到账一千块 张轩愣了一下 瞬间想到了那个柔柔弱弱的女孩 她眉头皱起 看李孟奇的穿着 生活应该很拮据 打工可能就是为了挣点生活费 张轩问过周易了 李孟奇每天兼职六个小时 只能赚到一百二十块左右 听说她家里的父母 还指着她 每个月往家里打钱 这一下子 将她工资的三分之一给了她 这丫头肯定不会把寄回家里的钱减少 唯一能减少的 估计只有她的生活费了 张轩立即打了过去 张 张轩 钱 你收到了吗 对 对不起 我只能给你这么多 那五万块分五年给你 听到话筒中传来的柔柔弱弱弱的声音 张轩心里暗道 果然是这丫头 李孟奇同学 我真的没有花钱 那五个人 张轩无语了 他都说了没花钱 李孟奇怎么就是不相信呢 我 我还在工作 我会给你钱的 李孟奇说完 就挂断了 张轩无奈地打电话给周易 给李孟奇掌工资到六千 啊 另一边的周易 听到张轩的话 直接猛逼了 张先生 我们桃园区的兼职工资 在这大学城中 给的是最高的 照做就好 可是 用什么样的名义 周易被张轩的这个命令 给整蒙圈了 随你的便 说完 张轩就挂断了电话 空于那边的周易 猛逼到了极点 这个怎么搞 老板一句随便 他就得耗尽自己的脑细胞啊 毕竟来这边 兼职的大学生这么多 他总不能只给李孟奇 一个人涨工资吧 必须得找一个 让别人幸福的理由啊 就在这个时候 一道倩影 从周易的身边经过 空调的风吹过 将李孟奇那张 被头发掩盖起来的 绝世容颜 给露了出来 那惊鸿一瞥 瞬间使得周易 待在了原地 过了一会儿 等人都走远了 周易这才回过神来 李孟奇这么漂亮 李孟奇在这 兼职这么久了 他居然没有发现 而老板刚来了几次 就找到了这块 还未经人开发的蒲玉 他现在知道 张轩为什么要单独 给李孟奇掌工资了 自以为找到了原因的周易 立即喜出望外 见李孟奇再次经过的时候 他喊住了他 李孟奇怯怯的看着周易 心里有些惶惶不安 自从上次那件事 他就一直在担心会被开除 陶原居是他找到的 给工资最高的 因为陶原居的存在 他才能继续读书 挣钱给父亲看病 供弟弟上学 如果陶原居开除了他 他的一切将化为泡影 经理 你 你有什么事情 李孟奇的小脸煞白 害怕听到从周易的口中 说出开除他的话 孟奇啊 你是不是认识张轩张先生 周易总得证实一下 否则闹出了乌龙 那就尴尬了 嗯 李孟奇心里砰砰直跳 完蛋了 周易找他 真的是要说那天的事情 周易听到李孟奇承认了 立即回顾了 自己和李孟奇打交道的过程 确信自己没有的 罪过李孟奇之后 这才悄悄地松了一口气 还好 这极有可能是 未来的老板娘之一啊 以后可得伺候好了 李孟奇同学 鉴于你这一年来表现良好 我们决定聘用你为正式员工 一会儿你就去经理办公室 签订劳动合同 公司里会给你缴纳保险 周易努力使自己的脸上 充满了微笑 说道 听到这句话 周围经过的服务员 全都愣住了 周经理 我们也是吗 那些人期盼地问道 兼职员工和正式工之间 工资差了很多呢 听到周易的话 李孟奇悄悄地松了一口气的同时 小脸又皱了起来 正式员工的工资高 同样的工作时间也长 而他还要学习 没有这么多的时间 经理 我 我还要上学 李孟奇之所以这么努力 就是为了能够继续上学 若是为了来这里打工挣钱 而耽误了上学 他不愿意 哎呀 孟奇 你傻呀 你上学是为了什么 不就是为了未来好找工作吗 桃园居 可是东山省最好的工作岗位了 孟奇 快答应啊 那几个小姐妹立即说道 周易文言愣了一下 对他笑着说道 你放心好了 不耽误 你上学的 就按照平时的工作时间来 这是张先生为你申请的一个助学福利 好了 去工作吧 等我你定好了合同 就会喊你过来签 至于你们 你们这段时间的表现 我也看在眼里 过了年 公司里绝对会提升你们的福利待遇 哦 谢谢周经理 周经理万岁 那些小姐妹不能立即转正 虽然有些不舒服 但是听到要给涨工资 一个个的高兴起来 正 先生 李孟奇微微一愣 然后瞬间想到了周易说的是张轩 小脸顿时皱了起来 他好像欠张轩的更多了 孟奇 周经理说的张先生是谁 就是东山大学论坛上 和你说话的那个大帅哥吗 一个小姐妹问道 不可能 你们看帖子里说的吗 那个人家是不太好 而周经理口中的张先生 那可是连经理都崇拜的人 两者肯定不是同一个人 不管如何 这个张先生肯定是看上我们孟奇了 他们这些小姐妹们经常在一起工作 自然知道李孟奇的绝世面容 对于李孟奇被人看上了一点都不稀奇 李孟奇可一点都不比那些笑话差 只不过这个丫头害怕被打扰 不但将她的骄傲给裹了起来 还将盛世容颜用头发每天遮挡着 他们不理解 要是换成了他们有这么卓越的条件 他们早就找一个有钱的男朋友了 听到周围小姐妹的议论声 李孟奇翘脸红透了 低着小脑袋 脸上满是纠结之色 难道张萱真的是看上自己了 随即李孟奇便摇了摇头 不可能 他们见了一共不到四次面 再说每一次见面的时候 他都将容颜给遮挡了起来 张萱不可能知道他长的是什么样子 怎么会看上他呢 李孟奇的心里砰砰直跳 有些向往 又有些害怕 从小到大 身边的女同学都有人追求 他一直是一个人 要说心里不期盼是不可能的 可是他也知道自己的相貌 自己的家庭条件 害怕自己会遇到那种 只看中自己容颜的人 下了班 李孟奇还是给张萱发了一条短信 只有简简单单的两个字 谢谢 张萱看到短信微微一笑 回了一句 不用谢 一个月的军训 很快就过去了 十一国庆节 转眼就来到了 杨明三个老色批 是东山市本地人 昨晚就拿着张萱的保时捷 钥匙出去浪了 张萱无奈 只好开着杨明的宝马舞系回家 这样也好 那辆宝石捷太惹眼了 这辆宝马低调一些 凌晨四点多 可能是即将见到父母的原因 张萱就翻来覆去的睡不着了 亲情 一直是张萱梦寐以求的东西 这一世能接触到 张萱想起来就激动得不行 这一个月来 他几乎每天一个电话 雷打不动 既然睡不着了 索性早点开车回去 路上也不会那么堵车 张萱将早就买好的礼物 搬到了车上 驱车向外走去 刚走出学校门 一个瘦弱的影子 正在前面走着 小小的人 却背着一个很大的包裹 他走得很吃力 李孟奇 张萱看了一眼 就认了出来 于是开车走了过去 李孟奇赶紧让到了一旁 生怕被车子碰到 那个样子像急了一只 瘦到了惊吓的兔子 李孟奇 你去哪里 怎么这么早就出来了 听到车上的人喊出自己的名字 李孟奇愣了一下 向车上看去 待看清开车的人是张萱之后 不知道为何 忽然想到了那些小姐妹们的猜测 小脸刷得一下红透了 张萱有些疑惑地看着李孟奇 这丫头傻了吗 这么直勾勾地看着她做什么 她的脸上有东西吗 从后视镜看了看 没有啊 李孟奇 张萱下了车 走到李孟奇的身前挥了挥手 啊 你 李孟奇听到张萱的话 这才回过神来 看到张萱离她这么近 连忙向后退了两步 张萱无语 这丫头 怎么好像很怕她 她长得也不凶啊 对 对不起 我 我正要回家 刚退开 忽然意识到 这么做很不礼貌 李孟奇赶紧弱弱地道歉 你家是哪里的 张萱好奇地问道 没想到她刚问完 李孟奇立即忌惮地看向她 李孟奇同学 我长得这么凶恶吗 你好像很害怕我 张萱无语了 没 没有 李孟奇忽然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了 委屈地嘟着嘴巴 张萱苦笑着摇了摇头 很难想象 一个这般柔弱的女孩 是如何在这个世界生存的 而且还承担着照顾家庭的重担 没事 我就是和你开玩笑 你不用介意 你老家是哪里的 张萱好奇地问道 冰城 啊 张萱愣住了 这个丫头和她是一个地方的人 你这是回家吗 嗯 我要去车站 李孟奇弱弱地说道 叮 神级选择系统启动中 选择一 送李孟奇回家 奖励 槟城国际40%的股份 随机消费反线卡时 体质加10 精神加10 颜值加2 选择二 无视李孟奇 自己回家 奖励 克尼赛克豪车一辆 同时获得直男的称号 女人员一 上车 我也是槟城的 我带着你回家 听到脑海中响起的电子音 张萱开口说道 不 不用了 我去坐长途汽车就好 听到张萱的话 李孟奇吓坏了 小脸瞬间惨白 那些小姐妹猜对了 张萱真的在追求她吗 上车 张萱算是看出来了 这李孟奇脾气很是执拗 想让她听话 只能用墙 我不等李孟奇把话说完 张萱将后备箱打开 一把拎过她的包裹 放进了后备箱里 丁 检测到宿主已经做出了选择 奖励发放中 槟城国际40%的股份 随机消费反线卡10 体质加10 精神加10 颜值加2 备注 股权购买协议 已经放在储物空间中 你这里面是什么 这么重 没有在意脑海中 想起的电子音 张萱拎着包试了试 这一包裹 起码八九十多斤 这丫头居然想拎着包 走到汽车站 虽然大学城距离汽车站 不算很远 但也足足十里地 张萱猜测 李孟齐之所以这么早起来 肯定是想省那两块钱的公交车费 心中微微一通 李孟齐的样子 让他想起了地球的自己 药 给我爸爸买的药 李孟齐低着头 不敢看张萱 那弱弱的样子 就好像刚才张萱欺负了他一样 在李孟齐的心里 张萱此刻就是在欺负他 像个恶霸暴君一样 上车 张萱直接抓着他的胳膊 将他按在了副驾驶上 给他系好安全带 就在张萱贴近他 给他系安全带的时候 李孟齐整个人变得僵硬无比 就连呼吸都停止了 眼神变得呆滞 张萱哑然失笑 李孟齐这个样子 真的好像他在欺负他似的 你家住在哪里 我 你家住在哪里 二 十里保里家村 李孟齐感觉很委屈 张萱太凶了 根本就不容他质疑反驳 张萱打开导航 错愕地发现 李家村距离他家居然不算很远 最多十二里地 挂挡 加油门 车慢慢地驶离大学城 向着槟城而去 东山国际机场 夏梦推着自己的行李 急不向外面走去 显得很是兴奋 一双美眸亮晶晶 眯成了一条缝 好像想到了什么开心的事情 旁边的顾清成无语了 他们团队取得竞赛冠军的时候 都没见过夏梦这么兴奋过 回到家了 反倒兴奋起来了 梦梦 刚出机场 看到王雪三个人 对他们挥舞着双手 夏梦欢呼着跑了过去 顾清成撇嘴不语 心里却有些酸溜溜的 同样是东山大学的校花 夏梦有三个闺蜜来接 而她却只能一个人回去 清成姐 王雪三个人打着招呼 顾清成对着三人微微一笑 然后静止走开了 顾大娘没有男人的滋润 都快更年期了 夏梦嘟着嘴巴说道 王雪三人闻言 憋不住笑出了声 你损不损啊 梦立无语 对着夏梦翻了一个白眼 梦梦 十一七天假期 我们去哪里玩啊 孙田的双眸充满了期待 七天足够他们好好地玩一玩了 夏梦听到孙田的话 忽然神秘地一笑 不是我们 是你们 啊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们不是约好了出去玩吗 旅行团定金都交了 你不去 人家也不退了 就是啊 你弄得人尽皆知 连田阿姨都知道了 最后你又不去了 你不出去玩 留在这里干什么去 每天看书啊 三个人不解地看着夏梦 这个丫头这两天一直在朋友圈和他们商量着 去哪里玩 连他们各自的父母都知道了 他们旅行团都抱好了 结果这丫头说不去了 你们该去去啊 钱我出 夏梦笑眯眯地说道 话音一落 梦立和孙田还一脸猛 聪明的王雪瞬间就猜到了 丫头 你不会是想一个人去张轩那里吧 梦立和孙田文言 争大了美眸 难以置信地看向夏梦 呀 雪儿好棒 兵狗你猜对了 夏梦的美眸中 竟是对未来七天的日子里美好的展望 嘴角 小梦梦 你疯了 就是啊 要是让夏叔叔和田阿姨知道了这件事 他们会疯了的 我就不明白了 张轩是很不错 但是也没有达到让你这么痴迷的地步吧 你怎么就偏偏看上他了呢 三个小姐妹傻眼了 美眸中近视不解 夏梦的这个决定实在是太疯狂了 你知道张轩的父母是两个怎么样的人吗 你就冒冒然前往 你就不害怕 王雪还是感觉不妥 想要阻止 知道啊 张轩的父母很和善的 夏梦美眸笑眯眯的 一点都不担心 你知道 你见过人家吗 见过呀 夏梦骄傲地说道 小时候 他经常去张轩的家里吃饭呢 他的父母那个时候很忙 根本就没有时间照顾他和弟弟 他们姐弟两个 近乎每天长在张轩的家里 父母都有意 让他们姐弟两个 认张轩的父母为干爹干娘了 啊 见过了 王雪三个人傻眼了 连公公婆婆都见过了 这么劲爆的吗 哎呀 你们别管了 你们三个去好好的玩 旅游的费用我出 不过 帮你隐瞒夏叔叔和田阿姨 是吧 没等夏梦的话说完 三人就猜到 这丫头的小算盘了 好了 你们去玩吧 我也要启程了 夏梦说着 向车站走去 买好票坐上了前往槟城的车 夏梦美眸跳向远方 美眸中尽是西纪之色 薛爹 我来了 哼 想羞辱我的男人 你们做好了本女神将领的准备了吗 阿帝 经过了几个小时的长途跋涉 他们终于来到了李家村前 张轩打了一个喷嚏 心里有些犯嘀咕 谁想他了 看到熟悉的场景 原本和张轩坐在一起很紧张的李孟奇 也彻底地放下心来 小脸上露出了一抹迫不及待 张 张轩 你在村口放我下来好了 我自己回家 你父母 等你应该等得着急了吧 两个人相处了一路 李孟奇对张轩说话的时候 总算是流利一点了 不再时不时露出害怕的表情 你指路 我送你到家门口 张轩也不停车 静止朝着村子里开 李孟奇嘟起了嘴巴 张轩 好像吃定他了 太凶了 就在此时 有人骑着摩托车迎面出来 是二叔 二叔 看到来人 李孟奇很兴奋 在车里打着招呼 李勇听到有人喊自己 疑惑地四处观望着 张轩听到李孟奇喊对方二叔 立即停下车来 给李孟奇打开了车门 李勇看到李孟奇从车上下来 先是一愣 然后着急地说道 小齐 赶紧去医院 你爸爸的病又犯了 听到二叔的话 李孟奇的小脸 瞬间变得惨白 二叔 孟奇 赶紧上车 我们去医院 看到李孟奇那满脸无助 失魂落魄的样子 张轩皱眉 既然他碰到了 能帮一把就帮一把吧 反正他现在有的是钱 你是 好 李勇也顾不得问张轩是谁了 将摩托丢在了那里 直接上了车 你 此刻的李孟奇 好像整个人被吓傻了 根本就听不到张轩的话 更不用说上车了 张轩二话没说 直接将他拉进了车里 然后在李勇的引路之下 开车向县医院驶去 二叔 到底是什么情况 张轩和李孟奇是同学 按照李孟奇的辈分来叫 绝对不会有错 李勇听到张轩对他的称呼愣了一下 轻轻一探说道 尿毒症 老毛病了 今年已经犯了六次了 这次怕事 话没有说完 但是张轩听明白了李勇的意思 这一刻 李孟奇面无血色 目光呆滞地看向窗外 张轩知道 李孟奇此刻肯定是担心害怕到了极点 故意和李勇聊起了别的 希望这样可以缓解一下他心里的害怕 一个小时候 他们来到了县医院 下了车 三个人一路向医院里跑去 李海犯了病 是李勇送来的 这一次 他回去是回家拿钱的 不过 看李勇的脸色 钱应该还是不够 来到病房 医生正在催促李孟奇的母亲 必没去交钱 必没满脸的无助 一双眼睛透红 满口答应着 但是却一直不动身 医生看出了李海家里的困难 治疗费用 医院已经给你们捡到最低了 医院也有医院的困难 说实话 最好的治疗手段还是患肾 就这么保守治疗 病人的身体会越来越弱 就算是这一次保住了命 下一次 哎 我知道医生 谢谢 可是 并没说到这里说不下去了 眼眶的泪水还是流了下来 妈 李孟奇跑到了病床边上 喊了一声 然后紧张地看向倒在病床上的父亲 此刻的李海面色伟黄 全身浮肿 昏迷不醒了 小琪 你回来了 碧梅看到女儿惊讶地开口道 小琪 你身上还有钱吗 你爸爸 碧梅悉迹地看向李孟奇 李孟奇脸上竟是绝望 他哪里有这么多钱 在他离开家去学校的时候 已经将假期挣的钱 全都留给母亲了 刚开学一个月 还给了张萱一千块 他的身上哪里还有钱 呜 看到李孟奇的样子 碧梅再也忍不住了 哭了出来 嫂子 我这里还有两千块 我知道不多 这是家里的全部了 李勇站了出来 脸色难看地说道 这位魁梧的大汗 此刻脸上却充满了愧疚 多谢小勇 我们家连累你了 碧梅站起来 对着李勇鞠了一躬 嫂子 你这是干什么 我大哥生病了 我出前看病 也是应该的 李勇说完看向医生 期盼地说道 医生 村里知道大哥的事情了 正在筹钱 只是需要一些时间 但是并不能等人 您看能不能先给大哥治疗 医生的脸上 充满了欠然之色 对不起 这件事我也无能为力 假如只是七八千块 我自己就给你垫上了 可是 医生 已经找到肾源了吗 张萱开口问道 医生闻言 还以为张萱是病人家属 点头道 早就找到了 也适配成功了 可是没钱 我没医院 其实这已经是第二次了 第一次已经换给另一位病人了 肾源难寻啊 李海能连续两次找到适配肾源 这是老天爷帮忙啊 医生总是欲言又止 张萱听出了医生的意思 开口道 医生 医院具备患肾手术的条件吗 如果具备的话 那么动手术吧 我这就去交钱 此言一出 病房里所有人全都看向张萱 李孟奇想到张萱一句话 就帮他转正 猜到张萱一定是一个有钱人 满是绝望的美眸中 突然涌现出一丝希望 孟奇 这个小伙子是 必没这才注意到张萱 听到张萱要帮忙出钱 立即开口询问道 哦 张萱 他是我的朋友 这次是他送我回来的 李孟奇弱弱地开口道 阿姨 我叫张萱 是孟奇的朋友 先不说了 叔叔的病要紧 我这就去缴费 你们赶紧给叔叔准备一下吧 医生看了张萱一眼 小兄弟 换肾手术的费用 看张萱的样子 应该还是一个学生 换肾的手术大概四十多万 一个学生能拿出来吗 张萱笑了笑 去缴费了 小七 你这个朋友 真的有这么多钱吗 必没稀计地问道 应该有吧 小七的朋友开的是宝马 那车一看就不便宜 李勇说道 李孟奇惊喜于父亲有救了 却又有一些不知所措 这么多钱 他已经欠张萱五万块了 再加上手术费用 他以后要怎么还钱啊 过了一会儿 张萱拿着缴费单据回来了 医生看了一眼 立即说道 你们赶紧准备 我也去喊手术室准备 好 谢谢医生 谢谢小兄弟 我给你磕头了 毕眉激动地跪了下来 阿姨 你这是干什么 孟奇是我的朋友 我帮你们也是应该的 赶紧准备吧 叔叔的手术重要 一行人立即推着李海 向手术室走去 谢谢 在手术室外等着的时候 李孟奇走到了张萱的身边 小声感激道 没事 不用担心 叔叔会好的 嗯 李孟奇从未这么无助过 张萱的出现 对于他而言 恍若天神下凡一样 就在此时 众人的肚子都叫了起来 因为担心李海的病 再加上他们确实没钱了 所以从早上到现在 一直没吃饭呢 二叔 阿姨 你们在这等着 我饿了 去买点东西吃 张萱说着 转身去买东西了 这家医院 已经做过很多次 换身手术了 成功率很高 必没几个人 虽然依旧担忧 但是心里却不像 之前那般沉重了 小齐 张萱帮了我们 这么大的忙 你可得好好地感谢人家 李勇松了一口气 说道 啊 嗯 李孟奇文言 坚定地点头道 小齐啊 张萱这个小伙子不错 而且对待我们 也没有任何的瞧不起 以后想办法报答人家 必没对张萱的印象 还是很好的 换身的手术四十多万 张萱直接给缴了一百万 连后续治疗需要的费用 也给交上了 那可是一百万 不是一百块 张萱的恩情 太大了 这让他们一家人怎么还 嗯 李孟奇的心里很乱 他长得漂亮 自己当然知道 但是 这也是他最害怕的一件事 以前总有男生来找他 打扰他 不论他怎么拒绝都不管用 甚至有极端的人 找到他的父母 给他的生活 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后来 他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用长发遮挡了自己的容颜 然后用布条将自己裹起来 一开始 还有很多人关注他 但是慢慢的就有人传出了 他被毁容了 那些来找他的人 慢慢的就少了 可是张萱应该从未见过 他的面容才对啊 李孟奇的心里充满了纠结 碧梅看了一眼自己的女儿 心中轻轻一叹 他和老公没本事 将养活一家人的重担 交给了一个花季少女 他亏欠女儿太多了 张萱来到了医院外面 医院外永远不缺餐馆 张萱买了一些 简单的包子油条豆浆 就欲网回走 就在此时 手机响了起来 张萱一看是母亲 这才想起 他还没有将这里的事情告诉 喂 小萱 你什么时候到家 母亲郑少女的声音传来 妈 刚才有急事 忙起来忘记给你打电话了 我的一个朋友的父亲生病了 正在动手术 我今天可能回不去了 就算是回去 也得晚上了 生病了 严重吗 你的什么朋友 要不要妈妈过去看看 郑少女听到之后 关心道 不是什么大病 小手术 我等她的父亲 从手术室里出来就回家 嗯 路上小心点 我和你爸等你回来 回到了医院 张萱微微一笑 大家吃点吧 我知道大家担心 但人是铁饭是钢 叔叔还需要你们 来照顾呢 别把自己累垮了 包子 李孟奇的弟弟李天超 看到张萱提着的包子 一双眼睛陡然睁亮 跑过来就拿着吃了起来 慢点吃 还有很多 别噎着 喝点豆浆 看着小家伙的样子 仿佛很久很久没吃过包子了 并没看了一眼儿子 眼中满是愧疚 见张萱看向儿子的眼神里 并没有什么瞧不起 反而热心地地地上了豆浆 看向张萱的眼中热情了很多 张萱是吧 谢谢你将小七送回来 一路上辛苦你了 阿姨 您客气了 我是孟奇的朋友 这些事情都是我应该做的 张萱 你 你跟我来 众人吃饱 焦急等待的时候 李孟奇走到张萱的身边 柔柔地说道 张萱疑惑地跟着李孟奇 向一旁走去 带两人走后 李勇看着两人离去的方向 开口道 嫂子 这小伙子不错 配得上咱家小琪 就是不知道 人家有没有婆娘 碧眉轻轻一叹 小琪姐弟两个 跟着我受苦了 张萱是不错 不过我这样的家庭 人家家里会接受吗 李勇淡淡一笑 咱家小琪又不丑 学习又好 毕了业 肯定可以找到一份好的工作 什么样的男人找不到 嫂子 你不要这么说 毕没心里苦笑 先不说别的 张萱的这一百万怎么还 一百万 他们家里一辈子 能挣到一百万吗 张萱跟着李孟奇 来到了另一侧的走廊中 他停了下来 低着头不敢看张萱 拿出了一张纸 张萱微微一正 接过来打开一看 又是一张欠条 他微微一笑 李孟奇同学 我只是想帮你 没想过 不 我一定会还给你的 李孟奇语气坚定地说道 好吧 张萱知道李孟奇执拗的性格 也不拒绝 一百万而已 刚才交了费 他还赚了几百万 他的手机已经来了短信提示 银行卡里又多了五百万 见张萱答应了 李孟奇悄悄地松了一口气 他感觉自己欠张萱的太多了 张萱 你 你是不是对我 李孟奇小脸充满了纠结 担忧地问道 张萱愣了一下 玄机明白过来 笑道 孟奇同学放心好了 我有女朋友的 她是我们学校的校花夏梦 你应该听说过 我只是单纯地想帮助你 没有别的心思 哦 谢谢 谢谢 你 你回家吧 你的父母应该担心了 听到张萱有女朋友 李孟奇悄悄地松了一口气 玄机又不好意思说道 没事 等叔叔从手术室里出来吧 好 李孟奇这次没有拒绝 手术进行得很顺利 一个半小时后 李海就被人推了出来 医生 我大哥怎么样 李勇焦急地问道 医生脸上露出了笑容 放心好了 手术很成功 不过还需要多观察观察 听到医生的话 碧梅激动地哭了出来 李孟奇立即抱住了母亲 他知道母亲承担了太多 张萱 你先回家看看吧 你的父母应该也担心你了 阿姨还需要照顾你叔叔 等你叔叔出了院 一定要跟着小齐来家里 阿姨再好好地谢谢你 老公换肾成功 碧梅的脸上多了一丝笑容 来到病房后 说道 也好 那我先回去了 对了 阿姨 这是庆祝叔叔手术成功的 钱不多 就是图个彩头 你千万不要拒绝 交给医院的钱 没出院之前 是拿不出来的 看李天超看到包子 那不要命的镜头 张萱就知道 碧梅的身上没钱了 于是 刚才在提款机里 提出了一万块包进了红包 不行 这钱我们不能要 看到那厚厚的红包 就知道里面钱不少 碧梅刚接受了张萱一百万 怎么可能再要张萱的钱 阿姨 这是红包 就是图个吉利 你就不要拒绝了 张萱将红包丢到了病床上 然后转身离开了 李孟奇看着张萱的背影 神色复杂 不自觉地咬住了嘴唇 张萱坐进了车里 打通了母亲的电话 怎么了 小萱 出什么事情了 刚接通 郑少丽担忧的声音就传了过来 没事了 我朋友的父亲手术顺利 我现在正往回赶呢 啊 没事了 那就好 对了小萱啊 你先别回家 直接来复食快餐 就在桃园居的旁边那里 你直接找一个出租车过来 快一点 郑少丽挂断了电话 看向对面的那个浓妆艳抹的女人 笑着说道 美姐啊 真对不起啊 又要麻烦你了 我家小萱要回来了 你看 对面的那个浓妆艳抹的女人文言 一脸都不耐烦 少丽妹子 女孩的时间很紧张的 今天要见的 也不只有你们一家 我这刚回绝了人家 你这又说行了 另一家找的地方是桃园居 你选在这里 我 哎呀 美姐 你多费费心吗 小萱是你看着长大的 都是自家孩子 这是一点小意思 你这跑了这么多趟了 我的心里是真的过意不去 郑少丽说着 拿出了一个红包 塞进了女人的手里 对面浓妆艳抹的女人看到了钱 不耐烦的脸上 顿时露出了笑容 夸张的哈哈大笑道 哎呀 少丽妹子 你这太客气了 小萱可是我看着长起来的 再说 凭你我的关系 我将她看成干儿子的 她的事情我自然会上心 另一家虽然有钱 但是她儿子高中还没毕业 不像咱家小萱 正正经经的东山大学生 女孩也并不是全都看中钱的 说不定 女孩就看上了咱家小萱的才华呢 否则女孩也不会主动找上我帮忙说梅 只要小萱没有问题 成功性还是挺大的 美姐说着 手翘无声息将钱收了起来 然后说道 对了 妹子 我事先声明 这件事成功的可能性虽然很大 不过 我不能保证百分百能成 这次不成的话 我可以再给小萱找一个 郑少丽脸上充满了笑容 没事没事 让梅姐 你多费心了 妹子 听说你 金融危机爆发 工作越来越难找了 梅姐轻轻一叹 郑少丽闻言 脸上露出一抹不自然 张萱来到的时候 富士快餐门前已经停满了车 她看了一眼 还好自家的桃园居门前还有停车位 她直接将车停了过去 先生 请问你是爱用餐的吗 张 张先生 您怎么来了 边承敏看清张萱的面容 吓得脸都白了 她被辞退后 找了很多地方 人家都不接纳她 甚至有些公司表面上表示愿意接纳她 等她到了之后 直接开口奚落 让她颜面尽失 边承敏知道 是自己以前太高傲了 得罪了太多的人 人家这么做也是有原因的 经历了事态炎良之后 她找到了以前的好兄弟 希望对方能接纳自己 没想到 对方居然成了槟城桃园居的大厅经理 对方知道了她的事情后 沉默了一下 给她找了这个保安的工作 边承敏没有拒绝 这个时候有一份工作就不错了 只是没想到她这么倒霉 刚来到就被老板抓包了 是你 你不是被辞退了吗 张萱皱眉 看着边承敏 淡淡地问道 扑通 边承敏直接跪在了地上 哀求道 张先生 求求您了 我知道错了 我现在就想安心上班 绝对不会干那些事情了 张先生 我现在就是一个保安 您高抬跪手 行吗 叮 神级选择系统启动中 选择一 原谅边承敏 奖励 富士快餐100%的持有权 边承敏的忠诚 体质加实 精神加实 选择二 拒绝原谅边承敏 奖励 相亲成功率提升100% 获得海王的称号 女人员加一 听到脑海中响起的电子音 张萱愣了一下 相亲成功率提升100% 什么鬼 她要这东西 有什么用 以她现在的身价 再加上美丽学姐的追求 她需要相亲吗 选择一 张萱无语 对着边承敏说道 起来吧 踏踏实实地在这里工作 我会看着你的 丁 检测到宿主做出了选择 奖励发放中 富士快餐100%的持有权 边承敏的忠诚 体质加实 精神加实 边承敏也顾不得什么颜面了 在地上磕头祈求张萱的原谅 听到张萱的话愣了一下 旋即激动的泪水横流 多谢张先生 多谢张先生 我边承敏向天发誓 今生若是背叛张先生 就让我不得好死 起来 以后不要动不动就跪下 好好的工作 表现比任何的话语都管用 张萱说完就下了车 向富士快餐走去 边承敏感激地看着张萱的背影 握紧了拳头 经历了太多的事态炎凉 张萱的对他的原谅 让他的心里暖暖的 张先生 我边承敏一辈子都会忠于你 此生绝不背叛 张萱看着面前的富士快餐 规模倒不小 当然 比旁边的桃园居 还是差了很多 不过富士快餐的地理位置不错 若是能将桃园居和富士快餐连到一起 桃园居的生意会好很多 小萱 这边 就在此时 一个温柔的声音传来 张萱闻言看了过去 看到那个富人 她的心头一热 这就是自己的母亲 妈 张萱走进了富士快餐 来到了郑少丽的面前 一把将母亲拥进了怀里 郑少丽温柔地笑了起来 你这孩子 不就是刚离开一个月吗 怎么好像几十年没见识的 一旁的梅姐见状不屑地撇嘴 妈宝男 小萱 快来见过你梅姨 郑少丽介绍道 张萱看了一眼浓妆淡抹的女人 记忆中并没有发现此人的存在 不过还是很客气地喊道 梅姨 哎呀 这就是小萱吗 果然一表人才 这次妹子 你就情好吧 梅姐刚才没有看清张萱的面容 等张萱看向她 梅姐直接呆住了 太帅了 比那些电视明星还要帅 看得她身体感到燥热 恨不得立即拉着张萱去开房 这么年轻的小伙子 和她在一起一定很舒服 想到这里 梅姐脸色一阵潮红 梅姐 那个女孩呢 她什么时候来 郑少丽看到梅姐的样子 一脸的疑惑 出声提醒道 哦 我这就给她打电话 梅姐回过神来 脸色通红 即便是隔着厚厚的坟底 依旧清晰可见 少丽啊 你那边还没有完事吗 张萱回来了 你不是想见见小萱吗 过来吧 挂掉了电话 梅姐笑盈盈地对着张萱说道 小萱 十几年不见 长得更帅了 少丽啊 女孩看到小萱的样子 肯定会答应的 郑少丽闻言 脸上露出了一抹骄傲 桃园居内 韩少丽正五妹地钻进一个男孩的怀里 开口道 好了 那个人回来了 我们过去吧 说着 白了一眼男孩 真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 我们明明已经订婚了 你非要弄这一处干什么 就是为了打那个人的脸吗 还让我主动托没人找他 人家就这么便宜吗 男孩哈哈大笑 在韩少丽的身上摸了一把 走吧 看我去打他的脸 施少 吃好了 大厅经理迎面走来 微笑着说道 韩少丽见桃园居的大厅经理 亲自走过来问候 顿时感到一阵骄傲 这可是桃园居的大厅经理呀 槟城的桃园居刚建立三个月 还不是那么有名气 但是 见识过桃园居在其他地方的火爆程度 韩少丽几乎可以肯定桃园居火起来 是迟早的事情 桃园居的大厅经理 亲自过来问候 多大的面子啊 这是他愿意跟着师生谢的原因 这师生谢是 槟城有名的花心大少 换女人像换衣服这么随便 不过他对自己有信心 那些女人之所以很快就被换掉了 肯定是功夫不到家 他从南方刚回来 因为面容娇好 再加上那方面的功夫好 生意火出了天气 所以 他家里才能在几年之内发展起来 不过这种生意 终究不是什么长久的好买卖 他还是得找一个有钱人嫁掉 而这师生姐 便是他找到的最合适的 师生谢很明显 也很受用 哈哈大笑着 恨不得让所有人都看到这一幕 很不错 很不错 王经理 我晚上还有别的业务 先走了 两人走出了桃园居 来到了停车场 呀 是宝马武系 好车啊 五十多万呢 谁的 韩绍芬没想到在这穷乡僻壤 居然能见到这种好车 师生姐看了一眼 这辆五十多万的宝马武系 然后看了一眼自己二十多万的大众 顿时感到 面子掉在了地上 被人摩擦了 马德 我订的那辆车为什么还没有来 他也订了一辆五十多万的奥迪 假如今天开的是那辆车 那多有面子 亲爱的 行了 你的这辆车 在槟城这种小地方 已经顶尖的豪车了 我感觉好有面子的 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做过特殊生意的韩绍芬 瞬间捕捉到了师生姐 这一瞬间的心情 立即开口说道 师生姐顿时一顿满足 哈哈大笑着 对了 亲爱的 你还没有告诉人家 为何要对付这个张轩呢 他有什么特殊的吗 因为他是大学生 韩绍芬一脸的不屑 也就槟城这种小地方 看中大学生这个身份吧 很难想象 槟城距离东山市这么近 经济发展居然会这么落后 大学生 我的手底下 有多少大学生 毕了业 还不是干着初中生一样的工作 师生姐满脸急潮 心思却飘向了远方 他想到了那个雌娃娃一样 漂亮的女孩 他是那么的喜欢 可恶的是 那个女孩 就是不喜欢和他在一起 而是喜欢另一个傻子 他看过父亲的手段 只要给女的吃上那种药 然后扒光他们的衣服 两个人睡在一起 女人就会对父亲死心塌地的 所以他从父亲那里偷来了那种药 可是没想到的是 女孩吃了药之后 反抗还那么激烈 甚至跳进了河里 他当时吓坏了 仓皇地跑回家 后来听说是张轩救了那个女孩 如果张轩并没有救那个女孩 那么女孩一死 什么事情都没有了 可恶的张轩居然就起了那个女孩 让他一直担惊受怕 令他感到安慰的是 那个女孩一家人 后来搬家了 并没有报警 但是这件事一直隐藏在他的心底 只要张轩还存在 他就会想到那个女孩 所以他一定要将张轩毁掉 再得知张轩和李小曼分手了 今天回来 他想到了这个办法 他陪着韩绍芬过去相亲 利用李小曼的事情 狠狠地打击张轩 然后利用相亲这件事 奚落张轩 这两件事加在一起 肯定能将张轩打击得一蹶不振 师生解开着 他那辆二十万的大众来到了富士快餐的门前 他直接嚣张地将车横在那里 然后静止走了进去 对不起先生 您的车不能停在这里 啪 师生解一巴掌打了过去 瞎了你的狗眼 老子是槟城国际的师生姐 你看清楚了没有 老子的车哪里都能停 马路中间老子都敢随便停 你这里老子不能停 滚你马得 师生解一脚踹开保安 然后大摇大摆地走了进去 保安羞红了脸 但是看到师生姐那嚣张的样子 他心里即便是委屈 此刻也只能忍着 听到母亲和梅姐的话 张轩无语了 好尴尬呀 相亲 他没有想到自己会有相亲的一天 妈 你怎么不早说 我不需要相亲啊 张轩在郑少丽的耳边小声说道 别以为妈妈不知道你和小曼已经分手了 再说 这一次是对方主动托你们一来说 她的相片妈看过来 比小曼好看多了 你们可以先谈着 试着处处 处不来的话 那就在大学里找一个 郑少丽可是知道高中的时候 自家儿子是多么的喜欢李小曼 如今听儿子的高中同学说 儿子和李小曼分手了 他害怕儿子会一蹶不振 恰好梅姐来说梅 他就硬了下来 梅姨 就在此时 韩绝芬迎面走来 看到韩绝芬 梅姐的脸上立即挂上了笑容 绝芬啊 快过来 坐 坐 韩绝芬自顾自走了过来 看到这里的环境 一脸的嫌弃 怎么约在这里啊 这是人能来的地方吗 隔壁的桃园居才够气派 这里 说着 脸上的嫌弃之色更浓了 花音落下 郑少丽和梅姐笑容顿时僵在了脸上 尤其是郑少丽 感觉尴尬到了极点 丁 神级选择系统启动中 选择一 狠狠地奚落韩绍芬 奖励 体质加实 精神加实 颜值加一 槟城观栏国际别墅一套 选择二 主动跪舔韩绍芬 奖励 获得舔狗称号 女人员一 韩绍芬的青睐 张轩正要开口 听到脑海中的声音愣了一下 随即嘴角上挑 露出了微笑 这不是人能来的地方 你怎么来了 你不是人 丁 检测到宿主做出了选择 奖励发放中 体质加实 精神加实 颜值加一 槟城观栏国际别墅一套 购房合同和钥匙 已经放于储物空间内 请宿主注意查收 哎 你怎么骂人呢 你 突兀的 韩绍芬说不下去了 正正地看着张轩 整个人僵在那里 太帅了 和那些明星没什么区别 而且 张轩这是素颜啊 并没开滤镜 当这样男人的女朋友 他不吃亏 看到韩绍芬的样子 这样原本站在一旁 等待着高调出现 打脸张轩的师生姐愤怒了 骂人 这里 都不是人能来的地方 我怎么会骂人呢 张轩冷冷地看着韩绍芬 这个女人看样子 就不像什么好人 身上的气息 很像那种从事特殊行业的人 你 马德 你特么的 算什么东西 我的宝贝 也是你能辱骂的 师生谢暗娜不住走了出来 当他看清张轩的那张脸 更是怒从心头起 张轩凭什么长得这么帅 这更加坚定了 他毁掉张轩的决心 石少 梅姐看到师生谢 立即站了起来 亲爱的 这就是你要见的第二个人吗 我还在猜测是谁 原来是穷逼张轩啊 怎么 刚被人甩了 就来这里寻找安慰了 亲爱的 他根本就没将你当一回事吗 居然带着你来这种破地方 这是人来的地方吗 旁边就是桃园居 居然选择在这里 穷鬼就是穷鬼 咦 怪不得 是你啊 被公司辞退了 能带着人来这里 就很不错了 师生谢来到之后 像机关枪似的 炮轰着张轩和郑少丽 郑少丽的脸色越来越难看 气得脸都紫了 听到师生姐的声音 韩绍芬也从张轩的帅气中 回过神来 开口道 梅姨啊 我现在已经是师少的女朋友 你没必要将那些阿猫阿狗 介绍给我了 师生谢脸上带着德意 走到了张轩的身边 小声说道 小子 知道为什么李小曼会甩了你吗 张轩听到母亲被解雇了 正要问 听到师生姐的话 心里忽然感到一阵堵 他愣了一下 意识到 这是这一世的残存意识在作祟 师生谢 察觉到张轩的脸色变了 更加得意了 哈哈 你想不到吧 李小曼也是我安排的 否则 你以为就凭你一个穷鬼 李小曼怎么会看上你 你还不知道的是 就在李小曼答应成你女朋友的那一晚 他爬上了我的床 他皮肤很滑的 功夫更不错 还是第一次呢 张轩 你就是一个loser 你 师生姐 嚣张跋扈 一脸猙獰 不但辱骂张轩 还辱骂张轩的父母 你母亲 我下令解雇的 不但是你的母亲 你的父亲 我也会让他回家休息 你 郑少丽怒到了极点 忽然一阵天旋地转 妈 张轩眼疾手快 一把扶住了母亲 小轩 我们走 郑少丽面无血色 眼眶中满是泪水 妈 不用生气 你放心好了 槟城国际会请你回去的 看到母亲的样子 张轩一阵心痛 玄疾怒火冲天 哈哈 像似听到天大的笑话 师生谢和韩绍芬笑出声来 宾城国际会请他回去 张轩 你是不是被女人甩了 就得了失心疯 宾城国际是老子的家族公司 老子不发话 谁能让他这个废物回去 你 啪 没等师生姐说话 张轩一巴掌扇了过去 直接将师生姐扇的推了好几步 脸上多了一个清晰的巴掌印 滚 张轩冷冷地看着师生姐 你 师生谢想要破口大骂 看到张轩的样子 顿时遍体声寒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眼神啊 仿佛刚从师山血海中走出来一般 一股破人心神的气势 使得师生姐不敢吱声了 你怎么打人呢 这可是法治社会 你这么嚣张 就不害怕进有关部门吗 韩绍芬跑到了师生谢的面前 将师生姐扶了起来 管好你的嘴 我不能保证不打女人 张轩淡淡地说道 韩绍芬立即紧闭着嘴巴 妈 你没工作了 怎么不告诉我 还给我打钱 我不是告诉过你吗 我现在自己能挣到钱 张轩眼眶微红 被人关心的感觉 真的是太好了 工作的事情 妈妈很快就能解决 妈不是和你说过吗 你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学习 别想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 等你学到了知识毕了业 有的事前等着你挣 听到了没有 郑少丽再次听到张轩说挣钱的事 立即训斥到 眼眸中满是疼惜 妈 你放心好了 宾城国际会请你回去上班呢 不但会请你回去 还请你回去当领导 张轩坚定地说道 此刻 察觉到这里的动静 很多人围了过来 看到周围有人了 师生结以为 张轩不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打人 再次嘚瑟起来 宾城国际会请你妈回去上班 今天我把话撂在这 她要是能回去上班 老子跪下给你磕头 说着 师生谢害怕别人不知道她的身份 淡淡地说道 老子就是宾城国际总经理 此言一出 周围的人看向师生姐的目光 立即变了 哎呦 这不是师少吗 什么风把你吹到这里来了 原来是师总 居然会在这里遇到师总 听到师生姐的声音 立即有人认了出来 走过来站到了师生谢的身旁 是一位师生姐战队 刚才我怎么看到这个小子 打了师少 找死是吧 敢打师少 马德 谁给她的胆量 小子 你再动手试试看 一些人想在师生姐的面前表现一番 于是纷纷开口道 师生姐见状更加的得意了 大家都误会了 郑少丽看到儿子引起重怒了 立即开口为张轩辩解 就在此时 一阵手机铃声响起 张轩疑惑 接了起来 请问你是张轩张先生吗 我是 你是哪位 张先生您好 我是桃圆街富士快餐的总经理李伟平 请问您什么时候有时间 我想 我现在就在店里呢 啊 您等着 我这就过来 张轩挂断了电话 姚人啊 我好害怕 张轩 你刚才打了我 这件事不能就这么算了 见张轩打电话 师生谢还以为张轩害怕了 要找人平息此事 他冷笑道 哈哈 姚人 在这槟城 师少在这 谁敢来 你是不是没告诉他 你招惹的人是师少 废话 他敢说吗 他要说了是师少 对方敢接电话吗 那些人知道师生节的品性 怎么可能会放过这个拍马屁的机会 纷纷开口道 就在此时 张轩的手机再次响起 哼 对方是知道了师少在这 所以打电话来 告诉你他有事的吧 接啊 张轩看到是陌生的号码 皱了下眉头接了起来 你好张先生 我是槟城国际代理总经理陈军 你是槟城国际的总经理 那我面前站着的这位师生谢 怎么也自称槟城国际的总经理 张轩冷冷地看向师生姐 淡淡地问道 师生姐 您收购槟城国际后 他的总经理职务已经被解除了 陈军解释道 请问您什么时候有时间来公司一趟 公司重组还需要您的主持 这件事 你找你们车间的张平主任吧 我已经委托他担任槟城国际的总裁 你们要全力协助他 张平 是三车间的车间主任张平吗 听到张轩的话 电话那边的陈军猛逼了 他们这边这么多的高管 张先生不用 要提拔一个车间主任 担任他们的新任总裁 这不是开玩笑吗 怎么 有问题 陈军的语气有些异样 张轩皱眉 问道 张先生 张平担任车间主任是一把好手 但是担任总裁的话 恕我直言 他的能力怕是不足 所以才让你们协助他 张平是我的父亲 我买下槟城国际 就是为了让他玩的 这件事 还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什么问题的话 那我挂了 什么叫能力不足 谁也不是生来就会当总裁的 锻炼锻炼不就行了 张轩挂断了电话 那边的陈军 彻底的傻眼了 公司是被张平的儿子买下来的 槟城国际虽然市值不算多高 但是十几个亿还是有的 张平家里这么有钱吗 去将三车间的车间主任张平喊来 算了 还是我亲自去请来吧 陈军刚说完立即改口道 他心里感叹 有钱人真会玩 明明这么有钱 偏偏来这里装一个普通的工人 还一装就是十几年 这样有意思吗 难道是有钱人的恶趣味吗 张平 刚才政部长已经去通知张平 他被辞退的事情了 这种小事不用你去做吧 啥 辞退 陈军傻眼了 立即跑了出去 麻蛋啊 怪不得刚才张先生的语气不太对劲 难道是早就知道了 所以不想和他们玩了 直接摊牌了 陈军呼呼跑了 空于办公室里十几个人大眼瞪小眼 一脸的猛逼 发生了什么事情 不就是一个车间主任吗 这是师生姐做的决定 他们想着 反正公司需要重组 一个车间主任的去留无伤大雅 就直接按照师生姐的决定 让她走了 还能减轻一下公司的负担 将这个锅退给师生姐 多好 怎么让老陈这么大的反应啊 所有人呆呆地看着张轩 就连郑少李 都有些傻眼 整个空间彻底地静谜了下来 哈哈 张轩 你装逼也装得像一点 你买下了槟城国际 你在老子的面前 说你买下了槟城国际 原来你不是傻逼 是真的得了失心疯 怪不得会被女人甩了 就你这样只会妄想的男人 谁跟你谁瞎眼 师生姐夸张地笑出声 甚至笑出了眼泪 张轩在她的面前 说买下了她家的公司 还有比这个更适合打脸的吗 师生姐感觉 自己准备的那些都白准备了 张轩是将脸凑过来 让她打呀 为了击溃张轩 她甚至撒谎 将李小曼都搬了出来 在她看来 这种丢人的事情 张轩是不可能去找李小曼求证的 只是她没想到 张轩居然会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做出了这样愚蠢的事情 早知道这样 她哪里还用得着花这个心思 韩绍芬本来对张轩的爵士 容颜着迷 但是听到张轩的话 好感顿失 这样一个只会说大话的人 在一起玩玩的还可以 若是结婚 难道要跟着张轩 一起活在妄想中吗 梅姐走到了郑少丽的身边 小声地说道 妹子 赶紧让小轩道歉 这可是失哨啊 要是惹恼了她 张萍的工作 真的可能会丢掉啊 郑少丽闻言脸色一阵难堪 她尴尬地抬起腿 就欲迈出一步 哪个是张轩张先生 就在此时 一阵脚步声传来 一个威严的老者 带着几个人走了过来 是这里的总经理李伟平 这里的是闹大了 李伟平也被惊动了 废话 有诗少在 李伟平能不被惊动吗 看到来人 周围的人纷纷开口 但也有人吃不同的意见 如果李伟平是为了师生借来的 为何开口问的是张轩 张轩是谁 李总 没想到这么点小事 居然惊动了你 你放心好了 我很快就会处理好这里的事情 不会给你带来太多的麻烦 师生谢脸上露出了笑容 刚才周围的人说话声音太大 他并没有听到 李伟平是来找张轩的 见李伟平下来 还以为是 自己在这惊动了李伟平 于是面色巨傲地走出来打招呼道 我就是张轩 李伟平是吧 以后赋食快餐 所有的店都不再欢迎 师生谢和这个女人 将他们赶出去 张轩淡淡地说道 话音落下 整个空间陷入了一片死寂当中 所有人再次呆呆地看着张轩 这下他们相信了 张轩确实是得了失心疯 梅的失心疯 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吗 哈哈 张轩 你特么的 董事长 来人 将这两个人轰出去 没等师生姐的话说完 众人就被李伟平给整猛逼了 师生谢更是难以置信地看向李伟平 她的脸色一阵急速地变幻 铁青无比 滚出去 那个被师生解散了一巴掌的保安 早就等在一旁了 听到李伟平的话 那里还忍得住 这可是一次极好的报酬机会 去你们的 你一个臭板 你敢动老子 师生姐怒吼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被李伟平这么说 这件事 恐怕很快就会在 槟城的上流圈子流传开来 她的脸往哪里搁 李伟平 你特么的脑子瓦特了 你叫她什么 董事长 她一个憋三 没钱没事 你喊她董事长 我怎么会搞错 董事长刚收购了我们富士快餐 保安 动手 不用客气 虽然惊讶于张轩的年轻 但是此刻就算是傻子 也看得出来 师生谢和董事长起了冲突 需要听谁的 还需要考虑吗 是 几个保安举起手中的橡胶棒 就砸了下去 哦 师生姐一声惨叫 脸色变了 没有任何犹豫 转身就往外跑去 你们 我这就走 韩绍芬心中后悔不迭 她居然看走眼了 没事 张轩就算是赢了这一次 又能如何 这个社会终究比拼的是财力 师生谢可是 宾城国际的总经理 而张轩就算是富士快餐的董事长 又能如何 富士快餐 虽然是一个连锁店 但是实力和宾城国际 根本就没法比 韩绍芬心中想到 就在此时 师生姐的电话 忽然响了起来 师生姐接起来 一个声音从话筒中传了过来 小姐 赶紧跑 我们家里破产了 那些债主找上门了 我和你妈跑了 你别让他们抓到 韩绍芬就在师生姐的身边 听得一清二楚 她傻眼了 爸 今天是十一啊 不是四 一余人节 你和我开什么玩笑呢 师生姐尴尬地说道 听到父亲的话 她傻眼了 开什么玩笑 偌大的宾城国际 就这么破产了 不可能啊 那可是十几个亿啊 没时间和你废话了 我和你妈先跑了 你要是被抓到了 记得什么都别说 我要是东山再起了 一定回来找你 对面没有废话 直接挂断了电话 师生姐将在了原地 韩绍芬看着师生蟹 按道一声晦气 没想到钻石王老五 师生蟹 居然成了一滩室 而且还会有债主上门 他可不能沾染上这些晦气 若是被那些债主看到 会不会逼着他还钱 虽然法律上他 没有任何还钱的义务 但是人若是急了眼 他还顾得上这些 师少 我家里还有点事 先走了 倒霉啊 这一次 他是彻底的看走眼了 富时快餐 虽然不如槟城国际 但是市值一个亿还是值得 听说旁边的桃园居 一直在和富时快餐商讨这件事 假如他跟了张轩 一定可以怂恿张轩卖掉 一个亿啊 足够他 下辈子活得很潇洒了 不行 先不走 一定要拿下张轩 他有信心 只要张轩答应和他睡在一起 他会让张轩喜欢上他 亲爱的 我早上给你的那一万块呢 先还给我 等我有钱了 没等师生姐把话讲完 韩绍芬直接撕破了脸皮 你脑子没病吧 师少 一万块 那可是我陪你上 床的钱 你不会是想上了床不认账吧 小姐的钱 你也想要回去 会遭天打五雷轰的 你 师生姐一口血 要吐出来了 这个女人的脸色 转变得实在是太快了 刚才还亲爱的亲爱的喊着 这一下就把她自己说成小姐 啪 师生姐一巴掌 扇在了韩绍芬的脸上 她一脸猙獰道 交出钱来 否则老子打死你 你敢打我 韩绍芬也不是省油的灯 直接跳着脚大声喊道 来人啊 师生姐在这里 来人啊 师生姐在这里啊 师生姐一把抢过了韩绍芬的包 上车就跑 韩绍芬也是一个狠人 为了钱立即拦在了车前 风雨人不让是吧 那你就死吧 师生姐一脚油门踩到底 汽车的轰鸣声 让韩绍芬面色瞬间苍白 让开了路 师生姐一脸猙獰的吼道 女婊子 你倒是别让啊 反正老子不想活了 就拉着你 跟着老子一起死 师生姐 你这个杀千刀的 够 娘养的 你不得好死 动 一声巨响 一辆大货车正好经过 师生姐没有看到 静止撞了上去 汽车炸了 发出了一声轰鸣 汽车爆炸掀起的热浪 使得周围的玻璃全都碎掉了 啊 韩绍芬看到这一幕 直接吓坏了 一阵稀里哗啦的声响 他尿了 复食快餐的董事长办公室 郑少丽面色复杂的 看着坐在那里处理事情的儿子 心中难以平静 自从大学开学的那一天 儿子就对他说 正在搞一点产业 他还以为是儿子在瞎胡闹 经历过大学时期的都知道 一些学生 晚上会批发一些火腿肠 方便面零食之类的卖 能挣点生活费 但是不会太多 还会影响到学习 所以 听到张轩说要搞点产业 郑少丽以为他就是要做这个 还害怕做这个会影响到张轩的学业 可是他万万没想到 儿子说的搞点产业这么大 复食快餐 好几家连锁 市值一个多亿了 他正正地看着张轩 忽然感觉 儿子多了一丝陌生 察觉到母亲的目光 张轩对着母亲呲牙一笑 然后挥手示意李伟平不用汇报了 这么说 复食快餐这段时间以来一直在亏损 李伟平一阵尴尬 但是张轩问了起来 他也只好硬着头皮说道 是的 我们复食快餐 一直以来都是槟城的第一 自从桃园居来了之后 我们的营业额下降了很多 这段时间以来 桃园居的人一直想与我们洽谈并购事宜 就在这个时候 您出手了 张轩愣了一下 看来王川和他想到了一起 于是他拨通了王川的电话 开口问道 槟城这边是谁在负责 那边的王川愣了一下 问道 是我的一个兄弟 不过他这段时间出国办事了不在国内 老板 出事情了吗 没事 副食快餐被我收购了 你安排人过来和李老洽谈一下 然后商量并购事项 电话那边的王川有些猛 副食快餐收购了 这怎么可能 他这段时间正忙着这件事呢 他都出到两个亿了 副食快餐依旧不松口 怎么张轩回家休假的功夫就收购了 挂掉了电话 张轩对同样有些猛逼的李伟平说道 一会儿陶渊居就会派人过来 你负责与他洽谈一下 你们可以完全放心 首先 并购之后你们的职位不会改变 而且陶渊居会连公司员工一同接收 其次 你们并入陶渊居之后 工资待遇同原本陶渊居的工人是一样的水平 当然 你们若是不想留下来 我也不勉强 这便是就交给你了 李老 听到张轩的话 李伟平等人更加的迷糊了 张轩并没有解释 等他们来了你就知道了 我还有事 就先走了 妈 咱们回家吧 哦 郑少丽还没有从震惊中回过神来 听到张轩的话 就好像一个木偶一样 跟着张轩走了出去 李伟平一众人送走了张轩母子俩 看着张轩的背影 不由地感叹道 江山带有财人出啊 我们还是老了 李老 你看我们 还有必要留在这里吗 他刚才说的那句话 是什么意思 张先生 难道是桃园居的人吗 他说的话 可以代表桃园居 他能代表桃园居 怎么可能 你知道桃园居此刻的市值吗 四千个亿 若是王川说的那句话 我们自然相信 但是他 我等还是另谋出路吧 有人提起张轩 十分的不以为然 就在此时 李老的手机响了起来 李老拿出手机一看 瞬间一呆 对着众人说道 是桃园居王川 死 众人闻言倒吸了一口凉气 李老 我是王川 条件 老板应该和你说过了 我就不再说了 我弟弟这两天出国了 没有时间 如果你愿意的话 槟城的桃园居日后 就有你负责 这一刻 所有人都呆住了 老板 刚才王川说的那句话 是什么意思 老板 他们的新任董事长 是桃园居背后 那个神秘的老板 这怎么可能 传说中的老板神秘莫测 以一人之力 将三大商贸联盟击退了 可张轩才多少岁 李伟平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既然老板和王总 还能看得上我这的老头子 那李某在推辞的话 就显得不识去了 哈哈 好 槟城那边的事情 就交给李老了 有什么事情 我们随时联系 稍后我会让人过去 与你接洽 签订一下新的合同 好的 张轩牵着郑少丽 从富士快餐中走了出来 正要往停车场走的时候 一道人影 忽然挡在了他们身前 张绍 人家是来道歉的 请你和阿姨 接受人家的道歉 韩少芬目光火辣地 看向张轩 秋波暗颂 说话的同时俯下身来 这个身位恰到好处地 将自己的骄傲 暴露在张轩的面前 在别人看不得地方 他的脸上 带着淡淡的得意 没有人能够抵抗的了这一招 从业的那些年 让他领悟到了很多 可以撩拨男人的招式 这一招百事不爽 然而 他注定是要失望了 因为不论是夏孟 顾清成 白薇薇 还是李孟奇 这四个女人 哪一个都不是他可以比拟的 连那四个女人 张轩都能拒绝 更何况是他 张轩没有理会他 而是牵着母亲的手 静止朝着自己的车走去 独留韩少芬将在那里 于风中凌乱 他看着张轩的背影 咬了咬牙剁了跺脚 又跟了上去 习惯了奢侈的生活 让他回到那种普通的生活中去 他不敢 也不想 张轩牵着母亲的手 走进了停车场 对于背后的韩少芬 他察觉到了 不过并没有在意 那样无耻的女人 他不想与之有一丝一毫的牵扯 韩少芬看着张轩和郑少丽 坐进了那辆五十多万的宝马车 慢慢的驶离 眼中金光爆射 张轩 你肯定是我的 肯定 张轩并不知道韩少芬心中所想 若是知道的话 肯定嗤之以鼻 在这母亲来到了老家 看到眼前这个墙皮玻璃的老旧小区 张轩却从中感受到了一种温情 少丽妹子 小轩 小区里还从来没有来过这么好的车 门卫大爷拦住后 看到车上坐着的张轩和郑少丽 惊讶地喊道 王大爷 今天还是 你值班啊 来 拿去抽 张轩拿出了一条薄金利裙 丢给王大爷 王大爷虽然只是一个门卫 但是当初张轩生病发高烧 父母都在上班 请不出嫁来 张轩走到小区门口就走不动了 是王大爷看出他不对劲 骑着自行车 带着他去了十里外的医院 陪了他一夜 从那以后 张轩就将王大爷看成了自己的大伯 过年的时候 还会请王大爷去他们家里过年 你小子 没白疼你 知道你大爷好这口 我就不客气了 王大爷哈哈大笑 他就喜欢张轩这小子 客气啥 你可是我大爷 张轩笑着开着车走进小区 看着张轩的车子远去 王大爷一脸的欣慰 嘴里笑呵呵的说道 我就知道 小轩这小家伙长大了有出息 来到了楼下 刚下车就碰到了发小顾刚 好呼 老张 牛掰啊 居然开上这种好车了 妈 你先上楼 我和小刚聊一会儿 一会上去 张轩看到顾刚 对着母亲说道 好 你一会儿就上来 妈找你还有事情 郑少丽神色复杂的看了张轩一眼 然后上楼了 张轩知道母亲的意思肯定是问刚才的事情 不过这件事早晚要对父母说明 一会儿摊牌就是 母亲刚上了楼 张轩掏出一根薄金利裙丢给了顾刚 顾刚立即环顾左右 见没有人看到 立即拉着张轩来到了角落 熟练地点燃了香烟 啪 死 呼 动作一气呵成 一看他们两个的样子 就知道他们是老烟明了 轩子 我怎么听说你和李小曼 顾刚犹豫着问道 分了 张轩点头承认 老子就说你们俩不合适 那个女人和你在一起的时候 还和几个公子都待在一起 我和你说你又不信 分了也好 就凭你这张比我稍丑一点点的脸 什么女人找不到 顾刚自恋地说道 滚 张轩嗤之以鼻 对了 你怎么同意去参加高中聚会啊 断冰那狗东西明显不安好心 顾刚冷笑道 我打听到那个狗东西 那天可能要给你难看 你借来这辆车正好 狠狠地打他的脸 郑少丽回到了家中 只见老公张萍已经等在那里了 听到开门声 张萍立即站了起来 老婆 小轩呢 我和你说一件事 你可能不信 我今天下午刚被辞退了 过了一会儿 陈军总经理忽然亲自找到了我 说 新任的董事长已经认明我为总裁了 以后他们会辅助我管理好公司 说着 张萍忽然瞪大了眼睛看向郑少丽 而且 你知道吗 陈军他居然说是咱们的儿子 就是槟城国际的新任董事长 这不是华天下之大鸡吗 不过 任命书已经签了 我有些猛 就回来了 老婆 你打我两下试试 我总感觉自己活在梦中呢 啪 郑少丽没有任何的犹豫 一巴掌打在了张萍的脸上 直接在张萍的脸上 留下一个清晰的巴掌印 疼吗 郑少丽紧张地看着张萍 张萍的牙齿都松动了 嘴巴咧开 这娘们这一巴掌 是真狠了 疼 疼就说明是真的 我也一直很猛 因为就在刚才 儿子就当着我的面 给陈军打电话 说他收过槟城国际了 而且不但是槟城国际 连富士快餐也是他的产业 说着 郑少丽眼神有些直直的 老公 这不是刚过了一个月吗 我怎么感觉好像 过了好几年一样 小萱呢 他在哪里 张萍这个时候 才想起张萱来 在外面和小刚 那个小混蛋抽烟呢 等这个小王八蛋回来了 我倒看看 他怎么和我们解释 就在此时 张萱回来了 只呀 张萱推开门 就看到了爸妈两人 将沙发挡在了门口 两个人直勾勾地看了过来 爸 妈 你们这是 看到这副架势 张萱愣了一下 两人也不说话 仍旧直勾勾地盯着他 让张萱的心里直发毛 你们是想问 槟城国际的事 张萱小心翼翼地问道 陈墨硬 赴食快餐的事 陈墨硬 桃圆居的事 啥 还有桃圆居 你和桃圆居是什么关系 张萍听到张萱提到桃圆居 再也憋不住了 开口问道 张萱 草率了 他还以为母亲已经猜出来了 没想到根本没有 张萱哪里知道 听到他是槟城国际的董事长 郑少立已经猛逼了 哪里还有心思听后面的事情 我在桃圆居里停了一辆车啊 那辆车是我同学的 我以为你们知道了呢 张萱看着自己的爸妈 善善笑道 爸 亲爱的妈 咱是一家人啊 别这么看着我 怪甚人的 你们要是吓死了我 你们就没有这么帅气的儿子了 别打岔 臭评啥 快点说清楚 是怎么回事 一个月前 你还是一个啥都不知道的瓜娃子 怎么这才过了一个月 你小子怎么就成了 槟城国际的董事长 要不是见你小子还是这么贫 老子都以为你的脑袋里 是不是换了一个人了 张萍看着张萱 开口道 你怎么就知道 说这些没用的 郑少立瞪了眼老公 然后看向张萱问道 说吧 你什么时候成了 槟城国际的董事长 对了 不但是槟城国际的董事长 还是富士快餐的董事长 还有你小子 每天在我的事业中 什么时候学会的开车 他直到现在 还有些猛逼呢 那可是槟城国际啊 起码十几亿的市值吧 再加上一个多亿的富士快餐 他们家什么时候这么有钱了 钱多的让他感到有些逊运 相对而言 张萱会开车这一点 就不足为奇了 那个 张萱看着二老善善一笑 将早就编造好的理由说了出来 爸妈 我不是早就和你们说过吗 我要学习炒股 还没等张萱把话说完 郑少立就打断了张萱的话 你炒股能在一个月的时间内 挣到几十亿 你别以为你老妈岁数大就好糊弄 这个世界上 要是真的有这样的人 早就成神了 我 张萱刚想说话 郑少立就抢先说道 编好了理由再说 漏洞百出的话 张萱苦笑 妈 你这一直抢先说 总得给我开口的机会啊 是我不让你说吗 你倒是说啊 郑少立恶狠狠地瞪着张萱 张萱求助地看向父亲 母亲现在明显地不讲理 张萱给了张萱一个爱慕能助的眼神 对着张萱贪了贪手 示意她千万不要和女人讲道理 张萱深以为然地点了点头 承认自己见识到了 不管是老妈 夏梦还是顾清成 都是不讲理的主 老爸老妈 你们知道彩票吧 你可别告诉我 你这几十亿是买彩票中的奖 这样的理由 三岁孩子都不会相信 张萱无奈 你看他老妈 我还没说完呢 你就把话给我截住了 你到底想不想听我讲 老婆你别插话了 听小萱讲 张萱无奈地开口 我当然知道让小萱说 可是你一直插话 小萱怎么说 郑少丽凶狠地瞪着张萍 张萱 张萍 郑少丽自己说着 也不好意思了 笑出声来 两父子更加的无语了 行了 你可以说了 我保证不插话 我高中时候 就一直在学炒股 两三年的时间 足够我掌握一定的知识了 恰巧我军训的第一天 去买了一张彩票 嘿 就是这么凑巧 我就中了五个亿 然后 啥 你买彩票中了五个亿 你怎么不上天呢 张萍和郑少丽 两口子端坐在那里 没等张萱说完 直接惊呼出声 张萱脸黑了 正正地看着母亲 你到底还让不让我说 郑少丽善善一笑 没办法 她实在是太惊讶了 怎么这么好的运气 就被张萱遇到了呢 这小子十几年从来没有买过彩票 就买了这一次 就恰巧地中了五个亿 然后呢 张萍紧张地问道 虽然中彩票听起来很扯淡 但是毕竟的确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张萱能中也很正常 可是五个亿也收购不了 槟城国际啊 更何况 还有一个富士快餐 我炒股的时候 认识了一个贵人 那个人就是桃园区的老板 和他一起炒股 一个月的时间 我就挣到了七八十亿 张萱半真半假地说道 他没敢将东山实业 和桃园区的事情说出来 如果他对着父母 讲他现在身价几千亿 再想解释的话就难了 几十个亿虽然多 但是桃园区老板这个牌子够硬 不愁父亲不相信 果然 听到桃园区 张萍和郑少丽 直接睁大了眼睛 难以置信地看着张萱 驾照的事情就更简单了 高考完了三个月 你们每天忙着工作 我闲着没事就考出来了 张萍和郑少丽两人面面相去 一时之间 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了 张萱并没有仔细看 如果他仔细看的话 就会从父母的眼中 看出复杂的神色 爸 我的主业是炒股 这槟城国际 就是买来给你和我妈 打发时间的 你们在这个公司工作了十几年 对里面的事情 知道的多一些 要不然 我就买一个别的公司 让你们玩了 张萱缓缓地开口道 张萍 郑少丽 买来 让他们打发时间的 用来玩 槟城国际市值十几个亿啊 这小子说话 怎么就站着说话不腰疼呢 一个月的时间而已 没想到自己的儿子 不声不响的 就做了这么多 他们不知道的事情 一想到 槟城国际一万多的员工 掌握在自己手中 张萍顿时感觉到 肩膀上的责任重大 眉头拧成了一个穿字 脸上多了几分凝重 爸 如果你担心的话 我可以将公司托管 交给职业的代理人 你们可以跟我去东山 想想轻浮 我在那边买了一栋别墅 啥 还有别墅 张萍和郑少丽 当即跳了起来 一脸震惊道 爸妈你们别激动啊 几十亿都挣了 一套别墅 你们激动什么 张萍缓缓开口道 这 两人对视了一眼 不得不感叹 这小子说的好有道理 他们竟无言以对 对了 我在咱滨城的官兰国际 给您二老买了一套别墅 你们看看 有时间的话 就搬过去住吧 张萍装模作样的 伸进自己的背包里 心念一动 购房合同出现在他的手中 他拿了出来 放到了父母的面前 郑少丽一脸猛逼的 捡起了桌子上的购房合同 嘴巴微微张开 想要说点什么 这一刻 却什么都说不出来 他们就想不明白 不过是过了一个月而已 怎么好像整个世界都变了 他们已经彻底的无言以对了 之前 他们二人还在发愁 接下来的日子该怎么办 郑少丽被辞退了 张萍的工作也眼看着不保 他们家的生活 已经到了朝不保夕的时候 两口子为了这件事 愁得头发都要白了 没想到就在这个时候 儿子给他们带来了这么大的一个惊喜 甚至可以说是惊吓了 儿子 你还有什么事情 需要和我们说吗 张萍喝了一口水 压了压惊 心脏砰砰直跳 没了 张萱坚定地说道 你确定没有了 难道我应该有吗 张萍和郑少丽对视了一眼 这几件事已经足够大了 差点把他们的心脏给吓出来 儿子应该是没有事瞒着他们了 一想到自己的手上 掌控着一万多人的生计 张萍感觉压力山大 爸 没事 买那个公司 本来就是为了让你们玩的 不要有这么大的心理负担 况且 这不是还有妈妈在帮着你吗 张萍的这句话 成功地让原本感觉 事不关己的郑少丽 也跟着紧张起来 夫妻二人再次对视了一眼 感觉头都要炸了 他们两人现在只想静静 爸妈 你们两个没事了吧 我今天开了一天的车 明天还要去参加同学聚会 我累了 先去睡了 张萍说着 故意打了一个哈欠 想要躲回自己的房间 让父母好好地消化一下 今天发生的事情 等一会儿 你小子还睡什么睡 带着我们去观浪国际 看一看别墅啊 一想到自己家也有别墅了 郑少丽就感觉全身沸腾 恨不得立即住进里面 好吧 去别墅看看 对了爸 你现在好歹也是 槟城国际的总裁 起码有一辆自己的车 这样出去洽谈业务的时候 才不会被别人瞧不起 张萍想了想 缓缓地开口道 需要吗 张萍问道 双眼已经冒出了金光 很明显 他很希望自己有一辆好车 买 这小子有钱了 老娘不花点钱 都对不起他 郑少丽恶狠狠地瞪着张萱 说道 张萱无语 买买买买 老妈 你想买点啥 之声 儿子什么都给你买 走 去看别墅 老娘现在也是有别墅的人了 郑少丽嚷嚷着 一家三口 向着观兰国技驶去 坐在车上 张萍屁股上下挪动着 似乎想找一个更加舒服的地方和姿势 你像只猴子似的 上蹿下跳的干什么 老实一点 郑少丽无语 小萱啊 咱买一辆这个就行 宝马车 坐着就是舒服 张萍根本就无心打理妻子 毫不掩饰 自己对这辆车的喜爱之意 你好歹也是一个总裁 怎么能开这么low的车 这辆车才五十多万 张萍 郑少丽 low吗 不low啊 槟城五十多万的车才多少 自从A国和我大厦开始互相制裁以后 在大厦就很难买到进口车了 五十多万的车就很不错了 还才五十万 两口子无语地看着自己的儿子 这小子有钱了 骚包了 爸 你不用管了 这件事交给我吧 好 说着 三个人来到了关栏国际六号别墅 张萍两口子顿时被别墅里的豪华装修给震撼到了 张萍却有些异性阑珊 毕竟有了枫叶庄园的别墅 在看这里的的确是不怎么上档子 就在此时手机铃声响起 张萍看了一眼 心头一热 是学姐 哈喽 亲爱的 学爹 话筒中传来故意拉长的声音 让张萍身体一阵颤抖 这个声音是他无法抵抗的 有没有想我呀 学姐 竞赛完了吗 哼 你都不关心人家 亏我还这么想你 晚上梦里面都是你呢 结果你连人家得了世界第一都不知道 好气哦 张萍一震 学姐这么厉害吗 世界第一 怪不到他在学校里的粉丝这么多 恭喜恭喜 张萱忠心的说道 人家得了一个第一 你就没有什么表示吗 夏梦俏皮的说道 这样吧 你答应我一个条件怎么样 不等张萱回答 他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嗯 学姐 有些事情 放心好了 不会让你作违背 你人格的事情 夏梦没好气的说道 好吧 细细 那么我们说好了哦 学弟 明天见 说着 电话就挂断了 张萱一愣 旋即哑然失笑 他在槟城 明天见 难道学姐 还会来槟城不成 这八成是学姐 在和他看玩笑呢 张萱并没有放在心上 将手机收了起来 瞬间感觉到 自己被两道目光给锁定了 只见张萍和郑少丽两个人 正瞪大了眼睛盯着他 爸妈 人吓人会吓死人的 张萱的心里 一阵扑通直跳 学姐 学弟 想我了吗 明天见 张萍和郑少丽两人 你一言我一语的说着 眼睛死死的盯着张萱 儿子 说说吧 谁啊 郑少丽知道自己儿子 对李小曼的感情 害怕分手会让张萱伤心 所以 这才给他相亲 没想到 儿子不但有钱了 连感情问题也自己解决了 两口子盯着张萱 等着看他怎么说 张萱沉吟了一下 缓缓的开口道 爸妈 我和学姐之间的事 我还没有拿定主意 如果我确定了 会将他带到你们面前的 郑少丽轻轻一探 拍了拍张萱的肩膀 儿子 你也长大了 感情的事情 你自己拿主意就好 我和你爸不会干涉的 张萱并不知道 就在此时 距离他们不远的八号别墅 万连连看着门口站着的夏梦 一脸的猛逼 男领 八级林家 查得怎么样了 那个女孩到底是谁 林无极兴致勃勃的问道 回少爷 已经查清了 夏梦是东山省一家小娱乐公司董事长 夏天俊的掌上明珠 东山省 老丁 让直升飞机快来 我要前往东山省 林无极已经迫不及待了 自从在数学奥林匹克竞赛上 见过夏梦之后 他就忘不了了 而且那个女孩 仍然在他擅长的领域胜过了他 这让他更感兴趣了 可惜的是 对方根本就不鸟他 不过越是这样 林无极的心中越兴奋 越是难以得到的 对他来说 才越是有趣 少爷 有件事情 老丁脸色有些犹豫 有屁快放 林无极美好气地说道 少爷 夏梦好像正在追求一个叫张轩的大义心声 此刻 已经追到槟城去了 老丁沉吟了一下 还是讲了出来 大义心声 哈哈 老丁 你的意思是 本少爷比不过一个大义心声吗 林无极一脸的不屑 根本就没将张轩放在眼中 这是源自于身为林家人的骄傲 他甚至连张轩的名字都没有记住 少爷 还有件事 虎奔门的人这段时间正在找我们的麻烦 说你坏了规矩 帮助有关部门抓了杨林 老爷让你这段时间都待在家里 有消息传来 杨林已经越狱了 他放出了话 一定要给你好看 少爷 你最好还是 没等老丁把话说完 林无极就不屑地说道 虎奔门这是在找死 我们林家无缘无故地会去找一个蚂蚁的麻烦 他们纯属污蔑 再说了 一个杨林还不至于让我鸡蛋 去准备飞机吧 少爷 见林无极面有韵色 老丁无奈只好躬身退下了 观兰国际八号别墅 万连连美眸瞪的滚园 你说啥 你是来追求自己的爱情的 小梦 你脑子没问题吧 瞎梦是谁 东山大学的校花眼 万千少男的梦中情人 对大明星的追求 多嗤之以鼻的一个女神 会主动追求一个男人 这个男人到底是谁 这个世界上 有哪个男人值得校花主动追求 倘若不是他听到夏梦自己说 他甚至会以为 这是他听到的这个世纪最大的笑话 突然 万连连直勾勾地盯着夏梦 不会是来这里找张轩的吧 呀 听到张轩的名字 夏梦美眸一亮 真不愧是我十几年的朋友 你简直就是 我肚子里的蛔虫 对啊 就是小轩啊 得到了确切的答案 万连连无语了 说道 小梦 十几年前的童年 你当真啊 夏梦脸上布满了笑容 憨态可居 当然啊 为什么不当真 算了 你自己喜欢就好 我不管你了 你来到这里 张轩还不知道吧 每次和我聊天 你总是张轩张轩的 我还以为你在开玩笑 谁知道你居然当真 唉 真不知道张轩那个混蛋小子 上辈子积了什么德 居然会被你看上 万连连表示自己看不懂 你说反了 是我上辈子积了德 这才让我遇到小轩呢 夏梦说着 好像想到了什么 眼饭桃花 万连连无语 没想到高冷的女神 东大笑花 也会有饭花吃的时候 你打算怎么追 直接杀到他家里去吗 万连连好奇地问道 明天张轩同学聚会 他们同学想带张轩 分手这件事上做文章 我是特意来维护我家小轩的 张轩分手了 我听说他和李小曼的关系很好啊 夏梦文言刺起了牙 伸出白皙的手指指向自己 嘻嘻 他们分手 我弄的 万连连当即竖起了大拇指 没想到他今天不但见到了笑花花痴的一面 还见识到了笑花腹黑的一面 这样的一个可爱的爵士大美女 谁又能拒绝得了吗 万连连不仅对明天张轩的同学聚会 感到期待起来 第二天早上 张轩是被一阵手机铃声叫醒的 看到来电显示 张轩愣了一下 是胡四千 他疑惑地接了起来 喂 胡大哥 张兄弟 出事情了 杨林跑了 张轩愣了一下 有人从有关部门跑了出来 胡四千和他说什么 等等 杨林 虎奔门杨林 张轩问道 不错 胡四千的回答正是了张轩的猜测 不知道为什么 这杨林和傻了一样 逃出去之后一直叫嚣着 要找男领林家天才林无极的麻烦 还说是林无极帮助我们抓住了他 这对你来说是好事 你应该是安全的 不过 我感觉还是应该提醒你一下 谨慎一点总是没错 尤其是面对杨林这样的亡命徒 胡四千略带疑惑的声音从话筒中传来 张轩哑然失笑 心中生起的担忧 终于消散了一些 他自然无惧杨林的报复 但是他现在不是孤身一人 他还有父母 如果杨林暗中对父母出手 那种后果是不可想象的 也是他无法承受的 不过还是小心一点的好 在杨林被抓起来之前 他还是不要过多的露面了 免得给父母惹来麻烦 这件事也给张轩提了一个醒 以后处理事情要处理干净了 千万不要留下小尾巴 否则他家人的性命就会受到威胁 槟城的一家小旅馆中 一阵手机铃声响起 杨林一个机灵跳了起来 看到是手机的声音后 这才松了一口气 什么事 杨林冷冷地问道 已经查到了 林无极会在今天到达槟城 杨林的眼中冒出了金光 一股杀意涌现 你能查到他确切的落脚地点吗 你等着 只要他到达槟城 我得到消息的第一时间 就会告诉你 不过这件事不要牵连到我 毕竟林家是大 我可招惹不起 放心好了 牵连不到你的身上 杨林挂断了电话 眼中的杀意愈发的浓烈了 他握紧了拳头 冷冷地低吼 林无极 你给老子等着 既然你不按江湖规矩 那就不要怪老子心狠手了 花音落下 杨林的手中 多出了一把黑漆漆 泛着寒光的手枪 断兵 艾滴全体成员 地点定好了 新开的桃园居怎么样 就是贵了一点点 大包间两万起 不过大家放心 这钱我掏 不会让大家花一分钱 几位老师我也邀请了 大家都答应了的 千万不要不来啊 张轩 起床了没 看到断兵发来的信息 张轩差一点笑出声 这家伙直接将他锁定了 这是要说破了天 都要拿他装逼的节奏 讲真 就断兵家里那点钱 在张轩的面前装得起来吗 先不说东山大学 一点不比魔都大学差 就现在张轩这几千亿的身价 断兵家里的那一两千万 在他的面前装啥 他可以预料到 断兵见到他后的那一系列操作 无非就是女人 钱 学校 还是学生好 就算是装逼 想到的也就那几样 单纯的可爱 断兵 at李小曼 小曼 夏少来了吗 这件事只有夏凯来了 断兵才感觉完美 当初他和张轩一起追求李小曼 结果李小曼却瞎了眼看中张轩 他有钱 学习成绩还好 明明他在班中更闪耀才是 为什么李小曼 就是看中了张轩呢 如今他考进了魔都大学 还找了一个明星一般漂亮的女朋友 若是不带到张轩的面前炫耀炫耀 他都感觉错失一个亿 不行 这件事绝对不能黄了 断兵 at张轩 轩哥 你去桃园区方便吗 要不我开车去接你吧 正好顺路 看着断兵的聊天信息 张轩再也忍不住了 直接笑出声 这家伙是多么想在他的面前装逼啊 顺便说出了自己有车这件事 牛逼啊 果然 安芮姓 at断兵 班长 你买车了 安芮姓 牛掰啊 刚上大学就买车了 这难道就会说富二代的生活吗 起跑线就比我们领先几万米了 断兵 无语 JPG又不是什么好车 就是一辆十几万的代步车而已 虽然这么说 但是张轩还是从断兵的话里 听出了浓浓的嘚瑟 曹鹏 班长什么时候和轩哥关系这么好了 奇情无限啊 丁 神级选择系统启动中 选项一 回应断兵的信息 奖励 劳斯莱斯幻影一辆 体质加十 精神加十 颜值加一 选择二 拒绝回应断兵 奖励 宿主将获得忍者神规的称号 路人员一 备注 忍者神规称号 防御力永久加一千 这特么的 还用选择吗 张轩立即回复道 断兵 班长 谢谢了 不需要 我这边距离桃园区很近 丁 检测到宿主已经做出了选择 奖励已经发放 劳斯莱斯幻影已经放到观兰国际六号别墅的停车场内 车要是存放于宿主的储物空间内 体质加十 精神加十 颜值加一 断兵 放下心来 JPG 轩哥 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 那好 你自己想办法来吧 其实我带着我女朋友再去接着 你的确不是很方便 张轩 他就说吧 这个傻逼纯粹在找抽 事事都想在他的身上找到优越感 幸亏张轩已经彻底的放下李小曼了 否则真的会被这个傻逼给打击到了 看到班里都是一些赞扬断兵牛逼的话 张轩直接关掉了手机 起身刷牙 吃了早饭 来到了停车场 在那里果然看到了一辆黑色的幻影 这是一辆标准轴距板 发动机6 7T 双涡轮增压 460马力 排量6749 这样大气磅礴的车 哪个男人能拒绝的了 张轩兴奋地坐进了车内 迫不及待地解锁发动 车子慢慢地向外面驶去 卧槽 张平吃了饭 正要出去溜一圈 看到张轩开的这辆车 顿时爆出了粗口 爸 我去参加高中同学聚会了 一路上 当张轩出现的时候 前后左右十米内没有一辆车 这特么的 碰一下就是几十万 甚至上百万 谁碰得起 当张轩来到桃园居的时候 立即被边承敏看到了 张先生 这边来 给你预留了车位 张轩文言一昼 旋即又舒展开来 虽然这样做他很反感 不过毕竟是对方的一点心意 谢谢你 不过这样的事情 以后不用做了 边承敏听到张轩的话 顿时知道这件事 自己做的有些欠途 连忙道歉 我没有怪你 不过我们 毕竟是服务型行业 如果自己搞特殊化 这不是违背了我们公司建立的出处 边承敏文言正了一下 满脸欠然 对不起 张先生 我知道了 张轩点了点头 放下车向里面走去 轩哥 这边 张轩刚出现 就被人发现了 张轩看了过去 是周星鹏 脸上顿时露出了一抹了然之色 这周星鹏在高中的时候 就是断兵的狗腿子 周星鹏等在这里 估计就是专门在这里 等待着张轩的 人都到齐了 就等着你了 当周星鹏带着张轩走进包厢的时候 张轩扫了一眼 一眼就看到了坐在首位的断兵 还有在他身旁坐着的一个面色高傲的女孩 女孩眉眼精致如画 身材高挑 长长的头发盘在了头上 显得很是干脸 那白皙的肌肤 完美的五官 仿佛天然雕刻 出来的一般 洋溢着一种青春的美感 这种美感 不用任何修饰 这个女孩便是李小曼 就在看到李小曼的那一瞬间 张轩忽然感觉到 心底一阵剧烈的疼痛 使得他不由自主地捂住了自己的心脏 张轩皱眉 他知道这是这具肉身主人残存的灵魂在作祟 显然 当初的张轩爱李小曼 爱到了骨子里 怪不得母亲在知道张轩被分手了之后 立马安排他相亲 这是害怕他承受不了那种沉痛的打击 自我抛弃 轩哥 这边坐 看到张轩到来 断兵立即兴奋地站起来开口道 那一桌上 只有一个位子 李小曼的旁边 叮 神级选择系统启动中 选项一 拒绝断兵的邀请 坐在其他座位上 奖励 李小曼回心转意 同时宿主将获得舔狗称号 女人员一 选项二 接受断兵的邀请 奖励 槟城未来二十年内的建设规划图纸一张 体质加十 精神加十 颜值加二 就在张轩想找一个别的位置的时候 脑海中想起了系统的电子音 张轩没有丝毫的犹豫 静止朝着李小曼身边的那个位置走去 丁 检测到宿主已经做出了选择 奖励发放中 槟城未来二十年内的建设规划图纸一张 体质加十 精神加十 颜值加二 没有理会脑海中响起的电子音 张轩静止走去 李小曼是班花 是班中的焦点 他所在的地方 总是能够凝集到班上所有人的目光 张轩向着李小曼走去 众人看到这一幕 眼中顿时流露出了异样神色 众人都在猜测 难道张轩是不甘心就这么和李小曼分手 过去要求复合的吗 张轩走到了李小曼的身前 他主动打招呼道 好久不见 不介意 我坐这边吧 李小曼瞥了一眼张轩 美眸之中闪出一丝不屑 脸上露出了一抹高傲 在他看来 定然是张轩仍然无法接受 他们已经分手的事实 过来是想求复合的 察觉到其他人看了过来 李小曼脸上的奥色越甚 坐下吧 我正好有事情要和你说 那语气骄傲的如同一个女王一般 段冰见张轩坐下 笑呵呵地说道 没想到才一个月没见 张轩的变化如此之大 张轩愣了一下 微笑道 有吗 没有吧 段冰心中冷笑 脸上却洋溢着微笑 问道 张轩啊 和小曼分手 你很痛苦吧 此言一出 更是将所有人的目光吸引了过来 张轩微微一愣 你为什么这么说 两个人感觉不合适就分开了 这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 我为什么要痛苦呢 听到张轩这么说 李小曼不乐意了 什么叫两个人感觉不合适就分开 是他甩了他好吗 张轩怎么就这么不要脸 往他自己的脸上贴金呢 而且 所有人都知道 是他甩了张轩的 张轩这么说 他的脸王哪个 张轩 你这么说 会好受点吗 李小曼悠然说道 恍若漫不经心 但是听到他说的话 所有人看向张轩的目光都变了 张轩文言并不以为意 他对眼前的这个女人 没有丝毫的眷恋 哈哈 我还以为真的像张轩说的那样呢 原来是这样啊 没想到啊 张轩的脸皮还是那么厚 段冰夸张的哈哈大笑道 开个玩笑 张轩你不要介意啊 听说东山大学的校花很漂亮哦 这一次还帮助东山大学赢得了奥林匹克竞赛的第一名 虽然你被小曼甩了 但是你拥有了追求校花的资格 这是好事啊 是吧 哈哈 段冰等待的就是这一刻 听到李小曼的话 他再也忍耐不住了 开口奚落道 张轩 我今天来就是为了和你要我以前的那些东西 你带来了吗 既然已经撕破了脸 李小曼也不再粉饰什么 直接了当地开口道 都带来了 母亲害怕张轩独私人 早就将那些东西全都收集到了一起 那些东西 尤其是那些相片 张轩害怕自己看到了恶心 既然李小曼愿意要回去 也赏得他烧了 将东西都交给了李小曼 李小曼接过之后 直接站了起来 冰冷地说道 既然东西拿到手了 那我走了 省得看到某些令人恶心的人 感到不舒服 曹你马的 李小曼 老子人你很久了 轩哥没招惹你吧 你特么的从一来就摆出这一副 高高在上的样子 给谁看 谁不知道你特么的建议四千 将自己卖给了有钱的公子哥 就这么高兴吗 被人弄了几次 就感觉自己也得到升华了 你有脸在我们面前摆出这个样子吗 轩哥和你分开 绝对是他这辈子 做的最正确的事情 脑袋上的绿帽子 不知道有多高呢 可惜了 诺贝尔没有金鸡奖 否则搬给你是最合适的 见李小曼这样对待张轩 曹鹏忍不住了 站起来怒骂道 这一刻 满场接济 所有人呆呆地看着曹鹏 谁也没有料到 他会直接骂出口 班里的一些女孩 暗暗叫好 张轩可是学校的校草 不知道有多少女孩心中暗恋他 可是张轩一直斥恋李小曼这个贱女人 如今两人终于分手了 他们的机会来了 见李小曼总是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 他们早就想骂了 只是碍于同学的面子骂不出口 曹鹏骂出来的这些 正是他们想要骂的 两个人分手 多么正常的事情 被李小曼弄得 仿佛发生了天大的事情一般 好像张轩失去了 他就失去了全世界一样 像这样的女人 谁遇到了都会倒霉 李小曼的脸色一阵急速的变换 最终定格在了铁青色 他愤怒地瞪向曹鹏 道 曹鹏 你怎么骂人 给我道歉 断斌此刻心里乐开花了 眼前事情的发展 已经超出了他的预料 但是比他想象中的还要精彩 他恨不得将这一幕录下来 道歉 我说的不对 我可有说错什么吗 曹鹏瞪着李小曼 眼中毫无惧色 对不起 张轩是在这里吗 一个甜美的声音传来 在这个静谧的包间中 显得格外的响 雾草 好美 你怎么这么没素质 抱粗口 雾草 这么美 所有人的目光全都凝聚了过去 就连李小曼看清对方面容的时候 也忍不住自残行贿 新出现的这个女孩 仿佛根本就不应该在人间出现 她好像那凌晨的星辰仙女 高高在上 即便是看一眼 都感觉是对她的亵渎 眼前的这个女孩 是爱找张轩呢 她和张轩是什么关系 张轩一阵疑惑 看了过去 一双眼睛顿时瞪的滚圆 只见一个娇俏的女孩 走了进来 这个丫头怎么来了 张轩不禁头疼起来 她现在总算是知道 夏梦昨晚的那句 明天见是什么意思了 迎向张轩的目光 夏梦俏皮的眨了眨眼睛 然后好像一个陷入了热恋的小女孩 看到了自己的爱人 脚步欢快地向着张轩走来 亲爱的 你这里好难找 夏梦挽着张轩的胳膊 嘟着嘴巴小声抱怨道 小脸上却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这一刻 包间里所有的男生 心里都破防了 太美了 美的不可方物 若不是亲眼所见 他们很难相信 这个世界上居然有这么漂亮的女孩 同时 所有人看向李小曼的眸光 变得狐疑起来 你确定 是你看不上张轩甩了人家吗 有一个这么漂亮的女朋友 谁会看得上你 这一刻 李小曼那原本就铁青的脸 变成了青紫色 众人想到的 李小曼也同时想到了 如果 今天是张轩一个人来了 那么大家 肯定会相信他说的话 可是 张轩不是一个人来的 而是带了一个天仙一般的美人前来 尽管他不想承认 但是对方的确是比他漂亮得多 在对方的面前 他之前说的那些话 实在是太苍白了 而张轩之前说的那些话 被他驳斥 原本看起来像是张轩苍白的掩饰 是为了给他自己争取最后一丝颜面 可是随着夏梦的出现 却让这件事变成了张轩之前在为他保留面子 是他不识好歹地将这层遮羞布给撕掉了 想到这里 李小曼看向夏梦的眸光变得十分的不友善 而且 他和张轩在一起这么久了 已经习惯了享受张轩的眼中只有他 可是如今张轩的眼中却出现了别的女人 这让李小曼接受不了 即便是他已经和张轩分手了也不行 张轩 他是谁 李小曼并没有注意到 他此刻的样子像急了一个怨妇 就好像捉到了自己的老公正与小三在一起 然而 他却忘记了一件事情 他此刻已经没有资格问这句话了 断斌剑夏梦挽着张轩的胳膊 极度地全身颤抖起来 凭什么 在高中的时候 他哪一点比张轩差 李小曼偏偏就选择了张轩拒绝了他 此刻 这天仙一般美丽的女子 居然是张轩的女朋友 这一定不是真的 断斌此刻心态炸裂 倘若真的有老天爷的话 他肯定将老天爷拉过来问一问 凭什么 学弟 他是谁啊 凭什么来质问你 First kill 夏梦双眼之中透着好奇 那可爱的模样 瞬间将李小曼击溃得体无完肤 在夏梦的面前 李小曼就好像站在巨像跟前的蝼蚁一般 哦 夏梦说着 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 缓缓地说道 他就是你那个见钱眼开的拜金女友 声音不急不缓中 带着一丝蔑视 Double kill 你 李小曼被气得脸都绿了 他恨恨地看向张轩 怒问道 张轩 你就是这么和别人说我的吗 哈哈 嫂子好 我叫曹鹏 是轩哥的兄弟 你来的正是时候 否则还不知道 某人会将事情传播成什么样子呢 曹鹏走过来 为张轩竖了一根大拇指 讥讽地看着李小曼说道 张轩 李小曼怒瞪着张轩 眼眸之中竟是委屈和屈辱 还带着一丝丝的不解 你那是什么眼神 明明是你拜金 辜负了张轩对你的信任 你怎么还有脸 用这种眼神来看待我的男朋友 以前 他宠着你 我不管 但是现在他的是我的男朋友 你有什么资格来质问他 夏梦一脸的温柔 但是说出来的话 却让李小曼颜面扫地 张轩无奈 学姐 差不多就得了 我和他已经没有什么事情了 说实话 夏梦的出现 将张轩心中那块挡住心房的板给穿透了 有时候 感动就在一瞬间 就在这一秒 张轩决定了 就他了 听出张轩语气中的淡然 夏梦震了一下 旋即嘴角露出了微笑 张轩这般淡然 证明他对李小曼已经彻底的没有感情了 当初他选择要来的时候 心里总是有些坠坠不安 毕竟在学校里 他的攻势这么猛烈 都无法进入张轩的心里 这说明李小曼对张轩太重要了 张轩很看重这段感情 他害怕张轩见到李小曼之后 两个人会旧情复燃 如今看来是他多虑了 夏梦甜甜的一笑 这一刻仿佛百花盛开 旁边的断兵激动地握紧了拳头 恨不得立即将夏梦报警 他极度地盯着张轩 什么叫我们没有什么事情了 张轩 这就是你对我的承诺吗 你不是说要永远爱我吗 结果呢 我刚甩了你 你转身就找到了女朋友 你 张轩咋舌 震撼地看着李小曼 好强大的罗箭 这个世界上 怎么会有这么不要脸的人呢 他的前身 为何会看上这样的人 夏梦也被李小曼 这强大的逻辑给震撼到了 错愕地看着他 班里的同学 呆呆地看着眼前的这一幕 无耻 不知道是谁低吼道 不要脸 我们班怎么会有 这么一个不要脸的女人 还要脸吗 对不起人家也就算了 居然还拿着谈恋爱 时说的话来约束人家 你自己做到了吗 班里的女孩 全都看不下去了 他们被李小曼 这强大的逻辑给打败了 纷纷开口斥责道 这是我和张轩之间的事情 与你们有什么关系 李小曼怒斥道 双眼赤红 仿佛受到了天大的委屈 就在此时 包间的门被打开了 边承敏神色匆匆地走了进来 张先生 您的车被一个小孩子划了 啊 张轩猛逼了 这辆幻影他刚到手 还没稀罕够呢 他连忙抓着夏梦的手 向外面走去 夏梦的手被张轩一抓 愣了一下 煞时间百花齐放了 甚至眼角多了一丝晶莹 小轩终于肯接纳他了吗 旋即破涕微笑 紧紧地抓住了张轩的大手 跟着张轩向外走去 张轩开车来的 去看看 断兵愣了一下 不知道想到了什么 也跟了出去 眼中冒着金光 仿佛想到了什么美好的事情 出来之后 一个孩子的哭声从远处传来 一群人围在哪里 里面还有一个女人的声音传来 好像在道歉 妈妈 我好害怕 我 我就是想画一幅画而已 你不是说 南南画的画最漂亮吗 他们为什么要欺负南南 张轩走了过去 看到自己的车 差点被过气去 这还是刚才自己那辆 磅礴大气的幻影吗 只见上面歪七扭八的 画着一只只小动物 这是 劳斯莱斯幻影 扑 这是张轩的车 张轩家里这么有钱吗 所有人都被震撼到了 有人赶紧拿出了手机 从网上搜了一下 当看到网上的报价时 眼睛瞬间睁大 倒抽了一口凉气 看到那辆幻影 断斌和李小曼 将在了原地 劳斯莱斯幻影 就算是他们不知道 确切的价格 也知道这辆车不便宜 起码几百万 张轩的家里 什么时候这么有钱了 尤其是李小曼 此刻心态快要炸裂了 这怎么可能 他和张轩在一起两年多 对于张轩的家庭条件 知道的一清二楚 如果张轩真的有这么有钱的话 他就没必要被外面的 花花世界 扰乱内心了 张先生 就是他 边城闽怒瞪着那对母女 先生 这辆车是您的车吗 对不起 实在是对不起 喃喃他 女人的脸上满是委屈的泪水 却又不舍得责备自己的女儿 只能一个劲地道歉 女人的眼中满是焦急的惶恐 他知道这辆车不便宜 他根本就赔不起 心里慌乱到了极点 嫂子 曹鹏听到声音 凑上前来 看到那对母女 惊讶地喊道 张轩听到曹鹏的声音 愣了一下 小鹏 你 林如新听到曹鹏的声音 抬起头来 小鹏叔叔 救我 这些坏人都拦着我们 不让我们走 小男男见到熟人 胆子立即大了一些 喊道 曹鹏看了一眼张轩的幻影 脸上满是苦笑 他看向张轩 轩哥 我知道这辆车不便宜 但是嫂子一个人带着女儿 真的是挺困难的 这样吧 算我欠你的吧 我现在有工作了 我每个月还你一点 怎么样 他和张轩的关系很铁 可曹鹏知道这辆车 大概率不是张轩的 而是租来或者借来的 张轩的家境 他比谁都了解 张轩笑着俯身下来 看着小女孩 小女孩有些害怕 向后躲了躲 叔叔 你不要怪妈妈好不好 南南知道错了 我以为我画的画 真的很漂亮 我以后再也不这么做了 小南南此刻 宝石般的大眼睛中 满是巨异 泪水蓄满了眼眶 但是他并没有哭出来 似乎不想让母亲 过多的担忧 看着懂事的小南南 张轩的心顿时被融化了 他伸出手 想将小南南抱进怀里 被林如新一把抢了过去 他紧张地看着张轩 这位先生 求求您可怜可怜我们母女 我肯定会赔 但是我一时半会儿 真的拿不出这么多钱 我可以写下借条 我会慢慢还您的 叔叔 南南这里有钱 给你 你不要怪妈妈好不好 小南南从林如新的怀里 伸出手来 掌心中是一枚一元的硬币 好呀 张轩笑着接过了硬币 然后说道 叔叔接受你的道歉 你叫南南是吧 你画得很好看 不过以后记住了 不要在车上画哦 说着 张轩看向林如新 曹鹏是我兄弟 我也跟着他喊你嫂子吧 嫂子 南南已经陪我了 这件事就这么算了 不过以后出来的话 还是要看好南南 这一次只是划车 如果他丢了呢 这么可爱的女儿 丢了多可惜 你说是吧 林如新愣住了 这可是几十万 他愕然看向张轩 眼眶变红了 带着女儿对张轩鞠了一躬 不停地说着谢谢 轩哥 曹鹏没想到张轩会这么做 愣了一下 激动地握紧了拳头 夏蒙笑嘻嘻地看着自己心爱的男人 心中满是骄傲 小轩还是和小时候一样的 有爱心呢 乌草 不是吧 这辆幻影七百多万啊 重新刷漆 起码五十万起 说免就给免了 张轩家里这么有钱吗 高中的时候怎么没看出来 一些女孩看向张轩的目光更加的火热了 而看向李小曼的时候 眸光中充满了细血 这算啥 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李小曼正正地看着张轩 他还以为这辆车是张轩租的呢 但是如今被化成了这个样子 如果是租的 张轩肯定会让对方赔偿的 可是没想到张轩居然就这么算了 难道张轩真的有钱了 一丝丝后悔涌上心头 见张轩和夏梦那紧紧相牵的手 他握紧了拳头 想上前一步 却发现自己已经失去了迈出这一步的资格 小伙子做得对 好样的 此刻周围已经聚满了人 看到这一幕纷纷夸赞张轩 听到周围人的夸赞声 断兵不愿意了 他攒这个局 可不是为了给张轩搭台子 而是为了羞辱张轩 也为了在同学面前装逼的 结果 钱他花了 逼 让张轩给装了 这特么的算怎么回事 不过 他扫了一眼那辆劳斯莱斯幻影 尽管他的心中不愿意承认 假如这辆车真的是张轩的话 那么以后 张轩将成为一个不可招惹的人 断兵的心里充满了不甘 这种地位的转变 他一时之间接受不了 哈哈 小孩子嘛 什么事情都不懂 犯了错就应该被原谅 孩子 没事了 叔叔不会怪你的 断兵伸出手 妈撒着小楠楠的脑袋 那个样子 就好像原谅小楠楠的那个人 是他一般 下一刻他就装不下去了 这辆传奇是谁的 也被划了 一个保安喊道 几乎在同一时间 断兵立即向着自己停车的方向看去 当他看到那辆好像狗猫爪子挠了似的车框时 他傻眼了 哦 谁干的 他双目赤红 呼吸瞬间变得急促起来 他恶狠狠的瞪向小楠楠 一把掐住了小楠楠的脖子 怒吼道 是不是你 你陪我的车 嗨嗨 叔叔 你放开我 小楠楠被掐住了脖子 整张脸瞬间憋成了青紫色 他难以置信地看向断兵 美丽的大眼睛中全是惊恐之色 放开你 你将我的车划成了这个样子 你让我放开你 断兵脸色猙獰 张轩一把抓住了断兵胳膊上的一个穴位 断兵一个机灵松开了手 断兵 你干什么 张轩皱眉 去尼玛德 你愿意打肿脸充胖子 我不愿意 断兵说着 一巴掌扇了过去 张轩一把抓住了他的手 班长 你刚才不是说 孩子的年龄还小 你不会怪他吗 有女生看不下去了 说道 年龄小就能作为逃避责任的借口吗 再说了 假如这辆车是我自己的 他滑了也就滑了 可是这辆车是我偷开我爸的 我爸要是知道了 非得打死我不可 断兵嘶吼道 他的样子接近崩溃了 可是 叔叔 你的车不是我滑的呀 我只在这位叔叔的车上画了画 小男男委屈地说道 林如新将女儿护在怀中 戒备地看着断兵 生怕他会对小男男不利 这位先生 我的女儿是不会撒谎的 他也不会撒谎 他连这位先生八百多万的车都敢承认 会不敢承认你这辆十几万的传奇吗 林如新摆出了铁证 众人文言点了点头 小男男一看 就不是那种喜欢撒谎的人 人家划了八百多万的车都承认了 你这辆十几万的传奇 人家不敢承认 放屁 你就是不敢承认 就他在这里划车 不是他是谁 两千块 一分钱都不能少 还要赔偿我的务工费 和精神损失费 断兵咆哮 生思历劫 吃 刚才话说的这么漂亮 如今却变成了狼狗一样 逮谁要谁 双标的这么明显吗 合着不是你的车 话怎么漂亮怎么说 遇到事了就完蛋了 伪君子 几个原本就看不惯断兵的男生 不懈地说道 滚 一群穷鬼 换成了你们的车试试 断兵怒吼 你是坏人 不是我 就不是我 妈妈 他冤枉我 刚才没有哭出来的小男男 听到断兵的话 他却好像承受了莫大的委屈 哭了出来 男男不哭 妈妈相信你 见张轩真的不会责怪了 林如新的心情也冷静了下来 看向断兵 开口道 这里不是有监控吧 你可以去查看监控 对 监控 保安呢 将他们拦下 不要让他们走 一旦看到是他划了我的车 我让他们陪 断兵如梦初醒 立即对着保安吼道 边成敏立即看向张轩 张轩点了点头 爸爸 你快出来看 我画得可好看了 比那个女孩好看多了 就在此时 一个男孩的声音传来 众人看了过去 只见一个小胖敦 努力地拉着一个一脸无奈的男子走了出来 呀 好多人啊 你们来得正好 我命令你们所有人全都做裁判 你们看看 我画得是不是比他画得好看 小胖敦以止气势地说道 看他说话的样子 好像习惯了发号施令 边成敏正要去掉监控 这下不用了 真正的凶手出现了 所有人看了一眼那个男子 然后细血地看向断兵 小胖敦来到了断兵的那辆船期前 得意洋洋地指着问道 老爸 看到了没有 这边是我画的画 那是小男男画的画 你看谁画得好看 男子见自己的儿子 将传奇画得乱七八糟 眉头微皱 当他顺着儿子的手 看了过去的时候 神色一宁 旋即松了一口气 幻影 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刻 能弄到这样的豪车 车主背后的势力不简单啊 断兵看到出来的男子 以及小胖敦傻眼了 他就是在乎 也认出了男子是谁 经常出现在新闻上 虽然不是槟城的老大 但是职权不小 气氛在这一刻 变得尴尬起来 不过这就不管张轩的事了 他微微一笑 附身对着小男男说道 男男 亲叔叔一口 咱俩就互不相欠了 对于这个懂事的小女孩 张轩喜爱到了极点 小男男乖巧地 来到了张轩的面前 亲了张轩一口 小脸上还挂着泪滴 男男 亲阿姨一口好不好 阿姨是你叔叔的女朋友 夏孟伸手将小丫头抱了起来 小丫头也不认生 请了夏孟一口 多谢张先生 多谢这位小姐 钱我会还的 您不怪男男是您大度 但是他做了错事 就要承担他的责任 这件事 我们不能逃避的 林如新一脸坚毅地说道 张轩立即对林如新刮目相看 他这才注意到他 虽然穿得并不好 但是洗得很是干净 而且身上带着一股 令人无法忽视的气质 嫂子 你来这里是 他看到了林如新手中 还攥着的书架 里面应该是简历 一道亮光忽然划过脑海 他开口问道 对了 嫂子 将你的简历让轩哥看看 他说不定可以帮帮你 曹鹏说着 将林如新手中的书架拿过来 递给了张轩 那边的男子听到这边的对话 马上意识到 张轩便是幻影的主人 眉头一皱 旋即舒展开来 他走向传奇车边的段冰 小兄弟 这是我的名片 你去定损吧 多少钱报给我 你放心 这件事的责任是我的儿子 我不会逃避的 段冰文言 冷汗瞬间冒了出来 他哪里敢要任何的补偿 可是不要的话 他父亲回去了 看到车的样子 会打死他的 周 周先生 划伤并不严重 段冰的话还没有说完 就被周先生白手打断了 这是原则问题 打电话给我 男子说着 带着小胖蹲离开了 临走的时候 看了一眼张轩 张轩并没有注意到 他看着林如新的简历 没想到他以前的履历 这般丰富精彩 张先生 此人不能用 就在此时 一个人悄悄地走到了张轩的跟前 小声地在张轩的耳边说道 张轩愣了一下 看向那人 认出了此人是李伟平的副手 好像叫杜鹏 京城胡佳已经放出了话 谁若是用他的话 便是与胡佳作对 杜鹏小声说道 看到杜鹏出现在张轩的耳边 小声说着什么 这让原本有些期待的 林如新魔光暗淡了下去 丁 神级选择系统启动中 选项一 聘用林如新 奖励 正经娱乐30%的股份 体质加10 精神加10 颜值加1 选项二 拒绝聘用林如新 奖励 获得缩头乌龟称号 女人圆1 防御力加10 张轩看向林如新 微笑着说道 嫂子 看你的履历非常的精彩 正好我父亲那里需要你过去帮衬一下 不知道你是不是愿意 话音未落 杜鹏有些猛 玄疾不再说话 毕竟张轩是老板 他只是一个打工仔 原本已经做好了 被拒绝打算的林如新呆住了 错愕地看向张轩 眸光中闪烁着一抹西击 请问令尊在哪里高救 槟城国际 张平 你现在有时间的话 可以去找他 就说是张轩让你去的 张轩微笑着说道 扑吃 周先生离开了 躲在一旁的断兵 再次嘚瑟起来 听到张轩的话 他实在是忍不住了 笑出声来 一个普普通通的车间主任 还需要帮衬 丁 检测到宿主已经做出了选择 奖励发放中 正经娱乐30%的股份 体质加10 精神加10 颜值加1 丁 恭喜宿主的颜值 已经达到了人间界的天花板 解锁了颜值巅峰成就 女人员加10 听到脑海中的声音 张轩一脸猛逼 他的颜值 已经达到了人间界的天花板 他敏感地捕捉到了 人间界这个词 脸上神色晦暗未明 难道这个世界上 真的有神仙不成 握紧了拳头 感受了一下体妹的力量 张轩心中充满了疑惑 他一拳轰出去 怕是有一千多公斤了 一般来说 人的一拳重量 不会超过150磅 也就是60公斤左右 即便是经过特殊训练的拳王 最多可以达到300公斤左右 张轩随便一拳 便有一千多公斤 他此刻还算是普通人吗 倒有了一点 电视剧武侠片中的舞者样子 张萍 你是张萍张总家的少爷 就在此时 一群人经过 听到张轩的话 那人愣了一下 旋即走过来 热情地打招呼道 我是 请问你是 张轩疑惑地看向此人 父亲刚被任命为总裁 还没有对外公布 此人是如何知晓的 哈哈 我是福德气贸加工的马建新 一直和槟城国际对接 今日去往槟城国际 没想到张总已经荣升为总裁 我以前就说 是金字到哪里 都是要发光的 张总的荣升 一点都不奇怪 马建新滔滔不绝地讲着 但是停车场 已经变得静悄悄 断冰的脸 更是红得如同猴屁股一般 同时心里一阵后怕 他认识马建新 因为他家的公司 同样是依附在 槟城国际的下面 靠着接一些 槟城国际的散活卫生 他此刻这才清楚地意识到 曾经他瞧不上的张轩 如今已经和他 不是一个阶层的存在 之前他的那些小动作 在张轩的眼中 估计就是小丑一般的存在 人群中的李小曼 此刻毁得肠子都轻望 早知道张家会翻身 他说什么 也不会离开张轩的 凭张轩以往对他的爱意 他成为张家少夫人 本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李小曼咬着嘴唇 眸光暗淡 等大家回到包间里的时候 包间的气氛明显地变了 原本聚会的主角 也从断斌和李小曼 转移到了张轩和夏孟两人 就连后面老师来了之后 这一切依旧没有改变 事实上 这场同学聚会结束得很匆忙 张轩的气场 令在场所有人感到别扭 聚会结束后 断斌失魂落魄地离开了 甚至忘记了 他自己之前说过的请客 张轩和夏孟牵着手 慢慢地在大街上走着 至于那辆幻影 张轩让人送去 重新喷气了 被张轩牵着手 夏孟的嘴角一直微微上翘 两人谁也没有开口说话 就这么一直往前走着 学弟 我神兵天将 一般出现在你的面前 你有没有很感动 夏孟俏皮地说道 脸上的笑容异常甜美 这便是他向往的生活 和心爱的小轩 就这么牵着手 一直往前走 这个场景一度出现在他的梦里 没想到今天实现了 可与他梦境中不同的是 身边的小轩 好像一个呆子 他们已经牵手了 小轩应该是默认 他们之间的关系了 按照流程 他们不是应该kiss一下吗 可这个呆子 一点表示都没有 甚至都不主动开口说话 两个人之间的静谜 不应该有男生来打破吗 学姐 我问你一件事 你能告诉我真实的答案吗 张轩盯着夏孟的眼睛 他从很清楚地 从里面感受到 对他的爱意 他有些不明白 夏孟不是那种感性的人 绝不可能随随便便爱上一个人 但是他就这么无缘无故地被爱上了 这里面肯定发生过他不知道的事情 想问我 为什么会爱上你 夏孟一眼 就看穿了张轩心中的想法 我就不告诉你 我等待着你自己 找出答案的那一天 说着 夏孟白了张轩一眼 这一刻 他风情万种 使得张轩一时间被迷住了 眼神无法移开 察觉到张轩的目光 夏孟甜甜一笑 看来自己在张轩的心中 不是那么的没有存在感吗 那以前张轩为什么对他无动于衷吗 学弟 我现在算是你的女朋友吗 夏孟期盼地看向张轩 美丽的大眼睛 扑闪扑闪的 张轩一正 牵着夏孟的那只 手握得更紧了一些 笑着说道 当然算 老天爷来了 都拆散不了 真的吗 夏孟一把扑进了张轩的怀里 抬着小脑袋 稀记地看着张轩 那双炙热的眼眸 能将人融化了 如果这都不算的话 那你岂不是被我白白占了便宜 张轩微微一笑 在夏孟的惊呼声中 低下头 一口吻了下去 两边路过 看到吻在一起的两个人 都抱着以善意的微笑 或者羡慕 两酒纯分 夏孟不再像之前那般大大咧咧 而是满脸羞红地低下了脑袋 你 你欺负我 见夏孟脸红红的模样 张轩的眼中满是笑意 自从两人接触以来 夏孟总是一副女流氓的样子 这种小女人的形态 她还是第一次见 你不喜欢吗 夏孟点了点头 旋即又摇了摇头 娇汉地说道 喜欢 她幸福地看向张轩 来之前 她已经做好了打吃酒战的准备 来了之后 没想到这么容易 一场同学聚会 就打破了张轩的心房 就在此时 父亲张萍的电话打了过来 张轩知道 肯定是因为林如新的事情 温柔地看了夏孟一眼 接起了电话 小轩 林如新 是你让她来的吗 嗯 我看过她的履历 非常的精彩 有这样的人辅助你 你也能轻松很多 不过老爸咱先说好了 让林如新过去 只是暂时的 当我需要她的时候 会喊她过去 小轩 你知道她和胡家之间的关系吗 话筒中 传来父亲担忧的声音 知道 那好吧 你心里有数就好 我这就让人去给她办入职手续 学弟 我们去游乐园玩吧 见张轩挂断电话 夏孟饶有兴趣地说道 张轩黑黑一笑 一把将夏孟搂在了怀中 还叫学弟 难道你是有什么特殊的癖好吗 夏孟的脸疼得一下红了 看着夏孟撬脸红透的样子 张轩哈哈大笑着 狠狠一口亲了一下 啊 夏孟一口咬了上去 这个大坏蛋 居然敢欺负自己 哼 夏孟一边脸红 一边微张嘴巴 小口咬在了张轩的肩膀上 但是刚咬到 又害怕咬疼了 连忙松口 刚想看看张轩的脸色 是不是真的咬疼了 脑袋刚抬起来 一个大脸凑了过来 当那温热的触感 通过嘴巴传到大脑的时候 夏孟的脑海 瞬间变成了一片空白 空白道 忘记了呼吸 张轩注意到了夏孟铁青的小脸 愣了一下 赶紧松开 还以为他是生气了 等察觉不到夏孟的呼吸声 张轩这才意识到 他是因为太紧张 忘记了呼吸 张轩愣住了 不会吧 学姐以前没和别人接过吻吗 自己是他第一个男朋友 小笨蛋 呼吸 张轩赶紧提醒 啊 哦 呼 夏孟一脸羞难 低着脑袋 不敢看张轩了 太丢人了 居然被吻得缺氧了 幸亏这里没有人看到 否则真的丢人丢到家了 哇 快看 那个姐姐被吻缺氧了 一个小学生打趣的声音传来 夏孟 他双手捂住脸 没脸见人了 都怪这个大坏蛋 哈哈 张轩大笑着 揽着夏孟的腰上了出租车 向着游乐场而去 来到了游乐场 张轩跟着夏孟唱完这每一个项目 他这才见识到学姐的玩性 明明吓得大喊大叫 但是仍旧乐此不疲 执着于每一个项目 小轩 我要那个大猫 夏孟指着一只不偶猫说道 张轩看去 这是一个射击项目 此刻已经有两对情侣在那里玩着了 男孩在那里专注的射击 而女孩在一旁激动或者失落的大喊大叫 小哥 十块钱二十枪 二十枪全中 看到那边的那辆车没有 归宁了 重十九枪 那尊玉观音 中十八枪 不偶猫 老板指着旁边的那辆标志 三百零一说道 标志虽然不值钱 但是这个奖项 对于刚毕业还在拼搏的年轻人来说 还是有足够的诱惑力的 张轩立即扫码 拿到了枪 小轩 你要打中十八枪 给我赢不偶猫 夏蒙立即说道 小伙子 加油 老板也善意的鼓舞道 唉 老板 你这什么破枪啊 二十枪 连五枪都打不中 一个小伙二十发子弹打光了 只中了四枪 有些郁闷的说道 刚抱怨了一句 转身就看到了夏蒙 一瞬间 被夏蒙的绝世容颜给震撼到了 瞬间赶到身边的女友不香了 不但是他 连旁边的那个小伙子 也停止了射击 而是偷偷的撇着夏蒙 被身边的女友狠狠地凝了一下 仍旧不知悔改 张轩射了一枪 直接脱靶了 这枪做过手脚 不过这并不怪老板 这枪是经过特殊处理的 但倒本来就难以捉摸 即便是那些专业的射击手 想要枪枪命中也很难 不过令张轩惊喜的是 当他射击瞄准的时候 只要他全神灌注 子弹射出去的速度 就好像变慢了似的 这应该就是精神增加的原因 难道那些小说中写的事情 都是真的 真的有人可以做到 别人急如闪电的动作 在他的眼中漫入蜗牛 为了验证心中的想法 张轩这一次 再一次扣动了扳机 就在子弹即将出膛的那一瞬间 他猛地动了一下枪口 但倒瞬间改变了 虽然依旧没有射到 但是张轩嘴角微微挑起 哎呀 小轩 你瞄准了再射吗 不要着急 老板又没催你 你这么快干什么 夏梦在一旁大呼小叫 然后又扫码付了十块 让老板又给拿了二十发子弹 老板 可以累积的吧 夏梦眼巴巴地看向老板 在得到了老板肯定的答复后 立即兴奋地在张轩的一旁打气 两人 男的帅女的量 顿时吸引了很多对情侣过来 老板见生意上门了的合不容嘴 但是下一刻 他就笑不出来了 碰 一个气球爆了 张轩激动地手心出了汗 他激动不是因为打中了这个气球 而是他发现了精神的一种妙用 中了中了 夏梦比张轩还要激动 抱着张轩就亲了一口 惹得旁边围观的人一阵艳险 有什么了不起 他能打中五抢算我输 旁边的小哥被女友埋怨 不乐意了 嘟囔道 碰 又是一个气球爆了 惹得夏梦又是一阵欢呼 吃 碰巧罢了 男孩的话还没说完 接下来 张轩像开了挂一样 每一枪打出 必有一个气球爆掉 男孩的脸黑掉了 更黑的是老板 当张轩将四十发子弹 全都打掉的时候 出了一开始的两发 其余权重 老板要哭了 那辆车只是一个噱头 吸引人来的 他可不想真的送出去 那辆车是他攒了好酒 才买到的呢 这一下几年白干了 老板眼眶都红了 你这个笨蛋 你看看人家 什么枪有问题 明明是你没本事 两个小伙子女友不乐意了 嘴里埋怨道 这 两个小伙子 就算是再笨 也知道身边的张轩 是一个大神 只有打过的人 才知道做到枪枪打中 是什么概念 小哥哥 小哥哥 帮我们打好不好 一个小女孩 只觉眼前一亮 跑到了张轩的身边 低声哀求道 兄弟 求求您啊 我这是遇到真神了 我小本经营啊 您再玩下去 我几年白干了 老板听到女孩的话 脸直接白了 开口道 听到老板 只是拒绝她继续玩 却没有赖账的意思 张轩微微一笑 缓缓地开口道 这样吧老板 你那辆车我不要了 不过那只不偶猫 和那尊玉观音 给我怎么样 小伙子 那辆车多少钱 那尊玉观音 和不偶猫加起来 不过五十块钱 你怎么想的 就是啊 要车 有我们为你作证 老板不敢赖账的 周围的人文言傻眼了 纷纷开口劝道 好 就这么说定了 谢谢了兄弟 谢谢 老板没有任何的犹豫 直接将玉观音 和不偶猫拿过来 递给了张轩 夏梦知道张轩有钱 自然不会 将那辆标志301看在眼里 他欢天喜地的 将和他一样高的 不偶猫抱在怀里 而张轩将那尊玉观音 拿到手中 他奇怪地看向老板 老板 你这玉观音 是从哪里弄来的 就在入手的那一刻 一股温良的触感 从手臂涌入体内 张轩感到全身轻飘飘的 这种感觉很舒服 见张轩并没有要他的车 老板对张轩 还是很感激的 坦言道 是从咱滨城的旧货市场 逃换来的 一看就是个老物件 应该能值个几万块 但是因为拿捏不准 所以这才拿来当二等奖 其实老板说谎了 他买到手之后 让好几个专家鉴定过了 这个东西看上去 好像一个老物件 但是玉的质地并不很好 玉种并不被看好 而且看上去 更像是玻璃不像玉 九成是假的 老板想卖掉 不过人家 只给出到50块 谁也不肯多出价 于是老板 就拿来当奖品了 反正不值钱的玩意儿 张轩为了验证自己的想法 将玉观音 放进了学姐的手中 夏梦疑惑地看向张轩 小轩 难带观音女带佛 还是你带着吧 学姐 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吗 张轩问道 感觉 夏梦听到张轩这么问 将观音拿到手中 仔细地看了起来 小轩 这就是一块玻璃 看上去像是玉 但是不带玉种 是人造玉 假的 夏梦很肯定地说道 老板闻言 脸色一阵尴尬 姑娘 莫要这么说 这真的是一个老物件 张轩哑然失笑 行了老板 不用害怕 是不是假的没有关系 我又不会反悔 要你的车 走了 将不偶猫拿过来 牵着夏梦的手 向别处走去 两人的身影 在阳光下慢慢地拉长 一切看上去是那么的唯美 那么的甜蜜 众人看着 居然看吃了 见张轩走远了 老板这才真正地松了一口气 额头的冷汗都冒了出来 那辆车可是他今年一年存的家当 你看看人家 你赶紧给我继续 就算不给我弄到不偶猫 弄一个小茶杯总行吧 女孩看到两人的背影 羡慕得不行 转身对着男友说道 切 和人家比啥 你要是有那个女孩这么漂亮 让老子卖腰子都行 男孩小声嘀咕 端起了气枪 继续打了起来 我也来试试 老板 来十块钱的 许多人纷纷开口道 老板本来心里还有些难受 毕竟张轩花了二十 挣走了一百多块钱的东西 现在见因为两人的原因 生意一下子好了 他的心里兴奋起来 别人可没有张轩那个本事 槟城四人飞机场 一架直升飞机缓缓地落下 林无极走了下来 嗅了一下 没有瞬间骤气 这等穷乡僻壤的地方 空气怎么还这么烂 这里没有什么资源 只能靠牺牲环境 来换取经济的发展 老仆回道 打听到夏梦的位置了没有 林无极也就随口一说 并不是真的在意 一辆车及时而来 几个黑衣人恭敬地 走到了林无极的跟前 少爷 你们来得正好 人呢 找到了没有 找到了 在游乐场 和谁 林无极皱眉 下意识地感觉 夏梦应该是和那个 大义新生在一起 和一个男子 黑衣人不敢撒谎 如实说道 带我去 林无极的心中 已经生出了杀意 夏梦是他的禁鸾 是他的私有物 如今却和别人在一起 不管是不是夏梦愿意的 那个人必须为此付出代价 少爷 这里是东山 不是灵难 老仆提醒道 其他黑衣人文言松了一口气 他们也想提醒少爷 但是他们没有开口的资格 唯有东书有此资格 林无极高傲地说道 东山又能如何 东书文言 淡淡地说道 不要忘记了 这里还有一个人叫张静阳 原本一脸高傲的林无极 听到张静阳这个名字 眼中顿时流露出了一抹忌惮之色 东书 我知道了 不会闹出人命的 但是教训一下那个小子 总可以吧 我的女人 不允许任何人碰 林无极有些无奈 东书是他林家的三朝元老 甚至他的八级权 都是东书传授的 他父亲同意他来这边 也是因为他答应让东书跟着 东书文言沉吟了一下 点了点头 林无极见状 松了一口气 一行人开车朝着游乐场而来 小旅馆中 杨林熟练的拆装着手枪 就在此时 桌子上的手机响了起来 他眼眸中顿时涌现出了杀意 接了起来 槟城游乐场 你小心一点 林东那个老不死跟着了 林东 还没死 听到话筒中传来的声音 杨林愣了一下 诧异的问道 这个问题 我们也想知道 我们练武之人 很难有长寿的 而此人却活了120多年了 武力一点不减 这一点足以证明 此人不简单 你还是小心一点为好 这算是我对你最后的忠告 听得出来 话筒那边的那个人 对林东很是忌惮 谢了 今日若是报了 瞅我还不死的话 算我欠你一个人情 杨林淡淡地说道 你先活下来再说吧 记住 你我从未认识过 说着 挂断了电话 杨林轻轻一握 手中的水果手机变成了渣渣 他不懈地丢进了垃圾箱内 还是国产手机好 骑马老子捏不碎 将手枪装了起来 擦了擦 然后起身走了出去 小河边 夏梦拉着张轩 神色复杂地看向小河 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学姐 这里对你有什么特殊的吗 夏梦拉着他 来到河边 已经半个多小时了 一句话不说 就这么呆呆地看向河面 仿佛里面有什么奇景似的 张轩疑惑 这就是一条普通的小河呀 听到张轩的话 夏梦心中轻轻一叹 心中无奈 小轩 你怎么能忘记呢 就是在这里 你将我救了出来啊 也就是在这里 我不想活了 是你那句将来要取我的话 让我有了勇气活下去 也决定 此生非你不嫁 小轩 这里 你真的没有印象吗 夏梦紧盯着张轩的双眸 张轩看了看 然后努力地翻阅着记忆 并没有任何有关于这条小河的记忆 难道这条小河 有什么特殊的意义不成 就在此时 一股尿意涌来 张轩对夏梦说道 学姐 我去放放水 啊 放水 这里还有这个夏梦吗 好玩吗 夏梦文言正了一下 忽然双眸射出了金光 明显很感兴趣 张轩无语了 这在地球很简单的一句话 到了这里就行不通了 他这才意识到 虽然两个世界看上去很相似 但终究是两个世界 张轩小声将放水的意思告诉夏梦 夏梦的翘脸瞬间飞红 连脖子都红了 快点去 张轩立即走进了公共厕所 他没有注意到 就在他离开的时候 一个人缓缓地朝着夏梦走来 好气哦 小轩他就是记不起来救我那件事 怎么办 等张轩离开了 夏梦立即打开微信 问道 万连连 不会吧 虽然十几年了 但是这么大的一件事情 他的记忆中应该有印象才对啊 夏梦 我刚才问过他了 不记得了 一点印象都没有 就好像他从来没有来过 要不是他和小时候的样子一模一样 我都怀疑他是不是我妈找人假扮的了 万连连 好奇 JPG 要不你直接告诉他 夏梦 我不 我一定要等他自己想起来 不然我就不让他碰 万连连 吐JPG 我很好奇 你自己能忍住吗 夏梦 滚 夏小姐 好巧啊 没想到在这里碰到了 正在此时 林无极整理了一下自己的长篷 自认为潇洒地走了过来 脸上露出了自信的微笑 我就对你说过 我们两人有缘 肯定很快就能见到的 果然啊 天下有情人终究会成眷属 夏梦带眉紧促 看向林无极 眼中闪过一抹茫然 你是谁啊 林无极文言 自认为潇洒的脸上忽然僵住了 旋即哈哈大笑道 夏小姐开玩笑的方式 果然别致 夏梦不屑地转身就欲离开 林无极尴尬到了极点 一脸的难以置信 夏梦真的不记得他了 这怎么可能啊 这个世界上 居然还会有不记得他的女人 自从他回去之后 对夏梦招思梦想 结果夏梦将他忘记了 他是谁 岭南林家大少爷 就凭这一点 就足以让整个岭南的美女们 屈之若鹜了 不知道有多少女人 梦想爬上他的床 有多少女人 想要进入林家自建枕席 更何况 他在奥林匹克竞赛上 是那么的光彩夺目 他称自己为绝世天骄 怕是没有一个人反对 夏梦无语了 这个世界上 怎么这么多自恋的人 谁和他开玩笑 他和小萱在一起 有开不够的玩笑 用得着和别人开玩笑吗 这个人的脑子有毛病吧 无缘无故的就上前来套近乎 谁认识他 尤其是那个称呼 小 小姐 安南的 他不想抱粗口 现在这个社会 居然有人这么称呼别人 不害怕被骂吗 你才是小姐 你全家都是小姐 脑子有病 夏梦心里骂道 然后向厕所走去 和这个精神病靠得近了 他害怕会被传染 夏小姐 你好好看看我 我是林无极啊 领南林家林无极 我们在世界奥林匹克竞赛上 同台竞技官啊 林无极几乎是一字一顿的介绍自己 他绝不相信 夏梦将他忘记了 在他看来 肯定是夏梦在做着 欲擒故纵的把戏 有病 夏梦再也忍不住了 骂完静止朝前走去 本来完美的心情 遇到这个精神病 瞬间整个人都不好了 你 你敢骂我 我是林无极 领南 林家 林无极 林无极从小展现出 逆天的天赋之后 一直备受推崇 何时被这般无视过 奇耻大如 这句话近乎是他吼出来的 碰 就在此时 一声闷响忽然传来 一枚子弹射进了林无极的后心 将他带飞了出去 噗 林无极脸色瞬间暗淡 一口鲜血喷了出来 动 整个人摔在了地上 脸着地 啊 夏梦哪里见过这样的场景 被吓坏了 尖叫出声 游乐场的都是一些普通人 全都大喊大叫着向远处逃去 现场乱成一团 保护少爷 那些黑衣人立即朝着林无极的方向拼命奔去 但是现场太乱了 他们根本不能冲不过去 赶紧过去 暗中随势在侧的东书低吼道 大步朝着子弹射来的方向追了过去 现场太乱了 他必须给下面的人争取到足够的时间 碰 第二颗子弹迎面打来 东书脸色一变 手一翻多了一把金刀 迎面劈了过去 一声金属交割声响 火花四射 而东书也在这个时间看清了对方的面容 他怒吼道 该死的 杨玲 你找死 不但你 虎笨门的人都该死 你是在给你背后的门派招惹祸患 躲在暗中的杨玲文言 眼中闪过一抹决然 对着林东连开几枪 动手 他大吼一声 刚避过子弹的林东 文言脸色俱变 急忙抽身后退 保护少爷 他刚喊出声 下一刻 他的脸色再次聚变 碰 一颗子弹瞬间射进了他的眉心 一道血剑从他的后脑勺射出 林东眼神瞬间失去了神色 带着绝望和不甘 彻底的失去了生命气息 东书 黑衣人慌了 东书是他们最大的保障 如今连东书都死了 他们该怎么保护少爷 杨玲杀了东书之后 枪里面的子弹全打光了 他脸色一狠 将手枪丢进了河中 然后对着那些黑衣人杀了过去 刚上完厕所出来 张轩兜里的手机响了起来 看到来电显示 他疑惑地接了起来 胡大哥 最近过得怎么样 张兄弟 你现在在哪里 大哥有一件事需要你帮忙 胡四千焦急的声音从话筒中传来 什么事 张轩更加疑惑了 胡四千可是有关部门的人 这可是国家的直权部门 他有什么事情会求到自己 赶紧去你们槟城的游乐场 去救一个叫林无极的人 杨玲去了 他是你的手下败将 你去了应该可以对付他 对了 杨玲的手中有枪 你小心一点 有枪 张轩文言直接不干了 这不是让他去送死吗 碰 就在此时 一声枪响忽然响起 紧接着学姐的尖叫声传来 张轩的脸色变了 张兄弟 你那边什么声音 胡四千急忙问道 张轩听到学姐的尖叫声 哪里还有心思和胡四千在这里嗶嗶 直接挂断了电话 大不留心地朝着河边赶去 碰碰碰 接连几声枪响 张轩心急如焚 学姐到底怎么样了 当他转过弯去 正好看到学姐 朝着他的方向跑来 而他的身后 一个人杀了几个黑衣人之后 追了过来 杨林 怎么就这要巧 张轩没有时间想这些问题了 胆到了学姐的跟前 将夏梦护在了身后 杨林将黑衣人全都砍杀了之后 看了地上趴着的林无极一眼 脸色立即变了 坏了 被骗了 他射中的不是林无极 这是个陷阱 他看向逃命的夏梦 刚才那个女孩 和地上的假林无极站在一起 肯定是林家的人无疑 只要抓到那个女孩 就能逼问出林无极的下落 现在他已经动手了 已成骑虎南下之势 林家一旦知道了 动手的人是他 必然会对虎奔门动手的 没有退路了 既然连林东都杀了 这说明这个陷阱 他已经破掉一半了 就在此时 他看到了迎面跑来的张轩 哈哈大笑起来 林无极 你果然还在这里 受死 杨林看到张轩 恶向胆边生 急速朝着张轩跑来 学姐 保护好自己 张轩用了一个柔镜 将夏梦丢到了花坛的另一边 然后迎着杨林冲了过去 听到杨林对他的称呼 张轩瞬间明白了 这林无极算是替他背锅了 杨林真正要杀的人是他 而非林无极 不过当初他报名的时候 报了蒋郡涛 再加上他使用的是八级拳和行义拳 这一切被这杨林误会了 以为他的真正身份是林无极 所以筹划了这次刺杀 周围倒在血泊中的十几个人 有几个明显就是普通人 张轩的心中杀一致圣 这杨林就是一个亡命徒 形势根本就不会有任何的顾忌 有这样的敌人隐藏在暗中 绝对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 今天杨林必须死 若是杨林逃出去 调查出来他的真实身份后 他的父母 学姐的生命都会受到威胁 看了一眼被杨林丢在地上的那把手枪 张轩的心里一松 还好 子弹应该是打完了 面对热武器 张轩的心里 有一种来自灵魂深处的京剧 但是没有了热武器的杨林 对他来说毫无威胁 死 杨林挥舞着手中的匕首 对着张轩刺了过来 张轩侧身闪过 同时双掌变成了虎爪 一个虎拍 狠狠地击中了杨林 突兀的 他的心中不知为何 忽然传来一股心迹的感觉 不好 有危险 这一刻 张轩的心思白转 思索着任何可能威胁 他生命的可能性 没有了热武器的杨林 根本就不可能是他的对手 这股心迹感是从哪里来的呢 碰 就在此时 一声闷响忽然从远处传来 这个声音很小 但是被张轩敏锐的耳朵给捕捉到了 暗中还有狙击手 这杨林为了杀他 居然将自己当成了诱饵 死 杨林的脸色陡然变得猙獰 没有任何顾忌地 静止朝着他奔袭而来 这一刻 心中那股心迹的感觉 越来越强烈了 仿佛下一秒 他就会被射杀 突兀的 时间好像在这一秒暂停了下来 张轩愣了一下 旋即将杨林手中的匕首抢了过来 没有任何的犹豫地 朝着子弹射来的方向丢了过去 破 子弹已经射来 张轩只来得及抱住了杨林 将杨林挡在了身前 这把狙击枪明显是很特殊的 射穿了杨林的身体 射中了张轩的胸口 一股巨大的力量袭来 将张轩狠狠地带飞了出去 小轩 耳边响起夏梦的尖叫声 张轩无心理会了 他向着他射出匕首的方向看去 如果那人不死的话 他和夏梦两个人的生命安全 都要受到威胁 见到匕首贯穿了那个狙击手的眉心 张轩这才松了一口气 然后猛地将杨林的脑袋给拧断了 丢断了 丢起手来 就在此时 一群有关部门的人冲了过来 几十个黑漆漆的枪口对准了张轩 张轩强忍着剧痛丢起手来 此刻他的脑海中 已经传来了一股极度的眩晕感觉 扑通 终于张轩再也撑不住了 趴在了地上 昏迷了过去 这件事绝对不能这么算了 此人必须交给我们凌家 一个浑厚的声音响起 放屁 没有张兄弟 林无极早就被杀了 他救了你们凌家的人 还想让我们有关部门把人交给你 你脑袋里有坑吧 你凌家的权力凌家于国家之上吗 刚才那句话 你有种再说一遍 信不信老子将这句话传到上面去 我们的头盔将你凌家灭了 胡四千的声音也响了起来 他救了我 要不是他 杨林怎么会刺杀我 肯定是此人对杨林谎称 自己就是林无极 这才让杨林误会 继而刺杀我 胡四千 你不用对老夫吼 这件事太过蹊跷 我林家和虎奔门 往日无怨近日无仇 就因为这小子 帮助你们有关部门 抓住了杨林 虎奔门就对我林家出手了 你说 这不是这个小子的原因 是谁的原因 你问杨林去啊 你问虎奔门去啊 这件事我怎么知道 我只知道 张兄弟受我的委托 冒着生命危险 救了你儿子 而你现在却在这里 胡搅蛮缠 想要将我张兄弟 带回你林家 林康 你特么的 真以为这还是民国时候啊 你林家可以动用私刑 我再说一遍 不要仕途和国家对抗 国家能灭了张家 就能灭了你林家 甚至更加的容易 胡四千的声音中 透着一股怒气 紧接着那个气急败坏的声音传来 我林家 有人听到杨林临死前 对着此人喊林无极 我有人证 如今我林家因为这小子 死了这么多人 你想让老夫就这么回去 还要感谢他 妄想 听到声音 张轩睁开了眼睛 映入眼帘的 是许久不见的胡四千 和一个身穿轻布衣的壮汉 壮汉头上 挽着一个古代人的发髻 身形魁梧俊蟒 若非身边 站着身穿警服的胡四千 张轩甚至都以为自己 又穿越了 这一次穿越到了古代 张兄弟 你醒了 听到声音 胡四千惊喜地看向张轩 这一次实在是太危险了 张轩能帮他出手 这是一个很大的恩情 这一次 就连上面的人 也注意到张兄弟了 甚至有人提出 要见一见张轩 小子 东叔到底是不是你杀的 你嫁祸给我林家 到底有何居心 你是谁家派来的人 林康怒瞪着张轩 大声咆哮道 听到林康的话 张轩皱眉 没有理会他 而是看向胡四千 胡哥 跟我在一起的那个女孩呢 他没事吧 胡四千立即回道 放心好了 他就是受了一点惊吓 此刻出去了 一会儿就回来 说着 给张轩竖了一根大拇指 张兄弟 好眼光 真特么的漂亮 张轩 这句话 让他怎么见 剑胡四千和张轩 旁若无人的聊着天 他怒了 作为林家家主 他何时被人无视过 冷冷地瞪着张轩 林康咬着牙吼道 小子 老夫的话 你没有听到吗 老夫再问你一遍 杨林 没等林康的话说完 张轩就缓缓地打断了他的话 这位先生 首先 是我出手救了林无极 你就算拉不下脸来感谢我 对我起码的尊重 还是要有的 其次 这件事是杨林和你林家的事 我只是侍逢其会 你如果因为你林家死了人 就想赖到我的头上 曹你祖宗 张轩破口大骂 他刚才就一直在忍着 谁灌的这些毛病 就算是杨林误会了 本来想杀的人是他 却对林无极出手了 也只能说林无极倒霉 与他有屁的关系 又不是他对杨林冒充自己是林无极 这个老家伙就特么的是个傻逼 要不是胡四千在 张轩真想做这个老不死的 放肆 你找死 林康怒了 一个崩拳轰了过来 林康 你想干什么 听到张轩骂出口 胡四千就知道要糟 林康早就想对张轩出手了 只不过他在这里 林康还有所顾忌 如今张轩骂出口 林康自以为找到了借口 自然而然的就出手了 至于要是有人问 不是林康先找的是吗 胡四千的心里就想呵呵 在林康的眼中 他那不叫找事 而是应该的 这件事透着蹊跷 张轩就有义务陪着他们找出原因 至于张轩愿意不愿意 那就不是林家该考虑的了 不单单是林家 大厦很多世家都是这样的心态 宁可我负天下人 不可天下人负我 这种病态的心理 一直存在于这些世家的心中 已经几千年了 早已根深蒂固 新国家建立 有国家的约束 这些家族还能收敛一些 在前朝 这些家族把持着整个国家 根本就不会管普通人的死活 张轩见林康动手 也决定不再灌他这个臭毛病 从床上跳起来 同样是一记 崩拳迎了过去 林康见状冷笑 一个年轻人居然这般自负 敢和他崩拳硬碰 这不是找死吗 他似乎已经看到了 张轩的胳膊被他废掉的场景 碰 一声闷响 林康的脸色忽然巨变 林康 滚回你林家 你要是再敢动武 不要怪国家出手了 胡四千怒吼 张轩的本领不低 但是那也是相对于年轻一大而言 和林康这些老家伙比起来 就欠点火候了 下一刻 一道身影倒飞了出去 一阵令人倒牙的骨骼碎裂声响起 胡四千脸色俱变 张兄弟的胳膊 这是要废了 林康这个老不死的 静宁八级拳几十年了 曾经一拳轰断过一颗牛腿粗细的小树 但是 等他看到倒飞出去的那个人 他傻眼了 碰 林康倒飞了出去 狠狠地摔在了地上 胳膊快成麻花了 他的脸上全是冷汗 眼中尽是难以置信的神色 我记你岁数大 但是岁数大不能成为 你可以在我面前嚣张的资本 张轩冷冷地看着林康 我冒着生命危险 救了你林家的人 你们连一句 谢谢不说也就算了 居然还污蔑他们的死 是因为我 要是因为我 我大可以看着杨林 干掉你那个废物儿子 然后再出手干掉杨林 连你都是废物 你感觉我想对你林家出手 用得着这些邪门歪道吗 蠢货 和林康对了一拳 张轩对林康的实力 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了 八百公斤左右的力量 和他比起来差远了 就是不知道 这林康的实力 在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你 林康震撼地看着张轩 听到张轩的话 一时之间羞怒异常 一口血污喷了出来 他 林家家主 居然被一个小辈给羞辱了 这件事要是传出去 他还怎么在武林界混下去 与此同时 他对张轩的实力 更加地震撼 刚才从张轩体内 涌出的那股力量 太过狂暴了 胡四千震撼之余 心里松了一口气 还好 只是受伤了 并没有出人命 他看向张轩 当初张轩击败杨林的时候 他没有见过 并不知道张轩的真正实力 如今算是见到了 林康 被国家冠上了一个大师的称号 这个称号可不是白给的 是真的有实力 国家才会给出 他没想到 林康面对张轩 连一招都没能抗住 这已经不简简单单的 是一个厉害可以形容的了 此刻的张轩 上面若是知道了 一个大师的称号 是完全有希望的 至于受伤的林康 胡四千心中冷笑 活该 完全是自找的 如今可是新时代 可偏偏有些人还活在旧时代 还幻想着 这个世界是以他们为主 蠢到家了 倘若不是为了给胡大哥面子 你当我愿意管你儿子死活 这下倒好了 我救了你的儿子 你居然恩将仇报 对我这个恩人出手 岭南临家 怪不得被提起来 都一脸的不以为然 今天胡大哥在这里 我给他这个面子 你滚吧 张轩背负着双手 平静地说道 小轩 你醒了 就在有关部门的人 将林康抬出去之时 夏梦从外面走了过来 看到站着的张轩 美眸瞬间放出了光芒 这一刻 似乎整个天空都放晴了 胡四千见状很识趣地出去了 是一等会儿联系 你没事吧 夏梦在张轩的身上看着 美眸中尽是担忧 直到确信 张轩完全没问题了 这才松了一口气 小轩 你真的是命大 那个人的身体被子弹贯穿了 你没有事 真的是太好了 夏梦激动地抱了一下张轩 然后立即反应过来 白皙如玉的脸瞬间红了 张轩文言愣住了 对啊 当时那名狙击手射出的特殊子弹 射穿了杨林的身体 击中他了呀 为什么他的身上 没有一点伤势呢 张轩赶紧看向自己重弹部位 在那里 他看到了一个浅红色的痕迹 已经很淡很淡了 若非知道确切的部位 他都发现不了 是因为子弹射穿了杨林的身体后 力量不大了 还有 那被人按下了暂停的一秒钟 是怎么回事 这一切 都需要他去挖掘 对了 小轩 你妈刚才给你打过电话 我给接了 夏梦羞涩无比 虽然以前见过郑少丽 但是如今 他和张轩之间的关系变了 再见郑少丽 心中羞涩无比 哦 说什么了 张轩几乎可以预料到母亲的反应 若是知道夏梦是他的同学 肯定是热情地邀请学姐去家里做作 郑阿姨邀请我去家里做作 夏梦更加羞涩了 脑袋都快要埋进胸口了 那我们回去吧 反正迟早要见面的 既然身体没事 那就没必要继续住在这里 真搭 你愿意让我见你的爸妈吗 夏梦兴奋地睁大了眼睛 眉眸中金光爆射 嘴角都要裂到耳根子了 小轩愿意带她去见张叔叔和郑阿姨 是不是意味着张轩已经彻底地认可她了 你是我女朋友 见她们不是迟早的事情吗 提出见父母 学姐不是应该紧张吗 怎么看起来好像很高兴的样子 不害怕吗 假如学姐让她此刻跟着去见岳父母 张轩的心里肯定打出 嗯 夏梦猛烈地点头 对 她现在可是张家的儿媳妇 见父母不是应该的吗 哎呀 好激动啊 终于要有一个名分了吗 夏梦一边脸红 一边心里兴奋地几乎要大吼出声 就连之前看到枪杀的事情都被忘记了 来到门口 胡四千还等在那里 张轩知道 肯定有事情要和他说 于是让夏梦到前面等着他 张兄弟 你要小心一点 林康这个人小肚鸡肠 暗中恐怕会对你出手 胡四千善意地提醒道 胡大哥 那老不死的 不会对我父母出手吧 这才是他最忌惮的 放心好了 国家对这方面有着明文规定 他可能会暗地里会对付你 但是或不及家人 这是国家画出的红线 胡四千保证到 张轩松了一口气 但是明面上的一些手段 他们还是可以做的 比如说 让你的父母失去工作 伤及性命 他们不敢 那就好 只要不会殃及家人 对于林家 张轩完全无惧 不过你还是要小心 林家还有老怪物存在 他们可不是一般人可以招惹的 当初他们为抵抗地 国主义侵略 付出过天大的功劳 所以国家也不会轻易地动他们 这也是 他们如今这般肆无忌惮的原因 他们如果对我动手 我能杀了他们吗 不能 胡四千斩钉截铁地说道 如果我的生命 受到致命威胁呢 张轩紧盯着胡四千 不能 至少现在不能 胡四千再次说道 张轩皱眉 这是什么规定 对方可以对他出手 听胡四千的意思 对方甚至击杀了 他都可以 但是他不能击杀对方 这不像是大夏的规定啊 大夏讲究依法治国 这是什么法律 对他不公平啊 胡四千察觉到了张轩的神色 轻轻一叹 不要说张轩 就算是他这个有关部门的人 当初听到这个规定的时候 也感觉到怒火中烧 尤其是 就是因为这条规定 家族里出来的人肆无忌惮 甚至漠视法律 他更加不认同了 可上面的人一直让他克制 总有一天他 便会知道这些家族出来的人 为何有这种特权 不过 这种情况 应该很快就要过去了 上面有很多人 对这个规定产生了意义 国家已经重新审视这条规定了 胡四千微笑说道 这次回去之后 我会将今天的事情 禀告上去 国家会很快 给你一个大师的称号 到了那时 这些家族的人 就不敢对你这般放肆了 大师 那是什么 张轩疑惑 怎么还有这么一个奇怪的称号 还是国家给的 因为在地球的时候 一旦提到大师 人们就会将这个词和骗子联系在一起 等你的称号下来了 会有专门的人告诉你 在你还没有得到的时候 我是没有权利告诉你的 其实他现在已经是犯规了 不过张轩实力强大 他这么做 也没有人会说什么 好了 我之所以喊住你 就是为了让你这段时间克制一下 尽量不要和那些王八蛋起冲突 好的 张轩答应得很爽快 心中却不以为然 什么狗屁规定 只要那些人还敢出现 只要那些人敢危及他 或者他在乎之人的性命 张轩才不管什么狗屁规定 胡四千见张轩答应得这么痛快 面带狐疑 胡大哥 我先带着女朋友 回家见我爸妈了 有空再聊 张轩说着 静止走到了夏梦的面前 胡四千看着张轩的背影 不知道为何 心里忽然生出了一种感觉 若是林家不识趣的话 吃亏的会是林家 路上 夏梦忽然紧张起来 不紧张不行啊 虽然张轩的父母 他小时候都见过了 但是这一次 是隐儿媳妇的身份 去见的身份的转变 让夏梦一时之间适应不过来 小轩 我们 怎么 学姐 你要是还没做好准备 这一次就先算了 不是 我第一次上门拜访 是不是应该买点东西去 不带礼物 没有礼貌吧 嗯 也对 我那里还没有你的生活用品 的确是要去买一套 啊 夏梦猛逼了 他只是想去拜访张叔叔和郑阿姨 可没想留在那里睡觉 小轩 我们 他虽然一直爱着张轩 一直梦想成为张轩的妻子 可他们两人的关系 是不是发展得太快了 张轩刚答应了他们开始交往 这还没怎么约会呢 直接见家长了 而且还要他留宿 要是小轩提出和他那个什么 他是答应还是不答应 好纠结啊 这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 说实话 听到张轩这么说 夏梦有些不知所措 怎么了 学姐 张轩疑惑的看向夏梦 此刻的夏梦小脸红透了 好像苹果一样 再加上那绝美的容颜 弄得张轩想啃一口 你不用担心 我爸妈脾气很好的 再说了 这不是还有我在吗 以为夏梦在担心 张轩立即开口道 不是 夏梦有些尴尬 他还不想这么早的从少女退变成女人 我们先去买东西吧 走一步 看一步吧 夏梦和张轩来到了一处商场 买了一些生活用品 又给父母买了一些东西 学姐 走 去给你买一点换洗的衣服 啊 真的要买啊 完蛋了 看来小轩已经迫不及待了 夏梦的心里 既期待又害怕 好 夏梦弱弱的开口 小声应道 张轩愣了一下 夏梦在他心目中一向是敢爱敢恨 大大咧咧的 突然变得这个样子 他还有点不太习惯 两个人向着女装驱走去 他们却不知道 就在他们走后 几个人长大了 嘴巴走了过来 那是 好像是张轩和夏大校花 他们这是 要同居的节奏啊 连生活用品都买了 物草 这下不知道有多少人要累撒一惊了 滚粗 我现在就想哭 你哭个鸡啊 你放心好了 你这辈子 也不可能和校花有什么交集的 擦 虽然你说的是真的 但是你这句话太伤人心了 这是爆点新闻啊 赶紧传到校园论坛上 几个人立即打开了校园论坛 将他们刚才拍到的几张相片 传了上去 今天大新闻 校花和张轩同居了 刚发上去的时候 并没有人相信 还以为是标题党 但是当人们点进去 看到夏梦一脸小女人的样子 被人牵着走时 他们沸腾了 擦 为什么呀 校花是我的 张轩是谁 凭什么牵校花的手 论坛的管理员 也是夏梦的拥顿 看到这些相片气炸了 恼火之下 直接将张轩两个字 设置成了敏感词汇 打张轩两个字 就会变成两个 东大的同学 很快就发现了这一点 于是乎 你很张轩成了 彼此间的问候语 一时之间 沉寂了一天的校园论坛 直接爆炸了 夏家 正在家敷着面膜的 田羽山听到消息 直接拿出手机 打开了校园论坛 当他看到自己那个号称 一直在陪着 三个小姐妹旅游的女儿 正亲热地挽着 一个男孩的手时 气得满头黑发 直接竖了起来 夏梦 你敢骗老娘 田羽山气坏了 拼命地拨打着夏梦的手机 根本就没有人接听电话 他立即拨通了老公的电话 老婆 我这边正开会呢 你有什么事 开个屁 你女儿没有去旅游 而是跟着一个男孩去同居了 田羽山气急败坏地吼道 那边顿时传来一声 杯子掉落在地的淬烈声 和一阵手忙脚乱的声响 夏天俊气坏了 他一直不担心 女儿的感情问题 因为女儿很有天分 一般的男人 他根本就看不上 在他看来 女儿是注定要接他班的 至于女婿 假如以后女儿愿意的话 可以招一个上门女婿 所以其他人见到张轩的时候 恨不得立即将自己的女儿 送进张轩的怀里 而他丝毫不着急 可是现在 这才几天啊 女儿怎么就找了男朋友呢 这与他的计划不符啊 早知道这样 还不如他出手撮合女儿 和张轩在一起呢 因为在他看来 整个东山市 估计只有张轩和女儿最般配了 不行 这件事不能就这么算了 拆散 一定要拆散了 夏天俊也没心思开会了 和傅董说了一声 立即回到自己的办公室 你是在哪里看到的 东大的校园论坛 上面有没有说 那个人的名字是什么 夏天俊怒急 他要好好地给那个人一点颜色看看 被屏蔽了 老娘什么都看不到 老婆 这一次 我们一定和连起手来 将他们拆散了 对 我也是这么想的 我感觉你说的那个张轩就不错 同意 我这就给我张兄弟打电话 然后撮合他们在一起 相信女儿见到张兄弟后 一定会一亲别恋的 夏天俊 你脑袋有病吧 有喊自己的女婿兄弟吗 夏天俊 说干就干 夏天俊拨通了张轩的电话 夏梦竟失衣件失衣服了 手机忽然响了起来 喂 夏大哥 哈哈 张兄弟啊 你现在在哪里潇洒呢 陪着女朋友逛商场呢 哦 你们什么时候分手啊 张轩 这特么的 让他怎么接话 有这么说话的吗 他和学姐刚成 就被人问什么时候分手 这有点诅咒的意思啊 夏大哥 这玩笑 以后还是不要开了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 他会成为你的兄弟媳妇 电话那边的夏天俊 还是有些不甘心 张兄弟 你先别这么早的下定论啊 我女儿很漂亮的 真的 我这就将她的相片发给你 你看看 你肯定会喜欢上她的 而且 她和你是一所学校的哦 你们平时可以培养一下感情 经常在学校里见到 也不用害怕她和别的男人瞎混 多好啊 更更更重要的是 我女儿的经商天赋很高 她肯定会成为你的闲内主 张轩文言愣了一下 这是推销自己的女儿啊 不用了夏大哥 我女朋友看到会生气的 张兄弟 夏老哥 你要是再说 咱们就当没有认识过 张轩直截了当地说道 好吧 那祝你幸福 不过 张兄弟啊 你们要是分手了 第一时间通知我呀 我去买瓜边庆祝一下 张轩直接挂断了电话 马德 见面的时候 怎么没有注意到 这夏天俊的脑袋有病啊 怎么心心念念的 盼着他和学姐分手啊 怎么样啊 先让他们见一面啊 田羽山焦急地问道 夏天俊在电话中叹息 人家有女朋友了 有女朋友了 田羽山文言呆了一下 心中感叹 好男人果然都是这么的强手 张兄弟已经警告我了 要是我再提这件事 他就当不认识我 哎 张轩对感情还挺忠心的 是个好男人 在有钱的人里面 像他这样的 真的不多了 让小孟跟着这样的男人 我才会放心 老公 你这样 有机会将张轩带回家里来 让孟母和张轩见一面 我就不幸在东山 还有人比咱们的女儿更漂亮 田羽山自信地说道 电话那边的夏天俊文言愣了一下 随即大笑道 对啊 邀请张兄弟来吃个便饭 这总没问题吧 好老婆 你的脑子反应真快 等他十一过完回来了 我立即邀请张兄弟来咱家吃饭 十一间内 夏孟翘脸飞红 他终于决定要将自己给张轩了 却愕然地发现 他那是来了 尴尬之余也松了一口气 就在此时 手机铃声响了起来 夏孟见是王雪 立即接了起来 小雪 你们玩得好吗 夏大笑花 你们出去浪就浪吧 怎么还被人拍到相片了 现在整个东大都知道了 刚才田阿姨已经打电话给我们了 他已经知道了 夏叔叔估计也知道了 你呀 自己给田阿姨解释吧 话筒中 王雪无奈的声音传来 夏孟一听有心猛 被人拍到相片了 玄机 他又浑然不在意了 反正他和小轩已经在一起了 拍到就拍到吧 又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 他现在就要去见张叔叔和郑阿姨了 回去了带着小轩去见自己的父母 凭小轩现在的成就 相信爸妈不会拒绝的 没事 拍就拍吧 你们好好的玩 反正钱已经交了 不说了 我要去见小轩的父母 心里正紧张呢 夏孟的话音落下 那便瞬间静谜了 啊 夏孟 你们发展得这么快吗 见父母了 你们不会真的已经同居了吧 你们 那个做了吗 放假之前 你还是一个花季少女 没想到开学回去之后 你就是一个女人了 夏孟无语 三个小姐妹的关注点 永远是那么的奇葩 好了 回去了和你们说 有事先挂了 夏孟穿好了衣服走了出来 一瞬间 整个店内所有人的目光 全都凝聚到了一起 张轩心里扑通扑通直跳 学姐实在是太漂亮了 常言道 人靠衣装马靠鞍 但是这句话 用在学姐的身上 很不合适 那件衣服设计的 并不算很出彩 但是穿在了学姐的身上 那件衣服 瞬间好看了很多很多 那凹 突有之的完美比例 使得张轩眼睛都不想移开了 夏孟见张轩直勾勾地盯着他看 甜蜜之鱼害羞起来 学弟的目光太炽热了 都快将他点燃了 张轩也回过神来 他紧盯着眼前的学姐 他到底是走了什么狗屎运 居然让他拥有这样的女孩 先生 您的眼光真好 这件衣服和您的女朋友 实在是太配了 销售店员立即走到两人的面前鼓吹 他已经预料到 接下来这件衣服会成为爆款了 太美了 先生 请问您的女朋友是电影明星吗 店员拿着小本本 跃跃欲试 就在此时 一个西装革履的人 一步一步地走到了夏孟的跟前 眼底深处涌动的贪婪之色 开口道 这位漂亮的小姐 请容许我做一个自我介绍 在下顾浮成 下世娱乐的心态 你的形象 如果不踏入娱乐圈 实在是太可惜了 小姐 请将你的手机号码告诉我 我绝不容许 你埋没在这庸俗的世俗圈里 顾浮成得意地说道 这句话屡试不爽 闪开 你挡着我了 张轩皱眉 这个人的目光 让他很不舒服 顾浮成恍若没有听到 仍旧贪婪地看着夏孟的绝世容颜 他相信 没有一个女人 可以拒绝他的邀请 他身体变得火热起来 一会儿是去哪里开房呢 他上过的女人很多 但是像夏孟这个等级的他 还从未遇到过 像这样的女孩 只要他一通忽悠 没有人可以拒绝得了他 没想到回一趟老家 居然被他遇到了 这样漂亮的女孩 滚一边去 夏孟皱眉 这个人看他的眼神赤果果的 这样的人 是他爸爸公司里的人 看来父亲这段时间 没怎么关注公司心探的素质 啊 顾浮成愣住了 仿佛没听清下梦的话 小姐 我是 滚一边去 没等顾浮成说完 张萱直接将他拨拉到了一边 我 草泥马 你敢 碰 对于这种嘴里不干净的 张萱很有心得 一脚踹了过去 直接将顾浮成踹出了店外 小子 你给老子等着 顾浮成怒了 没能玩到女孩不说 居然还被打了 自从他成为星探 还从未遇到过这样的事 对于顾浮成的事 他根本就没有放在心上 而是继续和夏梦挑选衣服 过了一会儿就挑选好了 然后 两人上了出租车 向关廊国际驶去 夏梦太紧张了 居然没发现 张萱要带他去关廊国际 关廊国际八号别墅 顾浮成气怒未平 站在别墅门口 连连 给我开门 他大声嚷嚷 声音之大 令周围的邻居皱眉 房门打开了 一个老夫人走了过来 淡淡地看了顾浮成一眼 对不起顾先生 您请回吧 我家小姐不会再见你了 心情原本就不好的 顾浮成文言更加不好了 他愤怒地瞪着老夫人 怒吼道 去你马得 老子和连连之间的事 用得着你管 给老子开门 老子亲自去和连连说 等老子和连连结了婚 老子一定把你开了 老夫人淡淡地看了顾浮成一眼 开口道 等你和小姐结了婚再说 不过老爷已经发话了 你如果还敢出手 他会让人打断你的四肢 淹了你 哼 他敢 老不死的 碍事的东西 顾浮成骂骂咧咧 就在此时 手机铃声响起 他看到来电显示 立即变了脸色 接了起来 老大 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话筒中传来一个威严的声音 老大 这下是娱乐的牌子不好用啊 根本就没几个漂亮有钱的女人 真的听我的 老大 给我弄一个桃园区经理的身份吧 桃园区的牌子够硬 不管是在东山的哪个城市都管用 顾浮成抱怨道 顾浮成 你自己想死的话 别拉上我 永远不要去打桃园区的注意 给老子记住了 桃园区远不像你想象的那么简单 对了 假如万家搞不定的话 再搞这个人试试 相片发给你了 这一次 允许你用点其他的手段 顾浮成打开了微信 当他看到老大发过来的相片时愣了一下 笑了起来 美女 真有缘啊 看来你注定是我的 出租车缓缓地停在了观栏国际的小区门口 小哥 这是别墅区 我们出租车是不能进的 没事 直接去六号别墅 到了门口 他们会放行的 司机也好奇 里面的别墅长什么样子 听张轩这么说 便向里面开 到了门口 保安将他们拦了下来 张轩打开车窗 两位大哥 是我 买的东西有点多 原来是张小哥 你的劳斯莱斯幻影呢 两个保安之所以一眼就认出了张轩 便是因为这个念头 开着这么骚包车的 就张轩一个 死 司机倒抽了一口凉气 果然啊 能住别墅区的都不是一般人 张轩丢出了两包薄金利裙 两个保安立即喜笑颜开 打开了栏杆 出租车慢慢地开进了别墅区 学姐 到了 我们进去吧 张轩对着身边的夏梦开口道 啊 夏梦一直处在猛逼中 听到张轩的话 双手钻拳 心脏扑通扑通直跳 紧张不已 进去吧 难道要我抱着你进去吗 哗啦 夏梦一个机灵站了起来 要是被抱着进去 他丢脸死了 大哥 谢了 张轩随手拿出一盒烟丢给了司机 司机咧开了嘴 开车离开了 就在此时 手机响起 爸妈 别打了 到家了 张轩嚎了一嗓子 夏梦的小脸 瞬间变得通红 躲到了张轩的背后 一副娇羞不已的样子 他一直想嫁给张轩 这个场景他也梦想过很多遍了 但是真的发生了 他慌了 学姐 你不是很撒吗 怎么也会害羞啊 张轩随口说道 夏梦的脸更红了 我 我很紧张 你紧张什么 这不是由我吗 我爸妈很开明 很通情打理的 张轩牵着夏梦的手 向院子里走去 他们两个没有注意到 就在他们进去的那一刻 一个人鬼鬼祟祟的 出现在了院子的外面 顾浮城没想到 会在这里遇到张轩和夏梦 他握紧了拳头 愤怒地看着张轩的背影 小子 你给老子等着 老子 不但要睡你的女人 还要干掉你 张轩并没有注意到 有人在门外 他拉着夏梦的手 往院子里走 小轩 你弄疼我了 夏梦弱弱地说道 有向后退的架势 张轩知道 这是夏梦在为他自己找逃离的理由 也不管 拉着他就往里面走 夏梦间自己的小心思被识破 吐了吐舌头 此刻两人已经来到了门前 他的心里虽然害怕 但是已经没办法了 他已经看到 大门要打开了 夏梦躲在张轩的背后 低着脑袋 紧张得要死 心脏都要蹦出来了 好在 手被张轩抓着 夏梦感觉到了一丝丝的安全感 咔嚓 门开了 一个脑袋叹了出来 郑少丽一眼就看到了 被儿子牵着的夏梦 眸光一亮 自家儿子的眼光真好 这未来的儿媳妇 长得和电影明星一个样 他瞬间就喜欢上了 妈 这是我的学姐夏梦 张轩将身后的夏梦 拉到了自己身前 介绍道 郑 郑阿姨好 夏梦小脸微红 低着脑袋害羞地说道 好 你也好 快进来吧 你叔叔的菜 也快炒完了 郑少丽一脸笑容地开口 然后转身 对着厨房里喊道 老张 儿子带这儿媳妇回来了 你快点啊 哄 夏梦的脸 瞬间变得像红透了的大虾 整个人僵在了原地 郑阿姨竟然喊他儿媳妇 夏梦感觉自己的内心 好像海啸前的小船 波涛汹涌 随时要被轻负了 打翻在海浪之下 张轩无语了 老妈是不是太着急了 虽然她认定了夏梦这个人 但是她刚和夏梦成为男女朋友 夏梦也是第一次上门 老妈直接喊儿媳妇 是不是有点太早了 郑少丽一把拉住了夏梦的手 看着自己未来的儿媳妇 笑得合不拢嘴 小梦啊 别拘束 这就是你的家 你放心好了 要是张轩敢欺负你 阿姨给你做主 夏梦此刻哪有在学校里时的撒爽 小脸红扑扑的 更多的是局促不安 老妈 你还是去帮帮老爸吧 你这样会吓到学姐的 张轩看出了张轩的局促不安 小声提醒道 就在此时 厨房里忽然飘出了一股焦糊的味道 然后一阵浓烟滚滚 这是什么破电气 真不好用 紧接着张萍拿着铲子 灰头土脸的跑了出来 那狼狈的样子 朝笑至极 呵呵 你就是小梦吧 不好意思 叔叔让你见笑了 丁 神级选择系统启动中 选项一 为家人做一桌饭菜 奖励 八大菜系菜谱 体质加实 精神加实 选项二 继续任由张萍做饭 奖励 宿主将获得渣男称号 女人员一 财富只加一百亿 这还有什么好犹豫的 老爸 你还是歇着 让我来吧 张萍挽了挽袖子 走进了厨房 你 你行 在家里 一向是张萍做饭 他是个宠妻狂魔 一辈子没让郑少丽做过饭 这一次之所以弄成这样 是因为厨房里的厨具 他用不习惯 张萍瞪大了眼睛 老爸 来人怎么能说不行 滚 张萍迅速反应过来 低声斥责 郑少丽也催了一口 叔叔 阿姨 我去帮小萱 夏梦立即跟着张萱进了厨房 孩子 不用 咱老张家都是男人做饭 女人只管美丽 郑少丽一把拉住了夏梦 丁 检测到宿主做出了选择 奖励发放中 八大菜系菜谱 体质加实 精神加实 老婆 这小子可从来没做过一次饭 他行吗 张萍有些迟疑 自己的儿子自己清楚 从小到大没做过饭 三个人偷偷地来到了厨房 当他们看到里面场景的时候 傻眼了 医院内 林康躺在床上 面色伟黄 精神虚弱到了极致 就在此时 一个身穿膛壮的老者 带着一群人走了进来 当老者看到病床上林康的样子 眼中蕴含着韵怒 谁干的 老者平静地问道 周围的人静若寒蝉 被老者的气势所射 不敢吱声 张 张萱 林康艰难地开口道 张萱 张家的 老者皱眉 看向身边的艺人 开口问道 张家 有一个叫张萱的大师吗 那人被老者问 沉吟了一下 肯定地回答道 张家 自从那件事 之后便一蹶不振 如今大师 不过三两个 还都是老不死 并没有一个叫张萱的 不是张家的 那他还敢打我林家的家主 找死 一股强大的气势 猛然绽放 老者看向人群中 最靠后的一个人 齐尾 去查一下此人 我倒要看看 是谁敢动我林家的人 郑老 我查过了 张萱此人 此刻还是一个 再独的大义学生 背后并无背景 不过目前 他接管了张静阳的 桃园居 很有可能和张家 有些关系 就在我想往下 伸查的时候 上面出手了 郑老 想动手的话要尽快 上面有一项 颁给他大师的称号 此言一出 周围的人顿时哗然 尤其是那些 还没有得到大师称号的人 一个个的目自欲裂 胡闹 大义学生 他何德何能 竟能获此殊荣 我等为了大厦 做了多少事 都没有成为大师 就凭他一个学生 就能获得大师称号 上面的那些人 脑袋有问题吗 哼 定然是上面的人 见此人实力不弱 想培养自己的人 来挟制我们 都闭嘴 郑老平静地说道 但说出来的话 却给人一种 不能抗拒的威士 他不是还没有成为大师吗 我们也不知道这件事 去几个人 上面那些 蠢货不会因为一个死了的人 问责我们林家的 郑老说完 几个林家的人 立即转身离去了 就在此时 躺在床上的林康 忽然开口道 郑老 带回来 我要杀他 灭我心中魔障 郑老文言 点了点头 说一说 到底是怎么回事 林康是一病床边上的那人 那人会议 便将游乐场的事 说了出来 郑老文言 一掌狠狠地拍在了桌子上 桌子顿时被他一掌击散了 大胆 敢挑起我林家和虎奔门的仇伙 此人该死 林家的人群中 有人文言欲言又止 这件事明摆着 是他们林家和虎奔门之间的事 和那个张轩有什么关系 林康要强行带走人家 还是当着有关部门人的面 张轩也就不是家族中出来的 若是家族中出来的 杀了林康 他们林家也只能自认倒霉 当然了 若张轩是家族中人 林康估计也不敢这么放肆 不过他人为言轻 就不多说了 林康的事情 张轩就不知道了 此刻的他 菜刀在他手中翻飞 看了一眼厨房中的食材 几样菜便在张轩的脑海中成行了 门外的三个人看傻眼了 张轩手中的 那还是菜刀吗 恍若轻盈的小精灵 在张轩的手中舞动 夏梦看得吃了 张轩专注做菜的样子 实在是太帅了 这一刻 他的心扑通扑通 直跳 都要从胸腔中蹦出来了 原来一个人做饭 也可以这么帅 尤其是看到张轩踢鼓的时候 那把菜刀在他的手中 准确无误地砍在每一个关节处 鼓时代有刨钉解牛 也大致不过如此吧 老婆 咱儿儿子 张轩都不知道 自己该说什么了 儿子去了一样大学 给了他太多的惊喜和震撼 一个月的时间 可以让一个人 改变这么多吗 啊 我看到了 老张啊 小轩是不是像电视上演的那样 被人夺射了 郑少丽语气干涩 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过了半个小时 当张轩做好最后一盘菜的时候 这才注意到 门口已经彻底傻眼的三个人 老爸老妈 你们干什么 端菜啊 张轩无语 他在这忙活的热火朝天 结果三个人站在那里傻看着 好嘞 张平闻到菜的香味 早就按捺不住了 立即跑进去端起了一盘土豆丝 迫不及待地拿筷子吃了一口 煞时间 一股浓烈的香味扑边来 好吃 张平此刻的味蕾被美味萦绕 忍不住又吃了一口 郑少丽和夏梦也是如此 先端菜啊 等会一起吃 张轩无语地催促道 哦 三人如梦初醒 立即端到了桌子上 忍不住又吃了一口 儿子 太棒了 以后咱家的菜就归你做了 郑少丽竖起了大拇指 张平和夏梦连连点头 说着 郑少丽郁闷起来 白皙的脸纠结到了一起 道 等你开了学 我吃啥 以前觉得 你爸做饭好吃极了 可是吃了你做的 我还能吃得下你爸做的吗 张平难得的没和妻子拌嘴 因为她 也被张轩的厨艺给折服了 张轩微微一笑 四个人坐在了一起吃饭 夏梦担心的事情并没有发生 张轩的爸妈 都被饭菜吸引了 根本就没有问她的情况 只是闲聊了几句 夏梦吃着 悄悄地松了一口气 张轩见状对着夏梦挤了几眼 夏梦顿时知道自己的想法 被张轩看出来了 翘脸煞时间通红 吃完了饭 张平心不甘情不愿地 被打发去洗碗了 夏梦担心的事情 还是发生了 夏梦啊 你今年多大呀 诶 你长得和我以前的邻居好像啊 还别说 她也叫夏梦 和你同名言 听到郑少丽的话 夏梦心里一阵秃秃 哎呀 郑阿姨要认出她了吗 阿姨 我今年二十岁 夏梦小脸微红 弱弱开口 二十 到法定的结婚年龄了 等你们过两年 妈 张轩满脸黑线 老妈聊天这么生猛吗 没聊几句 就要扯出结婚的事了 这样聊下去 接下来是不是要聊生几个孩子 学姐此刻已经紧张到忘记呼吸了 局促不安的样子 令人心疼 哦 说这个有点早是吧 老妈终于意识到自己的唐突 然后微笑着对夏梦说道 丫头 不要怪阿姨啊 很奇怪 阿姨第一次见你 就感觉和你很投缘 好像之前和你见过似的 夏梦文言有些心惊胆战 他们当然见过 她之前每天长在张家呢 啊 阿姨 我 我也是 夏梦哪里还有平时的伶牙俐齿 结巴的连话都说不利索了 只能求助地看向张轩 老妈 学姐她第一次和你见面 有些紧张 你们还是聊点轻松一点的话题吧 别吓坏了她 张轩无奈开口道 哦 那好 我们换个话题 郑少丽终于察觉到了夏梦的紧张 看向夏梦的时候 一脸的不好意思 夏梦松了一口气 赞赏地看了一眼张轩 这家伙终于发挥了一次作用 没事的 阿姨 和你聊天 心情很愉悦 夏梦的脸上 努力挤出一丝笑容 只是笑容很僵硬 看上去特别的尴尬 真的 我就说嘛 郑少丽松了一口气 一脸亲切地看着夏梦开口道 那咱娘俩继续刚才的话题 哈哈 阿刚说出口 郑少丽就注意到夏梦的脸色变了 哈哈大笑 夏梦回过神来 这是郑少丽在跟她开玩笑 心里无语 郑阿姨还是和十几年前一样的爱开玩笑 不开玩笑了 阿姨老了 陪在你们年轻人的身边 只会让你们变得拘束 就不讨人闲了 让小萱送你去找一间卧室 洗洗睡吧 好的阿姨 把这里当成你自己的家 不要紧张 更不用害怕 知道了吗 郑少丽亲切地抓着夏梦的手 一脸亲切地说道 夏梦闻言 心里瞬间暖暖的 谢谢阿姨 你这孩子 太客气了 张萱立即带着夏梦 往楼上走去 小萱 先带着我去你的房间看看 离开了父母 夏梦不再如之前那般紧张了 好奇地看着 忽然 他愣住了 直到此刻 他才发现 这里是关栏国际 和好闺蜜万连连同一个地方 小萱 这里是关栏国际啊 你进来的时候没看到吗 听到夏梦的问话 张萱有些哭笑不得 这丫头刚才紧张得 什么都没有记住 这是几号别墅 六号啊 夏梦快要吐血了 六号 和万连连的别墅 相隔不到五十米 他昨晚和万连连 逛遍了整个别墅区 居然没能发现 张萱一家人在这里 怎么了 张萱疑惑地看着夏梦 这丫头不对劲啊 夏梦将自己的好闺蜜万连连 住在八号别墅说了出来 张萱哑然失笑 妈撒着夏梦的脑袋 正常啊 我们昨天才搬进来 啊 夏梦眨巴着的美眸 错愕地看着张萱 看到夏梦傻眼的样子 张萱哈哈大笑 一把拦过了她 夏梦双眸猛然睁圆 那张绝美精致的小脸 疼得一下子红透了 她的心脏扑通扑通直跳 她甚至可以感觉到 张萱呼出的气息 拍打在她的脸上 痒痒地令她沉迷其中 张萱的脸越来越近 夏梦忍不住将眼睛闭了起来 就在此时 夏梦的手机响了起来 张萱微微一愣 事宜夏梦接电话 夏梦趁机走到一边 松了一口气的同时 隐隐有些失落 小梦 你干什么呢 这么晚了 还不回来 你不说张萱想不起来 你就不会将自己交给她吗 夏梦赶紧将话筒的声音调小 然而还是晚了 学姐 你想让我想起什么 听到张萱的声音 在背后响起 夏梦身体一僵 哼 我不告诉你 让你自己想 这么重要的事情 她都能忘记 夏梦忽然感觉有些委屈 为了这件事 她等了张萱十几年 结果张萱一点印象都没有 越想越气 夏梦撇了撇嘴 脚哼道 张萱正正地看着夏梦 难道以前的时候 那个她真的和学姐 有什么牵扯不成 她搜遍自己的记忆 仍旧是什么都没有发现 学姐 给点提示啊 看夏梦的样子 他们两个人之间 好像真的发生过 什么大事情 张萱疑惑了 难道 他们两个人 真的发生过那种 男女之间喜闻乐见的事情不成 不给 夏梦气呼呼地说道 你给不给 张萱猛地逼近 距离近到 可以看清夏梦脸上 那细微的毛孔 夏梦心脏再次猛烈地跳了起来 你 你想干什么 夏梦不知道为何 在学校的时候 她可以很主动 但是 自从张萱答应他们 成为男女朋友的那一刻起 对于张萱的接近 她总是紧张得不行 看到张萱那静在眼前的脸庞 夏梦紧张地闭紧了眼睛 咔嚓 小梦 我想起来了 你这丫头 门打开了 郑少丽推开了门 话说了一半 恰巧看到两个人的样子 她的眼睛瞪得滚圆 声音戛然而止 张萱抱着夏梦 错愕地看到老妈 瞠目结舌地看着他们 饶视张萱脸皮够厚 此刻连也刷得一下红透了 哼哼 那个 房间里的光线怎么这么 我什么都看不到 郑少丽回过神来 找了一个别角的 不能再别角的理由退了出去 还贴心地关上了门 张萱 好尴尬 再说了 老妈怎么就不能敲敲门呢 以前她一个人 老妈当然怎么都行 可是现在不是有下梦了吗 幸亏他们也没做什么 要是正在做什么 这不是尴尬到底的节奏吗 房间内 安静到了极限 两人甚至可以听到彼此的心跳声 都怪你 丢死人了 夏梦拍打着张萱的胸膛 张萱没脸没皮地哈哈一笑 将夏梦抱进了怀里 夏梦反抗了一下 安静了下来 这一刻 两人心贴心 感觉前多未有的宁静 另一边 郑少丽关上了门 长长地呼出了一口气 心脏砰砰直跳 刚才那一幕太刺激了 老婆 你问过小梦了没有 张萱跑过来兴奋地问道 他俩自从见到夏梦 就感觉这丫头 很像他们之前的一个邻居 只不过他们两家十几年没见了 所以不敢确定 郑少丽翻箱倒柜地 找出了那张珍藏的相片 一眼就看到了那张和夏梦几乎一模一样的脸 当初他害怕忘记名字 将夏天骏一家人的名字写在了相片的背后 名字一样 模样一样 这个世界上哪有之妖巧合的事情 他们几乎在第一时间便确定了 夏梦就是当初那个 经常住在他们家里的小丫头 没有 郑少丽缓过神来 按道自己的儿子 下手好快 这小子不会是从学校里 就将人家丫头给他什么了吧 不行 一会儿找机会和这个臭小子说一声 虽然他们很想抱孙子 但是两个孩子还上学呢 绝不能在这个时候弄出什么意外来 没有 你不好意思问 那我去问 张萍以前就很喜欢夏梦姐弟两个 就要认干和干女儿了 没想到夏天骏的工作变动 搬家了 那个时候 通讯不像现在这么发达 他们两家也就断了联系 没想到时隔多年 夏梦那个小丫头又回来了 而且出楼的更加漂亮了 比年轻时候的田羽山都要漂亮 人家年轻人在屋里有悄悄话要说 你这个当长辈的进去干什么 郑少丽美好气的训斥道 哦 张萍转身欲走 忽然回过神来 老婆刚才的神色不对劲啊 怎么那么古怪 忽然 张萍想到了什么 眼睛睁大 不会吧 这俩孩子正在里面 你提醒他们了没有 不要因为一时的欢愉弄出孩子来 影响他们的学业啊 张萍小声说道 知道了 我一会儿会提醒小萱的 郑少丽长长的呼了一口气 然后下楼了 喂 信下的小妞 你不会真的住在张萱家里了吧 万连连的声音从话筒中传来 两人这才回过神来 被老妈郑少丽这么一打岔 他们居然忘记了 还没挂断电话呢 信下的 你还在不在 你要是不回来 住了说一声啊 我不给你留门了 你出去 我要讲电话 夏梦美好气的瞪了一眼 一脸好奇 看着他的张萱 不用留门了 他今天住在这里 张萱抢过手机 缓缓地说道 哇 好精彩 能开视频通话吗 别臭屏了 一会儿我过去 给我留门 夏梦说着 挂断了电话 我这里房间足够多啊 你不住这 张萱皱眉 你想让我住在这里吗 夏梦扬装出女流氓的样子 看着张萱流口水 张萱无语 这丫头明明很爱害羞 以前的色都是装出来的 好啊 反正被老妈看到了 张萱死猪不怕开水烫 你想得美 夏梦马上败下阵来 我已经答应连连 陪她晚几天 等回学校了 说着说着 夏梦的小脸瞬间通红 说不下去了 好吧 她住呢 我送你过去 她就在你们隔壁 八号别墅 张萱 所以说 学姐昨晚就住在她的隔壁 怪不得这丫头 刚才问这里是哪里 和夏梦来到了八号别墅门口 一个长相可爱的姑娘 等在那里 哇 几年没见 张萱好像变帅了 万连连看到张萱 眼前一亮 蹦蹦跳跳地过来 开口说道 张萱 她和眼前的这个女孩认识 亲爱的 你终于肯抓紧我了 就在此时 一个惊喜的声音忽然响起 听到这个声音 万连连眉头皱了起来 你怎么又来了 这官郎国际的保安 是吃屎的吗 怎么什么人都往里面放 过来了正准备 接受万连连拥抱的顾福成 瞬间尴尬无比 她一向自认为是大众情人 没有哪个女孩可以抗拒到了她 结果她刚出现 万连连居然不想见到她 她 可是下世娱乐的心探 可以帮助万千少女 成就他们的明星梦 她这样一个光彩夺目地人 怎么可能会被人拒绝 顾福成的心中充满了怒火 在她看来 定然是万连连在对她是小性子 借此来吸引她的注意力 亲爱的 我知道 你是在和我开玩笑对不对 哈哈 这个吸引我注意力的方式 可不太友好 见到此人 夏梦皱起了眉头 她就是那个渣男 你恨不得怎么说话呢 有你 正于破口大骂的顾福成 看到说话的是夏梦 眼中顿时冒出了金光 美丽的小姐 没想到我们又见面了 上一次 你好像并没有在意我的自我介绍 在下下世娱乐的五星星 探顾福成 在我的挖掘下 蒋寒宇 李子蕊等几个人 一炮而红 你和连连二人的实力 根本不在他们之下 只要你们相信我 我会让你们成为国际巨星 每日生活在美光灯下 顾福成不死心地说道 他就不相信 这个世界上还有女人 不喜欢当明星 他一边说着 一边将手伸出了裤兜呢 丁 神级选择系统启动中 选择一 破坏人贩子顾福成的计划 奖励 体质加十 精神加十 财富加一百亿 选择二 任由顾福成实施恶毒计划 奖励 人者神规称号 女人缘一 人贩子 张轩错愕地看着眼前的顾福成 正好看到了 他那只手伸进了裤兜了 没有任何的犹豫 张轩一脚踹了过去 顾福成脸上挂满了笑容 心中却满是怨毒 他虽然没看张轩 但是心思全都放在了张轩的身上 在游乐场的时候 张轩打了他一顿 自从跟了老大 他还没有挨过别人打 这一次 他不但要当着张轩的面 玩了这两个女人 还要淹了张轩 对了 张轩住在别墅区 家里肯定很有钱 说不定可以绑一票 得到钱后再四票 小子 谁让你得罪了我 今天便让你知道 得罪我的代价 顾福成似乎看到了 张轩跪在他脚下哀求时的场景 嘴角露出了猙獰的笑容 见张轩没有注意到他 顾福成猛地将插进裤兜里的手 拿了出来 然后向三人扬去 几乎在同时 暗中有几道身影 向这边跑了过来 碰 就在顾福成以为 事情搞定了的时候 张轩一脚猛地踹了过来 顾福成好像被火车撞到了似的 整个人向后飞了出去 手中的东西也扬了起来 一阵风正好吹过 将那几道跑过来的黑影笼罩了 在夏梦和万连连目瞪口袋的目光中 几道黑影前冲的速度猛地一致 然后软软地倒在了地上 看到因为张轩的关系 几个黑衣人被自己扬出去的迷 要给迷倒了 顾福成一时间羞愧欲绝 脑袋一歪 昏迷了过去 丁 检测到宿主已经做出了选择 奖励发放中 体质加10 精神加10 财富加100亿 就在此时 顾福成兜里的手机响了 张轩皱眉 从顾福成的身上掏出了手机 来电显示 只有一连串的符号 他沉吟了一下 示意夏梦和万连连不要之声 然后接通了电话 接通之后 那边并没有人说话 十几秒之后挂断了 电话似的 但是张轩确定 这通电话 绝对不是有人打错了 很有可能打电话的这个人 和顾福成是一伙的 打电话过来 就是问事情的 张轩拨通了胡四千的电话 然后将这里的事情 对他一说 胡四千有重要的案子 在忙 打电话给槟城有关部门 让他们来处理 他们很快就会派人过来 张轩在顾福成的身上摸索着 一张红色的小卡片 从他的兜里翻了出来 上面有一个空白的小圈 小圈里面印着一道彩虹 这不仔细看的话 很像是一张名片 但是这张卡片 给张轩的感觉 不仅仅是名片这么简单 这更像是一个组织的证件 想了想 张轩揣进了兜里 除了这张卡片 这家伙的身上 就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了 至于那些黑衣人 张轩并没有动手 还是交给有关部门 来解决这件事吧 过了一会儿 有关部门的人来了 有了胡四千的关照 这些人对张轩很客气 并没有带着他回去做笔录 一旁的万连连小心翼翼的 走到了夏梦的身边 小圣说道 张轩这家伙 好像很有气势啊 我还没见有关部门的人 对谁这么尊敬过 夏梦听到有人夸赞自己的爱人 立即得意起来 那是我家小轩最厉害了 万连连 这口狗粮吃的 着实有些猝不及防 夏家 气死了 气死了 夏天俊 看看你的女儿 女大不中流啊 她到现在还不接老娘的电话 田玉山气的全身颤抖 在大厅内转了一圈又一圈 很是焦躁不安 女儿在外面多待一天 和那个王八蛋小子 发生那种事情的可能性就大一点 行了 别转了 再转就把我转晕了 你着急有什么用 是你同意她出去旅游的 现在事情已经发生了 找不到人 你再着急也没用啊 夏天俊本来就够头疼的 让妻子这么一转 她的脑袋更疼了 我能不着急吗 要是张轩十分在乎 女人的第一次怎么办 田玉山说道 脸上不满了担忧 现在都是什么年代了 你以为还是以前我们 那个时候呢 放心好了 张兄弟不会在意这个的 静观其变吧 我这就联系张兄弟 等他开学 就请他来咱家一趟 你呢 也当什么事情没有发生过 韩小梦回家 让他们两个见一面 至于其余的事情 就交给老天爷吧 夏天俊倒是很看得开 还等什么开学啊 赶紧请张轩到咱家来啊 我也想办法让那个小逆子 滚回来 田玉山有些迫不及待了 说道 这种事情已早不已晚 谁知道等 下去两个年轻人 干柴烈火的 会发生什么 一旦事情到了 不可收拾的地步 她哭都没得哭去 让小梦回来 我倒是想 你有办法 夏天俊好奇地看着妻子 田玉山带眉紧促 自己的女儿太有主见了 想让他乖乖地回家 男 老爸老妈 我回来了 就在此时 儿子夏凯的声音传来 一道光忽然划过了 田玉山的脑海 他目光火热地看向儿子 小凯 过来 夏凯被老妈注视着 身体忍不住一阵颤抖 仿佛有什么不好的事情 在等待着他 老妈 我困了 要去睡觉 有什么事情 还是等明天说吧 夏凯说着就想溜 被田玉山一把蹬住了耳朵 哎 老妈 疼啊 要死要死 夏凯赶紧求饶 小子 你姐姐去哪里了 你知道吧 不知道 回答得这么痛快 看来 你是真的知道 田玉山太了解自己的儿子 看他这个样子 这小子肯定是知道些什么 夏凯一阵语色 老妈太惊了 想骗他几乎不可能 说吧 你姐去哪里了 我查到前段时间 你姐给了你二十多万 你小子肯定是给你姐干什么事了 田玉山似笑非笑地看着夏凯 老妈 我是老姐的弟弟 你和老爸不给我钱 我姐他给我钱不是很正常吗 不是我说你们 老爸老妈 你们每个月就给我一万块 够干什么的 我是在上大学也 又不是读高中 要不是有老姐在 你儿子早就饿死了 夏凯无语地看着自己的老爸老妈 夏天俊文言气坏了 指着夏凯的鼻子就训斥了起来 一万块少 你知道 你老子上大学的时候 一个月的生活费是多少吗 一百五十块 就那样 我还要和你妈掰成两半话 老子一个月给你一万块 你先少 等你姐回来了 我就对她说 她要是再给你一分钱花 我就和她断绝妇女关系 夏凯文言十分不屑 嘀咕道 断绝妇女关系 老姐巴不得呢 你小子说什么 夏天俊气的脖子都粗了 少让她转移话题 夏凯 老实交代 那个男生是哪里的 你要是说出来 老娘每年给你二十万的零花 你要是不说出来 不但我不让你姐给你 你那一万的生活费 也会变成一千块 田羽山狠狠地揪住了夏凯的耳朵 不行 我不能做叛徒 夏凯义正言辞地说道 三十万 不行 四十万 说不说 不说一分都没有了 我不知道 我不可能背叛我姐 夏凯握紧了拳头 是要与夏梦共进退 然后将手机屏幕解锁 放在了桌子上 转身离开了 哼 小样 还治不了你 田羽山拿起夏凯的手机 找到了夏梦的手机号 拨了出去 嘟嘟嘟 拨通的那一瞬间 田羽山的脸上 瞬间布满了黑线 她居然被自己的女儿拉黑了 喂 老弟 给我打电话干什么 老田有没有逼问你我的下落 千万不要告诉她 我这七天将她拉黑了 她绝对找不到我 田羽山脸上的黑线 都快能支撑布了 赶紧给我滚回来 不然我就拿着你的身份证 和户口本 随便找个人 同你办理结婚证 这丫头居然拉黑自己的母亲 太可恶了 电话那边的夏梦文言 直接从床上蹦了起来 老田 你想逼死我呀 夏梦知道 她妈可不仅仅只是说说而已 而是真的可以 做得出来 她还奇怪呢 身份证放在家里 怎么就丢了呢 肯定是母亲藏起来了 虽然她重新办了一张 但是有救身份证在 再加上户口本 老妈用点非正常手段 真的可以做到 看了一眼手机来电显示 夏梦立即断定 是老弟出卖了她 这个可恶的混蛋 以后别想和我要一分钱 夏梦气坏了 什么叫我逼死你 是你快逼死我了 我这么信任你 你呢 说是和小雪他们旅游了 实际上 却是和男人优惠去了 我现在给你两条路 一条 你给我老老实实的回来 我也不逼着你去相亲了 你和那个男孩分手 老老实实的上学 他要是真的爱你的话 等你们毕业了 我会给他一次机会 第二条 你现在就带着他回来 让我看看 你们要是能说服我 我就再也不关你们的事了 就这两条路 任你选 见母亲下了最后通牒 夏梦嘟着嘴巴 十分的委屈 你害怕什么 张轩又不是不优秀 带着他直接去见你父母啊 一旁的万连连小声提醒道 夏梦愣了一下 玄机双眸一亮 立即说道 好 老妈 我们说好了 我这就带着学弟回去 没问题 田玉山给夏天俊一个OK的手势 然后挂断了电话 夏天俊见状 立即拨通了张轩的手机 接到夏天俊的电话 张轩愣了一下 张老爹 你这次可给帮帮哥哥的忙啊 夏大哥 什么事 你说 这么说 你答应了 张轩文言脸一黑 你还没说什么事呢 他答应个屁 你先说是 是这样的 我女儿刚上大二 我可是将我一生最大的期望 寄托到了她的身上 我的夏世娱乐 以后是要交到她手上的 可是她谈恋爱了 这不是影响我的计划吗 所以老弟 你务必帮我这个忙 你别误会 不是让你真的当我女婿 你只要出现一下 我就有把握让那个人知难而退 听到夏天俊的话 张轩皱眉 这是让他出面拆散一对小情侣啊 这么做太不道德了 张轩下意识地从心里反感 做这样的事情 老爹 你不用心里不舒服啊 那个人就是贪图我们夏家的财产 他甚至嚣张到当着我的面承认了 他根本就是在欺骗我的女儿 老爹 你要是不帮我这个忙 我们夏家就要完蛋了 听到夏天俊的话 张轩心里的不舒服瞬间消散了 原来是这么回事 电视剧中 这种没皮没脸的人多了 仰仗着女孩对自己的信任 肆无忌惮地干着丧良心的缺德事 好吧 不过夏大哥 我现在正在陪我女朋友呢 等开学吧 别啊 那小子明天就来 他是邪天子以令诸侯啊 带着我女儿来摊牌的 你要是不在 老哥我可能就要跳楼了 听到张轩还想陪女朋友 夏天俊不乐意了 张轩是他认定的女婿 怎么可能允许张轩去陪其他的女孩呢 而且 小梦就要带着那个混蛋 王八蛋回来了 张轩不在 他们两口子的计划 不就完蛋了 听到夏天俊这么说 张轩皱眉 他刚回来 好不容易有了父母 还有了女朋友 他此刻只想陪着自己的家人 过完这七天 既然时间不合适 那么夏老哥找其他人吧 挂了 别别别啊 张老弟 你这不是见死不救吗 这样吧 你看看你的时间 我尽量拖延几天 行不行张老弟 见夏天俊都这么说了 张轩无奈只好答应了下来 挂断了电话 夏天俊立即将张轩的话 告诉了田羽山 田羽山郁闷了 我一天都不想等了 多等一天 那个死妮子那里就危险啊 要是他们回来了告诉你 老爸老妈 恭喜你们 你们要当姥姥姥爷了 你怎么办 想到那个场景 夏天俊不由自主地打了一个寒战 但是张轩不想来 他也没办法呀 人家张轩的实力在他之上 只有人家压他的份 他没本事强迫张轩干什么呀 老两口坐在一起 唉声叹息 八号别墅 哎 夏梦小纠结 仰望星空 不知道该怎么和张轩说了 你纠结什么 不就是见父母吗 你都见了他父母了 让他见见你父母 这不是应该的吗 万连连享受着月光玉 撇嘴说道 可是 今天刚见了张叔叔和郑阿姨 今天就让张轩跟我回去 是不是有点不近人情了 夏梦纠结 你笨啊 直接将话说明啊 到时不用你催 张轩的父母就主动出手了 万连连话音落下 夏梦美眸金光暴射 躺在别墅顶上 张轩仰望着星空 回顾着一个多月来的发生的事 一切是那么的梦幻 算了 不想了 想了好一会儿 根本就没有头绪 索性不再想了 两个世界的星空一模一样 这里真的不是地球吗 张轩呢喃 就在此时 一颗流星划过 张轩喃喃道 最怕我就是这一颗流星啊 虽然璀璨 但只是刹那 说着 他忍不住将所有的星神 锁定那颗流星 下一瞬 令他瞠目结舌的一幕出现了 只见在他的眼神中 那颗闪电般消失的流星远去的速度 忽然变慢了 张轩瞪大了眼睛 这怎么可能 又发生了 在游乐场时 那被按下了暂停的那一秒 这一刻 连流星的速度都变慢了 不对 不是流星变慢了 一切都没有变化 是他的感知快了 所以一切事情 好像变慢了 就恍若 当两辆火车的速度相同时 两辆火车看上去是不动的 道理是一样的 相对静止 这是精神力带来的变化吗 张轩激动地握紧了拳头 小说中 说的都是真的 下一刻 一股头晕目眩的感觉忽然涌现 张轩赶紧闭上了眼睛 不敢再看流星 他明白 上一次为何在游乐场中会昏迷了 精神使用过度 这一次 他的精神力增长了 所以他没有昏迷 是不是他的精神力增加下去 他甚至可以变成闪电侠 闭上眼睛 过了半个小时 那种不适的感觉 才消失得一干二净 就在此时 一股心悸的感觉忽然涌现 张轩站了起来 跳目望去 只见有几个人 慢慢地朝着他走来 那几个人看似就是在散步 但是张轩很确定 那几个人的目标就是他 而且 这几个人的实力 不在林康之下 似乎察觉到了他的目光 那几个人对着他笑了 有一个人伸出手 对着他勾了勾手指 张轩神情一灵 这几个人来者不善 很有可能是林家派来的人 没想到林家的动作这么快 同样的 林家在他心目中的印象 更加地差劲了 这几个人来得正好 可以验证一下他心目中的猜想 张轩一个纵月跳了下去 动 砸落在地 发出一声闷响 张轩向着那几个人走去 他没有注意到 这一幕被八号别墅上的万连连看在眼里 他呆呆地看着张轩的背影 小脸一阵潮红 那可是三层别墅啊 十几米高 张轩就这么直愣愣地跳了下去 居然一点事都没有 甚至身体连弯曲都没有 就好像他们从一个台阶上跳下去的那么简单 万连连看着身边的夏梦 美眸中闪烁着金光 不行 我怎么能抢闺蜜的男朋友呢 万连连使劲晃了晃脑袋 可是 好帅啊 只有这样的男人才配得上我吗 和这样的男人在一起 肯定很舒服 想到了某种少而不移的画面 万连连的脸红了 连连 你怎么了 脸怎么这么红 夏梦好奇地看着闺蜜 问道 啊 没什么 可能是天气凉了 我感冒了 万连连魂不守舍地解释道 夏梦看着两人身上的汗水 一脸无语 万连连沉映了一会儿 小心翼翼地问道 小梦 你说 如果别的女孩也看上你的男朋友了 你会怎么办 夏梦没有多想 随意说道 哪有什么 这说明 我的眼光好啊 再说了 像小萱这么优秀的男人 爱他的女人多一点很正常吗 不过我有信心 小萱是属于我一个人的 万连连斟酌了一下 继续说道 我的意思是 假如那个女孩的本事很大 张萱喜欢你的同时也看上她了呢 你会怎么办 夏梦哑然失笑 假如那个女孩的本事这么大 那么我不介意和别的女孩分享小萱 真大 万连连坐起来 看着夏梦的那一双眼睛直放光 夏梦看到闺蜜的反应这么大 她狐疑地问道 连连 不会是你看上小萱了吧 哈哈 怎么可能 被识破了万连连一脸的尴尬 她立即否认 我知道她是你的爱人 我怎么可能看上她 再说了我要是看上她 早就下手了 会留给你 夏梦虽然狐疑 但是万连连说的倒是真的 这丫头就是一个疯婆子 只要看上的话 早就下手了 小萌 我有点事 先出去一下 你一会困了就先睡吧 不用等我 万连连迫不及待的 想去看看张萱去做什么 好吧 夏梦并没有在意 而是躺在那里 眯起了眼睛 张萱走到了那几个人的面前 你胆子不小 为首一人平静地说道 但却给人一种莫大的压力 张萱哑然失笑 同样平静地说道 你们的胆子也不小 放肆 找死 林家几人闻言 怒了 恨不得立即出手 但是有规定在 他们忍住了 去一个无人的地方吧 为首之人说道 张萱见这几个人 不想在这里动手 心里也松了一口气 看来胡四千说得对 这些人还不敢真的 违反国家的规定 这是好事 这说明父母是安全的 几个人向着湖边走去 林家的几个人 精神锁定了张萱 张萱也提防着林家几人动手 双方居然没有发现 他们的背后跟着一个小尾巴 万连连紧张地跟在后面 小心脏都要跳出来了 不敢大口呼吸 紧紧地跟在身后 就在他疑惑 张萱跟着这几个人 要去做什么的时候 张萱几人来到了湖边 好 突兀的 林家一人猛地转身 单脚踏地 身体仿若立剑射向张萱 地面上被踩出了一个脚印 啊 万连连看到这一幕 差点叫出声来 他错愕地看着那个人 一个人怎么可能这么厉害 这和电视上演的 有什么区别 张萱怎么办 要死在这里吗 他也会死吗 就在此时 张萱动了 单脚后撤 同时右手变虎 一拳轰出 碰 林家那人倒飞了出去 一起动手 他的实力不弱 一起动手 林家的几个人看到这一幕 猛地将张萱的所有的退路封死了 齐齐杀想张萱 呀 看到这一幕 万连连惊呼出声 正在交手的双方顿时发现了暗中的万连连 但是 此刻他们战斗胶着 谁也没空搭理 见几个人齐齐杀来 张萱收拳直立 精神专注 哼 怕了吗 以为束手就擒 我等就会放过你 妄想 死吧 见张萱这个样子 林家几人冷笑 速度更快了 张萱 快跑 万连连站起来大喊道 一会儿杀了他 毁尸灭迹 我等踪迹不能被发现 善 林家肆无忌惮地商量着 张萱闭上了眼睛 等他睁开了眼睛的时候 整个世界好像变慢了 张萱大喜 真的可以 猛地屈膝撞去 动 一个林家的人被撞飞了 一口血喷了出来 张萱不做停留 一拳砸向另一人的胸口 一声骨骼的脆响 他的拳头砸了进去 那人的肋骨 不知道断了几根 同时 张萱猛地蹦了起来 膝盖顶到了两位林家之人的脖子上 咔嚓 两人的脖子碎了 张萱双手便喝掌 仿若立剑在另外两人的脖子上轻轻一滑 咔嚓 最后那两人也软软地倒在了地上 眼中尽是不甘和绝望 这一切看似很长 实际上不过两秒的时间罢了 做完这一切 张萱只觉一阵头晕目眩 他连忙扶住了一棵杨树 这才没有倒下去 头疼欲裂 好像有什么要从脑袋里钻出来一样 万连连闭着眼 惊慌失措大喊大叫 等他发觉没有动静睁开眼睛的时候 胡边只有张萱坐在那里了 他吓坏了 裤子都湿了 幸亏这里距离住宅区很远 否则肯定会被他的喊叫声吓出病来 张萱盘膝坐下 等发觉真的安全了 万连连立即跑了过去 张萱睁开了眼睛 看了他一眼 他此刻连动都不想动 张萱 你 你没事吧 顾不得被吓尿了 万连连小心翼翼地问道 看到地上躺着的那几个人 也不知是死是活 帮我从兜里拿出手机来 张萱语气干涩 万连连立即俯身 从张萱的兜里拿出了手机 在张萱的指示下 拨出了一个号码 喂 张兄弟 什么事 胡四千豪迈的声音 从话筒中传来 胡大哥 有件事要麻烦你了 电话那边的胡四千 立即收敛了笑容 心里咯噔一声 完蛋了 出事了 什么事 胡四千并没有直接答应 而是问道 他能帮张萱 但前提是 张萱没有做监犯科 有关部门是国家的 是大下人民的 不能为虎作伤 林家的人来了 你等着 我这就来 一听是林家的人 胡四千咕咚咽了一口口水 同时 心中怒火高涨 林家太放肆了 居然真的敢派人出手 他立即拨出了一个号码 啥事 我和你嫂子争那啥呢 滚 有点正行没 那边没好气的话还没说完 就被一个女生打断了 胡四千一脸的尴尬 但是张萱的事情太重要了 老大 林家对张萱出手了 啥 马德 林家的人想死吗 地址发过来 我去看看 马德 我倒要看看 林家想干什么 老婆 明天吧 你放心 答应你的妻子 一定会连你 滚 胡四千连忙挂断了电话 不敢听下去了 有些事情知道的多了 会死人的 妻子 妈呀 老大真猛 张萱 你好厉害啊 你是超人吗 万连连眼睛都要变成新了 目光火热地看向张萱 近乎能将张萱融化 好牛疤呀 张萱闭目养神 他的精神力耗尽了 应该是 就在此时 槟城有关部门的人来了 他们应该是 得到了胡四千的叮嘱 过来之后就封锁了这里 好在此刻是晚上 并没有多少人经过这里 一个人走到了张萱的身前 看到现场一幕 眼眸凝固 显然他是认识林家这几个人的 再次看向张萱的时候 眼神已经变了 张兄弟 你没事吧 张萱睁开了眼睛 苦笑一声 幸亏林家派来的就这几个人 否则他这次真的要出事了 张萱的想法别人不知道 若是知道的话 喝多少水都要喷出来 林家虽然只派来了这几个人 可这几个人都是大师啊 这些大师 无疑都是可以 以一敌三十人的强者 这些人每一个都是林家的宝贝 而这一次 一下就死了五六个 林家要哭了 没事 多谢成大哥了 成勇连连摇手 张萱和上面关系不错 很有可能会被发展成他们的人 像张萱这样的身手 一入有关部门 那铁定是高层 就在此时 一架直升飞机 从远处飞来 成勇知道是胡四千来了 连忙让人引路 张萱的精神终于恢复了 不知道是不是他的错觉 这样好空精神 等他恢复后 精神好像比之前更加的强大了 可是刚才那样的疼痛 他真的不想再经历一次了 脑袋好像要被掰开 有什么东西要钻出来似的 马德 林家的龟儿子 给老子站好了 你们的胆子不小了 居然敢在这里动手 是不是不想活了 一个大嗓门的声音传来 张萱看到两个人从远处走来 为首之人穿着大裤衩子 背心 脚上蹬着拖鞋 反倒是胡四千一脸恭敬地 走在那人的身后 身着制服 一步一步 好像丈量出来了似的 成勇看到走在前面的那个人 立即站直了身子 小声对张萱介绍道 张兄弟 那是我们东山有关部门的副部长石军 张萱并不了解 这个世界的有关部门的部长 相当于地球上什么职位 但是 看成勇和胡四千的样子 就知道 这石军地位很高 石军还想再骂 但是走着走着 当他看到地上倒着的几个人 傻眼了 甚至有些猛逼 胡四千也是差不多的样子 他急忙走到了张萱的身边 小声地问道 张兄弟 干的 嗯 胡四千见张萱承认了 一时之间待在了原地 牛逼啊 他本来以为自己对张萱了解的够多了 但好像还是小瞧了 这几个可都是大师啊 就这么隔屁了 张萱的实力这么萌吗 石军眼眸凝固 心思却在这一刻百转 张萱不知道 此刻的石军心里翻江倒海 直呼牛逼 他错愕地看向张萱 不明白东山什么时候出现了这么一位大神 牛逼啊 被干掉的这几个可不是一般的人物 一个个实力都是超群 放在有关部门那都是副部长级别 这几个人和他交手的话 单拎出一个来都被他抱走 但是这几个人联手 他就不是对手了 可是就这么几个人被张萱干掉了 石军可不认为 林家这些不要脸的 会对张萱将什么仁义道德 来个一对一单挑 不行 这样的人一定要拉进东山有关部门来 这样他们的实力就提升了 办起案子来才会得心应手 石军在这一刻做出了决定 做出了决定 就什么都好说了 石军来到了张萱的面前 哈哈 你就是老胡说的张兄弟吧 果然是一表人才啊 这是你的小女友吗 真特么的俊俏 和我家婆娘有的一比 程勇 胡四千 张萱 万连连文言先是一愣 玄吉美滋滋 张兄弟 跟我去一趟吧 交代一下 好 要去有关部门 万连连自然不能跟着 好在这里距离八号别墅很近 程勇派人送他回去了 而张萱一行人来到了冰城有关部门 万连连回到了别墅 还处在震撼中没有回过神来 怎么了连连 夏梦看到万连连这个样子 疑惑地问道 没 没怎么 听到夏梦的声音 万连连心里有些愧疚 就好像自己要做的事情 是在和闺蜜抢玩具似的 我不会放弃的 对不起了 孟茫 想到自己之前看到的那一刻 万连连信念越发地坚定了 那么优秀的男人 自己绝对不能就这么简简单单地放弃了 否则他会后悔一辈子的 冰城有关部门 听到张轩的描述 石军震撼不已 当然 张轩并没有将自己精神力方面事情说出来 这是他最后的保命手段 不到万不得已 绝不能被外人得知 你说就在他们围杀你的时候 你进入了一种奇怪的状态 然后 你自己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等你回过神来 他们就死了 石军陷入了沉思之中 和胡四千对视了一眼 他们都是练武之人 对于张轩的这一状态 羡慕不已 这种状态在习武之人看来 便是千载难逢的顿武 而在战斗中顿时 是最难遇到的 在这种状态中 很容易领悟到 出一两招精妙的功夫 文章本天称 妙手偶得知 在练武来说 也是一样的道理 只要习武之人 将那种状态中 使出的招式记下来 很容易成为他的绝招 石军就进入过这样的状态过 可是张轩可能是遇到的敌人太多了 太紧张了 根本就没有心思记下来 这么好的机会 就这么浪费了 不过他们也理解 毕竟对手是五六个同级高手 能活下来就不错了 那还有心思记这些招式 哎 两人心中默默地为张轩感到不值 这么好的一次机会 不过能活下来就好 张轩还年轻 不是没有机会 张兄弟 老哥有一个想法 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石军斟酌了一下 开口道 何事 石大哥说 张轩疑惑 石军是那种大大咧咧的人 是什么事情 居然会让他这么扭念 还是我说吧 胡四千看向石军 见石军点头 他微笑着看向张轩 张兄弟 我们想招你进入有关部门 不知你有什么想法 一旁的程勇文言 暗道果然如此 像张轩这样的 不是从家族出来的 老大是最喜欢的 因为这样的人 对政 府的认知度比较高 不像那些世家中人 在那些人的眼中 都是先有家族后才有国 所做的一切都是 在为自己家族谋福祉 张轩文言一愣 进入有关部门 他心里从未想过 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有关部门 对他而言 不管是在地球 还是在这里 这都是一个 他不敢失望的部门 不过 进了有关部门 按照规定 你的那些商业活动 就得放弃了 毕竟药员不得经商 这是铁规定 胡四千说道 有了权 想弄钱 太简单了 石军文言一愣 看向张轩 他让胡四千调查张轩 结果他还没看呢 还真不知道 张轩还经商呢 不过这也不怪他 毕竟谁会想到 一个大义新生会经商 石军也没有在意 在他看来 一个大义新生而已 就算是经常 也多半是依靠父母的余英 干一点小买卖 就算是放弃了 也不算什么 然而 石军不知道 张轩文言一阵失落 让他放弃几千亿的公司 他还真做不到 我还有太多的事情需要做 是关多人的生计 这一次只能多谢两位哥哥看中了 嗯 石军有些猛逼 被拒绝了 胡四千按道果然如此 当初在飞机上 石军提起的时候 他就知道 可能性不大 当他看到有关于张轩的调查 他也吓了一跳 这么年轻 身价几千亿 天纵奇才啊 更重要的是 张轩的实力太强大了 一旁的成勇有些傻眼 张轩拒绝了 不应该啊 张兄弟 你可以将公司委托给专业的经理人 只拿收益 石军还是不想放弃 老哥 盘子太大 交给别人不放心啊 这么大的产业 交给一个专业经理人 张轩真的不放心 程勇和石军文言愣住了 盘子太大 多大 老大 你还不知道 张兄弟是东山实业的董事长 死 石军猛逼了 他还是桃园区的新任老板 物草 石军直接忍不住抱了粗口 一旁的成勇眼睛瞪得低溜溜的圆 张轩不只是槟城国际的董事长吗 怎么身上还有这么大的两个身份 怪不得张轩舍不得 几千个亿啊 这不是盘子太大了 是厂子太大了 尤其是桃园区的新任老板 这代表着什么 程勇还不知道 但是石军知道 他苦笑 既然如此 张兄弟 我想让你担任我东山有关部门的顾问 你看如何 当我们需要你帮忙的时候 还希望张兄弟示意援手 没问题 张轩爽快地答应了 石军和胡四千松了一口气 胡四千将代表着张轩顾问身份的证件丢给张轩 张轩和石军愣住了 看来胡四千早就猜到了会是这样的结果 张兄弟 你放心好了 林家那里 老子会给你挡回去 马得 老子都要看看 他林家的胆子到底有多大 连我们的人他也敢动 事情办成了 石军和胡四千也不坐停留 直接乘坐直升飞机离开了 张轩从有关部门出来的时候 太阳已经爬上了天边 一夜未睡 他居然一点都感觉不到困意 拦住一个出租车向关篮国既驶去 夏孟紧张地蹬下了门铃 门打开了 郑少丽见识夏孟立即热情地迎了进去 阿姨 小轩呢 不知道 这个死小子好像一早就出去了 不在房间里 郑少丽浑然不在意地回道 夏孟一阵失落 小孟 来得正好 一起吃饭吧 张萍端着早餐出来 见夏孟来了 立即热情地说道 并用眼神示意妻子赶紧问 郑少丽拉住了夏孟的手 来到了沙发上 小孟啊 来 阿姨问你一件事 夏孟疑惑地跟着郑少丽坐在了沙发上 小孟 你爸爸是不是叫夏天骏 你妈妈是不是叫田羽山 呀 夏孟愣了一下 小脸瞬间飞红 没想到张萱这个混蛋没想起来 郑阿姨先想起来了 对不起 郑阿姨 真的是你 郑少丽眼睛一亮 伸出手妈撒着夏孟的脑袋 夏孟立即拐巧地像一只小猫咪 郑少丽原本就很喜欢小时候的夏孟 这一下 看夏孟的目光更加的疼爱了 丫头 阿姨小时候就认定了你 是我张家的媳妇 没想到你自己大了 又送上门来了 哈哈 郑少丽将夏孟揽进怀里 幸福地笑出声 张萍听到老婆的话 就知道结果了 脸上的笑容更加的灿烂了 小孟啊 你放心 以后我和你张叔叔 一定站在你这边 张萱不敢欺负你的 郑少丽已经以婆婆身份自居了 谢谢妈 夏孟愣了一下 白皙的脖子爬上了一层红蕴 小生说道 说完 她的脸更加的红了 这一不小心 连妈都喊出来了 好 郑少丽听到这一声妈 整个人都酥了 妈 小萱她这里 夏孟指着脑袋 疑惑地问道 是不是出过问题 好像一些记忆没有了 听到夏孟的话 郑少丽也没有隐瞒 点了点头说道 小萱十岁的时候 生了一场大病 差点烧坏脑子 十岁以前的记忆记不清了 夏孟暗道难怪 老爸 老妈 我回来了 就在此时 张萱从外面回来了 夏孟听到张萱的声音 眸光一亮 郑少丽健壮 眼中满是笑意 闺女啊 吃点这个 闺女 这个也不错 多吃点 四个人坐在一起 张萍和郑少丽 开启了疯狂的头位模式 张萱无语了 这一幕看上去 夏孟倒像是二老的亲闺女 而她是捡来的 吃饭啊 臭小子 真不知道你走了什么狗屎运 居然会碰到了小孟这么好的女孩 察觉到张萱的目光 郑少丽瞪了一眼张萱 冷笑道 张萱 她郁闷 老妈这是怎么了 小子 记住了 以后对小孟好一点 不要欺负人家 有什么事情 你是男的 记得要让小孟 别让他受委屈 要是让我知道了 老子打不死你 听到没有 张萱也开口训斥道 啊 张萱猛逼了 老爸和老妈 这是怎么了 被夏孟施了什么魔咒吗 嘻嘻 夏孟很满意这样的结果 得意洋洋的看着张萱 张萱无语 老爸老妈 好像没欺负她吧 知道你没有 你要是有的话 现在我和你妈就不是和你说了 老子早就 抡起棍子打上了 张萱瞪了张萱一眼 张萱更加无语了 满脸黑线 二老放心 这么好的儿媳妇 我怎么舍得欺负呢 我一定会像宝贝一样的保护好 怎么弄得好像她是女婿 夏孟是闺女啊 张萱心里敌过 嗯 张萱 郑少丽 这才满意的点了点头 夏孟害羞的低着脑袋 察觉到张萱的目光看向她 恶狠狠的瞪了张萱一眼 得意的嘴角微挑 她现在算是得到了张萱父母的撑腰 张萱这个家伙 以后要是对她不好的话 有人替她出手了 小萱 赶紧带着小孟回去吧 去小孟家里看看 你们既然在一起了 起码要将这件事告诉夏老弟吧 张萱淡淡的说道 她对夏孟这点媳妇 那可是一百个满意 当然是越早定下来越好 不过这是两个家庭结为英卿 需要两个家庭的同意 啊 我在家还没待够呢 张萱一听傻眼啊 她刚回来第四天 还有三天才开学 这个时候回去是不是太早了 我和你妈好不容易盼到你滚蛋 好过过二人事件 结果你刚走了一个月就回来了 你以为我们稀罕你啊 滚回去吧 张萱一脸嫌弃的说道 希希 夏孟打去看着张萱 有人罩着的感觉真好 哪像老田和老夏 巴不得赶紧将她嫁出去 谢谢爸妈 哎 听到夏孟喊爸妈 张萱和郑少丽高兴得要坐不住了 张萱 她不是出去了一个晚上吗 这个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怎么好像过了一个世纪似的 难道是她错过了什么吗 连爸妈都喊上了 昨天这个妮子 见自己的爸妈还腼腆害羞 今天就嘚瑟起来了 夏孟对着满脸疑惑的张萱 吐了吐舌头 白皙的脸上满是得意之色 这件事赶早不赶晚 你们吃了饭赶紧回去吧 等你们得到了老夏他们的同意 过年了就给你们半个订婚 郑少丽看着两个年轻人 心里有些欣慰 同时也有些感慨 没想到时间过着这么快 想当年 两个小家伙还站不稳 现在却要订婚了 吃了饭 不顾张萱心不甘情不愿 张萍和郑少丽两口子 将张萱赶了出去 老爸老妈 你们一定要注意啊 至于公司 就是给你们玩的 有什么事情 都交给如兴姐和陈军做 不要试试轻微 滚蛋吧 老子知道 张萍一脸嫌弃的挥手驱赶 走了 张萱看了看自己的老爸和老妈 发动车驶离了 张萍和郑少丽二人 看着张萱的车 慢慢地消失在他们的视野中 仍旧不愿意回去 郑少丽的眼眶中 已经蓄满了泪水 哎 儿子长大了 张萍的眼底深处 却流露着一抹凝重 怎么了 郑少丽感觉到了老公的凝重 疑惑问道 小萱和陶原居牵扯上了 你难道忘记了 陶原居是那个人的了 此刻那个人和张萱合作 这件事是那么简单吗 张少丽文言 脸上顿时急切起来 他想干什么 小萱可是我们养大的 哎 走着看吧 当初我就说 让小萱报魔度大学 可是小萱他拒绝 难道这是老天注定的吗 听到张萍的话 郑少丽的美眸中担忧起来 车上 学姐 你是怎么做到的 张萱笑着问道 哼 夏梦掐腰 不告诉你 反正以后你敢欺负我 你试试看 怎么会 我们老张家 就没欺负女人的基因 嘿嘿 夏梦笑了起来 心情前所未有的轻松 我通知一下我爸妈 回去了去见见他们 好 张萱现在怎么说 也是身价几千个亿的神豪 还真不打出这件事 夏梦说着 拨通了母亲田羽山的电话 哎哟 你还有你妈妈 话筒中传来田羽山明显带着怨气的声音 我和小萱晚上过去 你准备一下 文言 田羽山紧张起来 麻蛋 这个胆敢勾引 他女儿的小王八蛋 终于肯出现了吗 哼 这一次 他要给这个小王八蛋好看 我认定的女婿是张萱 谁来了 也要被老娘整出去 OK了 小萱 你会不会很紧张 夏梦好奇地看着张萱 不会啊 我喜欢的是你 又不是你爸妈 他们同意 我会善待他们 他们要是不同意 我就绑架了你 每天在别墅里过昏天暗地的日子 等你生了宝宝 看他们认不认 张萱恶狠狠地说道 夏梦催了一口 眼眸却带着笑意 听到心爱的男人亲口说喜欢自己 这种感觉真好 丁 神级选择系统启动中 选项一 大力发展槟城 奖励 财富加一千亿 体质加十 精神加十 选项二 放弃发展槟城 奖励 宿主将获得忘恩负义称号 科尼赛克一亮 备注 宿主获得忘恩负义称号后 防御力永久加一千 敏捷永久一千 听到脑海中响起的声音 张轩愣了一下 到了一个服务区 停了下来 夏梦去厕所了 张轩拨通了王川的手机 张先生 我弄到了一份 槟城未来二十年的城市规划图 你好好的研究一下 放心好了 这张规划图绝对可靠 系统给的规划图 绝对不会出错的 现在 财富对张轩来说 就是一串数字了 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意义 张轩看重的是 系统奖励的体质 和精神的增加 电话那边的王川瞪大了眼睛 眼中竟是难以置信的神色 城市建设规划图 张轩居然可以搞到 这种机密的东西 对于张轩的话 王川并没有怀疑 最近一段时间 张轩持续地往公司里注入资金 桃园区的市值持续增长 他对张轩的实力 越来越相信了 对了 你不是想扩大 北方商贸联盟的影响力吗 多拉着几个公司 东山实业 槟城国际这两个公司 也是我的 你都带一带 张轩叮嘱道 王川自无不可 答应了下来 张轩将规划图通过手机 发给了王川 丁 检测到宿主已经做出了选择 奖励发放中 财富加1000亿 体质加10 精神加10 感受到体内的力量又提升了 张轩脸上布满了笑容 更令他感到惊喜的是 精神方面的增长 他实验了一下 他能够更加容易地进入那种状态 而且 持续的时间应该更长了 另一边的王川 见到了张轩传过来的规划图之后 第一时间便确定了 这份图是真的 他立即就想到了夏天郡 夏氏娱乐的发展 已经到了一个瓶颈 作为北方商贸联盟的重要一环 王川自然要带一带 他立即打电话给了夏天郡 王先生 怎么想起兄弟来了 张先生弄到了一份城市建设规划图 有没有兴趣 有啊 太有了 您等着我 我这就到 夏天郡听到王川的话 脸上满是喜意 听到规划图是张轩弄到的 心中对于撮合女儿和张轩的想法更加的坚定了 刚挂断电话 正要行动 妻子打来了电话 夏天郡疑惑的接起了电话 老夏 赶紧的 小梦要带着那个小王八蛋到家里来了 你赶紧回来啊 听到老婆的话 夏天郡瞬间陷入为难之中 女儿的事情自然是大事 但是夏氏娱乐已经陷入了一个极大的瓶颈当中 她正要转型 但是没有方向 王川愿意拉她一把 这是好事情 沉吟了一下 夏天郡瞬间做出了决定 她现在不仅仅是夏梦的父亲 这件事事关夏氏娱乐近千名员工的生计 她不能因为自家的事就耽误了这么多人 老婆 我要去桃园居和王川会面 家里的事 你自己看着办吧 田羽山文言也知道轻重 表示让夏天郡去忙 这边她自己能应付 从厕所中出来 夏梦的手机忽然响了起来 喂 连连 啥事情啊 信下的 你去哪里了 行李怎么不在了 是不是搬去张轩家了 万连连心里极度的要死了 听到闺蜜的语气不对劲 夏梦还以为是 万连连生气 她不告而别 嘻嘻一笑 我和张轩回东山了呀 我爸妈说想见见她 什么 万连连的声调 瞬间拔高了几度 她随即意识到了自己的失态 小梦 你怎么这么糊涂呢 你们准备好了吗 倘若你们不被你的父母支持呢 万连连着急的不要不要的 她好不容易看上一个男人 再说 这个男人这么强大 她绝不允许自己在竞争中失败 夏梦有些疑惑 这丫头有些不对劲啊 之前 让她将张轩带回家 让父母看看 还是这个丫头提出来的 怎么等她回来了 这个丫头的反应这么大 而且 这个丫头的反应 已经超出了一个朋友的界限 她的心中满是疑惑 就在此时 有两个男人迎面走来 夏梦并没有在意 挂断了电话 走到一边让开路 哈喽 好久不见 美女 又见面了 一起啊 忽然 两个人对她热情地打着招呼 那个样子就好像他们很熟悉的 其中一个人对着夏梦挥了一下手绢 下一刻夏梦感觉到 一股极度的眩晕感涌来 她惊恐不已 想要开口大叫 但是她惊恐地发现自己全身毫无力气 下一刻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哎 美女 你怎么了 快喊一声 周围有没有医生 两个人着急地大喊 好像很焦急的样子 我是医生 你们是朋友吗 我来看看 我也是医生 五六个人站了出来 其中一个还拿出了急救包 周围的人看到这一幕松了一口气 感叹大下还是好人多 还是不行 你们谁是开车来的 她这种情况很危险 必须赶紧送到医院去 其中一个医生诊断道 其他几个医生立即附和 我俩开车来的 和夏梦打招呼的两个人立即说道 满头大汗 好像极为担心 几个人说着 抬起了夏梦 就往外走去 服务区的有关部门人员 从头到尾看着事情的发生 心头顿时警觉起来 但是服务区的人太多了 等他走过来 人已经消失了 他赶紧通知同事 让同事注意一下 快点啊 病人的情况很不乐观 求求你们了医生 救救我朋友啊 几个人抬着夏梦 向一辆车走去 一边走着 一边还谨慎地沿着 周围的人虽然奇怪 但是听到他们的对话 也放松下来 几个人的眼底深处 有喜意涌现 赶紧让一让 几个人速速原来越快 就在此时 前面一个人出现在 他们前进的路上 兄弟赶紧让让 我的女朋友生病了 要赶紧送去医院 其中一个人对着张轩喊道 一脸的焦急 看向夏梦的时候 眼中担忧的同时 又满脸柔情 然而那个人非但没有让开 反而向他们走来 兄弟赶紧让开啊 你要是耽误了我女朋友就医 老子杀你 那人一副 为了夏梦赴汤掏火的样子 周围的人见状 对这个有情有义的男人 竖起了大拇指 然后对挡着路的人指责起来 这个小伙子 赶紧让路啊 你耽误了病人的病情 你负得起责任吗 张轩没想到 现在的贼人这般嚣张 当众劫人 真不知道 还有什么是他们不敢做的 见张轩不让开 几个人眼神交流了一下 那个假装夏梦男朋友的人 眼底闪过一抹狠力 将位置让给另一个人 然后对着张轩冲了过来 就在此时 张轩动了 双脚踩在地上 猛的屈膝冲出 整个人好像射出去的炮弹一样 又肘横于身前 猛的撞去 碰 那个人还没冲过来 就到飞了出去 一口鲜血喷了出来 张轩微视不减 来到了夏梦的身边 腾空而起 双臂展开恍若飞鹤 双腿连踢将那几个人 踢飞了出去 然后将昏迷的夏梦 抱在了怀里 动作行云流水 做完这一切 不过一眨眼的功夫 周围的人傻眼了 已经有人报了警 此刻服务区的 有关部门人员 也听到这边 有动静追了过来 张轩将昏迷的夏梦 交给了其中一个女性 然后猛地对着 那几个人冲了过去 她的心中怒火高涨 这些人太不放肆了 这是被她拦住了 若是没有人看出不对劲呢 岂不是要被这些人得逞了吗 看这些人的样子 就知道他们已经很熟练了 他们不是第一次做了 不知道有多少女孩子 已经受到了侵害 这些人都该死 住手 有关部门的人大声呵斥 已经晚了 张轩已经冲到了 几个人的身前 猛地抓住了 其中一个人的膝盖 猛地一念 咔嚓 一声骨骼淬裂的声响响起 啊 那人全身颤抖 面容扭曲 啊 周围的人看到这一幕 吓得大喊起来 张轩不做停留 每抓到一个人 便将此人的膝盖捏碎 等有关部门的人反应过来 这些人的膝盖 已经全碎了 举起手来 不然我们不客气了 几个有关部门的人 将张轩围了起来 他们的脸上满是戒备 他们知道 自己绝对不是张轩的对手 周围的群众自发地 将张轩围在了中间 不让张轩走掉 张轩健壮 赶紧拿出了自己的证件 别误会 自己人 这些人谜语我的女朋友 他们是坏人 将胡四千给他的证件 拿给有关部门的那几个人看 那几个人见到证件 这才放松了警惕 周围的人傻眼了 事情的反转是如此的迅猛 令他们瞠目结舌 在他们心目中 有情有义的男人 居然是掳掠人的坏人 而出手很辣的人 却是有关部门的人 很快 有关部门的人来了 来的人还是熟人 胡四千的副手 霍启明上次和张轩见过 知道张轩的身手 看到这一幕 暗暗对张轩竖了一个大拇指 就在此时 一个人的兜里掉出了一张卡片 张轩愣了一下 然后走过去捡了起来 怎么了 张兄弟 这张名片有什么奇怪吗 霍启明看到张轩的样子 疑惑地问道 张轩拿出了顾服成的那张名片 递给霍启明 两张名片一模一样 不一样的 仅仅是名字和工作单位 看到这一幕 正在办这个案子的霍启明 眼眸凝固起来 上一个案子 他们一直以为 顾服成要出手的对象 是张轩 如今看来 他们侦办的方向 可能出了问题 这些人大概率 是要对夏梦出手 当然也不排除抓走夏梦 来要挟张轩的可能性 不过多一个侦破方向 说不定就找到突破口 法医给夏梦看了一下 确认只是迷 要 睡一会儿就会醒来 张轩这才松了一口气 和霍启明告辞后 张轩将夏梦抱到了车上 慢慢地向枫叶别墅区驶去 到了别墅区 张轩抱着夏梦进了别墅 刚将他放到床上 夏梦恰巧醒了过来 小轩 救我 夏梦迷迷糊糊地喊道 张轩立即安慰 安全了 别害怕 夏梦缓缓地睁开了眉眸 见到张轩后 松了一口气之后 委屈地哭了起来 他吓坏了 张轩抱着夏梦 小心翼翼地安慰着 两个人就这么静静地 拥抱在一起 气氛逐渐变得暗 昧起来张轩赶紧起身 不能继续下去了 他不知道继续下去 他还能不能把持住 夏梦的小脸通红通红的 他低着头 不敢看张轩的眼睛 他们的距离太近了 近到可以听到彼此的心跳声 我没事了 我们去我家吧 小轩 今天的事情 我不会对你爸妈说的 张轩知道夏梦想说什么 开口说道 嗯 夏梦轻声恩道 两人很快来到了购物广场 呀 换名字了 夏梦惊讶地看着商场的名字 张轩这才注意到 商场的名字已经换成了桃园居 看来这里已经被王川收购了 两人给夏天骏买了一块手表 给田羽山买了一堆化妆品 然后向着夏家驶去 夏家 田羽山有些焦躁地走来走去 脑海中急速旋转着 思考着对付女儿男朋友的办法 老妈 你停下来行不行 你这样都把我转晕了 夏凯无语地看着自己的老妈 心中为老姐莫哀 老姐恐怕还不知道吧 估计心里还在期盼着 张轩来到后 可以得到老妈的认可 却不知道 老妈打一开始就否决了张轩 此刻正想办法让张轩知难而退呢 你个小毛孩子懂什么 这是关你姐一生的幸福 田羽山瞪了一眼夏凯 怒道 事关我姐的幸福 那就应该让我姐自己做决定啊 你们在这里掌握什么 结婚的是我姐 又不是你俩 皇帝不急太见急 夏凯小声嘀咕 你说什么 田羽山怒瞪着儿子 夏凯立即耸了 我还有事 先出去了 张轩二人来到了夏家的别墅 如果在以前 张轩看到这么豪华的别墅 心里肯定打退堂鼓 然而如今 别墅在他的眼中 和一根棒棒堂 没啥区别 夫人 小姐他们来了 佣人阿姨立即喊道 田羽山文言 立即跑到了窗户上 向外看去 当他看到夏梦和张轩 从一辆宝马车上下来的时候 不懈地说道 为了今天 这是特意租来一辆车吗 夫人 会不会小姐给他买的 佣人阿姨忽然开口说道 田羽山文言愣了一下 心里咯噔一声 还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性 夫人 小姐的眼光真不错 那人 长得真的很帅 田羽山文言看了张轩一眼 眼中金光爆射 旋即撇嘴 现在这个社会 长得帅 有什么用 过日子需要的是钱 长得帅 也不能当饭吃啊 佣人阿姨这一次 却吃不同的意见 夫人 不能这么说啊 以她的条件 如果想入娱乐圈的话 不用说话 站在那里就能挣钱 田羽山撇嘴 这一次却难得的没有反驳 她不得不承认 张轩长得真的很帅 去开门吧 田羽山说着 不忘记加了一句 不用给她好脸色 这个恶人 还是您来做吧 我不敢 我可是 看着小孟长大的 佣人阿姨说着 到了门前 脸上洋溢着笑容 田羽山 弄了半天 恶人就她一个人呗 小孟 回来了 这是你的男朋友吧 长得真是一表人才 赶紧进来吧 佣人阿姨宠溺地 看着夏孟和张轩 迎了进来 吴阿姨 夏孟甜甜地喊道 张轩也跟着喊了一句 吴阿姨见张轩这么有礼貌 眼神中没有丝毫对她的歧视 对张轩的印象更好了 来家中找夏孟的人很多 但是知道她是庸人之后 对她遗止气势 脾气好的 也不过是表面上对她客气 眼神中全都是看不起 张轩看向她的眼神很清澈 并没有一丝瞧不起 和小姐夏孟看向她的眼神是一样的 就凭眼神 吴阿姨断定 张轩这个孩子闹不了 哼 你还知道回来 我以为你直接忘记你 还有这个家了呢 田羽山冷哼一声 开口道 至于张轩 她连正念都没有看一眼 张轩知道田羽山是生气 夏孟跟着她回家了 也不介意 很客气地喊道 田阿姨 别 我可承受不起 田羽山冷冷地说道 老天 你这样我们可就没有聊下去的必要了 夏孟见母亲对张轩这么不客气 生气了 低声说道 这件事本来就没有什么好说的啊 田羽山看向张轩 眸光咄咄逼人 小伙子 你感觉你自己配得上我们这个家吗 田羽山淡淡地问道 老妈 夏孟就知道 母亲见到张轩肯定就是这几句话 听到母亲果然这么说了 她郁闷了 不是生气 而是羞愧的 你拿你这点东西在张轩的面前显办 这不是自讨没趣吗 张轩文言好奇地环顾整栋别墅 田羽山建庄 好整以侠地等待着 这栋别墅是他们花了三百多万买的 虽然对他们来说太贵了 但是他们还是咬了咬牙买了下去 如今这栋别墅已经涨到一千多万了 一千多万的别墅 不是一般人能够买得起的 看得怎么样了 能买得起吗 如果你能 你们的事 我不会再说一个不字 如果不能的话 门口在哪 请便 妈 夏梦文言更加的尴尬了 人家张轩买的那栋 可是一个亿啊 你拿你这栋一千多万的破烂货和人家比 你别说话 见夏梦想开口 田羽山狠狠地瞪了一眼夏梦 夏梦哭笑不得 被气得索性闭上了嘴巴 静静地等待着老妈被打脸 张轩看着别墅 点了点头 开口道 配不上 吴阿姨文言愣了一下 心中暗怪小梦找的这个男朋友 是怎么回事 就算他说的是实话 也要分情况 这个时候 夫人明显是在奚落他 就算是硬着头皮 这个时候 也应该打肿脸充胖子 结果这个傻孩子 就这么老老实实地讲了实话 吴阿姨对张轩无语了 对着夏梦猛眨眨巴眼睛 示意夏梦娇叫张轩话 应该怎么说 田羽山文言冷笑连连 原来你还知道 我有点欣赏你了 起码你这人诚实 张轩对着田羽山微微一笑 谢谢 噗 田羽山要吐血了 他那是在夸他吗 女儿怎么看上这个人的 连好歹话都听不出来吗 他看向女儿 也谋中近视探寻 这就是你看上的人吗 夏梦无语了 他明白张轩的意思 白了张轩一眼 开口说道 吴阿姨 开饭吧 好 这样才对 还是吃饭吧 起码能少说话 吴阿姨赶紧将饭菜端上桌子 你叫什么来着 去帮帮吴阿姨吧 田羽山对着张轩指使道 张轩自无不可 对着吴阿姨笑了笑 一起走了过去 姓田的 适可而止啊 你女儿已经认定他了 你要是不同意 我们就私奔 夏梦黑着脸 走到母亲的身边 小声说道 我刚才只是说了几句 已经给你留够面子了 我说了 你们的事 我是不会同意的 田羽山索性将话题挑开了说 我和你爸 已经给你找到了一个 更适合你的人 老妈相信 你们要是见了面 肯定会喜欢上对方的 我 你知道东山实业吧 那人便是东山实业的董事长 你爸想撮合你们在一起 这样你们以后在商业上 也能互相帮助 见夏梦想开口说话 田羽山直接抛出了王炸 夏梦文言直接愣住了 错愕地看向 这目光炙热看过来的母亲 好家伙 我直接一个好家伙 我带着东山实业的董事长 来到你的面前 结果你说不要 要将东山实业的董事长介绍给我 见女儿的样子 还以为夏梦的心已经动摇了 田羽山不由地暗自得意 怎么样 小梦 你还坚持和这个大傻子待在一起吗 爸妈怎么会坑你呢 从小到大 爸妈一直是最疼你的 见夏梦好奇地望着他 田羽山决定再加一株筹码 他兴奋地看向夏梦 开口道 而且 爸妈要给你介绍的那个人 他不但是东山实业的董事长 他还有一重身份呢 你以前不是最崇拜桃园居的老板吗 他便是桃园居新任的老板 破 听到母亲的话 夏梦这一次是真的没有忍住 将刚喝进嘴里的一口水给喷了出来 张轩是桃园居的老板 什么时候的事情 自从张轩新生入学的第一天 他就在追求张轩 除了在张轩睡觉的时候 他见不到 其他的时候 他的视线几乎都不离开张轩 张轩能成为东山实业的董事长 也就算了 他怎么可能会成为桃园居的老板 桃园居多么大的产业啊 少说两三千亿啊 张叔叔和郑阿姨已经对他说过了张轩的发家史 在他新生入学的时候 身上的钱还不足一万块呢 他是怎么在一个月的时间 不对 甚至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做到这一点的 不现实啊 好可恶 张轩这个混蛋 这么重要的事情 居然连他也瞒着 不对 这件事老妈是怎么知道的 老妈根本就没见过张轩啊 难道这个世界上有两个张轩不成 妈 你见过桃园居的老板 没有啊 不过你爸见过 他们北方商贸联盟开会的时候碰过面 你爸爸说张轩很帅哦 田羽山见夏梦的表情 顿感有门 继续挑逗道 他就说嘛 像女儿这样的天才 唯有张轩那样的天才才能配得上 眼前的这个大傻子 傻乎乎的 除了长得帅一点 其他一无是处 这样的人根本就配不上自己的女儿 小梦啊 怎么样 你还坚持和眼前的这个大傻子在一起吗 夏梦没有理会母亲的话 而是真的被张轩的身份给惊呆了 就有些生气了 什么嘛 他都已经是这个家伙的女朋友了 这家伙还没有对他坦白身份的意思 既然知道了老爸老妈心中的想法 他和张轩之间的事情妥妥的了 那他就没有什么可担忧的了 既然这样 那就质疑着张轩 让他不坦白 顺便让老爸老妈尴尬一下 他很想知道 等老爸带着张轩再次出现在这里的时候 他们会如何的尴尬 行 我听老爸老妈的 不过小轩毕竟是我的同学 我不想让他太过难看了 我回去了就和他分手 并向你承诺 这辈子不会和他在一起 怎么样 真的 我的宝贝女儿真听话 听到夏梦的话 田羽山松了一口气 喜上眉梢 太好了 早知道张轩的身份这么好用 他以前就提出来了 也省得他之前 想了这么多乱七八糟的手段 可以 我会对这个大傻子好一点的 你放心好了 对于女儿的话 田羽山没有任何怀疑 小张啊 你刚才怎么那么说 就刚才那个场景 你就是吹牛 也要往大了吹啊 进入厨房 吴阿姨立即小声地对张轩叮嘱道 张轩微微一笑 并没有在意 谢谢吴阿姨 没事的 学姐她就是我的 谁也抢不走 吴阿姨对于张轩的迷之自信 不以为然 就在此时 张轩的微信响了起来 打开一看 是夏梦发过来的 你骗我 看到这三个字 张轩有些呆 骗你什么了 张轩回复 夏梦 哼 我的你坦白 不坦白 要你好看 生气 JPG 打人 JPG 张轩 求饶 JPG 还请学姐大人示下 夏梦 爱答不理 JPG 等会儿发生什么 你都要配合我好好的演 我就稍微原谅一下你 张轩苦笑 端着菜走了出去 吃饭的时候 就在张轩以为田羽山 会继续给他下马威的时候 恶然发现 田羽山对他的态度 可谓是180度大转弯 张轩错愕地看向夏梦 却见夏梦连看都不看他一眼了 吴阿姨见状轻轻一叹 他就知道 张轩刚才的表现 肯定是让小梦失望了 决定放弃这段感情 吃了饭 田羽山热情地将张轩送了出来 夏梦对着张轩眨了眨眼睛 并没有和他说话 不过他那个眼神 却让张轩知道 学姐对他的爱分毫未解 两人本来还打算 将张轩东山实业董事长的身份 讲出来 这样的话 田羽山肯定不会阻碍他们在一起了 不过 既然田羽山没再责难他 夏梦也没对他示意 这件事也就没讲出来 张轩回到了别墅 一个微信 好友请求亮起 他并没有理会 忽然 老顾的电话打了进来 张轩疑惑地接起 张轩 你现在在哪里 江湖救急 帮我个忙 只要能帮我将这件事应付过去 你今年随便请假 听到老顾的话 张轩瞬间来了兴趣 丁 神级选择系统启动中 选项一 帮助顾清成 奖励 储物空间的任意使用权 包括取出和收取 体质加十 精神加十 选项二 拒绝顾清成的求助 奖励 科尼赛克一辆 财富加一千亿 将获得直男称号 女人缘一 本来就很有兴趣的张轩 这下更加的有兴趣了 储物空间的任意使用权 也就是说 他以后可以将东西随意收取 进入储物空间了 这和网络小说中的储物戒指 有什么区别 至于选项二的奖励 要是张轩刚得到系统的时候 他肯定选择这个 但是 此刻金钱对他的吸引力 没有那么大了 说吧 老顾 只要不是让我献出身体 什么麻烦 你开口 我出手帮你摆平 张轩豪气甘云地说道 然而 听到他的话 电话那头的顾清诚沉默了 张轩的心里咯噔一声 雾草 不会真的是老顾缠他的身子吧 顾姐 暂时自己人啊 我可是把你当成清俭 你这 咱们不行啊 张轩赶紧说道 滚 顾清诚压制不住自己的怒火了 抱吼道 这个混蛋的脑袋里 都在想什么 除了男女间的那点事 就不能纯洁一点吗 好 张轩挂断了电话 心里嘀咕 这老顾很年轻啊 怎么脾气整得 好像到了更年七时的 另一边的顾清诚傻眼了 他被挂断电话了 奶奶个熊啊 从来只有他挂断别人的份 还从未有人挂断他的电话 张轩这是想上天啊 气呼呼地 再次拨通了张轩的号码 张轩看到电话响起 疑惑地接了起来 张轩 你敢挂老娘的电话 你不想活了 听到话筒中传来的电话 张轩有些猛逼 不是老顾让他滚吗 顾姐 不是你让我滚吗 我让你滚 是因为你乱说话 我说过 让你挂电话了 啊 好吧 什么事啊 你明天有没有空 对了 你现在在哪里 我回东沙了呀 在枫叶 那就好 明天和夏梦说一声 你别找他了 我去接你 有事 OK 挂了 老顾说着 挂断了电话 就在此时 李孟奇的电话打来了 张轩愣了一下 这 张轩 谢谢你 我爸爸出院了 李孟奇那柔柔弱弱的声音传来 那就好 孟奇啊 打电话是有什么事吗 钱不够了 我给你 不 不是 钱够用 还 还有二十万 我回去还你 听到不是钱不够用了 张轩哑然失笑 不用了 你爸刚出院 还需要疗养 疗养的钱也不少 你留着吧 别让李叔叔落下病根 电话那端沉默了一阵 李孟奇的声音这才传来 谢谢 一百零五万我会还你的 张轩挂断了电话 笑着摇了摇头 真是一个固执的丫头 他帮助他 本来就没有图什么回报 就好像你有一千块 借给了别人一元钱 别人还不还 你介意吗 更何况那一百万对于张轩来讲 连一元钱都不是 哎 小琪 张轩对我们家的恩情 实在是太大了 李海感叹道 此刻的他 脸色好看了很多 碧梅浑然不在意的说道 没事 反正小轩喜欢咱家小琪 让小琪嫁给他就好了 刷 李孟奇的小脸瞬间红了 连白皙的脖子上 都染上了一层红蕴 这一次 心里出奇的 没有反感这句话 少胡说 人家张轩可从未说过喜欢小琪 说不定人家有女朋友呢 小琪 你知道吗 李海看向女儿 李孟奇低着脑袋 摇了摇头 我 我不知道 李天超笑嘻嘻说道 肯定没有 否则谁舍得花一百多万 还不要还 有钱也不是这么个花法吧 碧梅对于儿子的理论很是赞同 当然 他也不是看重张轩的钱 而是对张轩这个人的印象很好 张轩家里很有钱 但是身上没有一点那些富二代的傲气和习性 温文尔雅 接人待物 更是给人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 这样的人 太适合他们家的小琪了 小琪对待别人太柔弱了 他们总害怕小琪以后会吃亏 假如小琪和张轩在一起的话 他们则一点都不用担心这个问题 因为他们相信张轩的人品 李孟奇低着脑袋 翘脸飞红 行了 别胡思万想了 以后有机会的话 问一问张轩不就行了 有可能人家张轩就是好心 对咱们小琪 没有一点想法呢 李海说完 就闭上眼睛卸着了 一百零五啊 我姐怎么还 卖肾吗 两个肾都卖了也不够啊 李天超撇着嘴不以为然 继续嘀咕道 还不如让张轩成为我的姐夫 以后咱家能过上好日子不说 我姐也不会被欺负 碧梅瞪了一眼儿子 并没有反驳这句话 我 我会想办法还他的 李孟奇坚定地说道 行 姐 我长大了也帮你 李天超崇拜地看着姐姐 碧梅欣慰地看着这一对儿女 虽然上天没有给她一个富裕的家庭 但是给了她一对懂事的儿女 有这样的儿女 她这辈子值了 如今丈夫的病也好转了 等她养好了身体 他们家的生活就能越过越好了 想到这里 碧梅对张轩更加的感激了 这一切的转变 都是张轩出现开始的 要是没有张轩出现 他们一家就彻底地垮了 张轩来到别墅的顶上 仰望着星空 看着那点点繁星 心彻底地静了下来 丁 检测到宿主已经做出了选择 奖励发放中 储物空间的任意使用权 包括取出和收取 体质加实 精神加实 就在脑海中电子音响起的那一刻 张轩周围的一切瞬间变了 那无边无际的黑暗 将她包裹住了 体内的肌肉 好像要爆炸似的 脑袋疼得要裂开了 张轩不禁反喜 这是她的精神 要再次经历一遍了吗 剧烈的疼痛包裹了她 张轩喘不上气来 几乎要窒息了 全身更是疼痛不已 而精神力的异常活跃 使得疼痛加剧 张轩难受得要命 不知道过了多久 张轩才从那种场景中走出来 她跪在地上 大口大口地喘着气 全身被汗水打湿了 此刻的她提不起一丝力气 但是剧烈的疼痛之后 便是一种暖洋洋的感觉 舒服得要命 张轩倒在地上 惬意无比 你快要死了吗 就在此时 一个冷冰冰的声音传来 令人感到错愕的是 她居然从冷冰冰的声音中 听出了好奇的味道 这种感觉很特殊 是那个女邻居 女明星李子星吧 向旁边看了过去 果然 只见一个冷冰冰 却又好奇的眼眸 站在另一个屋顶上看过来 冷冰冰 却又透着好奇 这样一种复杂的眼神 居然会出现在一个人的眼中 张轩无语了 你什么时候出现的 张轩起身 全身暖洋洋的 感觉全身通透无比 和传说中的 打通了全身的任督二脉 感觉好像 李子星好奇地看着张轩 闻言回道 从你难受开始 张轩 这娘们有病 还没有一点同情心啊 她都这么难受了 这个娘们居然就这么看着 无动于衷 打120了吗 张轩决定给她一次机会 120 那是什么 一个人吗 我能打她吗 李子星眨巴着 无辜朦胧的大眼睛 看向张轩 眼中的 好奇之色更浓了 张轩 能打 下次 你见到了120 一定要打死她 张轩有些气 这个女人是傻子 还是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真的 李子星的眼神 跃跃欲视 张轩彻底地无语了 转身走了下来 这个女人不是疯子 就是傻子 此刻 她的体表 有一层黑乎乎的东西 散发着恶臭 恶心地要命 去洗个澡 舒服一下 见张轩离去了 李子星眼神黯然 小心 江西然走了上来 看到李子星站在这里 松了一口气 然然 我很讨人厌吗 李子星很失落 怎么会 你是赤子之心 懂你的人 爱你还来不及呢 江西然好像一个大姐姐一样 安慰着 可是 那个人刚才都不愿意理我了 李子星控诉 啊 江西然好奇 刚才我上来的时候 那个人疼得倒在了地上 我害怕她出事 一直站在这里看着她 看了足足有一个小时 结果她不疼了之后 连一句谢谢都没有 还问我 有没有打120 120又没有惹到我 我打120干什么 李子星继续控诉 眼眸之中尽是失落 扑 江西然努力地压制着 但是实在是忍不住了 笑出声来 这个丫头 你笑我 李子星撇嘴 满脸都不高兴 没有 我不是笑你 小心啊 120是急救电话 刚才张先生 应该是什么病犯了 你如果看到这样的场景 第一时间就要拨打急救电话 你刚才虽然一直在关心张先生 但是你只是看着 什么都没干 张先生生气是正常的 哦 听到江西然的解释 李子星眼中露出了一抹歉疚 他好像除了表演 什么都不会 我刚才去下市娱乐了 他们同意帮助我们 不过他们那边有条件 第一部电视剧 他们要抽取85% 我替你答应他们了 你看行吗 江西然心里轻叹 这段时间以来 他找了多少家娱乐公司了 对方一听到是小星 直接拒绝 下市娱乐是唯一一家 愿意帮助他们的公司了 提出来的要求很过分 但是他们也只能接受 估计下市娱乐提出这么过分的要求 也是在拒绝他 只是对方没想到他居然会答应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小星太需要一次机会 来证明他自己了 明星最害怕的便是被血藏 哪怕这一次他们掏钱不挣钱 他们也只能硬着头皮上 他们无权无视 是从孤儿院长大的 想要在这个社会活下去 只能拼 你决定就好 李子欣仍旧很失落 下楼了 江西然则是来到了张勋的别墅门前 张勋刚洗好了澡 就听到了门外有人摁门铃 他疑惑的打开了门 张先生 您好 没打扰到您吧 站在门外的江西然 欠然的看向张勋 您好 请问有什么事吗 张勋疑惑的看着江西然 我是来替小星向您道歉的 小星他 听到江西然的话 张勋洒脱的一笑 他并没有介意 只是不想 和这样冷漠的人 有什么交集 不过对方来道歉了 张勋也不能太板着了 请进 张勋将江西然让了进来 江西然略作沉吟 跟在张勋的身后走了进去 对不起 张先生 小心他 江西然将李子星的事情解释了一遍 张勋愕然 没想到这个世界上 居然会有这么的人 赤子之心 这样的人聪明无比 但是和傻子 只有一线之格 丁 神级选择系统启动中 选项一 帮助李子星出一首歌 奖励 正经娱乐30%的股份 体质加10 精神加10 选项二 拒绝帮助李子星 奖励 宿主将获得无敌钢铁直男称号 女人员100 财富加1000亿 张勋 系统整的这些选择题 根本就不用选择呀 这是逼着他选一 他是缺那1000亿的人吗 出一首歌 太简单了 他虽然不是专业的作曲人 但是他可以哼唱给专业的作曲人听啊 以那些人的水平 将曲子弄出来 太简单了 而这个世界 根本就没有歌星 将地球上的那些火爆的歌搬过来 保证李子星一炮而红 江小姐 李小姐他嗓子可以吗 应该不错吧 否则系统 不会给他这个一个选择 张先生是不是不怎么接触电视剧 江熙然听到张轩的话 就猜到了 张轩肯定不经常接触电视剧 否则张轩不会问出这样的话 有几部剧的主题曲 就是小心唱火的 江熙然骄傲地说道 他和李子星 都是从一个孤儿院走出来的 他们在一起 经历了太多的风风雨雨 所以情同姐妹 见李子星取得了这么大的成就 江熙然比任何人都要骄傲 我这里有几首歌 倒是可以给他 真的 听到张轩的话 江熙然瞬间兴奋起来 但是旋即又失落了 目前敢和他们合作的 唯有夏氏娱乐这一家小型娱乐公司 而夏氏娱乐的主攻方向 就是电视剧 对于音乐 根本就没有涉链 怎么了 张轩疑惑地看着江熙然 江熙然将问题一说 张轩愕然 没想到这个世界的 娱乐项目这么匮乏 在地球的时候 做音乐的小型工作室 多的是 结果在这里 连夏氏娱乐都没有 不过 既然做出了选择 张轩自然要管到底 他拨通了夏天骏的电话 哈哈 张老弟 我正和王先生谈着你呢 你就打电话来了 你现在在哪里呢 夏天骏那爽朗的声音 从话筒中传来 我有点事就回东山了 夏大哥 我有一个朋友 我想帮他出几首歌 想不想合作干一把 张轩对于娱乐行业 一窍不通 而桃园居的重点 也不在这一方面 如果涉及到娱乐行业的 桃园居也会找夏天骏帮忙 不过这对于桃园居 也是一次机会 由他牵头 和夏天骏合作 将东山的娱乐业做起来 回东山了 太好了 张兄弟 我那天和你提的那件事 你千万不要忘了呀 你想做歌曲 肯定可以啊 不过你也知道 咱们大厦的歌曲行业不景气 所以你那个朋友 最好有心理准备 没事 我有信心 张轩笑着说道 那好 明天到我家 我们再仔细商量一下 后天吧 明天我有点事情 张轩说着挂断了电话 张先生 与您刚才通话的是 江西然稀计的问道 哦 夏氏娱乐的董事长 夏天骏 张轩缓缓的说道 嘎 江西然猛的站了起来 张轩 认识夏天骏 这可真的是意外之喜 没想到张轩 居然和夏氏娱乐的夏天骏认识 这样的话 他们小心在娱乐圈 不至于被完全封杀了 张先生 夏董 和您是什么关系 江西然 悉及的问道 美眸之中 竟是期盼之色 朋友 商业上有些地方合作 太好了 不知道张轩先生 能不能带为引荐一下 江西然对于张轩说的 那几首歌兴趣并不大 就像夏天骏说的那样 大厦的歌曲这方面并不景气 一些明星 对于唱歌并不热衷 不过江西然并没有明确拒绝张轩 毕竟张轩也是好意 多一个朋友 总比多一个敌人好 自然没问题啊 后天吧 明天我有事情 没有时间 好 谢谢张先生 您休息吧 我先走了 江西然恭敬的对张轩鞠了一躬 然后离开了 凌晨五点 张轩 赶紧起来 张轩还在睡梦中 一个声音在耳边响起 他睡眼惺忪的看了过去 正好看到一张绝美到了极点的面容 就在眼前 咦 我怎么会梦到老顾 嘿 幸亏不是春 梦 不然能把老子下尾了 张轩还以为是做梦 善然一笑 嘀咕道 滚起来 顾清成脸瞬间黑了 这个混蛋这句话 是什么意思 什么叫梦到他能把他下尾了 他有这么难看吗 想当年 追他的人不比夏梦少好不好 他一把揪住了张轩的耳朵 然后 拧了两圈 死 一阵剧痛将张轩唤醒 他瞬间清醒过来 顾姐 你干什么 松开啊 疼 我昨天和你说的话 你是不是当成耳旁风了 这都几点了 怎么还不起来 顾清成瞪着张轩的耳朵 气坏了 这家伙太不将他的事情放在心上了 张轩拿过手机 看到时间后 全身都要气爆了 信顾的 凌晨五点 你来到老子的家里 问老子为什么不起来 你有病啊 凌晨五点啊 不是下午五点 看顾清成刚才的驾驶 张轩还以为已经下午五点 他误了时间呢 上一次去东山实业也是这样 这一次又是这样 这娘们疯了 你也知道凌晨五点啊 咱们习武之人这个时候都早起来了 你还在这里赖床 真不知道你的权势怎么练呢 给我起来 顾清成跪在床上 想要将张轩瞪起来 没想到张轩的床太软了 他抓着张轩的肩膀 双膝没有着力点 整个人失去重心 趴了下去 两个人的嘴唇碰了一下 张轩愣住了 顾清成也傻眼了 两个人呆呆地看着对方 谁也没有料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赶紧起床 随我走 顾清成故作镇定 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起来 然后走了出去 张轩见顾清成离开了 这才松了一口气 麻大 太尴尬了 他都忘记 这是他和老姑第几次接吻了 学姐是他的女友 但是他和学姐接吻的次数 好像还没有和老姑多 郁闷啊 还有 上一次来的时候 他就不应该给老姑别墅的钥匙 否则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了 让老姑自觉点 比杀了他 还令他难受 张轩真不知道 这个娘妈是怎么当上导员的 不行 以后必须和老姑划清界限 他现在不是一个人了 而是有女朋友的人 以后 他要一心一意地对学姐 坚决不和学姐以外的女人 发生任何令人误解的事情 张轩起来之后 洗刷完了 上了老姑的大窃诺基 两人驶离别墅 路上 车内有些尴尬 张轩根本就不敢看老姑 顾清成也是差不多 白皙的脸上出现了一抹尴尬的晕红 他决定了 以后尽量地和张轩划清界限 他也知道 张轩和夏梦已经确定男女朋友关系了 如果再像今天这样 明显是不合适了 想到这里 嗨嗨 顾清成假咳了几声 开口说道 一会儿 可能要你帮我和别人比试一场 比试 老姑 你和人约嫁了 张轩文言愣住了 这句话要是别人说的 张轩可能还怀疑一下 但是话出在老姑的嘴里 就很正常了 这娘妈 贼爷妈 顾清成翻了翻白眼 是我奶奶和对方约嫁来着 他们现在岁数大了 就轮到了我的身上 这件事 我自己上就行 不一定用得着你出手 拉上 你是为了以防万一 张轩竖起了大拇指 不愧是老姑的奶奶 好牛掰 对于老姑的实力 张轩还是很认同的 既然老姑说用不到他出手 张轩坐在车上咪了起来 林家 碰 郑老一掌将桌子打碎了 张轩 我定要杀了你 死的那可是林家的好手啊 一下子折损了几个 他心疼 郑老 息怒 此刻张轩动不得 有关部门已经知道此事 若是对他动手的话 很有可能会惹得大侠官方不喜 林家众人纷纷出口劝慰 郑老脸色一阵变幻 最后冷哼一声 问道 无疾怎么样了 枪伤 恢复得没有那么快 哎 那这一次我林家岂不是要输给顾家了 顾家年轻一代 就出了一个顾青城 大不了我们多派几个人上场 这样的行为虽然惹人不耻 但是比输了强 林家众人再次开口 郑老也点了点头 不过为了安全起见 还是去将那人请来吧 是 只要那人在 我林家无忧已 好了 启程吧 回来了再定夺张轩的事情 郑老挥了挥手 众人上了车启程 醒醒 到了 听到顾青城的声音 张轩醒来 他环顾四周 瞬间察觉到了这里 不简单 建筑风格根本就不是现代风格 若非看到院子里停着的汽车 张轩甚至都以为自己来到了古代 这里古风生香 雕梁化洞 美不胜收 院中只有鸟鸣的声音 除此之外 静谧的景 而且 这里的空气很好 张轩不由惬意地吸了一大口 你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帅极了 顾青城撇嘴说道 谢谢夸奖 张轩再吸一口 爽啊 难得在这样物欲横流的时代 还有这样的一处世外桃源 顾青城 算了 不打理他了 这家伙的脸皮之后 他算是见识到了 青城姐 经过的人 看到顾青城都恭敬地打着招呼 看到这一幕 张轩择舌 看向顾青城 顾姐 你在你家里地位不低啊 顾青城白了张轩一眼 没有搭理他 张轩无奈地耸了耸肩 带他们两个人进去后 那些消失了的顾家人又出现了 他们睁大了眼睛 看着张轩的背影 你们说 这个小子是不是顾老大的男朋友 肯定是了 否则老姑为何在这个关键时刻 将他带来 这事告诉所有人 不管输赢 不要打他的注意了 他已经名花有主了 切 五年前顾老大也是这么做的 结果呢 那个小子 因为得不到顾老大的身体 直接放弃了 我看这个小子和那个小子 没什么区别 都是普通人 不是咱们习武之人 就那样的体格 连顾老大的身体都进不了 还想占便宜 这一次 我们迎面较大 听说林家年轻一代最强者 林无极被人打伤了 提到林无极 几个人的眼中满是慎重 但是提到林无极受伤之时 一个个的眼中满是幸灾乐祸 这些人的想法 张轩就不得而知了 在院子里走了一会儿 他就喜欢上这个地方了 顾姐 这地方不错 你家是从哪里买来的 我也买一栋 顾家这个院子可不小 占地起码几千亩了 住了不下五百人 张轩没想到顾家这么有钱 你要是和小清城结了婚 在这里自然会有一个属于你们的小院 张轩的话音刚落 忽然有人回应道 抬头望去 只见一个中年妇人站在那里 甜静如水 看过来的目光中满是慈祥 感受到妇人的目光 张轩的心里 不由自主地生出亲近之意 阿姨 张轩的问候还没说完 就被顾清城打断了 顾清城掐住了张轩腰间软 肉 恼羞成怒道 你乱叫什么 这是我奶奶 扑 张轩愕然看向妇人 妇人头发乌黑亮丽 她很确定绝对不是染发 脸上更没有老年般 皱纹 说她三四十岁 绝对没有问题 现在的女人都这么暧昧吗 这么大岁数的人还整容 打整容针 喊奶奶 再敢乱喊 老娘饶不了你 顾清城白皙的脸上布满了黑线 尴尬的都快织成一件毛衣了 阿姨 张轩喊她奶奶阿姨 自己岂不是要喊张轩叔叔 这家伙这是明摆着占她便宜 哈哈 你这孩子 我喜欢 妇人哈哈大笑 笑得前仰后合 女人 谁不愿意自己年轻 张轩尴尬到了极点 她是真的没有看出来啊 天山同老 奶奶 张轩立即恭敬地喊道 过来 让奶奶看看 妇人笑容满面 对着张轩招了招手 张轩尴尬地走了过去 妇人上上下下打量着她 那炽热的目光 饶食她脸皮比城墙还厚 此刻也滚烫滚烫的 奶奶 行了 这小子就是我的学生 我们不是你想的那种关系 看到奶奶看张轩的眼神 顾清成就知道 奶奶误会了 无语地解释道 奶奶知道 你不用解释 奶奶就是感觉 这个孩子很有眼缘 想多看两眼 不行吗 妇人对着顾清成摆了摆手 笑眯眯地看着张轩说道 顾清成无语了 知道奶奶这是认定了 张轩就是她男朋友了 她也懒得解释了 你今天来我这里 和夏梦说了没有 顾清成小声问道 说了啊 她是我的女朋友 我不说明白了 敢来吗 妾 顾清成不屑撇嘴 你不是很高傲吗 拒绝高冷笑花 好高的噱头啊 怎么不高傲了 张轩 老顾脑袋有病啊 她是爱帮忙的 结果这娘们总是爱奚落她 一点求人帮忙的诚意都没有 怎么 被我说中了 男人啊 都是老色批 顾清成撇嘴 张轩干脆不搭理这个娘妈了 老顾此刻不知道咋了 就好像一只刺猬 谁靠近了都会挨诈 妇人察觉到 背后两人嘀嘀咕咕 脸上满是欣慰的微笑 吃 顾清成没有注意到奶奶的表情 对着张轩冷吃一声 张轩无语了 凑到顾清成的耳边说 小顾啊 叫声哥哥来听 不然老子现在转身就走 你 顾清成听到张轩的话 当即怒了 这个小王八蛋果然在找揍 居然敢提出这个无理的要求 开了学 你小子休想在我这里 请到一天假 顾清成握紧了拳头 威胁道 切 我去找校长请 我就不信了 我捐给学校一千万 校长会拒绝我的要求 张轩死猪不怕开水烫 小顾啊 你只有五秒钟的时间考虑 我要走了哦 你 顾清成要被气炸了 五 张轩伸出了一只手摊开 你想找死啊 四 张轩 三 五 二 哥哥 顾清成妥协了 年轻一代的高手 就那么几个 都已经被各大家族给盯上了 张轩是他无意中发掘出来的好手 再说 眼看着就要开始了 张轩要是撂挑子不干了 让他去哪里找人去 别说要是呢 赶紧交出来 像今天早上这样的事情 坚决不能发生了 再者说了 他和学姐住在一起 难免会发生一点少儿不移的事情 倘若这个时候 老顾出现 想到这里 张轩不寒而栗 不行 钥匙必须拿回来 给你 小气鬼 趁人之危的小王八蛋 你给老娘等着 顾清成气呼呼的将钥匙丢给张轩 心里大妈妈卖劈 在心里给张轩画了几个圈 这个家伙居然敢威胁他 这些账记下来是要还的 哎 小姑妹妹 真管 张轩美滋滋的将手机上的录音功能展示给顾清成 小王八蛋 你 哼 气死了 看到张轩的挑 性眼神 顾清成嘟着嘴巴 走到了富人的身边 揣着富人的胳膊 张轩微微一笑 小清成 张轩是吧 你们什么时候结婚啊 奶奶想抱重孙了 富人看向身边的顾清成 奶奶 我都说了 他不是我男朋友 他有女朋友的 我和他根本就不可能 顾清成无语了 怎么奶奶就认准了张轩是他的男朋友呢 是 小轩的声音 就是上一次和你在一起的那个男孩吧 你要是真的和他没什么 会在我们怀疑之后 还带着他来见奶奶 富人的眼中金光闪闪 一副我已经看穿了你的样子 顾清成 小清成 这就是你的男朋友吗 好俊俏的小伙子 哈哈 我的侄女啊 这就是我的侄女婿吗 长得真不错 练过舞吗 小伙子 得练舞啊 不然你们结了婚 会挨小清成的暴躁 这丫头打小脾气就不好 滚开 有你这么说自己侄女的吗 小伙子 不要听他瞎说 我们小清成可温柔了 顾家的院子大得很 走了十分多钟 他们走进了一个院子 富人告诉张轩 他们这才来到了真正的顾家 而外面的那些院子 不过是外院而已 张轩直则舌 好牛掰的顾家 进来之后 一大群人走了出来 全都紧紧的顶着张轩 他们的眼神 恨不得将张轩揉碎了再看一遍 听到这些人的话 张轩强忍着自己不笑 顾清成的脸成了朱干色 看他的样子 距离爆发应该不远了 张轩赶紧走到了富人的另一边 这个时候 还是不要招惹这个女魔头比较好 妈 你怎么又出去了 你的伤 一个魁梧的大汉走了过来 脸上满是担忧 说着 大汉恶狠狠地瞪了顾清成一眼 你还知道回来 至于张轩 大汉根本就连看都懒得看一眼 这里是我家 我想回来就回来 管你什么事 顾清成看着大汉 神色平静 淡淡地说道 然后掺着富人向屋里走去 张轩疑惑地看着这一幕 大汉应该就是老姑的父亲吧 不过看样子 他和他父亲之间的关系 好像不怎么好 你们两个人能不能不要见了面就强 好玩吗 妇人无语地看着两妇女 妈 都是你惯的她 你看看她 哪里还有一个女孩子的样子 顾严明无奈地看着自己的女儿 明明这么漂亮 但是干事情这么泼辣 我惯的 是谁小时候 拿着我的小青城当男孩子养 长大了想让她改过来了 从小养成的习惯 这么好改的吗 妇人瞪了一眼 顾清 顾严明秒怂 行了大哥 各大家族的人都在那里等着呢 一旁的顾老二提醒道 还有你 一群大老爷们 生不出一个天才来 还得让我的小青城出手 你们丢人不 妇人文言 狠狠地瞪向顾老二 怒斥道 顾老二立即缩了缩脖子 不敢再吱声了 张轩在心里给妇人竖了一根大拇指 不过对顾家众人的印象 也好了几分 这说明顾家很重笑道 顾姐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为什么 你们要比我 张轩好奇极了 如果不是亲眼看到 张轩怎么也不会相信 在现代社会 居然还会有比武这一说 嗯 小青城 你来的时候 没有告诉张轩吗 妇人的耳力极好 张轩的声音很小 她居然也听到了 张轩 好尴尬 这么说 刚才她和老顾开玩笑 都被妇人给听到了 一般用不到她帮忙 我自己就解决了 告诉她干什么 顾清城不在意地说道 其他人闻言尚未察觉到什么 而妇人看向张轩的目光却变了 在她的眼中 张轩明明就是一个普通人 身上没有练过武的痕迹 但是小青城却说 带着张轩来的意思 是要让她帮忙 她知道孙女要强的性格 若非这丫头认可的强者 她绝对不会说出帮忙二字 这说明了什么 说明了在顾清城的眼中 张轩的实力在她之上 妇人不由地多看了张轩一眼 察觉到妇人的眸光 张轩抬眼望去 正好看到妇人看了过来 不由得微微一笑 嗯 妇人愣神 是巧合吗 还是张轩真的察觉到了她的精神力 肯定是错觉 张轩多大的年纪 怎么可能会诞生精神力 都是一些老不休 弄出来欺压小家族的把戏 不过这些年来 国家日益强盛 小家族慢慢地不再练武 这个比试 便成了剩下的几个家族利益 划分的依据 妇人小声地解释道 利益划分 张轩疑惑 比如大夏有关部门 我们这些家族 在里面是有一定的话语权的 如今是蒋家的人 在里面担任一些职务 五年前是我们顾家的人 实际上 如今国家已经意识到了 家族不再是大夏的护身符 而是雪智 国家已经将真正的职权给收回去了 所以说 如今的输赢 已经无所谓 赢了也没有多么大的用处 就是正一个脸面罢了 当然 比试嘛 就会有点踩头 这也是几大家族不想输的原因 实际上 就算是输了 我们不认账 他们也拿顾家 没有任何的办法 富人耐心地解释道 路过的人看到富人耐心地和张轩说着什么 眼中满是震撼之色 有些看着看着 脑袋撞到了墙上 仍旧不自知 张轩错愕地看了这些人一眼 老顾 你的魅力无比 你是不是没和这些人说过话 过去试试 说不定你的下半辈子就有着落了 张轩笑嘻嘻地说道 滚 顾清诚恼羞成怒 一把揪住了张轩的软 肉 狠狠地来了两圈 死 张轩倒抽了一口凉气 这娘妈 太特么的狠了 别乱说话了 这些人看的是你 不是我 顾清诚知道 张轩为什么会那么说 在张轩的身边小声说道 我 张轩猛逼 在我家里 除了我之外 奶奶还从未对另一个人这么好过 奶奶对其他人很凶的 顾清诚解释 很凶 张轩闻言看向妇人 脑海中充满了疑惑 这不是胡说吗 多和蔼的一个人啊 而且还漂亮 和顾清诚 学姐不相上下 这是一种不同于青春的独属于中年女人的美丽 多了一股韵味 这样的一个人 张轩想象不出很凶的样子 难道是那种奶凶奶凶的吗 顾清诚也有些疑惑 上一次那个混蛋来的时候 奶奶可没有这么和蔼可亲过 虽然奶奶想要让他早点找到自己的归属 可上一次那个人跟着他来 奶奶甚至连剑都没剑 直接闭关了 张轩这个小王八蛋来了 奶奶不但见了 而且是站在门口等着他 甚至顾清诚感觉奶奶等的不是他 而是身边的这个小王八蛋 顾清诚看向张轩 这个小王八蛋有什么奇怪的地方吗 小轩啊 你爸妈是做什么的 妇人满脸慈祥问道 眼中竟是好奇之色 啊 奶奶 我父母弄了个自己的小公司 正想喊阿姨被老姑恶狠狠的一瞪 张轩立即改口了 哼 顾清诚冷哼一声 这个家伙很不老实 总想着占他的便宜 混蛋 妇人见状哑然失笑 奶奶就是随便问问 你家里父母到底是做什么的都无所谓 顾家不缺钱 等你们结婚了 奶奶给你们足够你们生活的钱 奶奶 顾清诚不乐意了 我和这个小混蛋真的不是那种关系 再说了 人家是东山实业的董事长 有钱得很 用不着您给他钱 哦 小轩不是你的学生吗 他怎么会 哦 奶奶小看小轩了 没想到我的孙女婿这么厉害 妇人哈哈大笑 惹得周围的人纷纷侧目 奶奶 顾清诚不依跺脚 我擦 我竟然看到了顾大姐女人的一面 不容易啊 看来那个小子有一套 不但让顾大姐变成了真正的女人 还令奶奶这般喜爱 厉害厉害 众人见状意论纷纷 还别说 顾大姐变成女人 还是很漂亮的 一个小伙子抹撒着自己的下巴 感叹道 下一刻 他的周围十几米内空出了一片空白 小伙子尴尬了 环顾四周 郁闷地发现 周围所有人像看傻子似的 看着他 奶奶 还是直接去擂台赛吧 那里 估计都打翻天了 顾清诚实在是受不了周围人的目光了 夫人点了点头 脸上对于擂台赛 却很不以为然 反倒是顾清诚 很看重这个所谓的擂台赛 七拐八拐的 张轩隔着很远 就听到了有人交手和叫好的声音 张轩也好奇起来 擂台赛 他在地球的时候 只在电视上看过 现实中看擂台赛 还真是第一次 碰 刚走进院子 一个人就朝着他们方向跌落了过来 只见顾清诚一手伸出 轻轻地一拉 那人身上的力道 便被泄掉了 安安稳稳地站直了 那人鱼记未消 回头看到出手的是顾清诚之后 赶紧道谢 对方站在擂台上 见对手被扶稳了微微一正 他是故意想让顾家此人出球 所以出手没留余地 哎哟 这不是顾大娘吗 你终于出现了 我还以为你 吓得不敢出现了呢 他之所以出手很辣 便是为了逼迫顾清诚现身 如今见顾清诚终于现身了 脸上兴奋起来 小萱 跟我过来坐着 妇人亲切地拉着张萱的手 走到了顾家的阵营中 见妇人出现 顾家立即有人让出了座位 滚一边去 至于张萱 就没人让座了 妇人见到 立即对着身边的一个老者说道 老者一脸无奈 看向妇人 大嫂 我好歹也是顾家的一员啊 再说我的岁数在这 你给我留点面子啊 奶奶 我年轻 站着就好 张萱赶紧说 老者看样子 起码一百岁了 让一个一百岁的老爷爷给他让座 这不是折杀他吗 老者文言看向张萱的时候 目光和善了很多 没事 让他自己去抢别人的座位 老娘在这 哪里有他做的份 妇人十分霸道地说道 张萱咋舌 之前老顾说他奶奶很霸道 张萱还不相信 此刻相信了 孩子 过来 坐在奶奶的旁边 说完老者 看向张萱的时候 神色顿时变得祥和无比 老者 这脸转换的 要不要这么快啊 张萱苦笑 奶奶 我才二十岁 让这位爷爷让座 我会折兽的 我还是站着吧 顾家阵营中坐着的 起码都八九十岁了 就连老顾的父亲 来了之后 都没有坐的份 他如果坐下了 不知道要经受多少白眼了 奶奶 还是看比试吧 见夫人还想开口说话 张萱赶紧将众人的注意力 移到擂台上 碰 先前嚣张无比的那个人 被顾青城一脚踹了出去 狠狠地砸落在了地上 尘土瞬间飞扬而起 林家就这样的货色吗 就这样的话 还是别上来丢人现眼了 换个厉害的来 林无极呢 让他上来 顾青城叫嚣着 林家闻眼脸当时就黑了 都知道林无极出事了 顾青城提出来 明显就是想让他们难看的 林家 张萱不由自主地向着林家的阵营看去 正巧为首的那个老者也看了过来 两人的视线一碰即分 张萱断定此人的实力不弱 起码不弱于他 郑老疑惑不已 是他的错觉吗 为何从那个年轻人的身上 他察觉到了一股淡淡的威胁 继续 郑老并没有因为顾青城的话生气 而是平静地说道 接下来 林家前赴后继地 派出了十几个人出战 虽然每一次都是顾青城赢了 但是他一个人的体力毕竟有限 此刻顾青城的脸上 已经满是汗珠 这一下不但是顾家的人 其他世家的人 也察觉到林家不对劲了 这么不要脸的打法 他们还是第一次见到 郑老 林家这么做 是不是有些过了 另一方阵营中 一个老者恭敬地对着郑老抱拳 问道 郑老淡淡地扫了老者一眼 开口道 这是顾家的泪 不是你蒋家的 若是下一个泪主是我林家 你们也可以这般 我林家肯定毫无二话 郑老 众人无语了 这么不要脸的话 怎么会从一个德高望重的 武林民宿的嘴里说出来 规矩 无规矩不成方圆 继续 郑老淡淡地说道 林郑 你果然还是那么的不要脸 当年 你年轻的时候 便是我们当中脸皮最厚的 原本以为一百年过去了 岁月会将你的脸皮洗薄一点 没想到你 居然将功夫都练到了脸上 妇人冷冷冷地说道 张轩摇了摇头 林家的不要脸果然是与生俱来的 张雨婷 这是当初各大家族一起定下的规矩 我也是 在按规矩办事 你若是感觉不妥的话 可以退出这次名额的争夺 林郑淡淡地说道 张轩这才知道 妇人的名字为张雨婷 怪不得他从妇人的身上 感觉那么亲切 说不定他们五百年前是一家 别浪费时间了 还是我来吧 就在此时 一个穿着帽多衫的人 从林家的阵营中站了起来 车轮战术 终究是小数 蓝灯大雅之堂 即便是赢了 也会被人诟病 我编镇衫不屑这样的手段 要不是看在那十个亿的份上 当初你的人这么做 我早就干掉他们了 没有一点无者的热血 那人一边说着 一边将帽多掀开 露出了一张俊朗的面容 是无悔见边镇衫 真的是他 林家好无耻 边镇衫的出现 瞬间打破了周围的静谜 众人议论纷纷 看向林家的时候 眼神变了 这场擂台赛 是各大家族 共同举办的擂台赛 是为了接下来五年的利益分配 可是大家一直很克制 毕竟大家当年 都是共同作战过的战友 林家此举 已经彻底的撕破脸了 镇老很满意 边镇衫出现造成的轰动 这便是他不惜花费大价钱 也要请来边镇衫的原因 至于其他家族 对这件事的看法 他还需要介意吗 如今各大家族的联盟 已经名存实亡 大家全都各顾各得 而且 彼此之间 还有摩擦 比如 他林家和蒋家 就因为八级正宗 这个名头 挣了这么多年了 甚至为了这件事死过人 让他们还能像以前一样 可能吗 他已经预料到 接下来 林家可能会 不被各大家族待见 不过这次的彩头 林家太需要了 必须在其他家族 知道这件事之前 赢得奖品 郑老 虽然可以请外援 但是这边镇衫 好像不是年轻一代的天骄吧 有人质疑边镇衫的年龄 认为他没有资格 参加了一台赛 不错 边镇衫今年少说 也有四十多岁了 你让他参赛 假如这样的话 我们是不是也可以 派出家中的强者 林郑淡淡的一笑 好啊 可以 你们随便 边镇衫今年四十九岁 还有一个月才到五十岁 并没有违反规定 五十岁以下 你们可以随便派人 不过 这一次的泪主是顾家 你们想派 也只能下一次了 哈哈 林郑得意的大笑 然后看向张雨婷 开口道 雨婷牢骚子 你们顾家可以认输 其他各大家族 原本想要再说些什么 此刻反应过来 对啊 这又不关他们的事 他们操这个闲心干什么 这是顾家应该担心的 顾家众人脸色变得难看起来 边镇衫身高接近两米 整个人的身上散发着一股灵力的杀伐气息 这是因为他常年混迹于国外的雇佣圈里 这些年来整个世界的主流是和平 但是依然有大师被斩杀的消息传来 每一次大师的陨落都与这边镇衫有关 传言这边镇衫的实力早就超脱了大师的范畴 只不过他并没有做过一点对国家有利的事情 所以国家并没有颁给他大师证 这就是边镇衫吗 传言实力已经超脱大师 不知道真假 在国外 他的名号很响 好像叫无回见 这气势果然不同凡响 边镇衫的出现 立即引起了各大家族年轻一代的骚动 各大家族的年老一辈不怎么上网 所以对于边镇衫的强大并不是那么了解 但是他们这些年轻人 却是可以接触到国外的新闻 也是因为边镇衫的出现 使得大厦很多年轻高手 前往了国外参加雇佣军 想要混出名堂 名镇世界 各大家族中 那些岁数和边镇衫差不多的人 看着边镇衫的身影 眼神复杂 幸亏边镇衫不是家族出身 否则整个大厦所有家族众人 都将生活在此人的荣耀之下 边镇衫走到了擂台上 欣赏地看向顾清澄 小姑娘 你很不错 能在你这个年纪 将行一拳练到这般的炉火纯青 举世罕见 不过 你的这点实力 在我的面前还是不够看的 而且 你是女人 女人嘛 终究是要依附于强者的 不如你跟我 我保证会让你成为 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 张雨婷文言 眉头皱了起来 不但是她 其他的人也皱起了眉头 这里是顾家 边镇衫在顾家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调 系顾家的女人 这已经不简简单单的 是找死这么简单了 自从边镇衫出现后 张轩就一直紧盯着此人 边镇衫给她的感觉很古怪 这种气息 与各大家族的舞者 给她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这家伙 到底是怎么回事 张轩微微皱眉 这家伙身上的气息 看似和各大家族舞者相同 但是她能够清楚地感应到 在边镇衫的身上 还散发着另外一道 很特殊的气息 这时候 似乎察觉到了张轩的目光 边镇衫也转过头来 看向张轩 两人的视线交汇到了一起 张轩微微一笑 仔细地感应着对方的气息 想要找出哪个地方不对劲 边镇衫看了一会儿张轩 眼神瞬间变得漠然和冰冷 一个普通人罢了 还不值得她分心关注 她看向面容绝美的顾卿城 心头一阵火热 虽然她在国外 玩过各式各样的美女 但是想顾卿城 这般清纯与艳丽夹杂的 她还是第一次见到 这样的女人是极品 对于这样的女人 边镇衫不想就这么错过 至于顾家其他人会不会生气 她需要害怕吗 若是在以往 她面对顾家还需要担忧 可是如今 她是跟着林家进来的 除非顾家年轻一代 有人可以堂堂正正地击败她 你的心中可能不服 我给你机会 我给你半个小时的时间恢复 不用 直接开始吧 顾卿城不懈地看着边镇衫 五十岁的人 和他这个二十多岁的人比试 本来就是不要脸 还故作高深 这样的人就是伪君子 还不如张轩呢 那好 只要我赢了你 没等边镇衫话说完 顾卿城右脚猛地踏地 人若离弦之剑射向边镇衫 雷霆出手 虎行咆哮 顾卿城的动作很是训捷 希望可以打边镇衫一个措手不及 然而 他还是小瞧了边镇衫的反应速度 边镇衫能在外国创出偌大的名声 肯定是有真本事的 就在顾卿城的拳头 轰击到了边镇衫的胸口时 他动了 一把 准确无误地抓住了顾卿城的拳头 并且顺势往自己的怀里一带 放肆 看到这一幕 顾家的人怒了 当着这么多人掉 戏他们的人 找死 无耻 这里是顾家 此人这般放肆 这是仰仗着 他是跟着林家的人来的 顾家不会对他动手吗 看到边镇衫的举措 围观的人群情激愤 顾卿城眼中一阵慌乱 就在此时 就在所有人 以为他会被擒拿住的时候 只见顾卿城忽然变成了蛇形 肉身柔软至极 从边镇衫的手中挣脱了出来 同时双臂猛然劈出 碰 一声闷响 边镇衫眉头皱起 不由自主地向后退去 好 原来炮拳还能这么用 边镇衫慌乱过后 便瞬间镇定下来 侧身闪过 同时一个肘肌横击而去 顾卿城身化马行 铁桥锁 同时一甩腿 身体猛然间转动起来 整个人化身陀螺 向着边镇衫轰击而去 两人的动作越来越快 顾卿城的拳法胜在变化多端 不过都被边镇衫全部截下了 卿城节好厉害 这一次 他赢定了 那是自然 卿城节可是咱们顾家年轻一代第一人 边镇衫再厉害 也不过在外猖狂而已 今日过后 我顾家注定会扬名四海 顾家年轻一代开始振奋起来 恨不得立即跳舞欢呼 张轩却准备好了出手 顾卿城不是边镇衫的对手 他终于发现边镇衫哪里有问题了 边镇衫的动作很僵硬 他这不是自己真正的实力 好像是吃了什么提升速度的药似的 肉身强硬 反应敏捷 除此之外 打法毫无章法 不像顾卿城每一招每一事 都有迹可循 边镇衫一通乱打 只是他的速度太快了 反应太敏捷 所以不仔细看的话 真看不出来 这边镇衫的真实实力应该不强 否则顾卿城 可能连他的一招都戒不下来 没想到这个世界上 居然会有这等神器的药 若是这等神药被国家掌控 绝对可以批量弄出一大批的强者出来 不过可以将这个发现告诉石大哥 他肯定有兴趣 再说 这边镇衫是雇佣郡 手底下肯定有命案 只要抓到了他 肯定能问出什么来 想到这里 他直接拨通了石军的电话 喂 张老弟 啥事 石大哥 边镇衫的身上 有没有命案 边上的张雨婷 听到张轩这边的话愣了一下 看了一眼张轩 脸上露出了淡淡的笑意 然后看向擂台之上 海外无回见边镇衫 石军闻言一愣 有啊 这家伙是国际通缉犯 怎么了 在顾家呢 跟着邻家的人来的 有没有兴趣 且慢 老弟 边镇衫此人远不像他表面看上去那么简单 他的背后可能有一个势力 根本就不是孤狼 张轩闻言愣了一下 随即释然 没有势力的话 凭边镇衫一个人也搞不到那种药吧 丁 神级选择系统启动中 选项一 捉拿叛国贼林正军 奖励 宗师级气静 体制加武林 精神加武林 财富加一千亿 选项二 放走叛国贼林正军 奖励 宿主将获得缩头乌龟称号 财富富一万亿 备注 当宿主的财富值为负数时 宿主的寿命将被清零 卧槽 张轩吓了一跳 寿命清零 那不就是隔屁吗 这哪里是选择题啊 这是强迫他必须选择的一道题啊 再说了 他去哪里找到这个林正军 看这个姓氏 难道和林家有什么关系不成 鼓动 突兀的 张轩看向擂台上的边镇山 会不会为了验证心里的想法 张轩小声问道 石大哥 林家是不是有个人叫林正军 电话那边的石军 听到这个名字从张轩的嘴里说出来愣住了 他并没有回答张轩的问题 而是反问道 张兄弟 你告诉大哥 这个名字 你是从哪里听来的 嗯 张轩愣住了 听石军的语气 这个林正军 好像很不简单啊 林正军是林家当年最天才的人物 他在的时候 林家甚至将之比肩张家的张延道 十几年前 他们两个人闯出了北张南陵的称号 可惜这两个一个背叛了国家 而另一个 却死在了一场叛乱中 林正军为了保护我国研制的一种神秘药剂 被人斩杀了 就在此时 身边的张雨婷忽然开口说道 张延道 听到这个名字 不知道为何 张轩的心里咯噔一声 好像有什么被牵动了似的 或许是听到了这边张雨婷的声音 石军松了一口气 张兄弟 你是听雨婷老嫂子说的吗 老嫂子说的对 林正军当年是老子的好兄弟 可是 石军好像不愿意多提 继续说道 张延道和林正军 是老子维尔喜欢的家族中人 完全没有世家人的高傲 不过老弟 你为何突然这么问 死了 这怎么可能 系统都说了 是叛国贼林正军 系统什么时候出过错 看来那件事 并不像张雨婷和石军所说的那样 更大的可能是 林正军瞒过了所有人 成为了人们口中的大英雄 而林正军 将这一切都嫁祸给了张延道 必然是这样 那么 系统为何会忽然在这个时候 让他做出选择呢 纵观他穿越以来 每一次选择都是遇到了那个人 系统触发之后 才会让他做出选择 看来这林正军肯定就在这里 张萱的眼睛四处看着 石大哥 如果我说 这林正军很有可能没死呢 什么 这一次 不但是石军 就连身边的张雨婷 也等大了眼睛看向张萱 孩子 你快说说 你为什么会这么说 张雨婷死死地盯着张萱 似乎想要看出什么 张老弟 你为什么会这么说 张萱并没有回答 而是环顾四周 系统从未出错 那么这些人当中 哪个人是林正军呢 奶奶 边镇山出名 是在林正军死之前 还是死之后 他疑惑地问道 因为刚才张雨婷的话中 他提到了要记这个词 联想到他在边镇山身上 察觉到那种神秘的气息 这林正军 会不会就是边镇山呢 张雨婷文言一正 然后苦笑道 边镇山此人成名 虽然是近几年的事情 但是他很早就出国混了 当年那场变故发生的时候 边镇山正在国外刺杀一国的大员 那一战也是边镇山的成名战 边镇山和林正军 不可能是同一个人 张宣文言 愣住了 是他猜错了吗 就在此时 顾清成一朝不慎 被边镇山一拳击中了肩膀 身体失去了平衡 边镇山眼神冷峻 紧抓这一瞬间 悍然出手 碰 他再出一脚 踹到了顾清成的胸口 将顾清成从擂台上踹了下来 边镇山并没有停手的意思 而是从擂台上跟了下来 欲将顾清成擒拿 放肆 张雨婷大怒 一掌猛地挥出 一道气浪一会儿过 轰向边镇山 这时 张宣愣住了 他还是第一次看到气浪 虚空中甚至出现了暴鸣之声 老嫂子 这是小辈的较量 你出手就不合适了 镇老忽然出手了 同样是一拳迎来 当着我们的 面对清成出手 找死 顾清成的二叔看到这一幕 再也忍不住了 一个纵月出现在边镇山的面前 他的面色凝重 一拳轰出 毫不留情 边镇山却是面无表情 对于顾二叔的出手 他的脸上 甚至露出了轻蔑的笑 看到这一幕 顾二叔哪里还忍得住 再怎么说 他在大厦 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走到哪里 都会受人推崇 何时被人如此的蔑视过 其他各大家族一片安静 淡漠地看着眼前的一切 毕竟这件事情 与他们无关 顾二叔的速度快到了极致 他看得出来 顾清成书就输在速度不够 而边镇山除了速度 和肉身强度之外 对于武功技法一窍不通 亦或者边镇山想隐藏什么 并没有使出自己的武功 碰 顾二叔的速度已经够快了 然而还是被边镇山挡了下来 一声闷响过后 两人各自向后退了十几米 顾二叔冷哼一声 速度再次加快 但令众人没有想到的是 刚才依然不是边镇山的极限 顾二叔所有的招式 居然被他全部完美地接了下来 不过短短的几秒钟 两人就相互出招拆招几十个回合 但是众人看得清楚 顾二叔败退下来 不过是迟早的事情 他已经全力以赴 而边镇山却依旧显得游刃有余 果然 在十几招之后 边镇山寻了顾二叔一个破绽 一拳轰出 将顾二叔打得倒飞了出去 这一下各大家族 看一下边镇山的目光 变得凝重起来 边镇山的实力 让他们感到忌惮 虽然此刻头疼的是顾家 但谁知道 下一次擂台赛 会不会轮到他们头疼 见顾倾城 被边镇山从擂台上打落下来 张轩一个揽乐手 将顾倾城身上的力量 卸去之后 将他扶稳 不过此刻 所有人的目光 都被顾二叔和边镇山 两人吸引了过去 并没有人注意到这一点 边镇山的这一脚极重 顾倾城受了内伤 脸色难看到了极致 张轩 这次看来 需要你出手了 顾倾城虽然是顾家年轻一代 但是他的实力 与二叔相比 也弱不了多少 二叔败退下来 是迟早的事情 现场唯有张轩 有实力击败边镇山 张轩知道事情的重要性 此刻不是开玩笑的时候 点头答应了下来 见张轩答应了下来 顾倾城松了一口气 张轩害怕别人听到打草惊蛇 用微信告诉石军和胡四千 边镇山有极大的可能是林郑军 石军的电话立即打了进来 看得出来他很急切 张轩皱眉挂断了电话 就在此时 顾二叔果然被轰飞了下来 张轩注意到 边镇山双眼赤红 明显是萌生了杀意 一步迈出 紧随而来 看他的样子 仿佛欲将顾二叔干掉 望着轰击而来的边镇山 张轩不再等待 一步迈出 身体呼啸 对着边镇山撞了过去 叮 检测到宿主做出了选择 奖励发放中 宗师及气静 体质加武林 精神加武林 财富加一千亿 就在张轩出手的那一刻 脑海中忽然涌现很多很多知识 而他也在这一瞬间 便确定了一件事 边镇山便是叛国贼林郑军 这就有的看了 林家居然有人背叛了国家 而且 林家还将他喊了回来 将一个叛国贼喊回来 这说明 林家和对方的联系从未间断 这说明了什么 碰 一声闷响 张轩和边镇山两人撞到了一起 然后各自退了一步 张轩只觉体内气血翻涌 他错愕地看向林郑军 这林郑军体内的力量 居然和他不相上下 这还是他第一次碰到 与他在力量上 可以一较高下的人 殊不知 此刻对面的林郑军 心中更加的震撼 自从他注入了强化药剂之后 他还从未遇到过 可以在肉身力量上 可以和他一较高下之人 他正正地看着张轩 周围的人也被这一幕给震撼到了 尤其是顾家的人 刚才他们就陪在张轩的身边 他们很确定 张轩明明就是一个普通人 体内没有一点力量 细皮嫩肉的 在他们看来 顾清诚相中了张轩 肯定是看中了他的帅气 然而他们万万没有想到 张轩的肉身力量 居然这般强大 这一次 即便是张雨婷 也有些呆乐 随即哈哈大笑 不愧是我孙女看中的男人 林郑军紧盯着张轩 一瞬之间 张轩的身影 出现在了林郑军的面前 小声喊道 林郑军 林郑军的脸色一变 玄机脸色变得淡然 仿佛不知道 这三个字 到底代表着什么含义 但是那一刹那的时间 张轩足以断定 或者说 他早就断定了 系统从未出过错 只不过林郑军的神色变化 让张轩更加的断定这件事而已 炮拳 碰 虚空一声闷响 张轩一拳轰出 林郑军眼中闪过一抹狠力 一股杀意生腾而起 另一边 张雨婷和林郑狠狠地对了一掌 林郑脸色一变 整个人倒飞了出去 而张雨婷的脸色也变得苍白 这一掌两人居然平分秋色 就在此时 他们见到了张轩和边镇山的对决 张雨婷的眼中 冒出了一抹金光 然后不再出手 看向林郑的眸光中 满是细血之色 林郑皱眉 张轩的出现 彻底地打破了他的计划 他看向林郑军 问道 如何 林郑军并没有回答林郑的话 而是紧盯着张轩 下一刻 他忽然动了 速度快到了极致 地面都被他踩出了一个脚印 见两人要再一次硬碰硬 顾卿城看向张轩的目光 变得担忧起来 这是哪里蹦出来的一个小子 实力居然这么强悍 和边镇山不相上下 难道是顾家藏起来的绝世天骄不成 观战的人 惊叹道 顾家人看到张轩这般生猛 惊讶地张大了嘴巴 林郑军冲了过来 一拳轰击而出 张轩避开 这一次没有硬碰 侧身一臂 擦着林郑军的拳头 他的拳头猛地砸出 林郑军见状拳头一扫 张轩低头避过 同时一记扫堂腿 碰 踢到了擂台上的一根石柱 石柱瞬间碎掉了 可见张轩这一腿 是多么的重 如果是普通人被扫到 肯定非死即伤 哇 空气中传来爆鸣声 林郑军跃至空中 同时双腿踢出 力量强悍无比 他出腿迅猛无比 简直和铁边一样 张轩再次避开 身体猛地向后退去 在他面前的空气陡然炸裂 好像炸弹爆炸了一样 他的眼睛直了 这样的场景 以前只在电视中见过 现实中何曾见识过 林郑军落地 张轩趁他身体没有站稳 一掌轰出 突兀的 体内好像有什么被调动了 一股神秘的力量 忽然从丹田中爆发出来 啪 虚空乍响 好像虚空被搅动了 一道气芒忽然出现 恍若力剑射向林郑军 虽然还很弱 但是和张雨婷刚才的气浪有些类似 什么 这是 以利化气 此人到底是谁 我大厦年轻一代 何时出现了这么一位 看到这一幕 各大家族的人 再也不能淡定了 张雨婷和林郑两人 更是震撼地站了起来 顾青城不由自主地捂住了自己的嘴巴 那道气芒 瞬间轰击到了林郑军的胸口 吼 林郑军痛吼出声 这一声 吼根本不似人声 像极了重伤的野兽 这道气芒将他轰飞了出去 人还在空中 一道雪剑便喷射了出来 张轩也愣了一下 随即便明白过来 这便是宗师及气静了 不过此刻不是他发呆的时候 张轩无谓 主动出击 林郑军的脸色变了 眼中胸光闪烁 他伸手将背上的那个包裹拿了起来 单手轻轻一颤 包裹瞬间碎成了布条 一把剑出现 青城姐 你的男朋友是哪个家族的弟子 好厉害 一个咬着奶嘴的小娃娃 摇摇晃晃地走了过来 好奇地看着张轩 问道 顾青城本来想抱着这乱说话的人一顿 看到身边的小萝卜头 他眼中的怒气便成了无奈 小奶奶 你怎么出来了 小奶奶转身伸手指向顾家人群中的几个人 奶生奶气地说道 几个哥哥让奶奶过来问青城姐问题啊 他们自己不敢过来 说害怕自己会挨揍 他们没有勇气 奶奶有勇气 奶奶不怕青城姐交 奶奶爱青城姐姐 顾青城冷冷地看向那些人 看到自己被这么轻易地出卖了 那些人傻眼了 青城姐 你的男朋友是哪个家族的弟子 好厉害 奶奶好奇地看着顾青城 其他人也眼巴巴地看着 他们崇拜地看着张轩 太牛掰了 以利化气啊 即便是他们顾家也没有多少人领悟出来 没想到 他们居然在一个年轻人的身上看到了这令人震撼的一幕 他不是姐姐的男朋友 顾青城小声纠正小楠楠 哦 对不起 那青城姐姐的男朋友是哪个家族的人啊 小楠楠诚恳地道歉 然后再次问道 顾青城 无语了 他早就猜到了带着张轩来这边会是一个这样的局面 不过此刻 顾青城已经没有心思关注这个了 他震撼地看向张轩 以利化气 张轩是怎么做到的 不行 等会儿 老娘一定要问出来 顾青城的实力已经卡在这个瓶颈三年了 只要突破便可做到以利化气 气境外放 顾青城心中的想法 张轩就不知道了 他和林郑军两人站到了一起 空中响声秘笈 八级拳和行翼拳各种精妙的招式在他的手中一一呈现 周围静谜无声 所有人都死死地盯着交手的双方 这一次的擂台赛水平远超以往 以前的时候 各大家族的长者看到擂台上的小辈较量 会忍不住点评一番 可是如今擂台上的两人实力在他们之上 他们只有学习的份 根本就没有资格点评 郑老 林家众人担忧地看着擂台上 如今他们将顾家得罪死了 若是最后的结果是失败 他们林家将成为大厦的笑话 林郑脸色难看地看着场中两人 谁也不知道 他缩近袖口的拳头已经握紧了 他看向张轩震撼的同时 心中冒出了杀意 张轩的出现 将他的计划彻底地打破了 更重要的是 林郑军的身份绝对不能暴露 但是张轩一直纠缠下去 郑老也不能保证 林郑军可以忍住不施斩出属于他们林家的八级拳 手持宝剑的林郑军实力大增 一时之间张轩被紧紧逼退 不过一阵手忙脚乱后 张轩应对得越发的娴熟 紧张的心情也渐渐地放松下来 吃 忽然间 张轩双手划刀猛地斩出 两刀气芒在空中划过 恍若两条电蛇出现 林郑军脸色巨变 郑老看到这一幕暗道不好 只见林郑军身体一滑 脚下好像穿了溜冰鞋 整个人一闪而过 精准而凌厉 这是林家的八级剑术 各大家族的人看到这一幕 再一次震撼地站了起来 碰 宝剑和气芒碰撞到了一起 虚空暴明 林郑军脸色变了 脸色一阵急速地变换 就在此时 另一道气芒穿过了他的宝剑 击中了胸口 瞬间将之击穿 带起一道血剑 我们认输 看到张轩还欲出手 郑老再也不敢等下去了 连忙开口喊道 他想法挺好 想要立刻带着林郑军离开 并秘密安排林郑军离开大厦 但是他注定是要失望了 张轩已经确定了 边震山便是林郑军 怎么可能放任这个叛国贼离开 这一刻 他浩荡的精神力透体而出 周围的时间好像变慢了 张轩一个闪身 来到了林郑军的身前 双手抓住了他的两条胳膊 猛的一转 咔嚓 众人的神色变了 放肆 你敢破坏我们的规矩 找死 朕老冷漠而无情 胸腔中带着一股杀意 一拳砸了下来 一道更加狂暴的气盲 轰响张轩 这里是我顾家 林郑 你是不是以为老娘死了 看到林郑出手 张雨婷再也别忍不住了 左脚抬起 人弹射而出 老家伙 你真当小爷的脾气好 张轩也怒了 这老不死的居然偷袭他 几乎在张雨婷出手的同一时间 张轩的身影如同囚龙一般一闪而至 一股浩荡的精神力透体而出 将林郑锁定了 张雨婷一挥手 同样是一道气盲划过 穿破虚空 咚 下一刻 所有人都惊悚起来 无比的骇然 虚空中两道气盲碰撞到了一起 一道道水波纹陡然弥漫开来 那道道涟漪 却散发着令人惊惧的气息 有强者感受了一下 脸色瞬间变了 若是他碰到这股涟漪的话 必死无疑 这仅仅是强者交手的余波呀 他们感叹 即便是各大家族的后辈 也是第一次见识到这等强者的交手 这也太恐怖了 两位强者好像化身电视剧中的武林高手 可以短暂地踏空 甚至可以腾越到二十几米的高空 各大家族的强者觉得心头沉重 两位强者就好像两座大山压在了他们的头上 这才是真正的大师啊 有人感叹道 曾经 大师是一个境界 只有武者做到了以利化气境界时 才有资格被人称呼为大师 大厦建国后 大师逐渐变成了一个称谓 算是一个链接证 符合武林的办官 方植物 并不一定非要你修炼到以利化气的境界 若非今天见到张轩的气境 他们几乎都忘记了这一点 碰 张轩的气境和林郑的拳头碰撞到了一起 发出一声闷响 气盲化形 居然变成了一个拳头的样子 对着张轩轰击而来 张宇婷挥秀将那道气盲挥散了 两人同时挥秀 气盲再次碰撞到了一起 张轩皱眉 他能感应到自己和两位强者之间的差距 自己想出力 却力有未待 就在此时 一阵直升飞机的轰鸣声 从远处传来 住手 直升机落下 石军的声音远远地传来 张宇婷眉头一皱 玄机洒然一笑停下手来 一旁的林郑却是脸色一变 暗中示意林家的人将林郑军带走 张轩早就提防林家会有这一手 站在林郑军的身边 一脚将已经重伤昏迷的林郑军踩在了脚下 小子 你想死 林郑眼中的杀意已经毫不掩饰 我好像并没有招惹到你吧 嘴巴放干净点 张轩脸上布满了笑意 说出来的话 却令周围的人变了脸色 尤其是林家众人 小子 抬起你的脚 边阵山是我林家请来的帮手 各大家族举行类台赛 不能伤及对方的性命 这是底线 你是顾家请来的 应当知道这一点 林家一个老者怒瞪着张轩 说道 小子 老老实实地跪在那里 请求我的原谅 我或许可以饶你一面 林郑牢牢地将张轩锁定了 思维迅速地转动 发觉并没有任何的不妥 这才悄悄地松了一口气 林郑军有着边阵山这一身份 尽管边阵山是国际通缉犯 但是并没有在大厦犯过什么事情 有他在 有林家的面子在 相信大厦的有关部门 不会强留林郑军 是石军来了 各大家族对石军的到来态度 各不相同 有的人脸上露出了微笑 而有的人却是皱眉不已 显然很不喜欢有关部门 老实 你怎么来了 顾二叔见到石军 迎了上去 两个人拥抱了一下 林郑皱眉看向石军 眼底深处流露着不屑 冷声说道 这是我各大世家的事情 你有关部门也想掺和进来吗 我记得当初国家可是答应我们 给予我们绝对的自主权 石军对着林郑 呵呵一笑 哎呦 这不是朕老吗 您的命真长 太想你了 每一次见面都想和您合个影 总是害怕下一次见不到您了 说着 石军忽然对着身边的顾二叔 小声嘀咕了一句 马德 真的是好人不偿命 祸害一千年 老不死的 还特么的不死 只不过 这嘀咕的声音真大 方圆十几米以内的人 全都听到了 噗痴 张轩忍不住了 给石军竖了一根大拇指 牛掰啊 其他各大世家的年轻人 也是别人的难受 石军 你特么的什么意思啊 林家有人怒吼道 去你马德 老子最讨厌满嘴喷粪 说话不文明的人 你特么的 要是再骂老子一句 老子就干掉你 那人的话音刚落 石军直接咆哮道 张轩 石军一直以来给他的印象都是豪爽 没想到 他居然还有这般霸道的一面 你 那被骂的林家人 被气得说不出话来了 你自己骂骂咧咧的 有何颜面嫌弃别人辱骂你 林郑怒瞪着石军 一副随时都会出手的样子 但是张轩看得出来 这林郑明显在忌惮什么 并不敢真的出手 我不要脸啊 所以我能骂人 我是市井小平民出身 可不像你们这般出身高贵 身体里面流淌的 都是高贵种族的血脉 你们都是文化人 怎么能自甘堕落 和我比呢 张轩无语了 能将自己不要脸说的 这般清新脱俗 石大哥绝对是古今以来第一人 碰 就在此时 张雨婷一巴掌 打在了石军的脑袋上 给老娘收连点 少骂骂咧咧的 这里还有孩子呢 你想教坏我家的南南 石爷爷 抱抱 南南想你 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小萝卜头 从人群中挤了进来 对着石军展开双臂 哎呦 小南南 石爷爷也想你了 哈哈 石军将孩子抱了起来 眼中满是宠溺 小宝宝真可爱 南南 等你十夜回家努力一把 多和你奶奶 呸 我也要生一个 你这样可爱的宝宝 张轩 周围所有人 石军看向张轩 张兄弟 林郑军呢 此言一出 全场哗然 所有人呆乐地 看向石军和张轩 林郑军 这是一个多么久远的名字 谁也没有想到 石军会在这个时候提出来 林郑文言 脸色瞬间变了 没有任何的犹豫 一拳轰向张轩 碰 一声闷响 火光四射 好像有什么打在了林郑的手上 林郑的脸色巨变 环顾四周 谨慎戒备着 哗啦啦 她的身边空出来一大片的空白地带 众人错愕地 看着眼前的一幕 谁也没有料到 事情怎么突然就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狙击枪 暗中有可狙杀大师的狙击手在 一些心中有鬼的人 脸色难看 戒备四周 当然 也有一些人细血地看着林郑众人 狙击手对林郑出手了 这说明 林郑肯定是干了一些令国家不喜的事情 如今石军来了 必然是掌握了一些什么情况 所以才会这般强势 并没有理会周围其他人的想法 石军冷冷地看向林郑 与其平静地说道 林郑 老子给你面子 喊你一声震老 别特么地给脸不要脸 你这些年来做过什么事情 自己心里清楚 国家看在林郑先辈的面子上 已经给你足够的荣耀 如果你要是再不识去 小心老子 灭了你林郑 哄 听到石军这么说 众人更加断定了一件事 国家真的掌握了林郑的一些事情 今天弄不好 国家会清算这件事 联想到刚才边镇山 在关键时刻施展出来了林郑的八级剑术 一些人想通了什么 看向林郑的目光变了 一时间 现场的气氛变得诡异起来 所有人的目光 都凝聚到了林郑的身上 被石军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呵斥 感受到几百道目光 凝聚到了自己的身上 林郑的心中怒火 升腾到了极限 但是他不敢动手 如今的大厦 已经不再是那个凛弱的大厦了 面对大师境界的武者 照样有应对之法 更何况石军来到之后 便三番两次的主动挑 信 绝对是早有准备 甚至 林郑看向倒地昏迷的边镇山 难道 国家真的知道了 若是如此的话 今天这件事不好收场了 林郑怒瞪着石军 冰冷地说道 石军 你最好把话说清楚了 我等为大厦的安危 付出过自己的性命 我等是大厦的功臣 不是你的罪人 他现在只能猜测 国家手里并没有实质性的证据 否则以国家的手段 此刻林家早就不复存在了 当年的张家便是先例 那可是强大无比的张家 十个林家家在一起 也不是张家的对手 但是张家还是被国家灭掉了 一夜之间整个张家只剩下了大猫小猫三两只 大家只知道是国家出手了 但是国家是怎么做的 谁也不知道 后来可杀大师的狙击枪出现 也证实了大家心中的猜测 石兄弟 到底是怎么回事 有人和石军的关系不错 和林家的关系也很好 如今见双方针对起来 出面做这个和事老 石军冷冷地看了一眼林郑 然后在众人的目光注视下 走到了张轩的身边 张兄弟 你能确定 石军小声地问道 确定 张轩很肯定地说道 系统从未出错 边镇山肯定是林郑军无疑 有证据吗 石大哥 你那里应该有林郑军的DNA吧 将边镇山带回去一眼 不就真相大白了 石军文言 脸顿是黑了 张兄弟 被你坑死了 你没有证据啊 没有啊 所以我给你抓到了人 你带回去不就知道了 张轩一脸无辜 他可没让石军过来 就将林郑给得罪得死死的 边镇山是国际通缉犯 有关部门抓回去 没有人会怀疑什么 因为这本来就是有关部门的工作 回去之后 悄悄地做鉴定 有证据了 再动手也不迟啊 噗 石军要吐血了 这特么的 好尴尬啊 仔细一想 张轩的办法很稳妥呀 可是他还以为张轩有了实质性的证据呢 本来就对张大哥心怀愧疚 所以来了 就对上林郑了 这下好了 打草惊蛇了 大家顺着石军的举动 将目光定在了张轩的身上 一瞬间 大家明白了 石军之所以这么做 肯定与张轩有关系 林家众人看向张轩的目光变了 张轩 马德 这与他有什么关系 不过也无所谓了 反正他和林家之间的关系 本来就不咋地 杀了林家的几个所谓的大师 林家后面会无动于衷 本来他还在疑惑 他干掉了林家的几个人 林家为何没有动静 来到这里他知道了 原来林家 是有更加重要的事情 估计这件事完了之后 林家腾出手来 就会来对付他了 想到这里 张轩更加不在意了 既然本就是不可调和的矛盾 也就无所谓再加一件了 林震 你不会不知道边镇山的身份吧 国际通缉犯 你林家的胆子好大 居然敢和这样的人来往 要不是我们这边的人发现他 你们林家 是不是还要偷偷地将他送出境 石军怒瞪着林震 冷冷地说道 林家众人闻言 松了一口气 原来是因为边镇山国际通缉犯的身份 他们刚才真的以为石军的出现 是因为发现了什么呢 什么 他是边镇山 这个该死的东西 他告诉我 他是一个普通的权士 林震说着 忽然动了 一个藤月出现在了昏迷的林正军身边 一脚踩了下去 老爷子 好歹也是帮助你林家出手的人 你就这么无情无义吗 张轩说着 身体猛地撞了过去 恍若一头来自远古的蛮兽 林震看到张轩出现 心头怒火之圣 对张轩 他的心中早就生出了杀意 如今见张轩主动送上门 自然不想放过这么好的机会 见张轩施展的是八级拳 林震眼底深处流入着不屑之色 在他面前施展八级拳 这不是半门弄斧吗 面对着撞过来的张轩 林震双脚牢牢地抓在地面上 同时一拳轰出 张兄弟 石军大惊 砰 一道火光急事而来 林震面色微变 手中多了一把匕首 猛地对着火光射去 拒势不减 杀想张轩 众人错愕了 林震居然冒着受伤的风险 也要干掉张轩 张轩愣了一下 玄机想明白了一些事情 看来有关部门当中 有林家安排的人 再加上刚才石军 对他的称呼和态度 林震猜出了他的身份 面对汹涌袭来的林震 张轩平静下来 忽然 周围的一切都慢了下来 张轩冷笑 举拳便欲轰向林震 这是他的保命手段 事后肯定会头疼好一阵 不过和此刻的生命危险相比 那点疼痛就不算什么了 林震好像察觉到了什么 眉头紧皱 几乎在张轩出拳的那一瞬间 一股剧烈的疼痛从脑海中传来 这股疼痛使得他全身冒出了冷汗 精神出现了一刹那的恍惚 使得原本轰向林震 脑袋的拳头偏了一下位置 打在了林震的胸口 碰 一声闷响 林震的拳头也轰击到了张轩的胸口上 两个人同时倒飞了出去 砸落在地 溅起了漫天的尘土 众人呆呆地望着这一切 眼中尽是不敢置信神色 张轩和郑老硬碰硬 居然不落下风 这怎么可能 虽然不想相信 但是发生在眼前的一切 却让他们不得不相信 石军的心里直骂娘 张兄弟太牛逼了 他面对林震 之所以敢这般嚣张 那是建立在他的背后 站着国家的基础上的 这一点个大家族都知道 不敢动他 所以他才会这般有恃无恐 张轩虽然是有关部门的顾问 地位也不低 可是这一点还没有多少人知道 今日过后 张兄弟怕是要出名了 和林震硬抗一拳 平分秋色 仅凭这一点 张轩就足以让有关部门里的 那些人闭嘴了 他和胡四千回去后 有人知道了 他们给了张轩有关部门 顾问的证件后 对着他们进行问责 说张轩不过是一个大学生 有点实力 但是绝对不足以担任 有关部门的顾问一职 今天这件事传回去 他倒要看看那些人 谁还敢闭闭 张轩感觉自己的脑袋快要炸了 他强忍着站了起来 双眸因为剧烈的疼痛 而变得赤红 反噬 这应该就是精神力使用过度 反噬了 林震 好强大的实力 上一次和流星同步 张轩都没感觉到这么疼痛 而和林震同步却反噬了 这林震的速度比流星还要快 那肯定不可能 张轩知道 自己对于精神力如何使用 根本一窍不通 若是知道了 应该就不至于如此了 他不知道 对面的林震 心中比他还要震撼 就在刚刚的那一秒 不知道是不是他的错觉 他总感觉发生了一件 他不知道的事情 刚才的那一幕 实在是太诡异了 他甚至感觉威胁到了他的性命 林震震撼地看着张轩 眼中满是狐疑和忌惮 满场接济 众人呆呆地看着眼前的一切 刚才 张雨婷震撼地看向张轩 眼中金光闪烁 是他的错觉吗 为何刚才那一瞬间的感觉 他好像以前经历过 一步迈出 来到了张轩的身边 将张轩和昏迷的林震军 保护了起来 郑宇出手再次试探的林震 见状皱眉 冷声道 国际通缉犯 人人得以诛之 我林家被欺骗 如今愿意出手将之击杀 你为何要出手护着他 滚一边去 张雨婷怒斥道 你想杀人灭口吗 谁知道 你是不是真的不知道 边镇山的身份 刚才边镇山自爆家门的时候 也没见你多么的惊讶 够了 边镇山 我要带走 除了国家 谁也无权对其审判 石军握紧了拳头 就在林震对张轩出手的那一瞬间 他也明白了一些事情 心中杀意生疼 居然有人吃里扒外 回去了 一定要将此人揪出来 既然入了国家的部门 吃着国家的饭 却得家族办事情 这样的人 该死 这几年来 他们已经清理出去一批了 没想到 还是有漏网之余存在 同时 对于林震这个老不死 石军更加的忌惮了 狙击枪对其威胁 居然远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 回去之后 一定要将这件事禀告上去 林震还不是林家最强大之人 若是换成最强大的那个呢 狙击枪对其还有影响吗 对于这一点 石军以前很自信 但是此刻 见识过林震的实力后 他怀疑起来 他记得当年张大哥 在有关部门的时候 就对他说过 国家研究的方向错了 国家应该加大对国术的研究 对人体潜力开发的研究 但是所有人都对张大哥的这句话 嗤之以鼻 认为热武器 才是未来的发展方向 后来 发生了那件事之后 众人对张大哥所说的 更是持全面否定态度 非但如此 还加大了对于热武器的研究 后来世界的整体实力 果然在迅猛地发展 他对于国家的政策 还是肯定的 可是在这一刻 他却不是那么肯定了 姐 姐夫好厉害 小男男长大了嘴巴 乃声乃气地嘀咕道 好强大的实力 年轻一代 当以此人为尊 林家的运气真特么的好 这样的一件宝贝 居然被发现了 各大家族的人 震撼于林郑的实力强大之余 对张轩的实力 也很是震撼不已 林郑强大 那是应该的 他的年龄摆在那里呢 众人虽然震撼 但是很容易就接受了 可是张轩的样子 看上去最多二十多岁 就已经这般强大了 若是给他时间的话 这一代 谁还是张轩的对手 我们走 林郑狠狠地瞪着张轩和实军 冷哼一声 转身带着林家的人离开了 今天原本应该是林家 最耀眼的时刻 收获最大的时刻 却因为张轩的出现 弄成了一地的鸡毛 而且 他回去之后 还要想办法将林郑军弄死 否则那件事 迟早会有爆发的一天 他林家虽然强大 但是远远没有强大到 无视国家的程度 今日过后 有关部门肯定会彻底地自查 他们的人很快就会被清除出来 他想要动手的话 必须赶紧了 我想起来 他是谁了 他是张轩 忽然 林家队伍中一个年轻人 咬着牙底吼道 林郑文言停滞了一下 旋即向前继续走去 你就是张轩 林家众人看着张轩 平静地问道 他们的语气很平静 但却给了人一种 火山即将爆发的感觉 我就是张轩 张轩脸上布满了笑容 你很好 期待与你的下一次见面 林家众人握紧了拳头 转身向外走去 没走出一步 地面留下一个脚印 众人瞠目结舌 有些猛逼地看着张轩 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 那些知道林家几个大师 被斩杀这件事的人 正正地看着张轩 他们之前还在奇怪 到底是谁这样牛掰 敢捋林家的胡须 这是活得不耐烦啊 没想到那件事 也是张轩做的 看来张轩和林家之间的矛盾 已经彻底地成了死结 没有人看好张轩 因为林家的势力真的太大了 比人们想象中的 要大得多得多 这么多年以来 得罪了林家的 就没有一个友好下场 除非张轩成为顾家的人 否则张轩肯定会死得很难看 对了 有一件事我要告诉大家 张兄弟已经成为 我东山有关部门的顾问 希望大家以后碰到了 能够力所能及地给予帮助 石军开口说道 话音落下 众人愣了一下 看向林家众人的目光 变得戏谑起来 哈哈 好说 以后张兄弟有事的话 尽管言语 我蒋家必然全力相助 我陈家也会鼎力相助的 我胡家也是如此 之前 张轩得罪了林家 虽然张轩的实力很强 但是他们 不敢冒着得罪林家的风险 教好张轩 如今不一样了 张轩是有关部门的人 林家敢动手吗 林郑文言 脚步再次停滞了一下 玄机装作 什么都没有发生的样子离开了 林家离开了 众人对张轩更加的热情了 谁都看得出来 张轩在未来 必然会成为一颗冉冉升起的星星 这个时候不与之交好 还等什么 至于擂台赛 有张轩在 谁还关心那玩意儿 本来除了林家 就没有人关心擂台赛的事情 若非林家坚持 大家都打算抓就决定了 态度转变最大的挡住顾清城的父亲了 抓着张轩的手 一口一个好女婿的喊着 张轩想要解释 但是每一次都被老顾给制止了 张轩无语 看来他成为老顾的挡箭牌了 老顾 记得你欠我一个人情 顾清城文言乃凶乃凶地瞪了张轩一眼 咬着牙说道 老娘记住了 至于是记住了人情 还是记仇 那就两说了 可恶的小子 忒精明了 不就是拿他当一次挡箭牌吗 凭他的相貌 想当他挡箭牌的男人有的事 结果这家伙居然说他欠他人情 看到顾清城咬牙切齿的模样 张轩心情格外愉悦 看到张轩的样子 顾清城郁闷了 这个混蛋 此刻心里估计在笑话他 想到这里 顾清城一把抓住了张轩腰间的软 肉 然后 张轩腾的面容扭曲到了一起 老顾这一招 越发的炉火纯青了 不用修炼 就是宗师级别 他完全可以凭着这一招 开宗立派了 哇 清城姐 你宁减缝 就在此时 小楠楠的声音 忽然将众人的目光 凝聚到了这里 刷 顾清城的小脸更红了 楠楠 你别乱说 顾清城此刻 恨不得从地上 找一条地缝钻进去 被这么多人看到 太丢人了 我才没有乱说 我看到你宁姐夫了 小楠楠嘟着嘴巴 宝石般的大眼睛 眨巴眨巴 她明明看到了 为什么清城姐姐 这么喜欢睁着眼睛说瞎话呢 哈哈 小楠楠的话 顿时引来周围 一阵善意的微笑 好女婿啊 你家是哪里的 改天将你的爸妈喊来 我们两边的家长见一见面 然后讨论一下 你们结婚的日期 顾延明走过来 对着张轩大声说道 看向张轩的时候 眼中满是欣赏 好像之前那个 对张轩横眉冷对的人 不是他一般 一架直升飞机上 林震攥紧了拳头 脸上青筋抱起 眼中的怒火生疼 震了 别说了 林震闭上了眼睛 脸上满是不甘和争鸣 过了一会儿 她睁开了眼睛 去查啊 我要张轩和她家人的全部资料 我不相信 一个普通人会突然学会武术 她的背后肯定有人 林震的眼中冒出了金光 之前的那种感觉 她想起来了 当年 有一个人在与人交手的时候 也会给人这种奇怪的感觉 就好像身边的时间 流速减缓了似的 而那个人 姓张 张轩 也姓张 这二者之间 是不是有什么关联呢 如果张轩真的与那个人 有关联的话 那么这一切 都有了一个合理的解释 对方是来复仇的 忽然 林震想到了另一种可能性 那个人 如果没死呢 想到这里 林震的双眼陡然暴争 身体不由自主地打了一个寒战 那是一个令她从心底感到畏惧的人 如果那个人没死的话 林家就要完蛋了 记住了 如果 查到了张轩和张家人有关的话 不要打草惊蛇 张家 听到震老的话 林家众人疑惑了 这件事 怎么又牵扯到张家了 再说了 就算和张家有关又能如何 他们用得着害怕吗 如今的张家早就不复以往 大猫小猫三两只 他们随随便便就能灭掉 林震看到族人的样子 就知道他们心中的想法 他并没有解释 如果讲出来 恐怕会引起恐慌 如今林家最重要的就是稳定 派出死士 将边镇山救出来 如果实在救不出来的话 那么就将他干掉 他神色平静地下着命令 知道林正军身份的人 飞机上只有他一个 说完之后 林正的心在滴血 林正军可是林家最具天赋的一代 如果不是万不得已 他真的不想将林正军干掉 要知道 林正军可是林家很重要的一张牌 一旦林正军死掉了 林家承受的损失 将是无可估量的 可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林正军的身份 绝对不能被大夏知道 如果大夏知道了 林家也就完蛋了 张静 我必杀你 林正心中低吼 一切都是因为张静 若非张轩 这一切根本就不可能发生 婉拒了顾家留宿的盛情邀请 张轩搭着石军的直升飞机 飞向东山 张轩不知道 在他走后 顾家一众人坐在会议室内 张轩此人 你们怎么看 看什么看 这么年轻的绝世天骄 必须拉进我们顾家的阵营中来 他不是清城的男朋友吗 有这层关系 为何不用 对啊 以利化弃 我们为之奋斗的目标 人家轻而易举的就达到了 这样的天才还和我们顾家有关系 不拉进来 天打五雷轰啊 众人说着 将目光定在了坐在角落 一言不发的顾清城身上 见他还不支声 众人无奈 顾言明咳嗽一声 开口道 女儿啊 我就是来旁听的 你们想干什么都不要问我 我再声明一点 张轩不是我的男朋友 顾清城对于家族的想法嗤之以鼻 人还是要靠自己 将张轩拉进顾家的阵营 也不及顾家自己强大来的实在 切 不是你的男朋友 秦城 这句话说出来 你自己信吗 当我们眼瞎啊 两个人这么亲热 两个陌生人会这么亲密 我信啊 顾清城理所当然的说道 不管你们信不信 反正我信了 行了 去调查一下张轩的身份 然后两家父母见一见面 将这件事定下来就好了 顾言明根本就没有询问女儿的意思 为这件事定下了基调 其他人立即点了点头 即便是那些平日里 喜欢与顾言明唱反调的 这一次居然也没有站出来 娘 您看 这么做可以吗 众人紧张地看向张雨婷 今日他们再一次见识到了老夫人的强大 一些暗中想捣鬼的人 在面对老夫人的时候 忍不住收起了那些小心思 不行 我都说了 人家张轩有女朋友了 我喊张轩过来 就是为了帮忙的 你们这么做 考虑过人家张轩的感受吗 问过人家对这件事的看法吗 顾清城见老爸 自顾自的就决定好了 被气笑了 是应该问一问 小张对这件事的看法 顾言明点了点头 调查一下张轩的女朋友是谁 给他点压力 让他退出不就行了 我就不信在大厦 还有人不给我们顾家面子 此法不妥 若是因此惹恼了张轩呢 男女之间的感情这是说不准的 虽然我们的出发点是好心 但是张轩可不一定会这么看 让清城和那个女孩 一起嫁给张轩不就行了 哪有这么多的麻烦 此言一出 众人的眼中放出了金光 是啊 哪一个男人可以拒绝到了这样的条件 顾清城的脸都黑了 这些人当着他的面商量着 把他打包送出去 还有这么无耻的人吗 奶奶 我先走了 不能再留下来了 再留下来 他能被这些人气死 现在都是什么年代了 还活在救社会呢 让他和夏梦一起嫁给张轩 三妻四妾 俄黄女婴 这些人的脑袋里装的都是豆腐吗 如果这些人不是他顾家的人 他真想将这些人的天灵盖掀开看看 反正有奶奶在 不会让这些人胡作非为的 顾清城起身离开了 飞机上 石军死死盯着昏迷的林郑军 神色凝重 张轩就这么静静地看着 他看得出来 石军应该是知道了一些事情 或者说掌握了一些东西 否则石军不可能因为他一句话 直接赶到这边来 他和石军的关系 还没有好到那种程度 石军此人看似鲁莽 石则心系 一个没有心眼的大老粗 也不可能当上东山有关部门的副部长 张兄弟 你是怎么看出来 这边镇山很有可能是林郑军的 石军紧盯着张轩 似乎想看出些什么 张轩一阵尴尬 这个问题 他还真没有办法回答 尤其是在石军面前 撒谎的话 石军有的是办法证明 他话语的真实性 张老弟 那个人 是不是真的没死 下一刻 令张轩错愕的一幕发生了 没等他回答 石军看向他的目光 忽然变得复杂起来 眼眶中甚至有泪水涌出 张轩猛逼 那个人 谁 我就说嘛 这个世界上 怎么可能会无缘无故的 冒出一个天才出来 原来你是他培养出来的 石军紧盯着张轩 目光中有赞赏 有愧疚 还有对未来的向往 种种神色交杂 张轩更加猛逼了 身上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老实这是干什么 好好的 不要煽情好不好 尤其是两个大男人之间 是他不让你说的吧 那就不用告诉我 好好的 按照他给你安排的路走 以后有事就找我 以前 他出事了 我实力低微 帮不到忙 如今我也不是那个任人宰哥的小鸡仔 一般的麻烦 我会出手帮你清理掉 石军伸出手拍着张轩的肩膀 看石军的样子 张轩就知道 石军肯定是误会什么了 张轩并没有解释 正好他也无法解释林正军的事 既然石军不用他回答了 正好让这件事就这么过去 不过这也给他提了一个醒 以后还是稳妥一点比较好 系统的事情 绝对不能暴露在世人面前 他可不想成为实验桌上的小白鼠 就在此时 一阵轰鸣声从远处传来 石架直升飞机朝着他们包围而来 石军的脸色瞬间变了 玄机又恢复了平静 林家 好厉害的林家 张轩文言一致 是林家前来救人了 当然如果就不成的话 估计会杀人灭口 牛掰啊 开着石架直升飞机前来救人 而且是从有关部门的手里救人 一个小小的家族敢和国家对着干 这不是找死吗 然而在这里 林家就敢这么干了 这是多么的有恃无恐啊 不过看石军的样子 应该是早就想到了 林家会这么做 已经有了准备 哄 下一秒 一声巨响 一股冲击波震荡而来 张轩通过窗户冲击波传来的方向看去 只见那里有一团巨大无比的火球爆炸开来 蠢货 石军冷冷地看着那团火球 开口道 这两年林家越来越嚣张了 连国家的直权部门都不放在眼里 看来真的有必要敲打他们一下 张轩瞠目结舌 这样的场景 他在地球的时候 只能在电视电影中看到 此刻却是亲身经历 那种热血是3D电影感受不到的 就在此时 几没倒 但咆哮者而来 那些直升机看到这一幕 立即转身想要逃走 但是他们小瞧了大下的倒 但 就好像按上了定位一样 无论那些直升飞机往哪飞 倒 但竟直射了过去 又是几声巨响 九架直升飞机变成了九个巨大的火球 里面的人无一人逃出来 远处 一座山上 通过望远镜 看到这一幕的林阵 狠狠的一拳 砸在了一旁的巨石上 咔嚓 一个翠裂声传出 巨石上居然出现了一道裂缝 大下早就预料到了 他们对我们就从来没有放下戒备过 枉我们的先祖 为大下出生入死 结果仍旧换不来大下的信任 林家众人义愤填膺 林阵的脸色更加的难看了 够了 石军估计能猜出来 是我们做的 提前行动吧 文言 众人的神色 逐渐变得凝重 现实中 有些人就是像林家这样 付出过一点 就感觉别人可以牢记一辈子 而他也可以肆无忌惮地 对他付出过的对象欺压 当对方不堪欺压 被迫反抗的时候 这些人就感觉对方没有良心 石大哥 这件事就这么算了 箭直升机继续往前走 并没有停下来的趋势 张轩好奇地问道 石军不像是那种 被打了不还手的人 石军微微一笑 对付这种人 不能用一般的招式 决定出手的话 那就要施展必杀计 此刻还不到出手的时候 石军的脸上布满了笑容 张轩却在心里 为林家默哀起来 飞机在有关部门的停机坪落下 张老弟 今晚上别回去了 我把老胡喊过来 晚上喝点啊 石军对着张轩说道 不了 石大哥 我晚上还要去见我女朋友呢 明天还得去帮夏天俊的忙 想到这个张轩就无语 他去了之后 少不了要被夏天俊要求 帮忙做恶人 啊 女朋友 那小顾 石军是认识顾清成的 甚至动过将小丫头 拉进有关部门的念头 因为世家之中 还是有这么几个世家 初中未变的 在顾家的时候 顾家那些人 一口一个姐夫 一口一个女婿的 张轩和顾清成 不是一对吗 张轩见石军的样子 就知道他误会了 便将他帮忙的事情 说了出来 这丫头 石军哑然失笑 张兄弟啊 你可能被小顾当成挡箭牌了 你小心一点 顾家没有这么容易认可一个人 但是既然认可了 你想脱身 怕是没有那么容易 尤其是老嫂子 那可不是一个青年放弃的人 他看你的眼神和其他人可不一样 你小子最好小心一点 而且 他还是你 说到这里 石军停了下来 似笑非笑地看着张轩 既然张轩晚上有事 石军自然不再留他 让人开车将张轩送回别墅 刚回到别墅 就接到了夏天俊的电话 张老爹 别忘了我们明天的约定啊 夏天俊的声音从话筒中传来 张轩无语了 这家伙是在他的身上装了定位吗 正在此时 夏孟的电话也打了过来 夏老哥 我女朋友打电话来了 你先等等 说着 张轩就接通了夏孟的电话 夏天俊 他好歹也是夏氏娱乐的董事长 在张轩的眼中 地位还不如张轩的女朋友 反过来一想 这样有情有义的男人 假如真的成了他的女婿 不是更好吗 想到这里 夏天俊笑出声来 喂 小轩 去顾家玩得怎么样啊 听到夏孟的声音 就仿佛看到了 夏孟嘟着嘴巴的样子 这妮子明显是在吃飞醋 张轩无语 他哪里是去玩啊 不过这种事情 他也不能对夏孟讲 那个圈子的事情 张轩不想让学姐知道 还是让学姐保持着 他原本的纯真就好 学姐 晚上出来玩啊 我带着你去吃好吃的 气 才不要 我晚上有约了 对了 你刚才和谁通话呢 是不是在顾家 还没亲热够 和老顾于亲未了啊 是生意上的一个朋友 明天喊我去商谈一些 生意上的事情 对了 明天有没有空陪着我去啊 夏天俊的心思不难猜 然而张轩不想做任何 对不起夏孟的事情 不如带着夏孟去 这样就能避免一些尴尬了 假如真的如夏天俊所说的那样 他就出手帮一下也无妨 这件事最好让学姐跟着 让他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免得误会 电话那边的夏孟文言 美眸一亮 生意上的朋友 老夏吗 肯定是老夏 老爸老妈 这是迫不及待的 想将张轩介绍给他了 联想到刚才老妈过来 对他说 明天要带着他去相亲 肯定是这样 明天就要揭晓了吗 夏孟开始期待起来 你去吧 我就不去了 嘻嘻 说不定会有惊喜哦 夏孟笑嘻嘻地说完 就挂断了电话 他害怕再打电话 他会忍不住笑出声来 想到明天将要发生的场景 他一双美眸 眯成了一条缝 老田不是不想 让学弟当他女婿吗 夏孟倒要看看 等明天老田见到张轩 知道他想要的那个女婿 和他拒绝的这个女婿 是同一个人的时候 会不会尴尬 被挂断了电话 张轩有些愣神 尤其是学姐最后的那句话 更是让他摸不着头脑 惊喜 什么惊喜 张轩给夏孟打了过去 他还有事情没说完呢 干什么 我这边正忙呢 没空接电话 夏孟挂断了电话 发过来了微信 张轩无语 有空发微信 没空接电话 张轩 明天带着你去是有事啊 那个生意上的朋友 想让我破坏他女儿的亲身 这种缺德的事我怎么能干 你跟着我去 我也好推脱啊 看到张轩发来的微信内容 夏孟的美眸 顿时眯成了一条缝 脸上净是幸福的笑容 学弟对他真好 有什么事情不会瞒着他 还是和小时候一样的老实可靠 夏孟 我明天真的有事啊 至于有什么事 你明天就知道了 张轩 那我怎么办 你不去 我就得找别的女孩跟着 不然没法推脱 夏孟 随便你 说不定到时候干大的是你哦 我要忙了 不聊 张轩 这小妮子咋古古怪怪的 好像有什么事情在瞒着他 另一边的夏孟关闭手机 翘鼻微皱 冷横道 你也不是傻好人 明明是桃园区的老板 却不告诉我 明天我看看 你咋给我解释 说完 夏孟的嘴角就咧开了 男朋友的本事 自然是越大越好 不愧是他夏孟看中的男人 明天敢带着别的女孩来 我啃死你 哼 夏孟说着 美滋滋的看起了句 张兄弟 打完电话了 夏天俊的电话再次打了过来 他是想将明天的事情敲定下来 为此 他甚至将明天原本定下的所有的行程 全都推掉了 夏老哥 放心好了 和你约定的事情 我不会爽约的 那就好 明天瑞凯来酒店 不见不散 夏天俊哈哈大笑 他对自己女儿很有信心 他就不信 张轩见了女儿会拒绝 只要张轩明天来了 什么事情都好说 老婆 和小梦说一声 明天去一趟瑞凯来 田羽山文言喜上眉梢 立即去找夏孟了 挂断了电话 张轩来到了隔壁 见别墅内亮着灯 按了一下门铃 江熙然走了出来 见识张轩 脸上顿时堆满了笑容 您好 张先生 我明天已经和夏世娱乐的夏天俊约好了 你们如果没事的话 明天跟着我一起 过去一趟 张轩将来一说明 太好了 谢谢张先生 我们随时恭候您的大家 张先生请见 江熙然喜出望外 这段时间 他们四处碰壁 这才知道了人脉的重要性 曾经的那些朋友 如今见到他们 都一个个地将鼻孔朝天 连搭理都不带搭理的 这段时间 他俩充分地认识到了那句 穷在闹市无人问 富在深山游远青 江熙然相信李子星的能力 只要给他一个机会 他们一定可以东山再起的 如今 张轩愿意给他们这个机会 江熙然激动得恨不得要一声相许了 不用了 我晚上还有事情 明天我们一起去 张轩说完 转身离开了 看着张轩的背影 江熙然有些愣神 他一直以为 张轩之所以愿意帮忙 是看中了子星的绝世容颜 这一次 张轩帮了他们这么大的一个忙 正式提出要求的好时候 他没想到 张轩居然就这么转身离去了 这与他想象中的剧本 不太一样啊 难道这个世界上 真的有这种 做好事不图回报的好人 第二天 张轩开着扬名的宝马舞系 来到了隔壁 江熙然已经在门前等着了 李子星呢 上车走吧 张轩下了车 打开了车门 江熙然一脸的欠然 对不起张先生 我今天实在是有事脱不开身 您看 您能先带着小星一起去吗 最多半个小时 我就会赶过去 张轩闻言皱眉 见张轩皱眉 江熙然反倒是松了一口气 他此刻倒是确定了一件事情 那就是 张轩真的对小星 没有什么坏心思 假如有的话 只会嫌他是个累赘不想带着 但是张轩明显不是 今天这件事 他也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他要去做的事情很重要 而见下董事长这件事 同样很重要 小星的身边此刻就他一个人 他只能先去办那件事情 然后再赶过去 江小姐 你是他的经纪人 没有你的话 他自己 可以吗 就李子星那傻乎乎的样子 就不怕被他卖了 江熙然微微一笑 我相信张先生 别 你还是带着他先去做你的事情吧 我自己去见夏天俊 对了 可能有个小忙需要李子星帮 张轩将事情简单的说了一下 江熙然一听顿时打包票说 没有问题 那好 这件事就这么说定了 我先去了 假如需要的话 我给你微信通知一下 张轩说着 驾车驶离 然然 那个家伙想让我帮什么忙 一直在窗户后面偷听的李子星 一路小跑出来 好奇地问道 江熙然好笑地看了李子星一眼 说道 张先生可能要你假装一下他的女朋友 我不 李子星好像踩到了尾巴的猫 直接跳起脚来 江熙然美好气地看着自己的闺蜜 人家也不想的 只不过张先生的女朋友今天有事情 否则哪里用你眼 我看张先生的人品很不错 他如果对你图谋不轨的话 今天完全可以直接带着你走 李子星闻言呕了一声 就在此时 江熙然的手机响了起来 瑞凯来酒店 张轩刚来到 就被站在门口的夏天俊给发现了 张老弟 哈哈 可算是见到你了 夏天俊紧握着张轩的手 拉着进了酒店 咦 那不是夏董吗 跟他在一起的是谁 好大的面子 一个年轻人 难道我东山又有哪家大公司入住了吗 这一幕被经过的人看到 众人纷纷议论到 看向张轩的目光 竟是好奇 夏天俊没有理会那些人 拉着张轩的手 来到了包间内 赶紧上菜 一会儿别来打扰 我和张老弟 有要紧的事情要商量 夏天俊和这边的经理很熟悉 坐下之后便说道 瑞凯来的经理 闻言 看向张轩眼睛放光 能让夏天俊 以兄弟相称 整个东山市 可没有几个人 没想到这个小哥 看似年纪不大 居然大有来头 夏天俊说完之后 并没有给他们 互相介绍的意思 经理明白 张轩还不是 他有资格接触到的 便略带深意地 看了张轩一眼 记住了这张脸 然后识趣地退了出去 一会儿王川就来 夏老哥 你说的那件事 我还是感觉 不不不 张老弟 你今天来了就好 夏天俊热情地 打断了张轩的话 然后给张轩倒上了酒 心想 我今天不说了 让你和我女儿见上一面 我就不信你不动心 至于张轩口中的 那个女朋友 夏天俊从来没有放在心里 在东山市 还有哪个女孩 急得上她的女儿 见夏天俊不提她女儿的事 张轩松了一口气 这次多亏张老弟了 冰城的那些项目都很好 老哥这一次 沾了你老弟的光啊 哈哈 老杨他们听到之后 别提他们有多羡慕了 夏天俊意气风发 同时对张轩更加地看重了 冰城未来二十年的规划图 那可不是一般人能够弄到手的 掌握了未来的动向 先动一步 稳赚不赔啊 本来他对这份规划图 还是持怀疑态度的 但是启动了其中几个短期的项目 见到效益后 夏天俊再无怀疑 张老弟 冒昧地问你一句 你的女朋友是哪里人 夏天俊倒是好奇得很 到底是谁这么幸运 和张轩走到了一起 哦 也是东山的 和我一个大学 是我的学姐 张轩轻笑一声 回道 嘶 学姐 嘿嘶 哪个男人不爱呢 嗨嗨 那个 夏天俊眼前一亮 然后立即意识到 他的旁边还有张轩呢 这可是他未来的女婿人选 连忙咳嗽起来 以掩饰自己的尴尬 这特么的 老丈人在女婿的面前说这个 有点那什么了 想当初 那些人都迫不及待的 想将自己的女儿推销给张轩 他还嗤之以鼻 没想到其他人还没动手呢 迫不及待的 却换成他了 唉 这都是 让女儿给弄的 谁能想到 对天下男人都不假词色的女儿 突然带着那个小王八蛋上门了 他再不动手 女儿真的要成为别人的了 张轩 这个老色屁 没想到看上去儒雅的夏天骏暗地里 居然这么闷骚 来 张兄弟 走一个 夏天骏尴尬无比 张轩举起酒杯 和夏天骏喝了一个 张老弟 上一次 你说的那个 整一个音乐工作室的事 你想做什么 夏天骏没忘记正事 张轩立即将自己心中的想法讲了出来 丁 检测到宿主做出了选择 奖励发放中 正经娱乐百分之三十的股份 体质加十 精神加十 正在此时 脑海中响起了系统的电子音 几乎在同一时间 魔都正经娱乐董市场办公室 碰 胡威勇一把将茶壶摔在了地上 混账 一群酒囊饭袋 股份被人无缘无故地收购了百分之六十 你们居然说你们一点都不知道 老子养着 你们是干什么吃的 股份被人收购不知道吗 他是神仙吗 能无缘无故地将股份收购 没有一点动静 其他人站在一边 静若寒蝉 滴着脑袋 一个个身体颤抖 查 查出来到底是谁干的 他收购这么多的股份 必然会申请公司重组的 这样我们就有足够的转还余地 胡威勇气炸了药 公司的股份无缘无故地被人收购 他居然一点消息都没有得到 直到对方收购了百分之六十 这些蠢货这才意识到 事情的严峻过来告诉他 这是有人对他胡家出手了呀 胡威勇的心中杀意大胜 董事长已经查出来了 对方乃是东山实业的董事长 目前正在东山大学读大一 总经理万德科有备而来 将自己调查出来的 有关于张轩的信息说了出来 胡威勇被万德科的这句话给气笑了 你恨不得是来逗我的吗 一个大学生 他是东山实业的董事长 他能收购老子百分之六十的股份 你恨不得知道 这要花多少钱吗 万德科内心一叹 天知道当他得到张轩的信息时 也是这个反应 一个大一的学生 怎么可能做到收购一家公司 他为此专门查了新闻 当他看到那场股票的狙击战 即便是他也不得不振奋地 拍了一下自己的桌子 大吼一声漂亮 可是如今对方故技重施 他们正经娱乐这么大的一家公司 居然没有丝毫的察觉 等对方收购了他百分之六十的股份之时 他们这才发觉 但为时已晚 商业鬼才 商业鬼才啊 这种事情 不发生在自己的身上 是不会有任何感觉的 还记得当初东山实业 传出被人收购的消息时 他还在公共场合嘲笑过 秦正阳是傻逼 连个公司都守不住 偌大的公司就这么拱手让人 万德科将调查结果 递给了胡威勇 胡威勇看到调查报告上的内容时 整个人将在原地正正地看向万德科 万德科点了点头 这小子 人才啊 老万 将他叫到魔都来 我要会一会他 如果他能为我所用 我们的商业帝国将如虎添翼 倘若是别人说出这句话 万德科一定会耻笑对方 痴心妄想 但是说出这句话的是胡家胡威勇 那就另当别论了 在魔都 就没有胡家办不成的事情 即便是对方将正经娱乐完全控股 只要胡威勇想要 对方也得乖乖地让出来 在这里 胡家就是天 万德科也期待起来 他也想看一看这个张轩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包间内 张老爹 张老爹 夏天俊看着呆呆的张轩 喊道 啊 哦 刚才想起了一件事情 所以走神了 好像李子星 就是被这个正经娱乐给封杀的吧 他记得杨明三个老色批说过 如今他拥有了百分之六十的股份 也就是说正经娱乐是他的了 什么事情 夏天俊也就是下意识的随口一问 并没有在意 哦 刚才收购了正经娱乐百分之六十的股份 张轩无所谓的说道 这件事以后迟早都会知道 不如直接说出来 牛掰 我说张老爹啊 你这手段 毒啊 谁要是让你看上了 不死也惨 夏天俊文言一领 苦笑着说道 正经娱乐 这什么破名 咱们东山除了我的下市娱乐 还有一个叫正经娱乐的吗 张老爹 咱们不是说合作开一个音乐工作室吗 咋了 不相信你老哥哥 怎么会呢 我就是随便收购着玩的 张轩微笑 系统送的 他连正经娱乐 在哪都不知道呢 正经娱乐 这名字一听就 啥 正经娱乐 夏天俊说着说着 戛然而止 一双眼睛 陡然睁得滚圆 老爹 你说的是 魔都正经娱乐吗 在魔都吗 张轩 这么远 系统这是坑人 他在东山 系统送他魔都的公司干什么 破 夏天俊听到张轩的呢喃声 直接将酒吐出来了 麻辣 张轩不知道正经娱乐在哪 他说的这件事靠不靠谱啊 张老爹 你不知道正经娱乐在哪 夏天俊脖子都粗了 张轩这是在和他开玩笑吗 正经娱乐 魔都最大的娱乐公司 即便是在全世界都排的上号 夏世娱乐在东山算是大公司了 但是在正经娱乐的面前 连弟弟都算不上 没资格 这么大的公司 张轩居然说不知道正经娱乐在哪 不知道啊 我又没去过 我只是收购了他60%的股份而已 张轩无语 正经娱乐又不是大厦的标志性企业 他不知道不是很正常吗 夏天俊脸上的黑线瞬间支撑了毛衣 没去过 只是收购了他60%的股份 华而已 两人聊着天 连王川进来了都不知道 刚进来的王川 听到张轩的话 抬起的脚停滞在半空中几秒钟 嗯 这个逼庄德 他给打满分 正经娱乐 他了解的比下天俊还要多得多 正经娱乐不可怕 可怕的是正经娱乐背后的胡家 那可是在魔都一手遮天的家族 秦正阳明面上是南方商贸联盟的人 实际上他是胡家的人 暗中接收胡家的指派 秦正阳留在这里 大概率是想找出老板 老板之所以这般深入浅出 王川猜测大概率也是因为忌惮胡家 之前张轩轻而易举的收购了桃园居 他就有点怀疑 如今见张轩对胡家动手了 他心中的疑惑或许得到了解释 张老爹 你知道正经娱乐代表着什么吗 你收购了人家60%的股份 华尔爷 夏天俊紧抓着张轩的手 麻大 挣大钱了 怎么不带他一个 当初要是带着他一个 让他弄上百分之几的股份 他现在的身价肯定大增了 而且也算是彻底的融入娱乐圈了 他现在 最多算是进入而已 在娱乐圈边上游荡着 那些大型的娱乐公司 根本就没将下市娱乐放在眼里 他夏天俊别看在东山算一号人物 出了东山 他就是一个屁 虽然他不想承认 但这就是一个现实 张轩这不声不响的 就收购了正经娱乐60%的股份 这手段 比当初收购东山实业 还让他震撼 来了 张轩看到王川 点了点头开口道 嗯 收购正经娱乐 什么时候的事情 王川尽量让自己看起来正常一点 喝了一口酒 用来压一压内心的翻腾 就刚才啊 张轩说着 拿出手机搜了一下 下一刻 他捉起了牙花子 系统 YYDS 牛掰啊 他又多了一个几千亿市值的公司 美滋滋啊 王川脸上努力保持着微笑 心中却已经在翻江倒海了 他很确定 张轩刚才的表情 真的很淡然平静 仿佛在说自己刚才逛超市 买了一块糖 这么简单的事情 那可是正经娱乐啊 大哥 你在这逛超市呢 POO 王川的定力还行 夏天俊就忍不住了 一口老血喷了出来 张老弟 我这一口老血喷了出来 我这一口老血喷了出来 我这一口老血喷了出来